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七十六集 被一龙抱起了抱着晴天的萌萌对周叔叔 周叔 这礼你解决一下吧 我得赶紧送萌萌去上学 然后还有急事要办 回头有什么事 你给我打电话 说完呢 被龙抱着萌萌就跑了 跑到小区旁的小学门口 被龙把萌萌放下来 却没想到啊 萌萌竟然在落地的瞬间 搂着他脖子 在他脸上巴唧的亲了一大口 谢谢小龙哥哥 萌萌小脸蛋红红的转身就跑 跑到学校门口 被直周生给拦住了 又赶紧跑回来 把晴天还给被龙 看着他那慌慌张张的小模样啊 被龙感觉心情无比的舒畅 抱起晴天赶往了训练营地 训练营地的大操场上 七八百名学生穿着东长服 头戴棉帽子 战得笔直如枪 山城的冬天虽然极少下雪 但其实阴冷潮湿的天气也不好受 走动起来还好 尤其是保持着一个姿势 一战就是一上午 即便是进化了的学生也不舒服 更何况 这些学生里还有一半没进化呢 但怨声载道的 却都是那些已经进化的学生 相反的呀 没进化的学生还一言不发的咬牙坚持 张伟就是其中一员 眼睁睁看着别人一个接着一个进化 自己却迟迟进化不了 张伟特别的心急 他把别人进化的方式试了一遍又一遍 可是偏偏 别人做几十个俯卧生都能进化 到他呢 做了几百个都进化不了 真不知道让我们这些进化者战军子 有什么意思 一个踢着板寸头 前额留几根小长毛的干瘦男生抱怨着 张伟知道他 这家伙呀 叫江超 唯一一个半夜紧急集合都能进化的 进化了之后 成天嘚嘚嘚嘚老牛逼了 就是说呀 光让那些没进化的站着不就得了吗 旁边站着一个圆脸圆寸的男生也说道 这个圆脸圆寸的男生啊 叫赵大宝 是张伟以前隔壁三四班的 成天跟在顽固子弟马国宁的屁股后边 现在和张伟同住一个宿舍 马国宁这种顽固子弟自然是不愿来吃苦的 赵大宝来了 没想到很快就进化了 也就抖了起来了 张伟亲眼看到他进化的当天晚上 就打电话 把陪他一起吃土的女朋友包子给甩了 哎 你听说了吗 江超小声跟赵大宝说 咱们那个 从来没露过面的总教官 贝龙 原来也只是个普通高中生 就是因为他第一个进化的 所以才被任命为西南军区总教官 上校军下 这是千金买马骨啊 我知道啊 贝龙当初不就是我们隔壁班的吗 我还能不知道啊 赵大宝如今满面红光意气风发 早就不是当初在青迈地下全场面如土色的样子了 马国宁并没有把发生了什么告诉他和包子 所以赵大宝无知者无畏的吹牛逼 我们呢 上个月还跟泰国相遇了呢 当时他在泰国混的啥都不是 我们看见同学份上还帮了他 没想到这么短时间 他就鲜鱼翻身了 是吗 江超听了很郁郁 那你说要咱们先进化 是不是起码也少校了 他就命好 总教官 说不定还打不过咱们呢 你能别吹牛逼吗 张伟实在听不下去了 总教官 是你能随便说的 张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贝龙走后门进来的 所以啊 跟谁都没有说过他和贝龙的关系 即便别人说起贝龙时 他也会表现的和贝龙不熟的样子 好在他们班的人已经集体退出了 就算隔壁班的赵大宝也不太了解他 管你屁事啊 你个没计划的 瞎插什么嘴啊 憋你妈比找打啊 江超撸了一把额头上几根小长毛 恶狠狠的瞪着让位 谁都知道 越往后进化越难 听班长说呀 军训完毕进化的直接进军级 受军衔 进化不了的就会回学校继续上学 以后就是两个世纪的人了 打就打 张伟一咬牙 赵大宝 中午咱们小树林见 我给你单挑 我他妈不打死你呀 不怕说句拉仇恨的话 就你们这种两个星期都进化不了的废物啊 老子一个能打十个 赵大宝满眼的戏谑 江超和其他听到这话的进化者都是得意洋洋的笑了起来 他们也都这么认为的 张伟和其他听到这话的普通学生都很郁闷 但除了张伟以外 其他学生都选择了从心 毕竟进化者们在特训中体现出的统治力是有目共睹的 就在这时啊 忽然站在队伍最前方的纠察连副连长大声喊道 同学们注意了 马上有首长来视察 请同学们以最饱满的精神面貌 准备迎接首长 军队警队并没有和学生一起特训 就只有半个纠察连在这里起个监督作用 顿时啊 学生队伍都严肃了起来 连江超赵大宝他们都老老实实的停了嘴炮 虽然他们已经都是进化者了 但对于首长这个词还是心存敬畏的 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过了一会儿 在纠察连副连长引导下走上主席台的首长 竟然就是他们刚刚才说过 就是因为第一个进化才当了上校的贝隆 草 江超赵大宝他们这些进化者 看着贝隆真是羡慕嫉妒恨 最先也不知道是谁传出来了 说贝隆本来就是个普通学生 就是因为第一个进化 军方千金买马骨才让他当上校的 由于贝隆的功绩基本都是军事机密 所以这个说法在学生们中间非常有市场 本来是以讹传讹的传言 由于传的人多了 信的人也就多了 竟然就成了真相了 本来呀 贝隆高大挺拔的身姿 穿着一件鼻挺的降效尼风衣 脚踏皮靴 腰胯赤肖剑 帅到没朋友已经让人非常眼红了 今天呢 哎 怀里还抱着一只小黑猫 这就更让江超赵大宝他们这些进化者觉得太浪费被聋了 无非你就是先进化两天牛逼什么呀 真打起来你还未必打得过我呢 短时间内突然就拥有了远超常人的强大力量 让这些正处于青春期的男生就好像是好斗的钩牛 而贝隆呢 就仿佛是变成了迎风招展的那块红布 贝隆居高临下扫了一眼 便对学生们的进化情况有了一些表面了解 七八百个学生里已经进化了有四五百了 只是不知道他们进化到了什么程度 能否和自己这种生死之间进化的相比 于是啊 贝隆说 最近我出去执行了一次任务 回来就听王营长说 好多同学都已经完成了进化 所以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 检验一下同学们的努力成果 哪位同学愿意上台来啊 贝隆话还没说完呢 就见台下有人迫不及待的举起了胳膊 高声喊道 我 赵大宝和江超不约而同的举起胳膊高喊 然后又不约而同的怒目相识 跃跃欲试的当然不止他们两个 只不过呀 他们两个表现的最积极 而且刚好是肩并肩 关于贝隆市靠着第一个进化才当上上校的传言 他们两个早已经身心不疑了 甚至也为传谣贡献了一份心力 他们都坚定的认为 如果给自己一次机会 贝隆能做到的 他们一样也可以做到 而这一次他们相信机会来了 然而这个平时跟自己称兄道弟的妖艳贱祸 居然要跟自己抢机会 赵大宝和江超跟斗鸡似的瞪着对方 我真看错你了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贝隆腾出撸猫的手 随手一指赵大宝和江超 那两位同学一起上来吧 是 赵大宝和江超冷冷瞪了对方一眼 一起走出队伍 上了主席台 贝隆看了看身边的纠察连连长 这两位同学都是怎么进化的 纠察连副连长 林芒从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上 查找了一下记录 报告首长 这位江超同学 是第一次半夜紧急集合式进化的 也是同期第一个进化的 这位赵大宝同学 是在第一次负重40公斤 跑2000米的终点线上进化的 听到纠察连副连长介绍 江超得意洋洋的挺起了干扁的胸脯 虽然他进化的过程不怎么样 但他是同期第一个进化的 就这一个牛逼都够他吹到死了 赵大宝不以为然的撇了撇嘴 但也不得不服啊 谁让人家第一个呢 不错不错呀 贝隆笑眯眯的点头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学习武功了吗 学了 纠察连副连长公公静静的汇报 学了几天的胡府长法了 兼修胡围剿 二者相辅相成 相得意章 进化者学习武功特别快 虽然他们才刚刚学了几天 已经能够把两种功法 都应用到队列上了 听到纠察连副连长这么说 赵大宝和江超脸上都洋溢出了 得意洋洋的笑容 贝隆撸了把晴天 既然这样 两位同学就用俯虎长法 和胡围剿对练吧 赵大宝和江超早就迫不及待了 他们自从进化之后 就一直想找个机会一举成名 可惜啊 每天就是不停的训练 训练又训练 这才锦衣夜行了一个多星期 他们就憋出了满脸的骚兜 终于逮着个机会 可以在所有人面前露脸 两人都是又兴奋又激动 对视了一眼 是时候插兄弟两刀了呀 江超平时就嘚嘚嘚嘖了 这有机会表现 他恨不能把所有本事一下都使出来 他大喝一声抢先一掌 与虎谋皮拍向了赵大宝的胸前 赵大宝虽然也很嘚瑟 但是呢 却比江超沉稳得住 待江超这掌到了身前的时候 他身形一矮 一脚虎头蛇尾 横扫江超下盘 江超吃了一惊 慌忙纵神跃起 赵大宝的胡围剿 在水泥的主席台上扫了一圈 脚尖竟是硬生生的 将水泥地面铲出一圈 一厘米深的圆湖凹槽 水泥粉尘生腾而起 把他的身形烟尘笼罩 主席台下那些没进化的同学 都是情不自禁的倒吸了一口冷气 平时对练 都是进化的和没进化的分开的 他们也是头一次 见到进化者的战斗 没想到 竟然已经有了如此的威势 顿时啊 心中无形中 就矮了进化者一头 而江超仓促间纵身跃起 双脚离地 也能有两米 人在半空中 一脚骑虎南下 踹向了赵大宝的头顶 赵大宝就是双手一撑地面 整个人头下脚上的倒立起来 使出了敲山震虎 双脚呼呼呼轮番 向上飞登而去 第一脚 赵大宝和江超硬碰硬撞在了一起 江超居高临下 本来就占着优势了 没想到 这脚两人竟然旗鼓相当 江超的心里不禁意慌啊 已经被赵大宝另一只脚 踹在膝盖上 顿时人在半空中 打了个旋子 摔下台去 哎呀 骂呀 江超摔到了土地上 咕噜噜滚了好几圈 灰头土脸爬起来 也没脸再上台了 更不好意思再回到原来的位置站 那等赵大宝回来 他还活不活了呀 一拳一拐的江超 搭了着脑袋 跑到队伍最后面缩起 赵大宝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 圆圆的脸上满是猙獰的 向台下大吼一声 这次呀 台下不仅仅是没进化的同学 就连进化者们也都是为之脸色一变 江超和赵大宝打擂台 他们本以为会是龙争虎斗的一战 却没想到 三两下 赵大宝就把江超干下去了 这让他们都被赵大宝展现出的战斗力给惊呆了 同样都是进化者 赵大宝似乎比一般人更为强大 背龙微微摇头 上次末世中 人类进化基本都是在生死一现时 那是被当时的特殊环境决定的 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而他这一次的进化同样是在生死之间 所以他完全没想到 原来进化还是分等级的 很明显 江超这个半夜紧急集合进化的 比赵大宝这个负重四十公斤 两千米进化的要弱了很多 当然了 他们都比在生死之间进化的差远了 恰好在这时 赵大宝跟台下的同学们要武扬威之后 一回头看到背龙在摇头 顿时啊 赵大宝就被激起了年轻人的好胜心 刚刚击败了第一个进化的江超 赵大宝的自信已经膨胀到了自负的程度 他觉得背龙根本就是在嫉妒他 甚至还想要打压他 热血上涌 赵大宝便做出了他早就想做的事 只见赵大宝挺起胸膛 大声喊道 报告 纠察连副连长先看向了背龙 见背龙没有反对的意思 他才问道 什么事 赵大宝挺着胸膛 双眼直视背龙 声音铿锵有力的传遍了整个训练场 我想请总教官指导武功 学生们队伍里顿时嗡的一下就炸开了 虽然经过两个星期的训练 但他们终究还保留着学生的习气 更何况赵大宝说出的话是如此的石破天惊 更何况赵大宝说出的话是所有进化者都想说而不敢说的 眼瞅着黑光围绕赵大宝刷来刷去 赵大宝鬼哭狼嚎的毫无还手之力 背龙本着人道主义啪的打了个响指 黑光便树然飞回到他的怀中 怀抱着晴天 背龙同情的看着衣衫蓝绿满脸血稻子的赵大宝 你还好吧 我哪好啊 赵大宝泪眼婆娑的看着自己 衣服裤子都被猫爪子给挠成了一丝一丝的 在风中飘荡 浑身上下到处都是一稻子一稻子的血稻子 他现在要是找个街头闹事一蹲 不用唱手里捧着窝窝头 都有人给钱 总教官的秘密太厉害了 说出来都没人感谢 咱们这么多人架一块 可能都干不过那只猫啊 赵大宝这回可丢人丢大了 活该他敢跟总教官过不去 不做死就不会死的道理 为什么就有人不懂呢 台下的学生们小声议论着 无非就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呢 赵大宝傻逼了挑战了总教官 另一个方向就是 总教官的猫把赵大宝给打成了傻逼 虽然他们声音不大 但是别忘了七八百人啊 这么多人在议论 议论的内容呢又是大同小异 自然是清晰的传到了赵大宝的耳朵里 刺激了赵大宝当时就恼羞成怒了 尤其是也不知道谁说了一句话提醒了他 总教官的咪咪是很厉害 可厉害的是咪咪又不是总教官 说不定总教官也打不过他的咪咪呢 对呀赵大宝猛然醒悟 就仿佛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 也顾不得去想这话的合理性了 他毫不犹豫大叫一声 总教官 你的猫是很厉害 可厉害的猫又不是你 说不定你也打不过你的猫呢 其实啊 这话是经不起推敲的 而且并没有几个人这么想 但是呢 这个时候赵大宝这么一喊 反倒是不少人都觉得有道理 毕竟网游里也有御寿这种职业吗 被以龙不禁哑然失笑 果然是木袖于林 风必摧之 行高于人 重必飞也 自己当了这个西南军区总教官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背地里演红自己呢 只不过呢 就赵大宝年轻冲动的说出来而已 但是 连赵大宝这种闲鱼 刚刚翻个面的社会最底层存在 都眼红自己 可想而知 那些站在高处的人 又会怎么样的羡慕嫉妒恨 或许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七十七集 贝龙说 后退 什么 赵大宝一愣 在贝龙身后站着的 纠茶莲副连长 也是一脸懵逼啊 到后退 贝龙左手抱着晴天 右手随意向外挥挥 我要开始装逼了 纠茶莲副连长虽然不能理解 但还是服从命令的后退了 赵大宝也下意识的后退几步 至于台下的学生们 各个账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什么情况 感谢江超同学和赵大宝同学 同学们的情况呢 我大致已经了解了 贝龙笑眯眯的俯瞰台下的同学们 可能从江超同学和赵大宝同学的对练中 大家已经看出来了 其实先进化和后进化并没有什么分别 甚至先进化的可能还不如后进化的 所以还没有进化的同学 不要着急 只要你们继续努力训练自己 总有一天你们也会进化的 甚至是后来居上 先进化的同学呢 也不用因此而自我怀疑 你们先一步就代表了先行一步 抢占了先机的你们 只要不骄不躁 稳扎稳打 你们的成就同样不可限量 你让他们都后退就为了说这个呀 进化者们都有点不服气了 觉得贝龙是以偏概全了 但无疑 贝龙的话还是给没进化的同学们打了气 本来呀 没进化的同学越来越没信心了 现在听贝龙一说 又有了逆袭的勇气 不过不管是进化的还是没进化的同学们 都觉得有点失望 赵大宝在跟你单挑啊 他挑衅你呀 你怎么就不正面回答呢 难道你真是个绣花枕头 离开了咪咪就是渣 贝龙自然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但贝龙依旧在不慌不忙的说着 只是啊 他的声音渐渐铿锵枪有力 质地有声 眉宇间也隐隐出现了杀法果断的铁血利器 但是不管是进化了的还是没进化的同学 你们都一定要搞清楚 你们选择的是一条什么路 这个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丧尸 现在又出现了变异兽 贝索 我的猫就是变异兽 以后还会出现更多恐怖的未知存在 而这些全都是你们要面对的敌人 你们今天在这里训练 不是为了发家致富 不是为了无险一击 而是为了将来和丧尸战斗 和变异兽战斗 和更多恐怖的未知存在战斗 选择了这条路 你们就已经站在了战场上 你们会流血 你们会牺牲 残酷吗 不 不残酷 因为这条路的终点是金钱 是美女 是万众景阳 是天下无双 但是在这条路上 布满了荆棘 荆棘中还隐藏着毒蛇猛兽 你们想要走到终点 就必须要经过披荆斩棘的 沥血前行 说到这里 贝龙扬眉剑出鞘 长长的金色火红 瞬间斩碎了虚空 那一瞬间光芒璀璀 仿佛万古长夜中的一线光明 照亮了每个人的脸 也照亮了每个人心里武侠的梦幻 披荆斩棘 力学前行 直到前面 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们 那时你就会发现 你 已经站在了终点 火光一闪而失 贝龙还剑入鞘 特训之后 我等着和你们 并肩作战 这个时候 所有人的眼睛 都还处于短暂的失明状态了 但贝龙的话 却是如同同中大旅般的 在他们脑海中回荡 宛如烈子汤问中的 绕梁三日 不绝于耳 当他们终于恢复势力的时候 被泪水模糊的双眼 依稀看到那座 五米宽 十米长的水泥 砌成的主席台 竟然被一条 烧得焦黑焦黑的沟壑 从中间一分为二 不管是学生还是军人 不管是进化了的 还是没进化的 这一刻都被眼前匪夷所思的一幕惊呆了 这就是西南军区总教官的实力吗 贝龙已经不知何时飘然而去 那被一分为二的主席台上 就只剩下了纠察连副连长和赵大宝 他们一人站在一边 都是一脸震撼 惊恐 敬畏 相对于台下的学生们 站在台上两人有着最直观的感官 虽然他们也被那耀眼的火光刺得睁不开眼睛 但是却清晰的感受到脚下主席台的颤抖 尤其是在贝龙一箭斩下的时候 火龙内力爆炸四翼的热浪 卷得他们仿佛置身于蒸笼之中 纠察连副连长还好 他服从贝龙命令 退到了主席台边缘 赵大宝呢 却只退了几步 而且在反应过来之后 他还不服气的 故意偷偷往前挪了两步 所以啊 贝龙为什么说退后的原因 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只见他的正面都被烧得焦黑焦黑的 头发眉毛 眼睫毛 鼻毛 还有胡须 全都被了得干干净净 甚至脸部 皮肤 以及所有暴露在外面的皮肤 都被那一瞬间的热浪烧得起了大炮 在惊恐交加的劲过去之后 赵大宝忽然感觉从头到脚 那种被炙烤过的针刺的痛感 忍不住 发出了一声惨叫 妈呀 疼啊 也太他妈疼了 赵大宝眼泪滑滑的呀 可是眼泪流过脸上的大炮 更疼了 他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举手 我不举手我就不会上台 我不上台就不会向宗教官挑战 我不向宗教官挑战 就不会沦落到这个遍体鳞伤 身败名裂的地步 哎呀 有人受伤了 纠察连副连长一见赵大宝的样子 慌忙招呼士兵去救人 台下的学生们看到赵大宝那狼狈不堪的样子 本来是要哄堂大笑的 但是啊 见纠察连把赵大宝抬去送医了 他们才终于意识到 这不是笑话 太可怕了 这赵大宝只不过顶上了总教官 就被烧成那样 这总教官太可怕了 没什么好黑的呀 啊 总教官可是说了两次退后 那赵大宝非要悄悄往前挪两步 自己作死找谁呀 对不对 你看人家纠察连副连长 那咋没事呢 就是啊 妈的 总教官真太牛逼了 从今以后 一生粉不解释 学生们纷纷激动的议论着 虽然有些不和谐的声音 但绝大多数都是站在贝龙这边 没有了纠察连的监督 他们全都跑到主席台附近 近距离的去观察贝龙的一见之微 哎 透了 透了 在那条焦黑焦黑的鸿沟两端 分别挤满了学生 他们隔着五米宽的主席台对视着 红沟的宽度竟然能够同时横向挤下两张脸 好深 好深啊 有的则是站在主席台上往下看 那焦黑焦黑的鸿沟竟然直透大地 好疼 好疼啊 有的呢 趴在鸿沟边上伸手去摸焦黑焦黑的地方 指尖才一接触便触电般的缩了回来 折舌不已 哎呀呀 这都快能捡荷包单了吧 厉害 厉害呀 同学们都说 然后纷纷掏出手机打开拍照模式 啪啪啪 这就是取代了我的那个无名小族留下来的 一个马脸道人借着月光打亮把主席台一分为二的巨大剑痕 虽然也是暗暗心惊 却故作不懈道 不过是借了神剑之围罢了 算不得真本事 他手里宝剑可是传说中昔日汉高族斩白蛇的齿销 落在他这个无名小族手里 真是暴天天物 这马脸道人呢 就是兵王营前任武术教练 清城派 清城八郡之一的杨志云 道长 站在他身边的是文指彬彬的西南军区参谋长 卢明辉 卢明辉习惯性的推了一下金丝片眼睛 不知道这个贝隆的实力比道长您如何呀 哼 你这是羞辱啊 杨志云冷哼一声大袖一甩 本来就长得马脸拉得更长了 区区无名小族借进化阳明 爆发户一般 怎能与我相提并论 既然如此 这贝隆就交给道长了 卢明辉的眼镜片在月光下折射光芒 让人看不清他的目光 贝隆一去 这西南军区总教官之位非道长没数 杨志云鼻子哼哼了 嘴角却已经勾起了一抹得意洋洋的笑容 他本来是看不上兵王营教练这种虚职的 在位的时候呢 也是虚与伟仪 敷衍了失 但现在的西南军区总教官可不一样了 虽然也是虚职 可身份地位摆在那里 更何况 在眼下的进化狂潮之中 这个位子可是牵动了全世界的目光啊 贝隆 杨志云不屑地一甩大袖转身而去 无名小卒迟早是我见下之鬼 望着杨志云在夜色中飘忽而去的身影 卢明辉又推了推金丝边眼睛 目光深邃 蚂蚁 奶奶子 全都死在了这家伙的手里 被扫火锅店街对面的黄角树树叉上 一个穿着深蓝色忍者服 只露出双小眼睛单眼皮的中年男人 压低了声音悲愤地说道 这笔血债 我一定会让他的父母讨回来的 令母 在他旁边的树叉上 骑着另一个大眼睛双眼皮的人者 缠声劝动 这一次的任务 是要我们把活的带回去 你的私人恩怨最好先放下 小眼睛单眼皮的灵木冷横一声 放心吧阿布 我只不过是先收点利息 大眼睛双眼皮的阿布 这才稍稍放心 刚想再说两句 这时不远处忽然传来了乌鸦的叫声 暗烧已经解决了 阿布拍了拍灵木的肩膀 这一次的任务只许撑狗 不许失败 灵木神情凝重的用力一点头 嗨 随着阿布的一声令下 灵木以及同来的两名忍者 立即从阴影中跳了出来 时间已经将近午夜 老街上很少有人走动 被扫火锅店里也准备打烊了 灵木阿布他们如同鬼魅一般的 在黑夜中神不知鬼不觉的 钻入了被扫火锅店 老贝啊 儿子这两天应该都不会回来了吧 张春丽打着哈欠说道 忽然听到扑的一声清响 顿时瞪大眼睛气呼呼道 你其实劈子这么多呢 下意识的拿手扇了扇眼前的灰色烟雾 张春丽只觉得眼皮越来越沉 只多不过一秒就瘫软在了桌子上 最后残存的意识就是 这个屁真冲啊 灰色烟雾很快散去 被有福趴在柜台上 张春丽摊在桌子上 阿布和陵木相互一点头 另两个忍者上去叫台人 就在这个时候 后除了帘子一撩 里面走出一个穿着沾满了油渍的白色厨师服 头顶替得光光的两鬓 却是长发拢到后脑勺扎了个马尾的墩子 手里面还提着一把菜包 灵木一愣 下意识的看下了阿布 里边有人 为什么我没有发现 我也没发现呢 阿布眨眨眼睛把头一甩 管他呢 先把他拿下再说 嗨 灵木用力一点头 回身就地一滚 便到了那墩子面前 手里见直指墩子胯下 灵木出手还是那么阴损啊 阿布笑了笑 不过也好 让他把妻女被杀的怨念发泄出去吧 也免得他心里太过压抑 忍不住对贝龙的父母出手 上面是特意派灵木来执行这个任务的 如果他不能通过考验 也只能被淘汰了 至于那个墩子 阿布相信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灵木的进战能力在阿布手下手去一指 你们两个 阿布指挥着另外两枚忍者 动手抬人 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惨叫 那你 阿布猛地回头 正看到灵木跪倒在了那个墩子的面前 脑袋被从正中间一直劈到了脖梗 分成两半的脑壳里 白花花的脑花都露了出来 八嘎呢 阿布不仅脸色大变 要知道啊 人的骨头多么坚硬 怎么可能被人一刀劈开呢 而且还是菜刀 等一下 为什么这个墩子有点眼熟啊 阿布待了一待 他另外两个手下已经冲上去了 当然不是像灵木那样直接冲上去贴身肉搏 而是非常职业化的先放烟雾弹 他们就好像两只大章鱼 释放出了大团大团的灰色烟雾 灰色烟雾迅速弥漫了半个大堂 现在不是想那些的时候啊 阿布毫不犹豫的投身冲进了灰色烟雾 灰色烟雾的迷药效果他是免疫的 虽然在灰色烟雾里他也看不清楚 但是呢他有听声辨味的本事 而且善于在黑夜中作战 灰色烟雾就是他的主战场 不管那个盾子有多么邪门 我和我的两个手下三位一体一定能够战胜他 然而阿布才刚刚冲进灰色烟雾就听到扑通扑通两声众物倒地的声音 糟了 阿布心里一沉呢 顾不得多想条件反射的便身体向后倒射出去 救人要紧 不存在的 能够在与黑忍密制的迷魂烟中安然无恙的 在日本那至少也是剑豪以上的强者 一个忍者正面遭遇一个剑豪 除了被一刀砍死以外 活着逃走就是最好的结果 八嘎 为什么华夏随便一个路边火锅店里 都有剑豪级的强者在镇守啊 阿布心里特别想不通 然而就在他刚刚倒射出灰色烟雾的时候 一道雪亮的刀光穿透灰色烟雾追了出来 那一瞬间刀光炸碎成了万点银青射向他 月影 剑王 是 是他 阿布不禁脸上出现惊骇之色 月影在日本可是大名鼎鼎的柳生心音流秘境 能够施展出月影 而且还能够初解的柳生心音流剑豪 那可是屈指可数 瞬间阿布猜到了这个剑豪的身份 怪不得他来了华夏一趟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连他的同道好友都找不到他 原来是蛇伏在这家火锅店当了墩子了 可是为什么呀 他堂堂的一位剑豪取得了五十连胜辉煌战绩的剑豪 在日本被无数剑道中人敬畏的剑豪 为什么会甘心在华夏一家火锅店当墩子呀 阿布这一刻万念俱灰 炸碎的万点银星已经笼罩了他 那万点银星瞬间就把他支离破碎的撕烂了 转眼阿布就体无完肤的倒在了血泊里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评论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七十八集 小野大雄左手提着菜刀 右手端着个糖瓷大茶碗 入乡随俗的塌了着黑布鞋 巴搭巴搭的溜达出了被扫火锅店 绕到路边一棵黄角树旁 这棵黄角树挨着的土墙上 一名鹤枪石弹的士兵靠着树干陷入了昏迷 哗啦哀一下 一大杯茶水都泼到了士兵脸上 那士兵挨骂一声啊 顿时就惊醒了过来 行的 小野大雄操着一口蹩脚的花下鱼 大拇指往后指了指被扫火锅店 熟悉 熟悉 士兵一愣 慌忙跳下来冲到被扫火锅店往里面一看 顿时脸色大变了 连忙拿出军用手机拨打号码 片刻之后 黑暗中就开来了两辆黑色的军车 一群穿迷彩做驯服 带黑色战术头套的士兵从黑社军车上下来 分分钟就把被扫火锅店恢复了原样 小野大雄又提着菜刀端着糖瓷大茶杯 塌了着鞋就进去了 一进门啊 就见张春丽插着腰问他 大雄 上哪儿去了 小野大雄说 呃 车 张春丽一愣 上这嘴儿 你拿茶杯干嘛呀 呃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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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菜刀呢 小野大雄默默地放下了茶杯 默默地从围裙肚兜里摸出了一个土豆 默默地用菜刀给土豆削皮 张春丽无语 把晴天送到了朱岩手里 以后朱岩的安全就靠晴天了 被龙返回了被扫火锅店 你确定是与黑人 被龙皱着眉头问小野大雄 小野大雄用非常流利的日语回答 是的 我确定 他们的迷魂盐有股很浓烈的洋葱味 在日本众所周知 与黑人是支持山田做的 你杀了山田杏志做的事 也是山田祖通知我的 所以我相信 这次与黑人的行动 一定是山田祖支持的 被龙点点头 幸好他一早就在被澡火锅店里 埋下了小野大雄 兵亡营士兵对于普通人而言 是绝对的强者 但在忍者偷袭下 就不够看了 不过说起来 也是时候对付山田祖这个老对手了 从泰国到华夏 一直都是阴魂不散 被龙点燃一支香烟 眯着眼睛 看向了东方 一开始是自己的实力还不够 实力够了之后 又一直没有腾出时间 但既然山田祖贼心不死 又来招惹自己 自己不走一趟日本 这念头怎能通达呀 从金门发往日本的国际邮轮 在汽笛声中缓缓起航 被龙从山城坐高铁到金门 只用了半个白天 乘坐这艘国际邮轮 第二天天明 就能到日本福岗 其实到了2222年呢 即使不乘坐飞机出行 速度也没慢多少 以他现在军方的身份 只需一个电话 就把赤销剑当作工艺品 带上了国际邮轮 这便是背靠着军方的好处了 至少在华夏境内形势 都很方便 被龙首提赤销剑走上甲板 沐浴在渤海湾的明媚阳光下 胳膊架在甲板的栏杆上 遥望着那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 任凭带着闲辈的海风 轻浮流海 点燃一支家乡的朝天门香烟 深吸一口就仿佛浑身充满了元气 这么多年了 难得有一次仿佛度假般轻松的惬意 你还吸烟呢 就在这时啊 一个孩子般的声音细声细气的在身后响起 背龙回头一看 身后一个娇小可爱的墨镜女孩 好像是小兔子一般跳了出来 飞快掀起遮住半张脸的大墨镜 给背龙看了一眼 他那双大大的杏眼 又飞快的用大墨镜遮住 对背龙挑了挑淡淡的小眉毛 大招呼 背龙笑了笑 又转回头来 看向大海的远方 是啊 好多年了 戒不掉了 其实啊 背龙原本也是不抽烟的 即便高中的时候 好多男生都用抽烟来标榜自己的成熟 背龙也只是别人发烟了 就礼貌性的接过来 点着了也不抽 跟上香没什么分别 直到他被学校开除去了泰国 才被大表哥给带的开始抽烟了 但也并没有染上烟瘾 真正让他对香烟有了依赖性 是从末世降临 他和大表哥在家里被困了三天三夜的时候开始的 那三天三夜 他和大表哥躲在家里 听着外面丧失疯狂的嘶吼和活人惊恐的叫声 他们能做的 也就只有点燃一支香烟 哆哆嗦嗦的靠在一起等待救援 背龙知道抽烟有害身体健康 可是他还能活得到肺癌的那天吗 莫名有些忧伤 有些惆怅 还有些沧桑 背龙目光中隐隐的都是过往在流淌 是啊 好多年了 墨镜女孩一愣 完全没想到背龙会是这样的回答 她也像背龙一样 趴在了栏杆上 点着小脚去看背龙的眼睛 好多年了 你才多大啊 妹夫啊 背龙嘴角隐蔽的抽出了两下 妈的 竟然被一个小丫头在辈分上打脸了 这个墨镜女孩正是粉红少女中的 轻阴柔体一推倒的谭妍然 别看她同阴同言同辱 却是组合里年纪最大的大姐 当然了 其实啊 也才二十岁 孩子们 谭妍然成功的怼了背龙 兴奋的回头招手 快来看这谁呀 妈蛋的 背龙心里一沉 莫非粉红少女要合体 果不其然 猫儿眼镜蝴蝶结的老三潘妮 风乳肥臀技术好的老四珍珠 乖巧灵巧 推的巧的老小 一文 就好像一群小麻雀一样 呼啦的飞了出来 在他们的身后 还一步步离的跟着他们的娘炮经纪人 娘炮经纪人本来是要干涉的 但看到的是背龙 小胳膊拧着一插腰站在了原地 他在清迈的时候吃过背龙的亏 看到背龙连脚趾头都在颤抖 现在又知道背龙和猪颜的关系 也就不去管粉红少女和背龙交流了 姐夫 姐夫 潘妮珍珠一文 围着背龙唧唧喳喳的 你去日本是想给二姐应援吗 不知道这次新专级大哥 二姐不去了吗 不知道啊 背龙有点后悔到甲板上抽烟了 这不是没事聊骚吗 姐夫姐夫姐夫 这几个人继续唧唧喳喳 你去给我们应援吧 反正来都来了 我们客场作战好惨的 可能现场都没什么粉丝 没时间 背龙笑眯眯的吸了一口烟 心里无数草泥马呼啸而过呀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轻音体柔一推倒的谭嫣然 高高兴兴的跳起来 一巴掌拍在背龙的胳膊肘上 背龙手差一点一抖 把烟头掉到大海里 孩子们我们走 谭嫣然不愧是对手 振臂一呼 一群小麻雀别飞走了 我说什么了呀 背龙整个人都不好了 瞅瞅手里被硬塞的电视台门票 有没有搞错啊 我是来日本杀人的 杀很多很多人的 给你们应援 我他妈 随手把门票揉了个团 塞进了裤兜里 背龙抽烟的心情都没了 匆匆的吸了两口 把烟头丢进了垃圾桶 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包厢里 继续修炼火龙真金 这一修炼就到了晚上 背龙随便出去吃点东西 看着大海上宁静的月色 他又按捺不住自己闷骚的心 溜溜答答的往家搬走 没想到啊 在拐弯的时候 一个匆匆跑来的焦小身影 一头就撞在他肚子上了 那焦小身影被撞到反弹 后退摔去 背龙出手如电 一把抓住他的小手 把他像抓布娃娃似的 给抓了回来 随手放在了路边的沙发上 你 你 焦小身影抱着小脑袋抬起头 哎 妹夫 你也出来玩了 怎么又是你啊 背龙也醉了呀 看来自己和粉红少女还挺有缘的 是我怎么了 谭嫣然晃了晃小脑袋 忽然想了起来 哎 我们跳舞去吧 不去 哎呀 孩子们都在 我们好不容易才偷跑出来的 谭嫣然习惯性的撒娇 当然呢 也或许是他 轻音柔体一推倒的属性在作怪 走吧 走吧 不去 背龙毫不犹豫的和尖擦肩而过 你们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静 是因为小妍妍的事吗 谭嫣然想到这里有点黯然 但终究是爱玩的年纪 又难得偷偷跑出来一回 她重新振奋了精神 向轮船的酒吧跑去 等回滑下了 再去开导小妍妍吧 何必为明天的事提前烦恼呢 从漠世的狮山血海中回归的背龙 不是倾心寡欲的清教徒 也不是从一而终的真劫难 只不过 他已经有朱颜填补了爱情的空白 而且过了今天晚上 就是他大开杀戒的日子 他并不想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发生什么 这个时间呢 不算早 但也不算晚 人们大多数还都在游轮的酒吧 滴吧 台球吧里玩 背龙一个人在甲板上 吹了会海风 刚准备回去包间继续修炼时 忽然看到一男一女 一前一后的走来甲板 本来啊 背龙并没怎么在意 可是 当他看清了两人的样子 不禁皱起了眉头 看到了吗 我可是有神明守护的神之子 邪靶子脸放声狂笑 雷鸣般的浪潮声 好似在为他雷鼓助威 而那庞大的八爪巨人的沉默 更为具有威慑力 在八爪巨人的面前 就连这艘国际游轮都显得渺小了许多 仿佛八爪巨人挥手间 就能把这艘国际游轮打翻 滔天巨浪仿佛小山般的 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 营造出了宛如世界末日的恐怖氛围 现在你的生死 不 是全船人的生死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邪靶子脸那张纵欲过度的邪靶子脸 闪耀着疯狂之色 我命令你 现在就给我跪下求饶 否则我就让神明把你们所有人 全都带到海底的无际深渊去 就在这时候 贝龙的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 急剧爆发力的惊声尖叫 震在贝龙耳朵里嗡嗡的呀 贝龙眉头微皱回头看去 却见谭嫣然一脸惊恐的跌坐在了地上 他就好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 缩成一团瑟瑟发道 不 不要 求求你 谭嫣然一双小手捂着脸不敢看 他已经吓崩溃了 在邪靶子脸的诅咒恐吓 谭嫣然的哭泣哀求中 贝龙深深吸了一口烟 抬起一脚 狠狠地跺在了邪靶子脸 扒在甲板边缘的手指上 滚犊子 邪靶子脸痛得邪靶子脸都扭去了 疯狂喊道 杀了他 杀了他 愚蠢的人类啊 那八爪巨人的肚脐眼嘴巴里 琉牙交错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张开一只布满吸盘的大手 向贝龙抓来 我要送你下地狱 贝龙嗤笑一声 抬起脚 然后再次狠狠落下 这次呀 却是跺在了邪靶子脸上 碰的一下 贝龙这一脚 竟是硬生生跺碎了邪靶子脸的脑袋 与此同时 那吼声如雷的巨大八爪巨人 那小山般的滔天巨浪 那漠视般的恐怖氛围 全都一扫而空 海面平静如花 月色光滑如银 海风轻柔如沙 唯不和谐的是 双手还扒在甲板边缘的一具 乌头尸体 贝龙脚尖轻轻一踢 乌头尸体便坠落下去 无边无际的大海 真是毁尸灭迹的好地方 贝龙手按在甲板护栏上 深深吸了一口烟 看着那乌头尸体越飘越圆 神子道 这么早就成立了吗 神子道 在末世之中 一个神秘又强大的反人类组织 其势力遍及全球 根据贝龙对神子道的了解 这个组织所有成员都是疯狂的有神论者 他们在加入神子道之前的职业 也都有所关联 比如说牧师 僧侣 道士 巫师 萨满 占卜师 催眠师等等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 相信这个末世 是神对世人的惩罚 而他们就是神派到末世中的使者 代替神明惩罚 拯救人类的英雄 让人类在神的惩罚中受苦 而最终他们将成为新的神 他们的信仰各不相同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联合在一起 因为他们的目标一致 在他们开辟出来的一片片领地里 他们所有人都是神 共同建立了一座大大的神国 把人类变成了他们精神奴隶式的信徒 在末世之中 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成功了 如果不是那些外来的强者渗透的话 而刚才那个邪把子脸 就是一个进化了的催眠师 他喊出的 我可是有神明守护的神之子口号 在末世之中 贝隆听了可不是一遍两遍的事 与之配套的还有 我爸是释迦牟尼 我爸是耶和华 我爸是太上老君 我爸是大焚天 我爸是天赵大神 我爸是神王宙斯 当然了 没有这么直白 但意思呢 基本差不多 而这些其实都只是铺垫 他们以强大的实力 让信徒们相信了 他们就是神之子 最后他们成功登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扬 第七十九集 神道子所掌握的力量 是最为神秘的精神力量 在同等级的进化强者里 精神力量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但是对于贝龙而言 都扎成什么玩意啊 别忘了 贝龙可是重生者 他虽然还只是进化阶段的肉身 却有着华夏八大天王级的灵魂 华夏八大天王 那可是末世之中 站在金字塔尖端的绝世强者 神之子 贝龙冷笑的转过身 忽然 一个小巧玲珑的身子 扑到他的怀里 贝龙微微皱眉 伸手想要把他推改 没想到轻轻推了一下 竟然没有推动 当然 贝龙不是真的推不动他 只是谭嫣然实在是太娇小了 还不到一米六的小哥 身子胶住的像个纸片人 贝龙很担心 用力大了 会把他弄坏了 谭嫣然拼尽全力搂着贝龙的腰 小脸埋在贝龙的腹肌上 低声乌液着 他那鲜薄的尖头 在随之瑟瑟发抖 就像只受了伤的小兔子 在求抱抱 贝龙也是醉了 不过谭嫣然确实是受惊过多 自己能够看得到幻想 可是对于谭嫣然而言 刚刚发生的一切全都是真的 她毕竟是个刚刚二十岁的大女孩 在此之前经历过最惊悚的事情 就是山城演唱会上的丧尸粉丝了 但那丧尸粉丝和今时今日 那海中的八爪巨人也无法同日而语 轻轻拍了拍谭嫣然的后背 贝龙掏出手机 手机解锁的声音 惊动了谭嫣然 他一愣 下意识的扬起小脑袋 小脸上鼻涕眼泪的 像个对A的孩子 眼瞅着贝龙打开了微信 找到了冰山公主 点开了视频通话 哭得梨花带雨的谭嫣然 眨巴眨巴大眼睛 惊叫一声 双手捂着小脸 飞快地跑了 贝龙笑笑 看到视频连接之后 出现朱颜那张美得 无可挑剔的精致小脸 在湿淋淋的乌黑绣发衬托下 娇嫩肌肤白得发光 你 在洗澡啊 是啊 朱颜迷人的桃花眼水汪汪的 小龙 你已经到了金门了吧 到了 爷爷 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但是 我有一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贝龙的月亮眼笑得弯弯的 闪烁着点点星光 什么 朱颜一愣 呼得小脸就红了 难道他是要说订婚的事 你走光了 哪要 朱颜失望的撅起了小嘴 明明镜头里自己连钩都没露啊 你的圣窝很美 你是怎么知道的 朱颜大吃一惊 圣窝的位置啊 就在腰下臀上 已经属于隐私部位了 除非是穿低腰裤才会露出来 但朱颜就算是演出服务也很少穿低腰裤 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的圣窝 背龙又是怎么看到的呢 你的身后有面镜子 谭嫣然仓皇逃窜到了船舱 刚好遇到了出来寻找他的潘泥珍珠和伊文 可找到你了 抓住谭嫣然 珍珠轻轻拍着自己波澜壮阔的胸肌 吓死宝宝了 你去哪了呀 大燕燕 老小伊文又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起来 身为老小敢这么叫大姐 正常情况下呀 都是谭嫣然变身 木马蜡烛皮边操 把伊文操练起来 但现在呢 谭嫣然也是不正常情况 小脸苍白 泪眼朦胧的 一头扑到珍珠那波澜壮阔的怀抱里 把鼻涕眼泪悄悄的抹干净 大燕燕你哭了 潘泥慌慌张张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谭嫣然也不说话 只是使劲摇头 抹干了鼻子眼泪之后 把珍珠一推 闷头就往包尖跑 三个小姐妹健壮 也只好跟着一起往包尖跑 哎呀 这群小组总终于消停了 娘炮经纪人带着保镖们追在了后面 总算心里踏实了 谭嫣然哭泣的样子他没看到 否则又得拷问谭嫣然一番 调剂完了珠岩之后 贝隆关了视频 下意识的回头看向了国际邮轮的后方 黑色的大海中掀起了雷鸣般的巨浪 从大海深处渐渐浮现出一座风帆 就好像是一艘巨大的帆船 从海底深处冲了出来 但那其实是大白沙的背棋 大白沙是世界上最大的食肉鱼类 已经算上是海洋食物链中最终极的烈食者了 但此时此刻出现的已经不是大白沙了 而是变异的视天巨沙 成年大白沙平均体长在四到六米之间 但是视天巨沙甚至能成长到百米之距 当然了此时此刻出现的这头还只是一变阶段 目测体长大约有二十米 但即便如此也已经很是惊人了 要知道现存最大的动物蓝鲸 也就是二三十米长 更重要的是 视天巨沙不但成长起来之后巨大无比 还浑身包裹着巨大的骨刺 仿佛充气了的刺屯 他之所以得了视天巨沙这个名号 就是因为他在大海里无物不吞 吞的东西越多成长越快 是末世中的海洋霸主之一 没想到啊 从华夏到日本这么近的海域里 竟然也会有视天巨沙的触摸 一定是被那个斜靶子脸的尸体吸引来的 背龙微微摇头 倒是忘记了视天巨沙对血腥味的敏感 更何况进化者是视天巨沙最喜欢的甜点 还好啊 大白沙已经是濒离灭绝的物种了 而其他几种海洋霸主也都很是稀有 否则现在的海里应该已经不会有人类的船只出现了吧 背龙默默看着视天巨沙 吞掉邪靶子脸的尸体 默默的看着视天巨沙又渐渐潜入海底 默默的看着这遗弃消失在黑暗之中 如同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一夜没有再发生其他事端 背龙就在包间里一直修炼火龙真金 其实啊 在茫茫大海上修炼火系功法根本就是事背功班 但背龙就是抱着下雨天打孩子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的心理 再说了 那蚊子腿再瘦也是肉吗 天亮的时候 国际邮轮就到了日本福岗 背龙有意在自己的包间里多耽搁了一会儿 他住的豪华包间和粉红少女他们在同一层 所以才会接连相遇 由于昨天晚上谭燕燃受惊过度了 背龙未免麻烦决定避开他们 广播已经催了第三遍 请还没下船的乘客抓紧时间 背龙才提起赤销剑走出包间 轮船上果然已经空荡荡的了 偶尔有几个磨磨唧唧的客人 拉着箱子走动 背龙走着走着 忽然看到前方有一个熟悉的身影 不禁微微一正 是他 那个熟悉的身影就好像是在躲着什么人似的 鬼鬼祟祟东张西望的急走 那个煞行应该是早就下船了吧 他小声嘀咕着 忽然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多出来一个人和他并肩而行 他下意识的一仰头 卧槽 怎么 背龙笑眯眯的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想看到我啊 侯三 不是 不是 您可是贵人啊 胖虎上次给您办事 就赚了好几万 我都巴不得能见到您呢 也为您安前马后效力呢 侯三极尽谄媚的说道 只是啊 他的小眼睛里透着一丝惊慌 他对贝龙其实是敬而远之的 要知道 当初他在楚其门药材市场想骗药龙的药方 结果呢 被胖虎给打发了 本来他还心里有点懊怨 后来听胖虎和九哥说起 才知道惹上大神了 侯三昨天就看到了贝龙 怕贝龙报复 他猫在船舱里面一天没出门 到了今天早上呢 又特意等到最后 就是为了躲开贝龙 没想到还是撞上了 贝龙自然也从胖虎那里知道了 侯三的事迹 也交代胖虎警告侯三 别再做这种缺德事 只不过呀 侯三这种小人物 他不可能放在眼里 却没想到在这里又遇到侯三 就他这鬼鬼祟祟的样子 说是旅游谁信呢 给我看看 贝龙一边和侯三并肩而行 一边笑眯眯的伸手问他要 看什么 侯三话说到一半就感觉浑身冰凉冰凉的如坠冰枯啊 贝龙那笑眯眯的眼缝中 寒光仿佛刀芒般的刺得他眼人疼 侯三吓得慌忙低头避开了贝龙的锋利目光 唯唯唯诺诺的连声说道 别在这儿 咱们 咱们找个地儿 贝龙便和侯三下了国际邮轮 找了附近一家小咖啡馆坐了下来 侯三哆哆嗦嗦嗦打开了行李箱 哆哆嗦嗦嗦拿出了一个大字典 哆哆嗦嗦嗦从大字典里摸出了几个药方 亲手递到贝龙手里 侯三的心里在哭泣呀 这几个药方看起来都有些年头了 有的是写在黄纸上的 有的是写在手帕上的 甚至有的还是刻在了一张薄薄的铁片上 贝龙挨个看了个遍 抬起眼笑眯眯的看着侯三 指了这侯三脖子上的一根金链子 侯三的眼眶湿润了 哆哆嗦嗦的把金链子摘了下来 却原来金链子的下方 还吊着一片小孩巴掌大的金叶子 贝龙接过金叶子 翻过来看到上面雕刻着的迎头小字 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侯三的心再低些 那黄纸手帕甚至铁片 对于贝龙而言都不算什么 不过是普通药方而已 但这片金叶子 确实让贝龙眼中一亮 这不是末世之中流露到日本的南山丹丹方吗 这丹方可是让日本在末世中活下来不少人 南山丹 取的是福如东海 瘦笔南山之一 乃是能让人延年亦瘦的丹药 据说呀 这南山丹丹方是从隐士门派 神农派流传出来的 只消福时一颗 便能让人延寿百年 只是直到贝龙穿越回末世之前 贝龙也从来没听说过 神农派到底在哪里 至于南山丹方 能否让人延寿百年 就更无从验证了 毕竟末世之中没有几个人是死于寿中正寝的 而且从南山丹面试到贝龙重生 总共才不过二十年 贝龙本以为自己重生回来 可以改变许多事 没想到啊 侯三还是把南山丹的丹方送来日本 给他的日本主子了 只不过比原本要晚来一段时间 见贝龙对这片金叶子爱不释手 猴三脸色苍白眼泪汪汪 犹豫了又犹豫 终于还是没忍住到 那个 那个 贝爷啊 这 这 这金叶子 那就送你当见面礼了 啊 您看其他的 那些不值钱的 能不能赏我呀 要不我连船票钱 都赔进去了 这真是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到了这个时候 竟然还想着钱 贝龙笑眯眯的看着他 行啊 不过 我对你这买卖很感兴趣 带我去见见市面吧 侯三脸色一变 很明显 贝龙这意思是 如果他不答应 就不把药房给他 贝爷该不会做出什么 不可预料的事情吧 侯三莫名有种不祥的预感 但是想想 这可是在日本 贝爷就算是在国内再牛逼 到了日本也不敢猖狂 更何况 自己的买家在日本 可是实力打大的呀 或许 侯三眨巴眨巴小眼睛 干脆借日本人的手 把贝爷永远留在这里算了 这样一来啊 金叶子不又是我的了吗 心中打好了小算盘 侯三用了一点头 哎呀 贝爷 贝爷的话 那他 他当然没问题了 爽快 贝龙笑了 把金叶子带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其他的药方都推给了侯三 侯三把药方抓在手里 心里算是踏实了一些 眉开眼笑的奉承道 胖虎平时啊 就老跟我们说 说贝爷您仁义 一致千金 还一字千金 今日我侯三算是见识到了 哎 贝爷 要不咱先吃点 那总不能空着肚子见人吧 为了躲着贝龙 侯三从昨天上传到现在 半天加上一宿 水米没打牙 好 贝龙无所谓笑笑 就让你做个饱死鬼吧 随便点 都算我的 贝爷 账爷 猴三很用力的跟贝龙竖起了大拇指 然后招呼服务生点餐 福岡是日本第四大城市 由于是港口城市 距离韩国首尔和华夏摩都都很近 所以啊 自古代开始就是东亚文化流入日本的窗口 日本战国时期官员之战后 德川家康把黑田长正分封到了筑钱国 黑田长正就修筑了一座新城去名福岡 虽然早就拾过境迁 但福岡仍然姓黑田 市中心最高的福岡大厦顶端 一整层都是一个人的办公室 这个人呢 叫黑田杨志 黑田杨志很喜欢他的办公室 他可以站在落地玻璃窗前俯瞰整个福岡 有的时候他会叼着一根雪茄 有的时候他会端着一杯咖啡 有的时候他会按着一个女人 就比如现在 一个丰满的女人正一丝不挂的趴在落地窗前 双手撑着玻璃高高的撅起了屁股 黑田杨志感觉啊 这个征服女人和征服世界得到的快感 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回手拿起了大班桌上的手机 接通之后 手机里传来手下的声音 社长 那个华夏吼子来了 哦 黑田杨志挑起了眉毛 脸上露出了戏谑的笑意 我喜欢那个华夏吼子 他总是会给我带来惊喜 来 你把和他交易的视频 发到我的电脑上 挂断电话 黑田杨志的电脑屏幕上 就弹出了一个申请接通视频窗口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八十集 黑田杨志点开之后 视频打开了 正是他的手下 和猴三交易的现场 实时监控 嗯 黑田杨志眉头皱了皱 视频里除了猴三以外 竟然还有第二个华夏人 他也不知为什么 隔着屏幕都让他感觉 这个华夏人的不凡 第二个华夏人自然就是贝隆了 贝隆跟着猴三畅通无阻 长驱直入的进入到了贵宾会客师 更是直接见到了一位被称作高桥大师的老者 人都是有气场的 不同的职业 身份 家事 全是的人 气场也都不同 这位高桥大师给贝隆的感觉 竟然不在白草阁的姚大师之下 所有人都对他恭恭敬敬 即便是另一位实际首领的金鱼眼汉子 也不例外 这个金鱼眼汉子 穿一身黑西服 替着干练的原村 脖梗上露出一只栩栩如生的黑蝎子纹身 猴三悄悄给贝隆介绍 这位是小林老大 所有人都听他的命令 惹不起 惹不起 花下猴子 金鱼眼汉子小林 居傲地俯视着本来就干枯瘦小 还要点头哈腰的猴三 这个家伙是谁 谁让你未经允许 随便带人进来的 贝隆顿时脸色一沉 猴三连忙按住他的手臂 带着哀求的小声解释 别 贝爷 贝冲动 他不是骂华下人 他是在叫我呢 我外号不是猴三吗 没事 他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 咱为了赚他的钱 不丢人 冷冷地瞥了猴三一眼 贝隆心里还真是说不出的苦涩滋味啊 就是因为华下有你这种喜欢贵着的奴才 才让日本人敢在我们面前药物扬威的 不过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 贝隆说 他卖普通药方 我卖珍西药方 珍西药方 小林和高桥大师都是一愣 小林忍不住贺问道 那来 我看 贝隆从怀里掏出了金叶子 在小林和高桥大师面前晃了晃 又塞了回去 珍西药方 价值连成 你们做不了主的 他竟然拿我的药方换钱 拿我的药方换钱 药方换钱 换钱 钱 这一刻呀 侯三的心里血流成河 但是反应过来 贝隆在说什么之后 侯三瞬间下了脸上毫无血泽呀 什么叫你们做不了主啊 贝爷你是不是疯了呀 果不其然 小林和高桥大师都是勃然大怒 高桥大师大脸拉得老长 一排桌子 哼 巴嘎 小林猛的站起身来 金鱼眼瞪得大大的都从眼眶里凸了出来 随着小林这声怒吓 本来关着的贵宾室门被猛的撞开了 一群黑西服打手抓着武士刀杀气腾腾的冲了进来 刷刷刷拔刀在手 指着贝隆和侯三 哎呀 侯三一下子就从沙发滑坐到了地上 明晃晃的刀锋吓得他魂飞魄散 他毫不犹豫的直接改成了柜子 小林老大 我不认识他 杀了他就行 千万别杀我 我知道 您知道 知道我的 我对您各自忠心耿耿的 巴嘎 小林凶恶又轻命地瞪着他 你不认识他 还敢带他进来 我 我 我这不是为了 为了他手里的药方吗 侯三眼珠子咕噜噜一转 我知道 他手里有一个珍惜的药方 本来想弄过来献给小林老大您的 没想到他怎么都不肯出手 没办法 我只好把他带来给小林老大您处置了 色感 小林满意地点点头 宁笑着伸出大手 到贝龙面前 给我 化险为夷的侯三腿上有劲了 爬起来到一旁 抱着膀子 一脸的嘲讽即消 就好像他不是和贝龙一样的炎黄倔脉 而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 贝爷 高桥大师背过身去闭上双眼 最讨厌这些在辅刚挑衅黑田家的蠢货了 老老实实地把药方掀出来不就好了吗 非要搞到这么血腥 一直盯着屏幕 一边努力冲刺的黑田杨志此时此刻非常的兴奋 他特别期待那个华夏人不交出药方 这样他就可以在小林砍下那个华夏人脑袋的瞬间释放了 见贝龙笑眯眯的摇头 觉得自己被轻视了的小林脸色一点一点阴沉下来 他猛地夺过身旁一个黑西服的武士刀架在贝龙的脖子上 再次伸出了大手 一双金鱼眼死死盯着贝龙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道 给我 本想用南山丹的丹方引出他们这个利益集团的大老板的 看来是没办法走结晶了 贝龙垂下眼瞼轻轻叹了口气 竖地抬起了双眼 他的眼中映出了一道耀眼的火红 刷了一下 火光一闪 血光乍现 当郎一声 小林的武士刀跌落在了茶几上 武士刀的刀柄还紧紧握着一只少了小指的手 另一只手也在同时跌落 两只手摊在了茶几上 鲜血瞬间就染红了所有的悲剧 小林猛然爆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听到惨叫声背过身去的高桥大师摇了摇头 看来那个花夏人还是选择了一条死路 何必呢 何必呢 卧槽 猴三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他使劲揉了揉酸色的眼睛 那可是黑田家的小林老大呀 姓背的他怎么敢砍断小林老大的双手啊 不是啊 他怎么做到的 那你 已经到了释放边缘的黑田杨志 顿时感觉好像被人在腰子上狠狠怼了一拳 怼得他瞬间浑身僵硬的像钢铁 只有一处柔软的像面条 小林痛苦的连连吼叫 他额头上青筋抱起金鱼眼突出眼眶 扯着破罗嗓子 立声问道 还领着干什么 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旁边那些被耀眼火红惊呆了的黑西服们 连忙齐声大喊 抄起武士刀从四面八方向着背龙砍去 这么狭窄的地方 二十几个黑西服同时操刀相对 一时间呢 这豪华的贵宾室里面充满了刀光血影啊 砍死他 砍死他 黑田杨志狠狠一把扯住 刚刚还在他身下成欢的丰满女人的头发 砰的一声 把他脑袋粗暴的按在了大班桌上 就好像按住的是那个华夏人可恶的脑袋 以掩饰自己硬不起来的修分 砍死他 砍死他 这一刻呀 侯三竟然是和黑田杨志一样的呼声 此时此刻最巴不得贝龙死的其实并不是黑田杨志 反倒是同为炎黄子孙的侯三 傻逼 贝龙手持赤销尖 冷笑一声 一脚踹在了茶几上 那百石斤的石木茶几呼的一下飞了出去 竟是顶着两个迎面而来的黑西服一起飞 轰的一声重重的撞击在了墙壁上 那两个黑西服扑的一口鲜血全都喷在茶几上 腰部仿佛都被石木茶几给撞进了墙里 与此同时啊 贝龙回首一见 火红起初带起了一片光芒夺目的火浪 几颗人头煞时冲天而起 仙却仿佛高压喷泉般呼的一下喷起老高 连雪白的天花板都瞬间扑满了鲜红 然后夏小雨一般稀稀利利的往下滴落血株 高桥大师一回头整个人都吓傻了 他就好像是软体动物一般瘫软在了地上 哆哆嗦嗦的看着那个华夏人 仿佛煞神般的大杀四方 幻觉都是幻觉 猴三背靠着墙壁瑟瑟发抖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么厉害的日本人 为什么在贝龙面前都变成软脚虾呢 眼瞅着贝龙一脚踢飞了高桥大师 高桥大师狠狠撞在墙上喷出一口老血不动了 猴三猛然醒悟过来 他连忙爬起来扑到失去双手的小林身上 一边对着小林拳打脚踢 一边发出了血泪控诉 妈了别 老子是华夏人 老子恨死你们这些日本人了 要不是我家里人都被你们控制着 我他妈就是死 也不会为你们卖命的 现在你们知道我们华夏人的厉害了吗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小林 整个人都惊呆了 这一个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呀 打完了小林 猴三转回身来 跟贝龙表忠心 贝爷 这里是他们大本营 整栋楼都是他们的人 咱们快跑吧 再不跑 等他们援兵来了 就来不及了 贝龙笑眯眯的看着猴三 又看看没了双手鼻青脸肿的小林 为什么这么做 贝爷 猴三急了 一巴掌拍在自己干壁的胸膛上 我可是华夏人呢 对不起 贝龙吃的一笑 我们华夏 没有这种人 碰的一声 贝龙一脚踹在猴三的胸口上 猴三顿时像炮弹般飞射出去 狠狠撞在了墙壁上 竟是在墙壁上宛如挂画般短暂的停留了一秒后 才缓缓滑落到地上 胸口深深凹陷下去一个大脚印子 当时就断了气了 转眼间呢 贵宾市里除了贝龙以外 就只剩下小林一个活人了 尸体横七竖八到处都是 鲜血好像不要钱的红油漆四处泼嗓 贝龙一步一步逼近了断了双手的小林 小林吓得瘫软在地上 不停的用双脚踢蹬着地面后退 但是地面已经铺满了血浆 他双脚打滑半天没动地方 带我去见你老板 贝龙万条斯里的点燃一支香烟 你可以慢慢考虑 不 不行 小林毫不犹豫就拒绝了 他太了解黑田阳志的可怕了 贝龙再厉害 那终究也只是一个人 黑田阳志却是整个黑田家的少家主啊 黑田家在福岗的势力 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 贝龙也不理他 只是默默的吸烟 这让小林觉得贝龙似乎是可以讲道理的人 于是啊 小林大着胆子劝说道 你还是适可而止吧 黑田家 不是你 话刚说到这里 小林忽然感觉有人从背后 把两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小林浑身一颤 慌忙回头看去 正迎上了高桥大师那张 布满了青色血管纹路的脸 高桥大师张开了鲜血淋漓的嘴巴 浑浊的白眼球 贪婪的盯着小林 我去 我去 小林也不知哪来的劲 猛的坐起来 用他失去了双手的断臂 辅助着向贝龙爬去 哪怕他断臂的伤口处 在地面上摩擦的血肉模糊 都顾不上了 连滚带爬 扑到贝龙脚边 我带你去 好 贝龙一只手揪着小林的脖领子 把他提了起来 便往外走 就在此时啊 忽然一个干枯瘦小的身影 摇摇晃晃 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猴三 由于胸口处深深的凹陷下去 一个大脚印子 他勾搂着身子 就好像驼背一样 猴三吃力的直起了脖子 嘎巴嘎巴的关节脆响中 他昂起头 尖嘴猴三的脸上布满了青色血管纹路 一双浑浊的白眼球 恶狠狠的盯着贝龙 贝龙冷笑着 喷出了嘴里叼着的烟卷 那烟卷竟是仿佛子弹般的 瞬间穿透猴三的脑袋 白色的浑浊液体 从猴三额头上的透明窟窿里 鼓鼓的流淌出来 猴三这一次终于是倒在了地上 再也没有能爬起来 一脚踹开贵宾室的大门 贝龙揪着小林的脖领子 像提着小鸡子似的大步而出 在他们的身后 摇摇晃晃的跟着一大裙 穿着黑西服的打手丧尸 黑田杨志眼睁睁的 从监控视频里 看着贵宾室变成了人间地狱 他扯着女人头发的手 都在瑟瑟发抖 咬牙切齿的黑田杨志 毫不犹豫的 先设定了整栋大楼 所有电梯停运 然后拿出手机拨打号码 马上让所有干事赶去散了 我要把那个花虾人 随时万段 狠狠挂断电话之后 黑田杨志犹豫了一秒 又拨出另一个号码 给我通知山前人 黑田家需要他们最大的支持 现在立刻 马上 直到这时候啊 黑田杨志才终于松了口气 他一只手扯着那丰满女人的头发 一只手操控着电脑 从监控里寻找贝龙 他首先调到三楼贵宾室 此时啊 贵宾室已经空无一人 只有满地满墙满天花板的鲜血证明 这里曾经有过一场丧心病狂的大屠杀 可是 尸体都去哪了 黑田杨志手忙脚乱点击鼠标 调到贵宾室外的走廊里 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牙 只见 这走廊里同样是满地满墙满天花板都是鲜血 不同的是 地面上还有着横七竖八的尸体 全都是穿着黑西服的黑田家干部 凄 黑田杨志脸色大变 林蒙又把监控调整到了楼道里 只见 从六楼通往七楼的安全通道台阶上 竟然也是铺满了黑色西服的尸体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羊 第八十一集 黑田杨志越转换监控就越是心惊啊 每一层的安全通道都如同屠宰场般的血气冲天 至少有上百具尸体了 黑田杨志心惊胆寒 他忽然觉得他所在的六十六楼都不安全了 因为越往上他就发现尸体越少 到后来啊 安全通道里已经干干净净的 黑田杨志知道 终于黑田家的人已经死光了 而那些忠实度不高的也都已经逃脱了 说不定那个华夏杀神马上就到了 然而他并不知道的是 被他查看过的地方 那些躺在血泊中的尸体已经都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 一部分沿着楼梯向上走 另一部分沿着楼梯向下走 只要发现活人就立即一拥而上 丧尸的队伍在滚卷球般的越来越壮大 小林鼻涕眼泪在迎着风往后飘 他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他在江湖上打滚十几年已经混到了老大的地位 却也从来未曾见过如此简洁高效的屠杀 被龙带着他就像是风卷残云般 一路顺着安全通道往上去 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他杀了有多少人 小林脑子里嗡嗡的 五十个 一百个 还是两百个 小林数不过来了 他只知道整个大厦里 大概有三百名黑田家的干部 全都是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家臣武士 说是黑田家的死士也不为过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挡在被龙的前方了 被龙的前方畅通无阻 可怕的华夏猴子 不 华夏不是猴子 他是华夏屠夫 小林的心里充满了绝望 他其实本来啊 想随便指条路的 可是源源不断的黑田家干部 从上往下冲 引导着被龙 从下往上冲 他能怎么办 他也很绝望啊 啊 丧尸 好多丧尸 快跑 快跑 福冈的街头上 已经乱成了一国粥 虽然全球都已经针对丧尸做出了针对性培训 但那只是一对一的情况下 现在却是源源不断的丧尸 从福冈大厦里涌了出来 被龙刚开始就制造了二十多个丧尸 除了这二十多个丧尸 在办公区大肆屠杀员工以外 数以百计的黑西服干部 陆陆续续加入他们的行列 所以 当丧尸从福冈大厦涌出来的时候 已经多达上千人 在这种闹市区 陡然出现上千个丧尸 后果可想而知啊 瞬间 日本人就把受过的培训都丢到脑后 完全依靠本能的尖叫着四散奔逃 然后直接导致交通瘫痪 汽车一辆接着一辆 完全拥堵在了街道上 反过来 又阻挡了人们的逃跑路线 人们被一辆街一辆的汽车 堵得只能绕着圈子走 于是很快就被 仿佛冲进了自主餐厅的丧尸们 挨个追上了放鞋了 至多不过两秒 刚刚还在尖叫着救命的人们 就晃晃悠悠的爬了起来 改其意志的冲向了其他活人 福岗电视台 福岗电视台 一名穿着小西装的女记者 拿着话筒半个身子都钻出了车窗 一边往外观望 一边对着镜头 欲速飞快地解说着 我是主持人 经口真有美 我现在就在福岗大厦外面的街道上 大家看到的就是 在这里突然爆发的失潮 数以千计的丧尸 正在从福岗大厦涌出来 我们无从得知 在福岗大厦里发生了什么 好在我们的警方 已经迅速展开星道 贝龙即便看不到也能猜到 此时此刻福岗街头 被他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 这正是他有意为之 外面越混乱 他就越安全 至于福岗会死多少人 他哪里管得着那么多呀 当贝龙冲到第52层的时候 呼的脚步一顿 一箭斩向了雪白的墙壁 那你 小林一愣 这华夏屠夫真的是天生的煞星啊 没人砍 连墙都不放过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那雪白的墙壁竟然刷的出现了一道大邪口子 鲜血顿时从大邪口子里涌得出来 一同流出的竟然还有散发着恶臭的大肠小肠 这不科学 小林难以置信的瞪大了双眼 他只觉眼前一花 那墙壁上竟是直挺挺的摔落下来 被一刀两断的尸体 深蓝色的人者服表明了他的身份 数不清的苦 仿佛鱼点般的从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电射而来 让人眼花缭乱 弯了 小林心里一凉啊 这么多的苦物 只怕自己要给这华夏屠夫陪葬了吧 呼的 小林身上一凉 他身上的黑西服白衬衫 竟是被被龙吃的一把 给扯了下来 妈的 小林下意识惊呼一声 双臂交错 挡在了身前 然后目瞪口呆的看着被龙 把他的黑西服和白衬衫 迎向那雨点般的苦物 随意的一卷 说也怪了呀 那些苦物就仿佛石沉大海一般 都被卷到了黑西服和白衬衫里 忍者为了保持身体的灵活性 携带的物品是有重量限制的 刚刚那些苦物看起来多 其实已经清空了他们的库存 射光了库存之后 忍者们扑扑扑的竟然凭空消失了 空中只是纷纷扬扬的飘洒下来片片翠绿树叶 木叶忍树 山前忍 贝龙眯起了眼睛 木叶忍树啊 是一门十分奇妙的忍树 能够借助光线 影子 视觉 盲区 等等因素 起到隐身的效果 上一次末世之中 凭着木叶忍树 这些山前忍人者 可没少暗杀他过强者 要说人呢 他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 迫在眉睫的危险 能够让陌生人联合起来 共度难关 但一旦危险解除 即便是老盟友 也会算计彼此之间的强弱得势 呼的 一股无比强烈的危机从身后传来 贝龙毫不犹豫的回首一箭斩去 虚空之中 呼的喷洒出了一片血雾 血雾之中 瞬间显现出了两个忍者 其中一个没有头 贝龙见风一转 有头的那个也没了 两个无头尸体神童布的摔落了下来 与此同时 贝龙的胸口寒芒刺透 他本能的把身子一拧 身形急速后退 呲啦一声 贝龙的胸前的衣服被划破了 白皙的胸口上出现一道浅浅的血痕 贝龙不仅脸色未变 他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身前的人者 穿的是深紫色的人者服 上人 贝龙皱着眉头 打亮那个深紫色人者服的家伙 让他惊议的是深紫色人者服的上人 竟然敢肆无忌惮的把蒙面拉到了下额 露出了一张巴掌大的小脸 小脸美丽又嚣张 带着横行千里无所顾及的霸气 为了生存 人者几乎从不会主动暴露自己的面容 除了像他这种自信心爆棚到自大程度的上人 当他露出脸来的时候 就证明在他眼里目标已死 虽然贝龙现在还活着 但是在他的眼里 贝龙已经是个死人了 你已经中了我的江木毒 女上人得意洋洋的 在贝龙眼前晃了晃他的手里见 手里见那锋利的尖端 涂抹了灰色的毒液 还是怪怪等死吧 很快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动不了了 最后整个人都会僵硬的像木头一样 任我的 女上人那颗美丽又嚣张的小脑袋 在半空中忽然打着滚的就飞了出去 巴掌大的小脸上充满了惊恐之色 眼睛瞪得大大的 嘴巴也睁得大大的 那颗美丽又嚣张的小脑袋 撞到了天花板 弹下来又撞到墙壁 最后才咕噜噜滚到贝龙脚下 贝龙一脸冷漠的抬起脚来 毫不留情的跺下 就你话多 噗的一声 那颗美丽又嚣张的小脑袋 被他踩爆成了一滩血浆碎肉 而贝龙已经提着浑身汗毛倒树的小林 再次提速向着楼上冲去 这次呀 是真的畅通无阻了 但是 66楼的办公室里 并没有黑田洋枝的影子 反倒是开着的窗户外面 传来了直升机螺旋桨 嗡嗡的风声 贝龙毫不犹豫的提着小林 纵身从开着的窗户飞扑了出去 小林一颗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了出来呀 呀妈的 你们华夏人脾气都这么酱吗 杀不了人就自杀 那小林眼泪滑滑的呀 这可是66楼啊 摔到地上怕是连个人形都他妈看不出来了吧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贝龙竟是带着他飞出了窗户之后 并不是向着楼下栽去 反倒是完全违背了科学道理的 向着楼顶上方轻盈的飘去 嗖的一下 贝龙在飞出窗户的同时 脚尖轻轻一点窗台 带着小林在百米高空中来了个倒卷帘 其实啊 这个轻弓难度并不高 关键在于一高人胆大 就好比平地上两米宽的小河沟 只要是个轻壮男人加上助跑都能跳过去 甚至立定跳远也可以 可是相隔两米的悬崖 谁敢跳啊 虽然一样都是两米 但却是生死考验 贝龙轻飘飘的倒卷帘 飞上了楼顶天台 小林却是吓得都尿了裤子了 他在江湖上打滚多年 也是见过大市民的人 当初败入黑田杨志门下的时候 卫表中心 小林一刀剁掉了自己的小手指 当时鲜血淋漓 他却面不改色 在九州岛道上都是一号狠人 然而他却是被贝龙给吓尿了 太吓人了 小林只觉得自己活了几十年 都比不上跟着贝龙这几十分钟刺激啊 直升机的螺旋桨在飞速的旋转 穿着黑西服 打着领带光着屁股的黑田杨志 正在顶着风往直升机上爬去 一个手里拎着大喷子的高大的黑西服壮汉 正在下面把它往上推呢 另一个手里拎着乌姿微冲的圆脸西服胖子 则是在上面把它往上拉 黑田杨志心有所感的一回头 刚好看到贝龙拎着小林飞了上来 灯石吓得手软脚软 真不是黑田家邵家主胆子小啊 实在是华夏屠夫太他们吓人了 他连裤子都没穿呢 光着屁股就跑到楼顶天才 想坐直升飞机逃命 却没想到 贝龙竟然还是追到这里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他已经在往直升机上爬了 贝龙距离他还很远 黑田杨志却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杀了他 黑田杨志颤抖的手指指向了贝龙 高大黑西服壮汉宁笑着转过了身 端起大喷子 一边大步向贝龙走来 一边砰的射出一枪 射完之后 无缝衔接的手动换子弹上膛 壮汉宛如终结者边 狂笑着边走边射 但是很快 他的狂笑就僵硬了 壮汉不敢相信的瞪着眼珠子 寻找贝龙的踪影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第一枪轰过去 是把小林给轰得支离破碎 把小林轰飞之后 他再一开枪时 却猛然发现 本来在视野中的华夏人 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呼的 一颗飞火流星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激射而来 瞬间便穿透了他的身体 那壮汉仿佛中弹了一般 浑身一震 他呆滞的缓缓低头 看向自己的胸口 本该是心脏的位置 留下了一个通透的窟窿 鲜却仿佛黄河绝地般的 清洗而出 快 快走 黑田杨智吓得魂飞魄散 脚下一滑险些摔倒 还好那个手里拎着 乌兹威冲的圆脸西服 胖子很给力地把它拖了上去 而这个时候啊 直升机已经在 黑田杨智的催促下 嗡嗡嗡地渐渐升高了 我今天非打死他不可 黑田杨智见直升机飞起来 顿时有了底气 他一把抢过胖子的乌兹威冲 居高临下地追着贝龙 哒哒哒地一顿扫射 各日的 一夜有今天 真不知道 邵家主为什么会这么怕 一个滑下的舞蹈高手啊 胖子在黑田扬着的身后 摇了摇大脑袋 这里可是黑田家的福冈 只要把枪手们都调动到位 区区一个舞蹈高手 又算得了什么呢 说起来啊还是给福冈警方的面子 黑田家并没有安排枪手 驻扎在福冈大厦里 出了什么事情 基本上打手就解决了 再严重点 有刀手出面也够了 这滑下舞蹈高手真有这么生忙 也不知道是邵家主的枪法太臭 还是那个滑下舞蹈高手 躲得太快呀 竟然一梭子子弹 都打完了 还是没能沾到滑下舞蹈高手一点边 胖子看得都肉疼啊 但也只能是陪着笑脸 又递过去一个弹夹 值得庆幸的是啊 就算是黑田扬志 打不中滑下舞蹈高手也没什么 反正飞机已经飞起来十几米了 就算那个滑下舞蹈高手再怎么难打 总不可能还会有什么意外吧 被龙身形飘忽不定 却始终向着目标前进 偶尔抬头瞄一眼 正站在直升机舱口 好像精神崩溃了一般 嘶吼着把乌兹威虫 打向自己疯狂扫射的黑田扬志 堂堂黑田家邵家主 大概还从来没有被人逼到这个份上过吧 一把抓住壮汉的尸体 被龙借着前冲之力 猛的把他向着直升机甩了出去 那一米九开外两百斤上下的庞大体型 竟是好似炮弹般的直射向了直升机的螺旋桨 毫无疑问 壮汉的尸体瞬间就被螺旋桨搅到粉碎 但却也阻止了直升机的继续升高 被龙已经趁势拔出了插在地上的赤销剑 助跑几步纵身一跃 仿佛苍蝇般的腾空而起 壮汉尸体撞击 让直升机在空中剧烈摇晃 黑田扬志一个猎气差点栽下去 还好啊 被胖子死死给抓住了 黑田扬志惊魂未定的一抬头 却刚好看到了一双冰冷的丹凤岩 黑田扬志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啊 他是怎么上来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王袍 演播 嗨阳 黑田扬志目光呆滞的看着身体完全悬空的贝龙 在越升越高 甚至还超过了他 大脑一片空白的黑田扬志 看到贝龙扬起了手 这一刻的贝龙仿佛主宰人生死的神奇 冰冷的毛子中不夹杂一丝情感 他的手里如同握着一颗金光闪耀的小太阳让人不敢直视 不知为什么 黑田扬志的心里就这么放弃了抵抗 潜意识里 黑田扬志已经相信了这样的男人根本无法对抗 随着贝龙把手一挥 那燃烧着熊熊火焰的赤销剑就在半空中拉出了一道长长的火红 呀呗 黑田扬志的眼中除了火红以外再也没有了第二种颜色 日本的大批防暴警察已经跑步赶到现场 他们全副武装 头上戴着头盔 手里拿着盾牌 除此之外 他们使用的单手武器是特制的类似于沙盒上的月牙铲 这种类似月牙铲的武器 经过官方检验最适合切断丧尸的脖子 当然了 消灭丧尸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一枪爆头 可是啊 闹事里这太容易伤及无辜了 虽然用月牙铲效率不高 但他们需要用盾牌去把丧尸和活人分隔开来 如果真的丧尸多到失控的时候 也就可以直接出动军队围剿了 最终 一个城市的丧尸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 便只能使用大杀器彻底毁灭 我们的警方已经做出了快速反应 主持人警口真尤美在努力的向观众们表达一切还在政府掌握中 只不过呀 他背后背景中的哭爹喊娘和丧尸咆哮却仿佛在跟他唱反调 就在这时 忽然不知谁喊了一嗓子 快开上面 警口真尤美下意识的扬起了头 当看到福岗大厦的楼顶天台飞起一架直升机的时候 警口真尤美的心里非常的不爽 普通老百姓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你们这些有钱人却可以乘坐直升机逃走 日本就是因为你们这些 等一下 警口真尤美猛的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的看着从福岗大厦的楼顶天台上嗖的飞下来一个人 那个人就像炮弹般的轰在了直升机的螺旋桨上 刹那间就被螺旋桨给搅碎成了碎肉血鱼 稀里哗啦坠落下来 我的天哪 警口真尤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这种被螺旋桨瞬间搅碎的人 从视觉效果上来说 比丧尸咬了看起来还要恐怖 只是啊 他的心里也充满了困惑 为什么 那个人飞出来的姿势就好像是被人间大炮射出来的呢 就在下一秒 警口真尤美的瞳孔一下放大 他无比震撼的看着又一个人从天台楼顶上飞了出去 这个人并不像是被人间大炮射出来的 也没有倒霉的撞在直升机螺旋桨上 反而是飞到了和直升机平行的时候 他的手里握着一团赤裂燃烧的火焰 随着他把手一挥 长长的火红便瞬间穿透了直升机 旋即那架直升机竟是轰的一下 一分为二 眼瞅着被分成两半的直升机 斜着呜呜的风声 打着转从百米高空中急速坠落下来 警口真尤美已经忘记了他是在直播了 竟是恐惧之急的攥紧拳头爆发出惊天的尖叫 摄像头忠实的记录下来了这震撼人心的一幕 但紧接着半截直升机狠狠砸在了他们的新闻车上 轰的一声 直升机和新闻车同时爆炸开来 剧烈的爆炸由此开始 周围紧紧拥堵在一起的汽车 就好像是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 轰轰轰的四处蔓延 顿时纠缠在一起的丧尸人群防暴警察 全都被这大面积的连番爆炸给炸的淹没在了火海之中 如果从空中俯瞰 这一代已经被火海浓烟包围了 至于被龙呢 已经施展八步赶缠 在那半截直升机上 轻轻的一点 便横度虚空到了福岗大厦附近一栋高楼大厦的楼顶 再几次起落 就到了附近的街区 忽然他的眼角余光 撇到一个中年美妇 一脸严肃的在附近某座楼顶上对他打首饰 那是华夏江湖中通用的首饰暗语 然而被龙并不是江湖中人 重生前后都不是 他对华夏江湖上的首饰暗语 只能说是略知一二 大概相当于幼儿园中班的水平 所以他完全没看明白他什么意思 关键他还板着脸 一副贝龙欠他钱的样子 中年美妇却好似笃定了 贝龙一定会跟他走似的 打完首饰就转身 施展轻功非驱了 什么情况 贝龙一愣 他确定 一定 以及肯定 重生前后都不认识这个中年美妇 这中年美妇莫名其妙上来打个首饰 就让他跟他走 还一副死人脸的样子 贝龙又不欠他的钱 凭什么他打首饰就得跟他走啊 所以啊 贝龙继续该怎么走还怎么走 他的打算是去黑田家 把事彻底办了 听说黑田家在市郊 有一座城堡般的大庄园 如果不去走一圈 贝爷不安心哪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在他半路上停下 找人问黑田家庄园在哪的时候 那个中年美妇竟然又追了上来 黑着脸 等贝龙问完路 就挡住了他 站住 中年美妇翘面寒霜的盯着贝龙 你没看到我打的首饰吗 看到了 看到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走 没看懂啊 中年美妇无语 大口深呼吸 压制住心头怒火 他瞪了贝龙一眼 一字一顿道 跟我走 为什么 这时啊 他们两人的异样 已经吸引了周围的路人 一个徐娘伴老风韵游存的中年美妇 在大街上拦住了一个高大英俊 气宇不凡的青葱少年不让走 以日本人突破天际的脑补能力 早就补全了一个可歌可泣的伦理故事 嗯 威哀格似的 中年美妇急了呀 一把抓住贝龙的手腕 低声喝道 少废话 跟我走 他们有兵吧 贝龙皱着眉头把手从中年美妇的小手里划了出来 别他们以为你长得貌美如花 风乳肥团 我就一定要跟你走啊 凭什么 中年美妇压然的看了一眼贝龙的手 虽然他确实是小看了贝龙 但贝龙能够从他的手中划出 也证明了贝龙实力不弱 我是峨眉派 季红眉 你如果不跟我走 日后必有大火临头 峨眉派 季红眉 贝龙恍然知道他的身份 峨眉派掌门 白云真人之下 便是红自卑的高手 像白云真人这样的顶级大佬 基本不在江湖上走动 放眼江湖 峨眉派红自卑 差不多呀 就是一般人能见到的 辈分最高的武林高手了 那么问题来了 季红眉非要自己跟他走是什么意思 还说什么 日后必有大火临头 如果说季红眉是一番好意 贝龙就算不跟他走 要成他一个人情 可是呢 季红眉从头到尾的动作 都让贝龙感受到了深深的恶意 所以啊 贝龙笑眯眯的摆了摆手 抱歉 不日 季红眉一愣 虽然他也是武林前辈 但却是经常在江湖上走动的 又在男女之事上是过来人 醒悟了之后 顿时涨红了脸 竟是再次一把抓住贝龙的手腕 这次呀 甚至用上了金顶穿云抓 银贼 你敢羞辱我 晃了晃自己被紧紧抓着的手腕 贝龙吃的一笑 放手 银贼 贝龙的火龙内力猛然爆发 季红眉被烧的叫呼一声 本能的放开了他的手 再也懒得理会他 贝龙身形一闪 便消失在了人群之中 季红眉气得毫不犹豫追了上去 他决定 今天什么事都不干了 就跟这个银贼杠上了 一开始啊 季红眉是在冷笑的 就算你是哪个门派的天骄又如何 老娘可是峨眉派红自备的高手 江湖上成名十载的红眉仙子 还追不上你个小杂皮 然而十分钟过去了 季红眉依旧是在冷笑 这时啊 笑得有点勉强 哼 算你小子有些本事 少年人虽说是锐气逼人 但终究是不能持久 待老娘多模拟一些时候 然而 二十分钟过去了 季红眉脸色有点发白 冷笑得有点像哭啊 江湖上什么时候出了这样一个逆天的天骄啊 老娘我就不信了 我们峨眉派的慈行普渡心经 内力最是勉强 哪怕你一时领先 最终也会活生生被老娘累死在路上 然而三十分钟过去了 日你仙人版版的 季红眉香汉淋漓 娇喘连连的 渐渐慢了下来 啊 狗日的太猛了 等一下 季红眉瞳 季红眉瞳 瞳孔一缩 他看到那个英俊少年 竟然是懒洋洋的坐在不远处的一棵大树的树叉上 背靠着树干 垂下一条腿 那条腿还一晃一晃的 甚是悠哉 帅气逼人的面颊 四十五度角仰望着天空 嘴里叼着烟卷的侧颜 给他的感觉其实并不是在抽烟 而是经历世事的沧桑和寂寞 终于泄了力了吗 季红眉自信的笑了 就连他这资深武侠都追的成了强弩之末 想来这个英俊少年 就算是和新晋武侠 内力又能浑厚到哪里去呢 后背小子 这一带呀 是世交的偏僻之处 季红眉就无需担心 直接跟贝龙说话了 拿着武林前辈的架子 季红眉嘴角挂着戏谑的笑意 怎么不跑了 你不是能跑吗 跑啊 接着跑啊 不知天高地厚 贝龙二话不说 把烟屁股暗灭在了树叉上 嗖的一下 就消失在了树林里 我认 季红眉气得脸都绿了呀 他牛都吹出去了 那当然是必须追上去啊 可是啊 继续追 季红眉才发现 自己想岔了 贝龙竟然丝毫不减速度 甚至比之前更快了 季红眉这才恍然明白 原来贝龙之前还留了力的 暗暗心惊之余 又不禁恼羞成怒啊 他身为峨眉派白云真人 坐下弟子 什么时候被人如此调戏过啊 即使啊 贝龙还真不想调戏他 可是在季红眉看来 这就是淫贼在调戏他的 所以啊 季红眉好比那王八吃秤妥铁了心 拼尽全力向着贝龙离开的方向追去 黑田家的大庄园在市郊 因此贝龙越走越偏 他能感知得到 季红眉就在他身后远远的追着 平心而论啊 季红眉的轻功是挤不上贝龙的 如果贝龙不惜内力 一路巴不赶缠 肯定能很快就甩开季红眉 可贝龙还要留着内力战斗呢 火龙内力在雄厚也不是源源不绝 再说他也被追烦了 本来贝龙停下来是想问问 季红眉到底什么事 能解决就当场解决了呗 可没想到啊 季红眉竟然在他面前装逼 贝龙果断用实际行动继续打脸 然后贝龙就再也没有停下 直接八步赶缠 赶到了黑田家那座城堡般的大庄园 大庄园门紧紧关闭着 但这拦不住贝爷 贝爷一抬腿就跳进去了 跳进去之后 贝龙吃了一惊 大庄园的院子里赫然已经变成了丧尸的乐园 这些丧尸的衣着打扮上看 有的是厨子 有的是园丁 有的是女佣 但更多的还是穿着黑西服的干部 此时此刻他们都摇摇晃晃的在院子里漫无目的的游走着 贝龙一跳进去 顿时就吸引了一大波丧尸的注意 原本还有点僵硬 迟钝的丧尸们立即丧心病狂的百米冲刺般的冲向了贝龙 贝龙也懒得跟这些丧尸废话呀 直接拔出剑 仿佛绞肉鸡般的一路杀进去 偌大的庄园已经完全被丧尸占领 贝龙在庄园里杀了一圈 最后停在了庄园中央 一座古乡古色的天守阁县 天守阁是日本战国时期修建的大型城堡 不仅是坚固的军事防御设施 也是所在地大明或城主 政治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换句话说呀 就是城主的居住地 当然了 这一座很迷你 黑田家在战国时期 也是雄霸一方的大明 如今呢 已经过去了几百年 大概黑田家的心里 还是无限缅怀过去的风光 所以建了这座迷你的天守阁 天守阁城门紧闭 但在最高的瞭望台上 几颗脑袋在探头探脑的向下张望 贝龙立即腾身而起 这座迷你天守阁高不过十米 贝龙只在中途脚尖轻轻点了一下眼角 便再度身形拔高 轻飘飘的宛如落叶 飘落到了瞭望台上 搞哪一点 几个手握武士刀的黑西服紧张的喊道 他们显然都是经过了和丧尸的战斗 一个个精神疲惫 狼狈不堪 身上或多或少都留下了凝固的血手印 甚至黑西服都被扯掉了袖子 地上丢着几把污渍微冲 看样子应该已经打光了子弹了 我看他 这时忽然一个苍老的声音从他们身后传来 贝龙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个骨瘦如柴的白发老人 盘膝坐在地上 浑浊的老眼镇定地看着贝龙 又非常平静地语气说道 您就是杀了养智的花夏高手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王袍 演播 嗨阳 第八十三集 几个手握武士道的黑西服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古兽如柴的白发老人伸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于是啊 黑西服们便都小心翼翼地让到两边 必然 黑田圣平 是黑田家的家主 身穿黑色老旧和服 古兽如柴的白发老人 依旧是盘膝坐在地上 却是毕恭毕敬地 双手撑着膝盖 向贝龙俯下了白发苍苍的头颅 为致阳对您的冒犯 诚心道歉 Sumimase 贝龙在撂望台上坐了下来 还点燃了一支香烟 为什么道歉 致阳为了权力 连亲身父亲都能拘禁起来 黑田圣平缓缓抬起了头 平和的目光看着贝龙 我相信 他一定是做错了什么 才激怒了您出手 他死了 对于黑田家而言 是好事 否则 黑田家 一定会毁灭在 他的手里 贝龙笑眯眯地看着他 所以 你是决定放弃 报复我这个 沙子仇人了吗 不敢 不会 不能 黑田圣平叹了口气 在您到来之前 杨智的死讯 就先传回来了 那些支持我的旧部 就和杨智的手下 发生了一场计战 计战之后 胜利者是 丧失 说到这里啊 黑田圣平悲哀地伸出了一截 竹节般的手指 指着那些黑西服 他们 都是当年黑田二十四季的后人 我们黑田家这么多年能屹立不倒 也是因为他们 但是 你已经看到了 我们黑田家只剩下 这么几个人了 没有了钱 我们可以再赚 但没有了人 我们黑田家 就彻底完了 而我已经这把年纪 被杨智拘禁了这么久 身体 身体早就垮了 黑田圣平 无可奈何地摇了头 如果您愿意绕过我这把老骨头 我会带着他们到乡下去隐聚 从此 再也不会过问世事 如果 您不愿意绕过我 那么 我 希望您 只杀我一个 放过他们 这些孩子吧 黑田圣平 从盘膝而坐 艰难地改成了 标准的土下座柜子 毕恭毕敬地向着背龙 一头磕了下去 看着那白发苍苍的头颅 递在石板上 背龙皱着眉头站起身来 走向了黑田圣平 然而就在背龙走到黑田圣平 十步之内时 黑田圣平的翘起了和服 后面领子里 黑油油中 嗖嗖嗖射出了一大棚 细如牛毛的毒针 那毒针来得是又快又急啊 而且覆盖住了 方圆十米之内的范围 不要说背龙啊 就连那些 让到两边的黑西服们 也全都在射程之内 黑田圣平 似乎根本就不在乎 他所说的黑田 二十四级后人的生死 而那些黑西服 都是哼都没来得及 哼一声 就稀里哗啦 瘫倒了一地 转眼间 皮肤就黑了 黑田圣平 冷笑着 抬起了白发苍苍的头 但是他定睛一看 不禁脸色大变 只见地上横七竖八 躺着黑西服们 皮肤漆黑的尸体 却根本就没有背龙的影子 黑田圣平心里一沉 呼的见从撂望台下 一个身影 仿佛苍鹰般的扶摇而上 背龙再次轻飘飘的 落在了撂望台上 眯着眼睛 定定地盯着黑田圣平 那双浑浊的老眼 山前人 黑田家给了你们多少钱 我出十倍 以背龙了解到的人者 能够付出如此忠诚 真的是难能可贵了 虽然他的话 是在放嘲讽 但如果可以的话 背龙还真想收买一家 这样的人者 我们山前人 自古以来 就是侍奉黑田家 黑田圣平也 定定地盯着背龙 没有黑田家 我们山前人 早就覆灭了 请不要用钱 来侮辱我们的忠诚 原来还有这样的故事啊 背龙恍然大悟点点头 真的黑田圣平呢 黑田圣平一脸欺然之色 摇了摇头 老主上 已经在叛乱中 离难了 所以 其实你现在 是为黑田扬志而战 背龙吃得一笑 这就是你所谓的忠诚 我们山田人 忠诚的是黑田家 不管老主上和新主上 都是主上 黑田圣平很平静地 阐述了他的观点 但是 让黑田家覆灭的人 是你 背龙为他拍了两下手 你的观点很有意思 那说来说去 你到底是谁 黑田圣平伸手 在脸上抹了一把 露出了一张 白皙清秀的小脸 它并不是那种 让人惊艳的姿色 但确实有着 日本女性 古老的田径之美 尤其是 她摘掉了假发头套 露出了 一头修剪成 日本女性传统的 三刀平击发式的绣发 额前刘海 齐着眉毛 修剪了整整齐齐 两侧发臂 齐着下巴 又是修剪了整整齐齐 背后 则是续着长长的直发 这样的发型 明显不属于现代的时代 但搭配着 她那白皙清秀的小脸 却让人越看越舒服 背龙不禁想起了 之前被自己 踩爆了头的 那个美丽又嚣张的女上人 相貌和此时此地 这个女孩有着几分相似 但相比起来 那个美丽又嚣张的女上人 就是一团火 此时此刻 这个女孩却像是一潭水 柔和又静谧 女孩古井无波的 碱水双眸 定定的看着背龙 即便面对着敌人 依旧保持着优雅的 向背龙微微低头示意 仿佛日本传统女性的所有美德 都在她身上得到了体现 而且在她刚刚假扮了黑田圣平 诱骗背龙 刺杀未成之后 这让背龙一下子 就记住了这个年纪轻轻 却掌握了山前人的 清秀女孩的名字 波多野姓黎 读上黑田家和山前人数百年的名誉 我波多野姓黎 在此对天发誓 来自花下的您将成为我的一生之敌 背龙笑了 吃得一道火红闪耀虚空 而波多野姓黎 竟是凭空诡异的消失了 一片着了火的树叶 很魔性的打着旋 缓缓落在地上 渐渐烧成了灰烬 又是木叶引树 背龙同口一说 不 这不是普通的木叶引树 这个波多野姓黎 竟然已经完成了进化 单凭这进化的木叶引树 波多野姓黎 就先立于不败之地了 日本总共有十二大忍者流派 而山前忍的木叶引树 在十二大忍者流派中首屈一指 背龙都不知道 这波多野姓黎 是怎么做到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凭空消失了 他不禁微微皱起了眉头 环顾四周 警惕地搜寻着波多野姓黎的踪影 突破到了百人敌武侠之后 背龙的感官大幅提升 是一样 在福岗大厦的时候 就连隐藏在墙壁上的人者 也逃不过他的感知 可是波多野姓黎 却成功地欺骗了他的感知 背龙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保持冷静 然后扑斥 哑光的手里见锋刃 神出鬼没地 划过了背龙的小腹 还好 背龙拥有着从尸山血海中 培养出来的危险直觉 及时的一缩腹 手里见划破了衣服 也在他的腹肌上 划出了一条血线 波多野姓黎娇小的身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凭空出现在了背龙的胯下 背龙条件反射的金针指 直刺他的眉心 吃的一声 金针指竟是刺穿了一片翠绿的树叶 而波多野姓黎再次诡异的凭空消失了 背龙不禁脸色一变呢 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二次伤到了 第一次是被那个美丽又嚣张的女人者 他已经被背龙踩爆了脑袋 可却一时奈何不了这波多野姓黎 背龙瞪大双眼 瞳孔也随之放大 呼的在他的瞳孔之中 燃烧起了两点针尖半大小的小火苗 顿时在他的眼中 这个世界变了样子 背龙并没有觉醒完整的火系异能 这只是火系异能演化出的一种能力 在和老牌宗师林老爷子决战之时 林老爷子使出看家本领 龙行神抓 背龙就是凭借着 在重压之下觉醒的这个能力 看穿了林老爷子重生的位置 对于这个能力 作为华夏人 背龙给他取了个经典的名字 火眼金睛 由于只觉醒了火眼金睛 背龙推测 他的火系异能 大概也和这变秘了的末世一样 变成了分解动作 一步一步觉醒 也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够完全觉醒 其实啊 背龙是不太愿意 施展火眼金睛的 因为他还没有完全觉醒异能 所以使用一次就会让他身心疲惫 当然了 比起催动风回小剑那样 身体被掏空的感觉还是好多了 但不到万不得已 背龙还是希望以常规的方式解决战斗 背龙瞳孔中针尖大的小火苗 宛如风中残烛般的跳跃闪烁着 定睛一看 却是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原来啊 不知什么时候 波多野杏黎已经到了他的面前 这一刻 波多野杏黎的手里剑 距离他的咽喉只有一尺 背龙完全是条件反射的一剑斩去 吃的一下 火红穿透了波多野杏黎的身体 但并没有血光乍现 那竟然只是波多野杏黎的残影 火光中一片叶子燃烧成灰 不对啊 背龙吸了吸鼻子 他嗅到空气中有着燃烧头发的焦味 叶子烧焦到的气味 和头发烧焦的气味可是截然不同的 换句话说呀 虽然这一次还是让波多野杏黎顿走了 他却差点斩掉他的小脑袋 下一次就要你命 背龙抖擞精神 正要继续用火眼金睛寻找波多野杏黎时 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掠上了撂网台 向着背龙立声喝道 魔头 我终于追到你了 这么短的时间里啊 我怎么就从银贼升级成魔头了 追了我这么久 背龙刚刚舒展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到底想干嘛 怎么 怕了 季红梅冷笑一声 枪愣一下拔剑在手 指着背龙 魔头 今日我季红梅就要替天行道 背龙并不怕的 可是平白被扣屎盘子的体验真的太差了 什么魔头 什么替天行道啊 怎么 敢做不敢认 季红梅正值虎狼之念 这个年纪的女人大多是 人不狠话还多 季红梅纵然武功高强 也难逃自然规律 她正气凛然的喝道 之前你在福冈大厦作恶 我还以为你是事出有因 想要看在同为华夏武道中人的份上 好好教育你一番 免得你行差踏错 走上邪路 可没想到 你竟然丧心病狂的杀光了这庄园所有的人 不但有很多的不会武功手无寸铁的普通人 你甚至连老幼妇孺都没有放过 我真是看错了你 或许你是哪个门派的天骄 但是你更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大魔头 废话少说 我季红梅身为峨梅派弟子 以除魔魏道为己任 今日便要替天行道 用你的人头去祭奠这无辜的几百条人命 魔头看见 住手 贝龙一声断喝 季红梅果然不愧是名门正派弟子 贝龙一喊住手 季红梅就下意识地停了剑招 质问贝龙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火眼金睛警惕的环顾四周 贝龙同时分析 跟季红梅说的 季大妈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杀福冈大厦的人 你又有没有想过 这里死的人是不是都是我杀的 你又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不杀你还和你说这么多 季红梅顿时勃然大怒 刷的一件刺向贝龙 魔头 谁是你大妈 这那么是重点吗 贝龙也是醉了呀 但季大妈别看风乳肥臀的 负重很重 但这一件却是锋利啊 乃是峨梅派隐喻五林数百年的乱披风剑法 一点荧光快如闪电便到了眼前 贝龙连忙施展流云三千剑相迎 两剑相交时 滋啦啦的磨出一串的耀眼的火花 然而就在这时 贝龙心底忽然生出了警惕 想都不想便立即闪身后退 但没想到 却还是慢了一步 擦的一下 他的脸颊上便多出了一条细细的血线 住手 贝龙身形一闪退到三米之外 向着追击过来的季洪梅大声一喝 季洪梅果然又下意识地停住了剑招 正气里然地贺问贝龙 你要认输了吗 好你个季洪梅 贝龙果断 君子可欺之一方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正人君子 没想到你原来是个卑鄙小人 我是大魔头 你就是大汉奸 贝爷是能动手就别吵吵的脾气 但现在呢 两个女人一大一小一鸣一暗 一前一后的夹击 那谁受得了啊 所以贝龙决定 尝试下学习伟人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去打击敌人 季洪梅不禁脸色一变 你胡说 什么大汉奸不大汉奸的 老娘又没有卖国 日本人就不是人了 你杀了这么多人 我替天行道 不应该吗 这就是你和日本人者联手的理由吗 贝龙指了指自己脸颊上的血线 啊 季洪梅这才发现 贝龙脸上不知什么时候 多出了一条血线 他本以为这瞭望台上 除了贝龙以外 就只有自己一个胡人 没想到 还有第三人存在 但这是好事啊 季洪梅想想那个日本人者 并没有攻击自己 反倒是在帮助自己攻击贝龙 季洪梅忽然觉得 自己想明白的前因后果 于是啊 他得意洋洋的用剑尖 咬指贝龙 正气凛然的立鹤头 日本人者怎么了 你丧心病狂杀了这么多人 日本人者不应该找你报仇吗 哼 魔头 这便是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邪魔歪道 人人得而诛之 贝龙听到这里不禁失声摇头望 本以为季洪梅是华夏人 又自诩名门正派 或许可以先联手对付外敌 但季洪梅这句话一出 他就断绝了说服他的心思 大是大非的事你都看不明白 你他妈除的是什么魔 为了什么刀 魔头你恶贯满盈 你站住 季洪梅刚想在正气凛然骂上几句 却见贝龙忽然飞身跳下了瞭望台 他立即着急的趁胜追击 贝龙八步赶缠的向着前方飞掠 风驰电掣的出去一段距离之后 便有意识的减速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王袍 演播 嗨阳 第八十四集 在听着身后传来季洪梅气息不均的喘息声时 贝龙竟是直接转过身来 面朝着季洪梅倒退而飞 同时啊 他把全部精神集中于双眼 开启了火眼金睛向着后方扫尸 果然 他只能远远的看到波多野姓黎 变成小黑点的身影 贝龙之前是想和波多野姓黎 在天守阁上结束战斗 他若是要走 波多野姓黎哪里追得上呢 事实证明 波多野姓黎不但追不上他 甚至连季洪梅都追不上 所以贝龙放心的继续减速 到了季洪梅能够勉强追上 却又不得不拼尽全力的程度 魔头 吃我一剑 季洪梅追上了贝龙 不禁心头一喜 刷的一剑刺来 吃你麻痹 贝龙脚下不停 心有灵犀 火弓闪动便是天下无双的一剑 天下无双 灵犀一剑 就算是使剑的人都不知道自己下一剑会刺向哪里 纯粹是靠着一颗经营剔头的剑心 专攻敌人破绽 宛如羚羊挂脚 无际可循 防的人自然是最为恼火 季洪梅 盲把剑一横 想防住这一剑 他防的这一剑不可谓不快 但贝龙的天下无双灵犀一剑来得更快 两剑剑锋骤然相交 瞬间呲啦啦的摩擦出了一串耀眼的 火花 然而青光在激烈对抗中 并没有能够阻挡住火花 火花眨眼间就到了季洪梅的面前 那季洪梅啊 不愧是多年成名了 剑机极快 火花乍起时 他已经先上身往后仰去 他的腰肢仿佛折断了一半 几乎与地面平行 避开贝龙这一剑的同时 他竟是双脚离地 在半空中啪啪啪啪 连锯踢了几脚 都踢向了贝龙的手腕 然而这一刻呀 贝龙所做的却完全出乎他意料 贝龙呼的把手一松 主动抛弃了赤小剑 身为剑客 怎么可能轻易弃剑呢 季洪梅不禁大吃一惊 尸出反常必有妖望 却见贝龙握剑的手空出来之后 握拳竖起一根食指 指尖上仿佛燃烧着熊熊的金色火焰 扑哧一声 贝龙狠狠地一指刺入了季洪梅的脚心 竟是瞬间 指尖便从季洪梅的脚面穿透了出来 季洪梅发出一声惨叫 另一只脚踹在了贝龙的手腕上 却已经不是为了伤敌 而是借力向后弹出身子 一个后空帆 他亮亮呛呛地落在了地上 脸色苍白的季洪梅指着贝龙叫道 住手 你 你到底是华山弟子 还是武当弟子 武当的阴真人和华山派的令狐真人 我全都有交情 大家都是 刷了一声 贝龙毫不停顿 紧跟着便接连不断地施展 刘云三千剑的连番抢弓 如果是之前使刘云三千剑 这几且剑肯定拿不下季洪梅 但此时啊 季洪梅已经瘸了一只脚 贝龙只需稳扎稳打 就能逼得季洪梅露出破绽 再说啊 天下无双灵犀一剑 本来就适合突袭 对方有了防备 反而不利 接连几剑杀的季洪梅 荒手忙脚步伐散乱 季洪梅受伤之后心就慌了 顿时感觉自己不是贝龙对手 直气地仗红了脸大声叫道 魔头 你到底懂不懂江湖规矩 我喊你住手 你为何还要如此咄咄逼人 哼 傻逼 贝龙冷笑着一剑快死一剑 我是魔头 你跟魔头讲江湖规矩 你 季洪梅气得咬牙切齿 却又苦不堪言了 只恨那日本人者怎么还不上来帮手 再挡几剑 季洪梅果断决定 放弃了 什么武林前辈 什么触摸未到 都不是自己小命重要啊 季洪梅身形急向后退 同时大喊一声 青山不改 绿水畅 吃的一声 火光一闪 季洪梅的宝剑 便嗖的飞了出去 一起飞出去的 还有她的一只手 季洪梅痛得眼泪横流啊 我已经认责了 你一定要赶紧杀绝嘛 悲龙不答 只是冷笑着一步一步 逼近了这个要除魔未到的 江湖正义女侠 季洪梅如今已经斗志全尸 她捧着段万 嘶声叫道 你若敢杀我 我师父白云之人 火光一闪 倔光乍现 季洪梅的人头冲天而起 无头的尸体 搏枪子里鲜血 仿佛喷泉般 喷出脑膏 有一种动物啊 它不咬人 但是呢 各样人 季洪梅人头滚落在了 贝龙的面前 贝龙冷笑一声 狠狠一脚踏下 傻屁 瞬间人头抱碎 贝龙抬起了眼 眼中小火苗疯狂跳动 伯多野性离 来与我一战 没有人回答他 只是 在他正前方十米之外的草地上 出现了足迹般的起伏 那足迹飞快远去 消失在了树林里 麻烦你 信田卷 鱼金 竹伦夫 繁华都市背后 一条漆黑的小巷子里 贝龙站在路边 一家正宗关东煮摊子前 指着锅子 对摊主老奶奶说 老奶奶呀 大约七十多岁了 满脸褶皱 拖着背 但精神很好 笑容可居的 用戴着一次性手套的手 颤颤巍巍的 把贝龙点到的美味 都夹了出来 欧巴桑 这个鱼金是鱼的金吧 贝龙笑眯眯的 看着老奶奶问道 不是的 客人 鱼金 是用 绞鱼的皮 和软骨 泪成球状 在炸出来的 老奶奶给盛的满满的小碗 加上了香喷喷的汤汁 递到贝龙手里 贝龙忍不住 吞咽了一口口水 竟是直接两根手指 就捏起了一片 昆布结 交往嘴里送 老奶奶满是皱纹的脸 笑得宛如菊花绽放啊 客人 慢点 然而贝龙捏着昆布 却并没有往嘴巴里送 只是用两根手指 捏着仔细打量 就好像这片昆布上 叼了花似的 老奶奶笑容可居的 看着贝龙眼中 满满都是慈祥 我孙子 和你年纪差不多的 他也是最喜欢吃昆布 是吗 贝龙嘴角一勾 吃了一下 他的指尖便燃起了熊熊的火焰 一转眼 那片昆布就被烧成了灰烬 贝龙笑咪咪的 把小碗递到老奶奶面前 你孙子 坟头草都三尺高了吧 火龙真经修炼 而成的火龙内力 百毒不侵 专门克制 寒性和阴毒内力 是已 贝龙只需把这片昆布 捏在手里 有毒的话 便会从手指皮肤毛孔中 微量渗入 但只是微量渗入 就立即引起了 火龙内力的自动反击 所以 贝龙便轻易释出了 这关东竹里下了毒 他手一扬 便把满满一小碗的 有毒关东煮 泼向了老奶奶的脸上 与此同时 呛狼一声 拔剑出鞘 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隔着摊子 向老奶奶一键刺去 吃的一下 那中间是 关东煮锅子的摊子 竟是被瞬间 齐整整的分成了两半 老奶奶 却是鬼魅般的凭空消失了 只有一片翠绿的树叶 飘飘扬扬落下 尔尼萨 天僻的街道上 一个身穿深蓝色校服的小女生 跑向了贝龙 两束马尾在他脑后 急速地跳动着 他气喘吁吁的急刹车 停在贝龙面前 小脸上充满了恐惧 尔尼萨 有坏人 有坏人 跟着我 贝龙向着他的身后看去 只见一个相貌猥琐的中年男人 追着他跑了过来 这阵小女生气急败坏地说道 你竟敢偷走老子的钱吧 我不是 我没有 小女生胆怯地跑到贝龙身后 我女生 他是坏人 冷静点 别冲动 贝龙笑眯眯地 对中年男人说道 他还是个孩子 说着贝龙呛狼一声宝剑出鞘 转身便向着小女生当头砍去 只听钉的一声金铁交鸣 一把手里剑 竟是被硬生生斩成了两段 掉落在了地上 小女生却鬼神莫测地消失 只留下一片碧绿的树叶 风中飞舞 中年男人听到贝龙的话 刚想破口大骂 却是吓得双腿一软 瘫倒在地 崇山峻岭之中 贝龙的前方出现了一个 穿着破旧袈裟 手持九环膝上的云游僧人 这云游僧人形容枯瘦 风尘仆仆 却有着一双坚定不移的毛子 当他看到贝龙的时候 双手合十 贫僧 发号 智脏 见施主 印堂发黑 黑得漂亮 贝龙扬眉剑出鞘 刷的一剑火光闪烁 直奔云游僧人的光头 当的一声 内感九环西杖 便断成了两截 云游僧人化作了一片树叶飘落 你尽管跑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贝龙冷笑一声 把剑一指山上 山前里就在前方 有本事你来挡住我 否则今天 我一定踏平山前里 从黑田家所在的福岗县 到山前里所在的熊本县 有一千公里左右 但没有直达的新干县 贝龙倒了三次车 才来到了熊本县的人吉市 又转车 到了位于人吉市附近的三日月城 在徒步前进 在附近深山里的山前里 临上过夜 十几个小时里 贝龙遭遇了无数次 波多野姓黎的暗杀 波多野姓黎就好像齐天大圣一样 能齐十二遍 他可以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可以是挺大肚子的孕妇 可以是活泼可爱的学生 可以是拄着拐杖的瘸子 可以是云游天下的高僧 每一种形象都是唯妙唯肖 如果不是贝龙时刻警惕 又有火龙内力护体 虎眼金睛变尾 或许早就灾了 贝龙的暴脾气 也懒得和他纠缠 正如他所说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他直接沙奔山前里 去踏平波多野姓黎的老巢 就不信波多野姓黎不现身 一开始啊 这波多野姓黎 还很有耐心的布局 当贝龙踏入到三日月城 波多野姓黎就越来越慌了 甚至有时 贝龙不需要使用虎眼金睛 就能看到他的马脚 齐腰身的山间杂草里 波多野姓黎娇小的身子蜷缩着 他向来都是古井无波的 碱水双眸 罕见的闪动着慌乱 交集之色 和贝龙这一路上斗智斗勇 让他心里交瘁 他从未见过如此难以对付的敌人 给他的感觉就像是虎的凶猛 狼的坚韧 虎的狡猾 蛇的狠毒 种种特点都集合在了 这一个男人的身上 可问题是 他看起来就只是个 普通的高中生而已啊 凭什么能让他这个 自幼经历无数残酷训练的人者 首领 束手无策 虽然真正认识贝龙还不到一天 但波多野姓黎 却已经对贝龙有了很深刻的了解 他知道 贝龙说的踏平山前礼 绝对不是虚张声势 或者说说而已 而山前礼 作为日本人者十二大流派之一 以前 波多野姓黎自我感觉 还是挺强大的 但在遇到了贝龙 且一路上斗智斗勇之后 波多野姓黎心里 拔凉拔凉的 或许过了今日 日本人者界 就只剩下十一大流派了 波多野姓黎 无力的垂下了眼瞼 长长的睫毛 被水雾润湿 山前礼其实就是山前忍派所在的聚居地 日本忍者十二大流派 每一个都有这样一个聚居地 等同于日本经典动漫 火影忍者里的忍者村 聚居地里并不仅仅只有忍者 还有他们的父母 配偶和孩子 当然了 他们的父母配偶和孩子 也可能是忍者 但还有很多只是普通人 贝龙如果杀入山前礼 除了这些普通人是负担以外 还有那些已经在任务中 造成了终身残疾的 又或者是已经老迈到瘫痪在床 生活不能自理的退役忍者 事实上 这两种退役忍者很多 而他们甚至连逃走都难以做到 波多野姓黎无法抛弃他们 对波多野姓黎而言 他们都是他的亲人 所以啊 即便波多野姓黎 拥有着日本忍者第一流的实力 这一刻却无助地潸然泪下 他已经尽力了 贝龙站到了山前里的入口前 看着这个隐藏在山傲之中 仿佛秘境的小村子 入口山石临寻 树木茂盛 暗和九宫八卦阵法奥义 又是深藏在深山老林之中 如果不是他上一次 末世之中 曾经在政府主持的会议上 看到过日本忍者十二大流派的 所有聚居地地图 他都不可能找得到这里 之所以政府会专门主持会议来 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人类在末世之中 站稳脚跟之后 日本不停地派出忍者到华夏人类生存基地 搞破坏 虽然华夏泱泱大国的实力 并不怕这个 但谁家里总闹耗子不嫌烦躁啊 那次会议之后 华夏八大天王 除了镇守燕京基地 要留下一位以外 其他七大天王同时出动 每一位天王选择了一个忍者礼 一日之内就让日本忍者十二大流派 只剩下了五个 当时就把日本给打捞上了 上一次贝隆选择的是轩原礼 而这一次他站在了山前礼的入口前 就在贝隆回忆过去的时候 呼得从旁边大树树棺之中 跳下了一个忍者 什么人 穿着深蓝色忍者服 只露出一双芝麻绿豆眼的人者 冷漠地盯着贝隆 贝隆也不答话 只是笑眯眯地看着他 把手缓缓地搭在了赤销的剑柄上 把开眼睛 绿豆芝麻眼的人者 健壮粗声粗气地喝骂了一句 刚要动手 忽然听到从虚空之中 传来一个女子温柔恬静的声音 芝麻绿豆眼的人者 惊讶地看着在他和贝隆之间 凭空出现了一个 穿着深紫色忍者服的娇小女忍者 他面对着贝隆轻轻地摘掉了头套 顿时啊 那头三刀平击发式的黑长直锈发 便宛如瀑布般地散发了下来 芝麻绿豆眼的人者 没看到他的脸 但只从那长发及腰的纤细背影 以及整个日本独树一致的出现方式 他就知道了来人是谁了 首领 黑夜 在我身后别动 波多野姓黎 挡在了芝麻绿豆眼的人者面前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八十五集 贝隆直到此时才算是真正看清了波多野姓黎的全貌 难怪他伪装的人基本都是矮子瘦子和孩子 原来他的身形十分的纤细娇小 以贝隆目测 波多野姓黎身高大概还不到一米五 现在的孩子发育都比较早 波多野姓黎这个身高在华夏 大概也就相当于四五年级小学生的水平 怪不得波多野姓黎之前伪装成黑田圣平的时候 出场是盘膝席地而坐的 而他就用这个纤细娇小的身躯挡在了芝麻绿豆眼忍者的面前 也挡在了山前里的前面 和谭嫣然比起来啊 波多野姓黎才是真正的童颜 但他只能算是一童 比谭嫣然少了二童 即便是穿着宽松的人者服 胸前也是鼓鼓囊囊的 好像怀里揣了两只大白兔 随着他向贝隆盈盈下败的动作呀 两只大白兔就在衣服里蹦啊跳啊的 仿佛要破衣而出一样 龙君 波多野姓黎干净明亮的双眸 定定地盯着贝隆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在和您这一路纠缠之中 不知不觉的我被你深深的吸引了 什么 杀气腾腾的贝隆惊呆了 怎么一个意思啊 打不过就没人计啊 可那么问题是你早干嘛去了 都刺杀我这么多回了 现在说被我深深吸引了 你觉得我能信吗 波多野姓黎 背驰咬着烟红的鹰唇 他也是好不容易 才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 一次次刺杀的失败 波多野姓黎终于是心态崩了 他知道他已经不可能阻挡贝隆 踏平山前里 与其在山前里覆灭之后 用一生来追杀贝隆 反倒不如牺牲了他自己的爱情和自由 来实现他守护山前里一生的承诺 对于自身条件 波多野姓黎还是挺有自信的 他并不是什么沉于落雁 碧月羞花的盛世美颜 但是他的童颜加上巨乳的组合 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波多野姓黎曾经无数次的察觉到 男人们悄悄对他流露出了垂涎三尺的样子 面前这个能横扫九州的强大男人 应该也会喜欢自己这样的合法努力吧 所以 波多野姓黎美眸水波淋淋的看着贝隆 然后俯身毕恭毕敬的摆出了标准土下座的姿势 低下头揉声道 以后就请你多多指教了 这 怎么 这 你这话我没法接呀 贝隆嘴角隐蔽抽出了两下 他当然知道波多野姓黎是为了保护山前礼 才做出的自我牺牲 也相信波多野姓黎是真的愿意把他的一生交给他 否则 波多野姓黎不会完全放弃了防备的跪在他的面前 说起来啊 贝隆和着波多野姓黎其实并没有什么深处大恨 如果波多野姓黎如此诚心诚意的愿意跟随他 他收波多野姓黎做手下也是未尝不可呀 然而就在此时啊 咻咻咻几声微不可查的破空声响起 一把牛毛针快如闪电的从后方射入了毫无防备的波多野姓黎的身体 波多野姓黎顿时叫呼一声 身不由己的扑倒在了贝隆的脚下 而那被他保护在身后的芝麻绿豆眼人者河野 发出了乌鸦般的沙哑宁笑 真有趣啊 你不是河野 波多野姓黎贪软在贝隆的脚下 又惊又怒的回头瞪着那个芝麻绿豆眼人者 只见那河野把手往脸上一抹 转眼间就变成了另一个芝麻绿豆眼的人者 他原本呢就是长了一双芝麻绿豆眼 但只是稍微改变了下眉形眼间距 脸色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同时他也大大咧咧的把蒙面拉到了下额 露出一个大大的鹰沟鼻子 看到他标志性的鹰沟鼻子 不要说波多野姓黎啊 就连贝隆都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一鹤三忍之德川心幼魏门 正如华夏武林以少林武当为泰山北斗一样 一鹤忍和贾鹤忍也是日本人者十二大流派的泰山北斗 一鹤忍在侍奉德川家的时候立下了汉马功劳 德川家康能建立德川幕府 一鹤忍功不可没 而一鹤忍的福布伴藏 既是敌报人员首领 也是能上阵杀敌的将领 数次在危机关头整进主军的性命 是一鹤忍乃至整个忍界的传奇之一 德川心幼魏门 就是石下一鹤忍最为强大的三位上忍之一 在末世之中 他甚至还名列日本七神忍 全世界绝世强者排名圣雄会 一榜上有名 那么问题来了 一鹤三人之一的德川心幼魏门 为什么会出现在山前里呢 九州第一人化 八多也姓李 号称十四岁 就以一己之礼 称起山千人的天才忍者 德川心幼魏门 沙哑宁笑着 我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原来只不过是个被小败俩密的神魂垫倒的痴女罢了 山千人 看起来真的是外强重感了 早知道是这样 我们何必还要如此的大费骤掌 得川心有魏门 波多也姓李 一颗芳心已经沉到了谷底 颤声道 难道 山千里已经 不必担心 愿意加入一鹤的 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不愿意加入一鹤的 也已经入土为安了 得川心幼魏门 咧开了嘴 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 现在 就只剩下你了 波多也姓李 与其把你的未来交给这种 重看不中用的小败俩 不如 让我来指教你如何 我一定会指教的你 欲险欲死地 就在这时 一个冷漠的声音传来 你说谁 重看不中用啊 得川心有魏门 不以为然的 瞥了一眼那个迷的 波多也姓李 神魂颠倒的小白脸 他一直是把波多也姓李 当成劲敌来对待的 只在一开始 粗略地瞄过了贝龙一眼 首先呢 贝龙呢 一米八截的身高 就不可能是忍者 虽然贝龙手里拿着剑 但也没听说过 有这么高 这么帅的有名剑客 真要是这么高 这么帅 那但凡兵法 有一点可取之处 也一定会传遍 整个日本的 所以啊 得川心幼魏门 便下意识地 忽略了贝龙的存在 直到此时贝龙发声 才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 你还真是没有自知之明啊 得川心幼魏门 痴笑着摇了摇头 又继续对波多也姓李说 你们山前人的主家 黑田家已经倒了 失去了强有力的靠山 你们山前人就是五根之平 不如你投靠我们一鹤人 受我们一鹤人的支牌 我们或许会大发善心 允许你们保留 山前人的名号 一道火红快如闪电地展向了 得川心幼魏门的面门 得川心幼魏门的声音 戛然而止 惊慌失措地被火红斩中 随后扑的一声 炸开一团烟雾 烟雾之中 喷洒出鲜血 但烟雾消散之后 得川心幼魏门 却是杳无踪影 至多不过一秒 在仪仗之外 凭空出现了胸口 挨了一剑的 得川心幼魏门 你 你竟然 能破得了我们 一鹤的密集 空缠说 你 你到底是何放身上 得川心幼魏门 一脸震惊地 瞪大了芝麻绿豆芽 他边说 边往胸口上 撒了一把白色的药粉 那白色药粉撒上之后 伤口就立即止了血 你 既然知道 我们善前人的主家 黑田家已经到了 波多也姓黎 看到得川心幼魏门 脸色苍白的样子 不禁心中生出快意 还猜不到 他是谁吗 那你 得川心幼魏门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目光震撼无比地 瞪着被拢 你 你就是在福岗大厦楼顶上 打飞机 还灭了黑田家满门 四百月口的那个 死磨 死磨 波多也姓黎 吃了一惊 这其实啊 是来源于佛教的传说 在佛祖释迦牟尼 将要成佛时 受到了四磨 烦恼磨 阴磨 死磨 和他画自在天磨的阻碍 他画自在天磨 由于是御界天 第六位的 他画自在天之主 被称之为 第六天魔王 而在日本战国时期的 知田信长 火烧被视为 佛教圣地的比瑞山 屠杀了比瑞山 严历寺里的 数千僧人妇女 所以啊 也被称为 第六天魔王 知田信长的 第六天魔王之名 在日本已是传奇 没想到 被隆竟然 也得到了死磨之名 而且还是从 伊赫里的 德川新幼魏门 嘴里说出来的 要知道啊 山前里 是在九州岛 伊赫里可是远在 本州岛的晋基 中间还隔着一座 四国岛和赖户内海 那岂不是说 被隆的死磨之名 已经传遍了 整个日本人街 黑田家 满门四百余口的 蓄案 赖在我头上 也就罢了 他们什么叫 在福岗大厦 楼顶上打飞机啊 被隆也是醉了呀 懒得和 德川新幼魏门多说 身形一闪 已然到了他的面前 天下无双 灵犀一见 火红再次 展入了一团烟雾之中 这次烟雾中不但喷洒出鲜血 甚至还飞起了一条手臂 那穿着深蓝色 忍者服的手臂 打着旋的 落在了地上 一仗之外 德川新幼魏门 再次凭空闪现出来 少了一条胳膊 半边身子都是洗了他 头也不回的便投身于山前里入口 贝隆不禁有些诧异 为什么德川新幼魏门 不施展他们 伊赫人赫赫有名的最强奥义 影分身 就这么不战而逃了呢 伊赫人的空蝉术 比我们山前人的 木叶忍术差得远了 波多也性离忍不住放了句嘲讽 由于空蝉术和木叶隐术 有些相似 自然呢 也就少不了被对比 伊赫人在日本人界 乃是霸主地位 便都公认 空蝉术比木叶隐术更强大 但此时此刻 德川新幼魏门的胳膊 足以证明 谁是真正的强者 你说的对 贝隆潇洒自如的 环剑入鞘 笑问波多也性离 为什么还在地上趴着呀 波多也性离无语 我为什么在地上趴着 你不知道吗 波多也性离很委屈 当然了 如果不是下定决心 牺牲自己保护山前离 如果不是在和贝隆的 斗智斗友中心态崩了 波多也性离 也不会看不破 德川新幼魏门的伪装 还中了他的毒针 正如德川新幼魏门所说呀 波多也性离十四岁时 就以一己之力 撑起了山前人 现在呢 他有着近乎于变态的坚韧 也有着近乎于变态的执着 还有着近乎于变态的自尊心 但是在贝隆 说出托付终生的话之后 波多也性离 在贝隆面前 也就可以放下自尊心了 何况 他还指望着贝隆 能够帮他拯救山前人呢 波多也性离 娇柔无力的看着贝隆 主人 我 我中了暗器了 波多也性离 给贝隆叫主人 是日本女人 对自己丈夫的一种称呼 她是以贝隆的女人自居的 但显然呢 贝隆并不了解日本文化 而误会了意思 在和波多也性离的纠缠中 贝隆也对波多也性离 有了一番深入浅出的了解 半城黑田圣平的波多也性离 展现出了他的狠 他的辣 腹黑的一面 但之后 波多也性离 对贝隆的百般暗杀 与其说是为黑田家报仇 不如说是为了阻止贝隆 来山前离而拼尽了权力 固然他的百八暗杀 让贝隆不胜其烦 但对于波多也性离而言 又何尝不是在明知 不可为而为之的 透支生命经历 真以为施展牧业引述 和放屁一样轻松啊 那就算屁放多了 那阔约机也会累呀 波多也性离 无疑是值得收入回家的 而波多也性离 又是山前忍的首领 就算山前忍遭到了 伊赫忍的沉重打击 但只要波多也性离还活着 山前忍就能够死回复燃 手上掌握着这样一只地下力量 那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啊 背龙便不再也与他 走到他的身旁 俯身查看伤势 波多也性离低着头 羞红了小脸 身为山前离的首领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羞耻过 ORZ的姿势趴在背龙的面前 关键是他后背中了毒针 只能保持这个姿势 一动都不敢动 然后他就被背龙抱起来 风驰电掣的不知去了哪里 背龙把波多也性离公主抱的抱着 在附近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让他继续ORZ的趴在自己膝盖上 随手撩开了波多也性离那急腰的漆黑长发 毫不避讳的一把撕开他后边的衣服 露出那颖白如玉的光洁玉背来 在末世之中 这种程度的裸露根本不算什么 就好比穿着一身又脏又臭 还破破烂烂的衣服 幸存者们幸运的闯进了一家衣服店 哪怕这家衣服店是卖孕服装的 他们都会激动的欢呼着冲上去 脱掉衣服换上孕服装 没有人会拿到试衣间里试衣服 谁知道试衣间里有没有丧失 这么多人在一起才有安全感 何况在这种街道两旁的店里面 做什么都得争分夺妙 至于电影电视剧里那些末世里的男女主 随便砸开店铺橱窗 把模特身上衣服扒下来穿上都很合身 哪怕各种混搭 那也总是美美的 那纯粹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视觉效果 现实中别说孕妇装了 贝爷连铜装都穿过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八十六集 此时啊 贝隆并没有在意剥夺野性里的背部线条有多么完美 肌肤有多么白嫩 他只在意到了有几处小黑点和围绕着小黑点出现了墨绿色的扩散 德川心幼魏门果然有些门道 贝隆不禁微微皱眉 没想到啊 独针摄入的地方竟然全都是穴位 难怪波多野性里一动都不敢动啊 如果没有贝隆的话 波多野性里肯定是在了 不话说回来 没有贝隆 波多野性里凭借着一手木叶引述 也不会躲不过去 甚至是没有贝隆 黑田家也不会覆灭 黑田家不覆灭 这一鹤人也不会敢对山田忍下祖 所以呢 这一切的起因还是贝隆 贝隆便把手掌弓了起来 掌心形成了一个窝 把窝罩罩住了一处小黑点 火龙内力一吐一息 咻的一下 那根毒针就被他吸了出来 如是三番 贝隆就把波多野性里背上的毒针 全都给吸出来了 然后完全是习惯性的 一巴掌拍在了他的小屁股上 那惊人的弹性 把他的巴掌都给弹了起来 拍完之后 贝隆老脸一红啊 真没别的意思 那完全就是习惯成自然了呀 还好 波多野性里并没有熟练的翻个面 而是仰起小脑袋 可怜巴巴的看着贝隆 毒针都已经被我吸出来了 你自己能解毒吗 那 波多野性里试了下 果然行动无碍了 连忙一咕噜 从贝隆的身上爬了起来 麻利的从身上找到解药吃了下去 这时啊 背龙站起来开始脱衣服 波多野性里煞时那小脸就红的 仿佛熟兔的圣女果啊 在日本到了波多野性里这样的年纪 如果说还不知道男人脱衣服代表了什么 那就真的是菊花上涂口红 装纯了 要知道啊 2222年 联合国调查的 在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 已经有30%的中学生援助交际过 波多野性里心里已经把贝隆当成了丈夫 如果贝隆真的要跟他做点什么 爱做的事 换个时间 哪怕不换地点 他都不会拒绝的 可问题是 他还没来得及解读呢 山前里现在还危在旦夕呢 要不要这么如鸡似渴的主人呢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背龙脱下了运动外套之后 却是披在了他的肩上 背龙的想法其实很朴实的 就是觉得咱家的东西不能让外人看了去啊 但是啊 波多野性里的一颗芳心 却仿佛泡在蜜罐子里一样甜 他的父母在他14岁那年就双双嫁合西游了 而年幼的他不得不以强硬的姿态支撑山前里 在别人面前 他永远都是古井无波波澜不惊的样子 但他才14岁 又怎么可能真的古井无波波澜不惊呢 只是他装也必须装出这个样子来 这几年装的多了 连他自己都以为自己就是这个样子的 直到这一刻 波多野性里才感受到了久违的被呵护着的温暖 哪怕那仅仅是一件百八十块钱的运动外套 却仿佛为他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 如果你们再不投降 一个身穿紫色忍者服的伊赫上人 冷冷地盯着困兽游逗的山前人们 把手一指 被许多蓝色忍者服的伊赫人挟持了的老弱病残 他们将会一个一个的死在你们面前 然后就轮到你们了 山前人里也不知道是谁 喊了一嗓子 当我们生理回来 你们就死定了 波多野性里 伊赫上人眼角瞅了瞅 这个名字即便是他也很激烂 但这种时候 当然是要底气十足的大声喊出来 他已经被我们德川大人抓住了 你们应该都听说过我们 伊赫三人之一的德川心有为闷吧 不可能 没有人能抓得住我们的首领 山前人里又有人喊 但声音听起来就很虚 德川心有为闷的名字 在日本人界 还是块很响亮的招牌 你们不用死鸭子追应 很快 我们德川大人 就会把他的人头带来 到时候 你们再不投降 就别怪我们 就在这个时候 半边身子都是血的德川心有为闷 捂着鲜血淋漓的断臂回来了 他试图用白色的药粉 给断臂的地方止血 但伤口实在太大了 药粉撒上去立即就被鲜血冲走了 有点失血过多的德川心有为闷 脸色苍白的逃了回来 落到地上的时候 竟然还双腿一软 身不由己的就扑倒在了地上 活生生打肿了 那一鹤上人的大脸蛋子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山前人们自动把功劳 就归在了剥夺野性梨的头上 德川心有为闷已经回来了 请问我们首领在哪里 看吧 看吧 我早就说过了 等我们首领回来 你们就死定了 想灭我们山前人 马达马达达呀 我们一定会让你们 一鹤人血窄血场 山前人们顿时气势如虹 相反的一鹤人那边 却由于德川心有为闷的出现 而瞬间士气跌落到了鼓里 惨遭打脸的一鹤上人 虽然脸都气得绿了 还是先抢上钱 帮德川心有为闷直写 同时压力声音问他 多谢门西的 死魔 德川心有为闷大脸上 毫无血色的说道 本来我都拿下了剥夺野性梨的 却没想到死魔也跟来了 八端眼镜里已经是死魔的女人了 死魔 一鹤上人顿时脸色大变 死魔之名一日之间就已经传遍了整个日本 整个日本上层建筑乃至武道 忍道中人 甚至黑道都封闻了此人的凶残事迹 只是由于还不知道此人的身份来历 所以才以死魔称之 当然了 普通人掌握到的信息都是和谐过的 甚至为了掩人耳目 媒体还宣称是在福岡拍摄的奥特曼续集 竞逞其待 整个日本上层建筑以及武道 忍道中人 甚至黑道都在寻找这个破坏游戏规则的死魔 谁都不知道死魔去了哪里 却没想到竟然会出现在山前里 怎么会是他 一鹤上人一脸纠结 德川大人 我们现在怎么办 唐琳啊 德川心又为门叹了口气 虽然对方是一鹤上人 但实力并不足以和一鹤三人并列 这次偷袭山前忍任务 就是以德川心又为门为首的 一鹤人总共出动了三名上人 三十名中人 以及两百名下人 本以为这样的阵容 足以拿下失去了家主支持的山前忍了 却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死魔呀 虽然失去了一条手臂 但德川心又为门 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冷静 放弃吧 德川心又为门无比冷静的 做出了这个艰难的角力 那道仿佛斩破虚空的火红 已经成了他心中的梦魇 尽管失去一条手臂 让德川心又为门 隐约有了要进化的感觉 但他不想去赌这个 九死一生的未来呀 那你 上人腾林待了一待 首领说过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说 放弃吧 德川心又为门冷冷盯了他一眼 难道我失去了一条手臂 还他妈不够吗 可是 可是 我们还有这么多人质 腾林自己不知道怎么办 就问德川心又为门怎么办 德川心又为门说了怎么办 这腾林反而又质疑了起来 用他们 威胁不了死魔 德川心又为门看得很清楚 为了斩杀黑田养智 不惜让福冈闹出千人规模的特大失常 有一个人 一口箭 杀光了黑田家 满门四百余口 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因为 一些不相干的人智 就束手束脚 那我们 腾林很容易就被说服了 因为德川心又为门说得很在理呀 放了所有认知 我们马上撤离 德川心又为门直写成功后 挣扎站起身来 毅然决然地说道 回去之后 我会在首领面前 承担所有后果 德川大人 真是令人钦佩呀 我 这就吩咐下去 腾林的心里松了口气 于是 当贝龙和波多也姓黎赶到的时候 伊赫人已经撤退了连根毛都不剩了 你们都没事吧 波多也姓黎看到山前人 绝大多数人都还活着 激动的情难自异 他还以为真的像德川心有魏门所说 愿意加入伊赫的 已经得到很好的照顾 不愿意加入伊赫的 也已经入土为安了呢 但是啊 在山前人的面前 他是不会情绪外露的 凭借多年的表演经验 波多也姓黎 很好的保持着他那古井无波 波澜不惊的样子 伊赫人呢 断了一条手臂的德川心有魏门回来之后 就很快带着伊赫人逃走了 首领大人 你真是太厉害了 连伊赫三人之一的德川心有魏门都不是你的对手 对了 德川心有魏门还留下了一个锦盒 说是送给死魔大人的贺礼 这是啊 一个芝麻绿豆芽的人者 也就是真正的和爷 双手捧着一个锦盒 摆在了贝隆和波多也姓黎的面前 小心翼翼的偷看贝隆一眼 退回了人群 德川心有魏门的贺礼 贝隆一脸古怪的想去掀开锦盒 波多也姓黎下意识的拉住了贝隆的手 总是古井无波的碱水双眸中 透着浓浓的担忧 忍者最擅长的就是设计机关阴人 要说这锦盒里没有机关 打死他都不信 贝隆笑了笑 轻轻捏了捏柔软的小手 然后果断伸手掀开了锦盒 贝隆身体是进化过的 又有火龙内力护体 还有闪战法可以闪避 实在不行啊 还有峰回小剑 哪怕这个锦盒里藏了个炸弹 只要一打开就爆炸 他也有把握活下来 只是伊赫人就得准备好 承受他这位未来火神的怒火了 以贝隆对伊赫人 或者说对日本人的了解 德川心有魏门应该不会这么做 果不其然 贝隆打开了锦盒之后 露出来的是一枚万字形的金刚色手里剑 贝隆把这枚手里剑在手里看了看 原来是纯金打造的 中间的圆洞周围刻着伊赫人的字样 波多也幸离见了 惊讶到 伊赫人的千金令 主人 千金令是伊赫人对外做出的千金银诺之信物 只要持有千金令的人出现 伊赫人必须给予最高级礼遇 甚至 只要不是关系到伊赫人的生死存亡 整个伊赫人都可以无条件地 为持有千金令的人做一件事 曾经 知田信查 麾霞大将 明智光秀 与贵船叛变 就是凭借千金令 要求伊赫人出兵 联合发动了 本能四之变 终结了 知田信常的枭雄一生 但是在那之后 山崎之战爆发 明智光秀兵败 伊赫人也遭到了 无比沉重的打击 这被称之为 第三次天正伊赫之乱 主人 德川新幼魏门的鹤里 很有诚意 波多野姓黎并没有因为和伊赫之间的敌对关系 而说德川新幼魏门的坏话 反而是非常客观地给出了评价 表明他并不是站在山前里首领的立场 他是以贝隆的女人身份告诉他事实 再由贝隆自己来做出判断和决定 贝隆意味深长地 看着他那柔情似水的双眸 想不想向伊赫人报仇啊 不想 波多野姓黎的神情静谧如深潭 他似乎总能保持着与年龄不相符的冷静 伊赫人的实力不是山前人能够对抗的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养君蓄锐 等山前人重新变得强大之后 在静待时机到来了给伊赫人致命一击 真不愧是忍者呀 贝隆笑了笑 不知为什么 看这个只有一米四级的合法罗利 冷静的运筹帷幄时 就莫名会有一种 想要伸手在他的头顶上揉一把的冲动 他这么想了 也这么做了 于是啊 在贝隆伸出大手去揉波多野姓黎的小脑袋时 山前人们整整齐齐的倒吸一口冷气 要知道 波多野姓黎能够在十四岁就以一己之力撑起山田忍 依靠的可不是他童言俱辱和故作冷静 他是踩着被鲜血染红的大地和堆积如山的白骨 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山前忍上上下下 除了有继承权的波多野家另一分之以外 谁不是对这个合法罗利俯首帖耳啊 不要说是被男人揉头发 即便是被男人盯着看 都会被挖双眼 可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啊 九州第一忍花不但没有发怒 甚至还像猫咪一样 眯起了美眸 把小脑袋蹭了蹭被龙的手心 就好像十分享受他抚摸他的头顶 被龙其实可以替波多野姓黎 去伊赫忍大闹天宫 但是啊 他更喜欢这种养成的感觉 他想看看波多野姓黎到底有多大的潜力 万一不小心就培养出个人者女王呢 诸位 大概都听说了死魔大人的赫赫威名吧 一赫三人之一的德川新幼魏门 就是被死魔大人斩断了手臂 在被龙大手拿开之后 波多野姓黎重新睁开了减水双眸 淡淡然的环顾四周 所以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死魔大人就是我的主人 也将会成为我们山前人的新主家 什么 原来一赫三人之一的 德川新有魏门的手臂 是被死魔大人斩掉的 可是我们原本的主家黑天家 不仅是被死魔大人 死魔大人实力强大 咱们刚才也看到了 就连一赫人都献上了千金令 如果咱们尊奉死魔大人为家主 一赫谁还敢来侵犯咱们山前人呢 山前人们议论纷纷 但对被龙其实也没什么抵触 虽然被龙灭掉了黑田家 可人者不是武士 他们并没有要为黑田家殉葬的想法 而且黑田家才刚刚一倒下 一赫人就来攻打山前人了 被龙不但一出手 就把德川新有魏门打的生活不能自理 更吓得一赫人留下千金令 仓皇逃窜 有这样的家主 还是以联姻的形式 对风雨飘摇的山前人而言 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海洋 第八十七集 位于奈良县的伊赫里 大名鼎鼎的伊赫三人 摆地露丸 福布明日香 和德川新有魏门 齐聚一趟 身为伊赫人者首领的摆布露丸 是一位四十多岁 就满头白发的大叔 他身穿传统的黑色和服 跪坐在堂前 难以置信地盯着断了一臂的 德川新有魏门 那你 死墨竟然会出现在山前里 还成为了波多野性里的主任 徐娘伴老风韵犹存的福布明日香 习惯性地拍了拍自己发达的胸肌 哑然地瞪大眼睛脱口而出 死墨 还砍断了你的手臂 就只用了一剑 德川新有魏门愧疚了单手 住着膝盖 用力一低头 是 我让伊赫蒙羞了 不 这不是你的错 是我们的情报出了问题 也是我的决定出了问题 摆地露丸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责任 我没想到死墨会在把黑田家灭门之后 又和波多野性里走在一起 是我的错误 害你失去了一条手臂 波多野性里 九州第一人化 福布明日香 不服气地挺起了轩然大波 没想到 那个小萝卜头 还有这么大的魅力 真是让人意外呀 摆地露丸和德川新有魏门没有理他 摆地露丸伸出手搭在了德川新有魏门的肩头上 你 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需要自责 也不需要愧疚 需要自责和愧疚的人是我 我会尽我所能 来补偿你 唯一和失去的东西 就在这时 忽然在堂前扑的炸开了一团烟雾 烟雾中出现了一个下人 向着摆地露丸 福布明日香和德川新有魏门单膝跪地 慌慌张张的叫道 爸 三人大人 死魔来了 那你 摆地露丸 福布明日香和德川新有魏门不约而同的脸色一变 这两天死魔的大名可是传遍了整个日本呢 不利于八级大地震呢 其实对于日本而言呢 地震只是日常 八级大地震都未必有死魔带来的伤亡大 德川新有魏门下意识地贺问 他现在到哪了 到门口了 一个清清冷冷的男生从门外飘了进来 惊得一鹤三人都是虎去一阵再阵三阵 第三阵的时候 一个冷峻少年已经走了进来 正是贝隆 在贝隆的身后 还一步一驱地跟着一个穿着粉红和服的精致美丽的小人 波多也姓黎就是小小的一只 那铺满了樱花的粉色和服 把它衬得好似瓷娃娃一般 尤其是鬓角三的一朵红花 本是为了增色 却反倒不如它艳丽 之所以穿的和服而不是人者服 就是因为它是以贝隆女人的身份来的 不知死魔大人 大家光临 有事远迎 还请恕罪 一鹤忍首领摆地露丸笑容可居地 荡仙站起身来 大大方方地向着贝隆微微地攻身行礼 福布明日香和德川心有魏门 也立即跟着向贝隆行礼 福布明日香瞥了眼波多也姓黎 那胸前撑得鼓鼓囊囊的山峰 不禁暗撇嘴 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是怎么长的 一个比一个乳量惊人 居然还贪娘的不下垂 不过呀 九州第一人花还是太嫩了 都不知道男人喜欢的是什么 福布明日香觉得 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于是啊 他有意把大敞开的领口对准了贝隆 贝隆却是看都没看他一眼 只是目光落在了摆地鹿丸的身上 这一鹤三人之中 唯一让他感到了威胁的 就是这个满头白发未老先衰的 摆地鹿丸 三位太客气了 拳头不打笑脸人呢 更何况贝隆还另有打算 他笑眯眯的也拱了拱手 然后看着光溜溜的地板 微微皱眉 本来因为抛媚眼给瞎子看 而失落的福布明日香 察言观色 立即向来报告的下人呵斥道 媚眼色 还不快给死魔大人 扮一把椅子来 那个下人赶紧一溜烟的去了 又一溜烟的回来 给贝隆端了一把椅子 等贝隆坐了下来啊 一鹤三人之手摆地露完笑容可居的说道 死魔大人 我们一鹤人早就有心想要和您交朋友 因为不知道您和山前人的关系 才有了这番误会 希望这不会影响到我们一鹤人和您之间的友谊 贝隆算是见识到什么叫忍者了呀 钱有波多也姓黎 被人打到老巢 还要去养精蓄锐 静待时机 后有德川 新有魏门被斩断了手臂 还送上贺礼 现在呢 连一鹤首领摆地露完也当面道歉 甚至还想和自己交朋友 这大概就是日本一个弹丸小国却能跻身于强谷行帝的缘故了吧 大唐昌盛之时 日本跟孙子似的 到了晚清雷若之时 日本却成为了最恐怖的梦魇 所以啊 虽然现在一鹤三人都对贝隆示弱 贝隆却绝不会因此而小看了他们 如果是华夏八大天王之一的火神贝隆 他一定会当场灭了一鹤里满门 但此时此刻的他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当然不会 贝隆笑眯眯的取出了千金令 推到了百地露完面前 我们是朋友 一鹤三人都是心中一喜 自认为很懂男人的福布明日香 立即俯下身 双手把千金令推回到了贝隆的面前 他有意悄悄的夹紧双臂 这样看起来胸部就不会显得下垂 他觉得呀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个男人能抵抗得了他的美色 年轻的时候 他甚至还化名天海老师 拍过片子 拿到过销售冠军呢 死磨大人 既然您当我们是朋友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您请直接开口 百地露完和德川心又为门默契地对视了一眼 虽然福布明日香向来都不太靠谱 甚至还有痴女的劣迹斑斑 但今天这收买人心的一手却是干得漂亮啊 一个千金令不算什么 如今的日本能让伊赫人付出生死存亡代价的几乎没有 但如果能够得到贝隆的友谊 或许未来就是一张保命的底牌 一如昨日风雨飘摇的山前人 不得不说呀 如果贝隆不了解日本人的狼子野心 或许还真的会被他们的诚意打动 但是在末世之中 贝隆体会的太深刻了 华夏建立了全球最大人类生存基地 燕京基地时 日本人是第一个来求支援的 但是当变异受朝围攻燕京基地时 偷偷打开基地后门的也是日本人 那次如果不是有贝隆和其他几位天王拼命 只怕燕京基地就会彻底沦为废墟 所以贝隆笑眯眯的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和三位客气了 不瞒三位 其实我这次到日本来是报仇的 希望可以得到一鹤人的帮助 仇人是谁 百地露完不动声色地问道 山田祖 一鹤三人都是脸色微变 山田祖可不仅仅是日本最大黑帮那么简单 死磨大人 德川心有为们小心翼翼 您或许不知道 在我们日本最招惹不得的 其实是那些传承了几百年的大家族 山田祖表面上是日本最大黑帮 但其实是立族家的地下势力 立族家是曾经统治了日本两百多年的大家族 他们在日本的势力就如同老树盘根一样 百地露完却是打断了德川心有为们 皱着眉头问道 不知死磨大人和山田祖有什么恩怨 我叫贝龙 宝贝的贝 神龙的龙 你们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是 百地露完重重一点头 得罪了 制度不过一盏茶的时间 一鹤三人就拿到了和贝龙有关的所有能查到的资料 在彻底了解了贝龙和山田祖在清迈的恩怨之后 一鹤三人终于是放下心了 百地露完和福不明日香 德川心有为们交换了一个默契的眼神之后 百地露完双手煮着膝盖 直起上身 向贝龙郑重其事道 一鹤 愿鼎力相助 所以说 死磨是真的和山田祖有仇 百地露完看着福不明日香和德川心有为们 主要还是看德川心有为们 先是山田打野的儿子 山田幸之助 在擂台上被死磨火生生的把心都挖了出来 之后山田祖在泰国曼谷的分布头目 天中康复 设下陷阱要杀死磨 却反被死磨所杀 山田祖在清迈的分布头目山田秀义 对死磨和其表哥建立的唐人帮下手 结果死磨连夜杀了个灰马枪 当晚就把山田祖清迈分布连根拔起 在死磨回到华夏之后 山田祖也不断派忍者暗杀死磨 双方的仇恨已经无法化解 所以我相信死磨这次来日本是真的要找山田祖报仇 德川心又为我们眼中一亮 那陆霍德既然如此 我们正好顺水退州 他是德川家的庞系子弟 伊赫忍侍奉的主家是德川家 在伊赫里 他自然是代表了德川家的利益 而建立了德川幕府的德川家 在国内有两个正面对手 一个是建立了连仓幕府的元氏 另一个就是建立市厅幕府的足利家 但元氏已然日渐没落 德川家最大的对手 就是山田祖的幕后主人足利家 不错 死磨与山田祖的恩怨 就是我们出兵的口实 摆地露完 往脑后露了一把花白的头发 得意的说道 你送给死磨的千金领 让我们可以正大光明的攻打山田祖 这件事让足利家也无法和德川家翻脸 太好了 德川心有为门兴奋地说道 这样的话家主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们也会很高兴的 摆地露完意味深长地笑着 端起了面前的茶杯 黑鱼人背地里其实是受贾赫人支配的 贾赫人可是伊赫人最大的对手 主人 波多也姓黎就像是个百依百顺的小媳妇似的 宫身低头 阿利亚多 为什么要谢我呀 贝龙笑眯眯地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两个人的身高差让他揉起来十分顺手 他已经很快就喜欢上了揉合法罗利小脑袋的感觉 将来如果他真的把波多也姓黎培养成了日本人者女王 那揉起来应该更带劲啊 主人一定是为了我 才让伊赫人攻打山天祖吧 波多也姓黎也喜欢上了被贝龙揉小脑袋的感觉 以前呢 他的父亲也是很喜欢揉他的小脑袋 母亲还说呢 就是因为父亲总揉他的小脑袋 所以他才长不高 小的时候啊 他就很喜欢父亲揉他的小脑袋 那让他感觉父亲很宠溺他 但后来他觉得母亲说的也许是对的 父亲再揉他的小脑袋 他都会尖叫的逃开 再后来 父亲死了 再也没有人揉他的小脑袋了 他却开始想念那种被宠溺的感觉 发疯般的想念 直到现在终于又有人揉他的小脑袋了 这是他已经认定的丈夫 虽然草率了一点 但既然决定了 他就不会后悔的 波多也姓黎像只小猫咪一样 眯起了眼眸 把小脑袋蹭了蹭贝龙的手心 好舒服呀 你想多了 贝龙想想 还是不解释了 千言万语都不如一句 波多也姓黎滴的小脑袋笑得很幸福 主人一定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 他让一鹤人和山田祖火兵 这样一鹤人元气大伤 就会和山田人调到一个起跑线上 主人为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 我一定不能让主人失望 神户 山田祖本部 土佐军 山田达也大大咧咧地盘膝而坐 双手撑在膝上 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坐在他对面又黑又瘦又矮的小老头 这个又黑又瘦又矮的小老头 看起来普通道走到人群中都找不到 除了黑色忍者服证明了他是忍者首领的身份以外 根本看不出任何的长处 然而他却是日本忍者十二大流派之一的与黑忍首领 突作银子 对于马医和陵墓 奶奶子一家的过世 我很抱歉 是失去了性之主 蒙蔽了我的双眼 山田达也说到这里时 满怀愧疚地用力一低头 苏密麻塞 山田君 突作银子叹了口气 在贝隆回国的火车上暗杀他 却被反杀 还变成了丧尸的女人者麻医 就是突作银子最小的女儿 陵墓是麻医的丈夫 也就是突作银子的女婿 在曼谷华裔首富陈志明家 温泉池里埋伏贝隆的女人者 奶奶子是麻医的女儿 也就是突作银子的外孙女 麻医首先刺杀贝隆失败 奶奶子是给麻医报仇 陵墓是给他们俩报仇 为了执行山田达也这个任务 突作银子已经搭进去了三个亲人了 虽然突作银子身为忍者 是把任务摆在亲情前面的 但是这牺牲也有点太大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王袍 演播 嗨阳 第八十八集 突作银子呀 只是神色不变地叹了口气 您不须道歉 这是我们忍者的宿命 不 突作银 血弄于水呀 山田达也一拳锤在了自己的膝盖上 脸上那好似刀刻出来的深邃皱纹 在颤抖 我的儿子 您的女儿 女婿 外孙女 他们不能白死 现在 机会 已经摆在了 我们的眼前 说着 山田达也从怀里取出了一个白信封 把信纸双手递给了图作银子 被龙 背负了 我们血海深仇的敌人 他已经到了神户 并且 堂堂正正 向我们下了战术 山田达也 猛地拔出了自己腰间从不离身的武士刀 他深深凝视着雪亮的刀锋 雪亮的刀锋 照亮了他的双眼 明天下午六点 六甲高山植物园 他要担导附会 挑战我们山田祖和黑鱼人 屠左银次 看着信纸不禁吃了一惊 等到复会 同时挑战山田祖和黑鱼人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底气改下这个战术 但这里是日本 我们无法拒绝一个滑下人的挑战 山田达也陡然抬起了双眼 目光锋利 宛如出窍之间 我们山田祖一定会赴约 屠左军 你们黑鱼人 也一定不会失约吧 不知道为什么 屠左银次的心里 莫名地感到不安 但在山田达也咄咄逼人的目光下 屠左银次也只能用力点头 嗨 我会和山田军并肩作战 山田达也满意地建制六甲山 明天 我一定会亲手展下 他的人头 神户位于京板神大都市圈 是一座国际贸易港口城市 六甲山就在神户市的东北部 六甲山的山顶 是关上神户港夜景的最佳位置 这里看到的夜景被称为 一千万美元不换的夜景 也是粉红少女死刑的目的地 哎呀 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把电视台 打歌节目都给停了 老小一文多着小嘴 害得咱们只能等 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也好啊 难得在打歌期 咱们还有时间可以爬山看夜景啊 潘尼眨巴着特纯净的大眼睛 听说从六甲山看神户夜景 真的好美好美的 可惜刚才路过六甲山植物园不让进 听说园内种植了一千五百多种 世界高山植物 本来还想进去看看 能多拍几张照片呢 好了好了 谭嫣然有点心不在焉 反正从山顶上也能看到 他已经渐渐的 把在国际邮轮上发生的事情 全部都回忆了起来 但是啊 那仿佛能够顶天立地的八爪巨人 召唤出八爪巨人的神之子 以及一脚把神之子的脑袋 踩爆的背笼 都让他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 当然 也有被催眠之后的副作用 这两天呢 谭嫣然都是精神恍惚 魂不守舍的 珍珠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拜托啊 那能一样吗 即便如今已经大红大紫了 他们也每天都坚持 至少练五六个小时以上 体力都是很好的 而他们的保镖啊 也都是高大强壮 再加上六甲山 只是一座海拔九百多米的小山 即便有经纪人拖后腿 没多久 他们也就爬到山顶了 哇 这里的风景好美啊 一一闻转眼就把大哥暂停的烦恼 抛到脑后 和潘尼手拉手跑向了观景台 叽叽喳喳的指着神户港的方向 欢呼雀跃 珍珠则是拿着手机走向了 能看到六甲高山植物园的方向 虽然不甘心 但也没办法 只能像谭嫣然说的拍几张园景吧 不过呀 珍珠很快就发现 这里的视野非常好 而且六甲山植物园 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诶 珍珠打开手机对准了 植物园 忽然从屏幕上看到了什么 和画面不和谐的存在 珍珠手搭凉棚 往植物园的方向望去 看清楚之后 他气得直跺脚 什么嘛 不是说好了 园内施工 嫌人免禁吗 怎么了 珠珠 谭嫣然立即过来搂着她的胳膊 作为大姐和队长 虽然谭嫣然在姐妹中身材最为娇小 但其实啊 平时都是她在照顾牛高马大的姐妹们 你看 珍珠气呼呼的指着植物园的方向 刚才不让咱们进 现在又放人进去了 哎 下雨了吗 谭嫣然的关注点却和她完全不一样 如果下雨了 没带雨具 他们可就惨了 淋雨之后难免会有人发烧感冒 万一明天通知他们打歌 怎么办呢 她下意识的摊开小手去接雨点 但却什么都没有接到 夕阳的余晖下朵朵白云都被染成了淡淡的红 没有啊 哎 奇怪 为什么他们都打着黑伞呢 珍珠也呆了呆 谭嫣然也奇怪 从他们所在的角度看下去 六角山植物园的外围布满了保安 在此之前 他们从不知道 原来在植物园都可以有这么多的保安 但这也就罢了 在植物园大门口 排队井然有序入场的游客 为什么全都打了一把黑伞呢 明明没下雨啊 他们 他们是不是傻 撑开的黑雨伞就像是一朵朵乌云 连绵不绝地涌入了植物园 由于这里的事业很好 而且距离植物园也没想象中那么远 透过一朵朵乌云之间的缝隙 谭嫣然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在发光 好奇的他又盯了好一会儿 终于确定 一定已经肯定了 那竟然是一个个光头 其实下午六点已经不是植物园游玩的时间了 绝大多数人这个时候都已经爬到了山顶 准备欣赏神户港的美丽夜景 那么问题来了 这么多穿着黑西服的大光头 大晴天的打着黑雨伞到植物园 到底想干什么呀 更加奇怪的是涌入植物园的打着黑伞 穿着黑西服的大光头至少还有三五百人 但却都沉默不语 他们到底是来旅游的还上坟的呀 他们是在等人 珍珠在旁边奇怪的说 谭嫣然也觉得香 因为这些打散光头涌入植物园后并没有分散开 到处游玩 反倒是聚拢在了植物园的大广场上 而且似乎全都是面朝着大门的方向 打散光头们站在广场上就不再动了 好像变成了一组群体雕塑 从谭嫣然珍珠他们的方向俯视 就只能看到一朵朵乌云黑压压的填补了植物园的空白 莫名的让人心机 黑珍珠看了一会儿 感觉很压抑 便说道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了 大燕燕 我们去看神户港的夜景吧 哦 谭嫣然也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刚想和珍珠手拉手离开 忽然又听珍珠惊讶的说道 又来人了 这个人既不是光头 也没打伞 谭嫣然也看到这个人 冷眼一看 觉得眼熟 仔细一看 谭嫣然不禁脸色微变呢 是他 姐夫 珍珠惊讶的 下船的时候都没看到他 没想到他也来了 六甲山了呀 说着呀 珍珠就扶着栏杆 点起脚尖 向走进植物园的贝龙 挥手尖叫 姐 珍珠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难以置信的看着之前好似群体雕塑般的黑光头们忽然动了 从他们的角度看过去啊 就像是一朵朵乌云涌向了贝龙 他们要干什么呀 谭嫣然觉得贝龙一定是惹上了大麻烦 慌忙掏出手机想报警 可是啊 电话怎么都打不出去 珍珠也跟着一起打报警电话 折腾了好几分钟 他们才发现手机信号竟然是空的 既打不出电话 也上不了网 二人都快急哭了呀 就这么几分钟 那一朵朵乌云已经把贝龙围在了中间 山田达野 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他把一头花白长发在脑后扎了个马尾 露出了他那布满皱纹 方方正正的脸 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 炯炯有神的小眼睛 深情的看着手中的武士刀 就仿佛男孩深情的看着心爱的女孩 雪白的思绢 仔细擦拭着雪亮的刀锋 哪怕那刀锋上已经一尘不染 想当年大天下的时候 山田达野率领他手下的山田二十四勇士 把两百多敌人从神户岗塔下 一直追砍到东游园地公园 他自己都记不清当时总共砍死了多少敌人 三十五十八十 记不清了 总之啊 那一战之后 山田达野奠定了他山田组十八代目的江湖地位 道上再也没人敢挑衅他的威严 他被称为神户之虎 是进击的黑帮教夫 山田达野已经很久没有亲自出刀了 但是他的刀并没有变盾 更没有生锈 缓缓地擦拭着雪亮的刀锋 山田达野仿佛在这个细微的动作中 调整着和刀的共鸣 打黑雨伞的光头们 全都沉默地盯着植物园大门 但他们之中很多人都会时不时的偷偷拿眼角余光 瞄一眼山田达野 虽然他们也听说了 今天的敌人很厉害 曾经把青脉分射连根拔起 但他们全都是山田组的精英干部 可不是那些外派的loser能比的 更何况啊 还有神户之虎压阵 来了 有脚步声传来 打黑散的大光头们都是精神一振 定睛看去时 却都是吃了一惊啊 一个人 真的是单刀附灰 虽然他们早就听说了 今天的敌人会单刀附灰 可是撇去植物园外围的楼落不说 有资格站在这里的精锐干部 足足有365人 作为东亚乃至世界上 最具历史和规模的帮会组织之一 整个山田组正式成员 加上预备成员多达三万余人 这三万余人之中选出的365人 每一个可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啊 而且他们之中至少一半以上 已经发生了进化 这么兴师动众的 谁都不认为敌人真的就只有一个人 可真没想到 真的只有一个人 打黑雨伞的大光头们有点失望了 一个敌人 只怕都轮不到站在后面的人砍吧 他们有点不爽 一个敌人值得他们这么多人等吗 他们还有点愤怒 一个敌人就敢单刀复毁 是不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呀 山田打野仿佛没有察觉到来人似的 继续专心致志的擦拭他的爱刀 打黑雨伞的大光头们 却是立即迅速的从两侧包围过去 切断了贝隆的退路 贝隆对着365个大光头视若不见 听而不闻 仍旧是一步一步的走向山田打野 直到他被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光头挡住了去路 当年跟随山田打野打天下的山田二十八勇士 已经只剩下了九人 现在啊 这九人虽然都是四五十岁的年纪 却老而迷奸的用壮实的身体 组成了一道人肉城墙 环顾四周 被龙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笑意 山田祖最精锐的无法无天祖 剃着大光头即是无法 打着黑雨伞即是无天 无法无天祖 在道上号称人人如虎 据说呀 要加入无法无天祖 有一条硬性条件 就是必须有过一人一刀 完成三人斩的战绩 雷打不动 想过去吗 站在中间那个山田祖 二十八勇士仅存九人里面 年纪最大 也是气势最凶的高大汉子 腮帮子上爬着一条 蜈蚣般的猙獰 刀疤汉子刷的 把手里的黑雨伞一甩 顿时亮出了藏在伞柄里的 细窄的长刀 刷刷刷的 所有大光头 都把黑雨伞往脚边一甩 煞时间呢 三百六十五把黑雨伞 就变成了三百六十五把刀 一团团乌云 被一点点的寒星所替代 人人如虎 刀剑如麻呀 谭燕燃 珍珠 以及跑过来看热闹的潘尼和伊文 都是情不自禁的惊呼出声 之前 贝龙被许多黑雨伞包围着 他们就感觉到不妙了 却没想到 转眼间 这些就变成了一口口锋利的刀 这可 他们总算是后知后觉的明白了 这些手握长刀穿黑西服的大光头们 是黑帮分子 他们是要围砍被龙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后过来的潘尼和伊文还不死心的 一遍遍拨打报警电话 珍珠焦急万分 我跑下去报警 我记得来是路上有警务亭的 来不及了 谭嫣然含着眼泪 木然的抓着栏杆 俯视着下方 这里可是有三五百持刀的黑帮分子 等珍珠找到警务厅 只怕被龙早就变成了肉泥了 凭什么不让我上去啊 就在这时啊 恰好他们那个经纪人气呼呼的夹着腿跑了上来 嘴里还骂骂咧咧 哎呀 这上个公厕 这都在排队 凭什么不让人下去上厕所呀 啊 保安有这样权利吗 我要投诉 我要投诉 四个粉红少女这一刻心里都拔凉拔凉的 即便他们长期生活在国内的和谐社会 也已经把大把的事情猜出了大概 但是啊 从六角高山植物园禁止入内 到手机信号变成了空格 以及山顶的人不准下去 这分明都是有所针对的措施 再结合此时植物园里的剑拔弩张 可想而知 被针对的人是谁 为什么呢 四个粉红少女 无助的遥望着被无数持刀黑帮分子团团围在中间的贝龙 虽然不是每个少女都像谭嫣然那样和贝龙有过亲密接触 但她们作为朱颜的姐妹也都为贝龙担心着 可她们能做的似乎也只有为她祈祷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八十九集 想过去 刀疤汉子双手握着刀柄横在了胸前 细窄刀锋直刺苍穹 他得意洋洋的环顾四周一个个杀气腾腾的山田祖干部 包括他在内的三百六十五个无法无天祖的精锐 凝聚起来的力量足以横扫整个日本黑道 这也是他敢于蔑视一切的底气 刀疤汉子凝笑着 把目光落在贝隆年轻的脸上 他凝笑起来的时候 腮帮子上的蜈蚣好像活了一样蠕动着 那就先杀了我 吃的一声 一道光芒夺目的火光 瞬间刺破了昏暗的夜空 刀疤汉子的人头冲天而起 一具高大的无头尸体站在那里 搏枪子里仿佛喷泉般的呼的鲜血喷出脑高 大光头们整整齐齐的倒写了一口冷气呀 从加入山田祖的那天起 他们早就有了一脚踏进监狱 一脚踏进棺材的觉悟 可是即便双手沾满鲜血的他们也从来没想过 会有人杀人杀的这么震撼 被火光刺痛的双眼还在酸涩流泪 听到山田二十八勇士里仅存的八位元老大侯 一开一开 这三百多个大光头便惯性的嘶吼着一拥而上 夜色已经悄然降临 刀光剑影在灯光下闪烁着寒光 从四面八方淹没了被笼 完了 山顶上四个粉红少女全都是花容十色 由于光线渐渐变暗 他们只能看到一群黑影围住了穿一身蓝色运动服的被笼 一道火光忽然亮起又忽然暗淡 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起来了 但他们并没有看清 可是接下来三百多个光头大汉嘶吼着刀光闪烁的冲向贝龙 他们却是看到的 在他们看来啊 被这么多人围着看 贝龙的悲剧下场似乎已经注定了 珍珠潘妮和伊文都挤出了眼泪 谭嫣然第一个先泪流满面 四个粉红少女瑟瑟发抖的挤在一起 相互握着手 个个都是小手冰凉啊 然而下一秒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夜空下无数点寒光之中 突然爆起了一团光明璀璨的火焰 这团火焰就仿佛是一颗小太阳压制住了所有的星光 那满地的星光在不断的暗淡 好像一场流星雨在接连陨落 小太阳却是愈加的光芒万丈 到底发生什么了 四个粉红少女都惊呆了 难以置信的瞪大眼睛 试图看清夜色下的植物园广场 可是夕阳已经落下 路灯还未亮起 他们什么都看不清 无法无天 面对着刀光剑影 贝龙冷笑一声 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无法无天 夜色中啊 他手中的赤枭陡然的燃起了熊熊火焰 在虚空带出了长长的一道火红 火红过处人头落地 冲在最前面的昔日山田二十八勇士 分分钟就在九泉之下 兄弟再聚熟了 贝龙在漫天挥洒的血花之中 势不可挡 宛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的杀向了山田打野 这些百里挑一的山田组干部 就像是麦子被镰刀一片片的放倒 贝龙连失变的机会都没有给他们 人头如同保龄球撞击到球瓶一样 满地的乱滚啊 把刀锋擦了又擦的山田打野 终于忍不住抬起了双眼 肆无忌惮的火光照亮他的双眼 他知道贝龙很能打 可是没想到贝龙竟然这么能打 就连他召集了三百六十五个无法无天族 在贝龙的面前仍然是不堪一击 八干呢 这么多人就算是堆也堆死他了 山田打野眼角狂挑 难道他真的能杀到我面前 这不可能 即便是百人敌的武侠也不可能做到 没有人相信贝龙能做到 但贝龙却是在不停收割着一颗颗大光头 也在脚步不停的一步步逼近山田打野 如果是普通的小会会啊早就崩溃了 但这三百六十五个无法无天族 说是死士也不为过 也是山田打野控制偌大山田族最核心的力量 他们依然像潮水般的源源不断的涌来 即便如此 挡在贝龙前方的人墙也越来越稀薄 至多不过两三人 贝龙就要打穿了无法无天族的重重包围 而就在他一箭展出的时候 却在身旁传来了扑的一声轻响 这一声轻响在几百人的乱战里 根本不可能被人察觉 从漠视中走出来的贝龙却是心中早有预警 他完全是条件反射的身形急转 手中火红呼的一下向着后方斩去 却还是中招了 四道风锐瞬间穿透他的小腹 随着贝龙下意识的缩辅 在他的腹肌上拉出了四条长长的血痕 伤口仿佛被离出的四条血笼 向外翻着分外的猙獰 还好贝龙反应快 否则这一抓便能把他开长破洞 实在是阴险毒辣 防不胜防 那是一个穿着黑西服 踢着大光头的小老头 这小老头又黑又瘦又矮 普通到丢进人群里就找不到那种 但是他手上戴着手甲钩 却证明了他忍者的身份 贝龙在末世之中并没有见过他 所以他肯定是没能够混进日本七神人的 但就刚刚的过招 贝龙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忍者流派的首领 如果所料不差的话 这个小老头大概就是山田祖支持的与黑忍首领 突作银刺了 好 够卑鄙 够无耻 贝龙喝的一笑 说好的堂堂正正一战 山田达也安排了这么多的死士摆出白任战的架势 结果呢里面还藏了个忍者 而且还是屠左银刺这种顶级的忍者 这就是山田达也尊崇的武士道精神吗 一切都结束了 屠左银刺又黑又瘦的老脸上露出猙獰的笑意 他的手甲钩上淬了剧毒 见血封喉 呼的他感觉到胸口传来了灼热的火烫 烫得仿佛要把他的心脏都融化了 什么鬼 屠左银刺下意识的低头一看 却发现呢 不知什么时候 贝龙那口燃烧着熊熊火焰的赤销剑 已经冻穿了他的胸口 冻穿了他的心脏 像他这种级别的人者 想要杀死 机会只有一次 在和波多也姓黎 得穿心幼未门的交手中 贝龙已经深深懂得了这一点 贝龙也早就预料到了 与黑人绝不会袖手旁观 他以自己为诱饵 钓到了屠左银刺这条大鱼 天下无双 灵溪已见 这是贝龙为屠左银刺 准备好的会心一集 随着贝龙拔出了赤销剑 屠左银刺的胸前 顿时出现了一个大血窟窿 鲜血泉涌而出 煞石染红了地面 屠左银刺难以置信地扑倒在地 贝龙那锐不可当的一剑 明显就是为他准备的 可他至死都没想明白 贝龙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出现 看得屠左银刺倒下 山田打野手一抖 雪亮的刀锋 瞬间割破了他的手指 鲜血顿时便顺着刀锋流淌下来 就好像此刻山田打野跌到 鼓底了心哪 贝龙缓缓地转回身 刚才还杀气腾腾冲上来的 无法无天祖的残兵败将们 已经潮水般的退去 但并不是逃跑 而是色力内忍地挡在了山田打野面前 山田二十八勇士的死 或许还不会让他们崩溃 但屠左银刺的死 却让他们是又惊又鞠 黑鱼人和山田组合作了几十年 他们都不止一次亲眼见过屠左银刺的厉害 这个又黑又瘦又矮的小老头 每次出现都宛如死神一般 带走敌人首脑的生命 可是谁能想到 今天晚上死神被死魔给干死了 都别怕 山田打野终于站起身来 仿佛一头年迈的雄狮在咆哮 屠左银刺 给他留下的是致命伤 他已经是强弩之末 今天他必将死在此地 山田打野说的威武霸气 心却在低血呀 自从山田组在清迈的分社 被贝龙连根拔起 他在东南亚的布局就被打乱了 连带着日本本土也出现动荡 那些被他压制的老对手 都在蠢蠢欲动 这让他根本无法专心对付贝龙 这次贝龙自己送上门来 山田打野觉得 是个再好不过的机会 虽然今日六角高山植物园 已经被山田组清场了 但他知道 暗地里不知有多少人在盯着他 只有他堂堂正正的斩杀贝龙 才可能重振昔日的威风 可他万万没想到 贝龙竟然强大到这个地步 山田二十八勇士 集体阵亡也就罢了 竟然连三百六十五人的 无法无天祖 此时也少了一半 如果不是徒左银刺 伤到贝龙 山田打野简直不敢想象 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好在他还留有后手 山田打野抬起手腕 在金属手环上按了一下 金属手环顿时嘟嘟两声 亮起了盈盈绿光 山田打野终于恢复了他 山田组十八代目的底气 枪手组还有三分钟赶到这里 你们也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斩下他的人头 谁能杀了他 我就奖励谁 一个亿美元 一个亿美元呢 这刻本来跌到了谷底的士气 终于是由左上扬 正所谓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一亿美元足以让他们 现在就退休 并且无忧无虑的度过下半生了 杀 无法无天族里面都是亡命之徒 看到贝龙小腹还在鼓鼓的流血 又被一亿美元刺激了双眼通红 他们齐齐的大吼一声 扬起了刀锋 三分钟 贝龙冷笑 一张嘴 瞬间从贝龙口中射出了一道金色的剑光 这一道金色的剑光 就仿佛是划破苍穹的金色的闪电 快得让所有人都来不及反应 只被那乍然出现的金色闪电 亮下了流金狗眼 然而下一秒便是扑扑扑的 一连串的乍响啊 金色闪电在黑夜中兜了个圈子 瞬间又回到贝龙口中 其实这一瞬间连半秒都没有到 贝龙已经收回了峰回小剑 所有人眼中还残留着一条金色的轨迹 到底发生什么了 所有人都情不自禁的停顿住了 这时啊 在他们中间忽然扑通扑通的 好似多米诺骨牌般的 一连串倒下了一具具尸体 这些尸体矮的被抱了头 高的被抱了脖子 再高的胸口上 有一个大血窟窿 他们倒向的方向就好像是一个染血的黑色箭头 指向了人群最后的山田达野 幸存者的目光也都寻着那血染的黑色箭头 最后看向了山田达野 只见刚刚还胜券在窝的山田达野 还保持着抬着手腕的姿势 他手腕上的金属手表还在不断闪烁着绿光 然而山田达野的脑袋却已经不翼而飞了 从第一个挡在被笼前的大光头 一直到最后一个山田达野 这中间一溜至少十几人 竟是在同一瞬间被被笼诡异的斩杀 同一条线上的一串尸体 就好似是景观喷泉般 几乎同时爆出了一捧血雾 啥是壮观的 这 这他们还是人吗 这一刻活下来的无法无天祖的成员 终于精神崩溃了 在所有人集体实话几秒之后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 死魔 他是死魔 呼啦啦呀 无法无天祖的大光头们 毫不犹豫的做鸟兽散 尽管他们现在还有一百多的有生力量 尽管他们知道再有一两分钟 枪手组的人就会赶到 但他们的精神已经撑不住 他们那么恐怖的高压了 被笼所表现出的战斗力 严重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他们相信 被笼就是那个神秘的死魔 不是外号叫死魔 不是代称为死魔 他就是真正的死魔降临人士啊 山田二十八勇士死了 突作银刺也死了 连山田打野也都死了 他们不跑还等吃什么呀 他们跑的是那么的快 转眼间就消失在了黑暗里 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发现 被笼脸色苍白毫无血色 高高瘦瘦的身形已经在摇摇欲坠 就在这个时候啊 黑夜中呼的飞掠出一个娇小的身影 刚好在贝龙将要倒地时抱住了他 跟着这娇小的身影吃力的抱着贝龙 消失在了树林之间 助人 波多也竟离拼尽全力把贝龙抱到了安全的地方 他根本不是力量型选手 累得大颗大颗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躺 颤抖的小手撕开了贝龙小腹上的衣服 看着那四条外翻着的长长血龙 心疼的泪珠在眼眶里打转 他毫不犹豫地把樱桃小嘴凑到伤口上去吸出毒血 山前人当然有更好的轻毒之法 但现在形势紧急 波多也竟离还是下意识地用了最原始的一种 他不仅用小嘴去作 还会用舌尖去舔 只求把毒素尽可能地清理出来 清理之后 波多也竟离就拿出外用解药来均匀地撒在伤口上 又拿出那幅解药 先倒了两颗自己吃了 然后把剩下的半瓶解药 一股脑地倒进了贝龙嘴里 主人 做完这一戒之后 波多也竟离终于长长地松了口气 顿时仿佛被凑着了全部的力量 身不由己地就软倒在了贝龙的怀里 他心里已经认定了贝龙 贝龙就是他现在的精神之助 他不敢保证在生死关头会本能地为贝龙挡刀 但只要贝龙还没死他就一定不会离开 贝龙无声地笑了笑 眯着眼睛终于完全合拢 他大概是自己这次日本之行最大的收获了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九十集 谭嫣然哭喊着锤打拦路的保安胸口 但有纸片人支撑的他 根本给保安造不成任何的伤害 五大三粗的保安们一个个杀气腾腾 如果不是看在上面下令 不准节外生吃的份上 他们早就动手了 潘尼 珍珠和伊文都惊呆了 他们当然也在和谭嫣然一起向保安抗议 但他们可不像谭嫣然这么拼命 谭嫣然三同的外形条件 拼命使给人带来的感官更强烈 问题是啊 贝龙跟你大嫣嫣什么时候这么亲近了呀 经纪人和保镖们全都在劝粉红少女们 哎呀算了算了啊 算了算了算了 倒不是保镖们不是保安们的对手 而是啊 保镖们也不想平白跟人拼命啊 保安们并没有伤害他们 只不过是临时不准下山而已 保镖们都觉得没有激化矛盾的必要 究其根本 保镖们只是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 其他的都不在工作范围内 就在这时啊 周围忽然一盏盏路灯 竖的亮起 与此同时 响起了一阵欢呼声 灯亮了 谭嫣然猛然想起什么 也不跟保安撕打了 转身就往栏杆处跑去 珍珠潘妮和伊文 也连忙追着谭嫣然 跑向了他们之前观望植物园的位置 他们到底干什么呀 经纪人莫名其妙的看着保镖们 他还以为粉红少女们 刚才跟保镖那么拼命 是和他一样着急上厕所呢 不是要上厕所 那么着什么急呀 再说了 粉红少女们跑向的地方 更看神户夜景的最佳位置 南辕北辙 游客们都聚拢在这边 粉红少女那边就只有他们四个 难道那边有什么更好看的 经纪人下意识的带着保镖们 跑过去看个究竟 经纪人握着小拳头 扭着水桶腰 甩着大屁股 扭扭捏捏的跑到栏杆边 趴着往下一看 顿时啊 是吓得大饼脸煞白煞白的 哎呀妈呀 吓死老娘了 却原来 此时六角高山植物园的 大广场上灯火通明 灯光下大量鲜血汇聚成河 一个个无头尸体泡在血泊里 亮晶晶的大光头四处滚落 漆黑夜色之中 灯光笼罩之下 广场上就仿佛是人间地狱 血淋淋的震撼 阴森森的恐怖啊 粉红少女们已经吓得 集体失去了生意 胆子最小的潘尼死死的 抱着块头最大的珍珠 小脸埋在了珍珠 丰满的怀抱里 同样胆小的谭嫣然 却是瞪大了泪眼朦胧 和衣纹珍珠一起提心吊胆的 在人群中寻找着被笼 可是啊 他们六只水灵灵的大眼睛 一眨不眨都干涩了 也没有找到贝龙的人头 穿黑西服的全都是大光头 只有贝龙一个人有头发 这肯定是不会看错的 难道是被留了全尸 粉红少女们又赶紧寻找 穿蓝色运动服的贝龙 其他人全都是黑西装 灯光下运动服务也很显眼 然而还是没有 还好啊 谭嫣然和珍珠一纹都是松了口气 那么问题来了 贝龙去哪了呢 就在这时 忽然了 所有灯光又瞬间全都熄灭了 整座六甲山重新笼罩在了黑暗之中 与此同时又响起了游客们不约而同的一声惊呼 粉红少女们下意识的彼此 抓住小手紧紧靠在一起 他们都察觉到了彼此的小手冰凉 黑暗并没有持续多久 至多不过一分钟左右 整座六甲山再次恢复了灯火通明 粉红少女们下意识的再往植物园里看去 却发现呢 灯光下的广场上 地砖湿漉漉的 好像刚刚被冲洗过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 仿佛刚刚的只不过是一场幻觉 在短暂的震惊之后 忽然谭嫣然挣脱了他们 向着山下的路冲去 珍珠潘妮和伊文也下意识的跟着一起跑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跑 反正谭嫣然跑 他们就跑 哎呀我的小祖宗啊 等等我们啊 经纪人跟只胖鸭子似的追 保镖们早就甩开大长腿追上去了 他们怕粉红少女跟保安在一起冲突 刚刚广场上死了那么多人 他们也看见了 现在他们都充满了危机感 谭嫣然打定主意 这次无论如何也要冲下山去 保安们要是再拦 他就要豁出去咬人了 可是啊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保安们竟然不知什么时候撤走了 下山的路畅通无阻 让谭嫣然一口气跑到了六角高山植物园 之前遍布整个六甲山的保安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谭嫣然站在植物园门口 犹豫了两秒钟 最终还是鼓起了勇气冲进去 然后他就看到广场上 果然空空如也 潘泥珍珠和伊文都气喘吁吁 战战兢兢的追了进来 看着灯光下空荡荡的广场 一直不知该说什么 只是广场上虽然什么都没有 却让他感觉有种很恐怖的感觉 就像是围绕着他们周围 有无数的孤魂野鬼在游走好哭 粉红少女们身不由己的挤在了一起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贝龙应该没事吧 雨黑里 徐娘伴老风韵犹存的福不明日香 双手反驰苦无 就像是图罗般的飞速旋转着 冲入了雨黑人群中 雨黑人一个个哼都没有哼一声 便栽倒在地 在他们的喉喽处 都是整整齐齐的一道血痕 却是连颈骨都被切断了 哈哈哈哈 徒作银刺那个老不死的 已经死在了死魔手中 你们要是再不器械投降 别怪老娘 今天就杀光与黑人 神户是山田组的老巢 被山田打野经营成了铁桶江山 所以啊 山田组成员在神户是最嚣张的 却也是最松懈的 神户港岛大饭店空中酒吧 作为山田家的庞系子弟 担任勘厂大佬的山田组念 左拥右抱的摟着两个大洋马 走向了包厢 路过厕所的时候啊 山田组念忽然感觉到有点尿急 他吟笑着双手在两个大洋马的屁股上 分别拍了一记 宝贝们 你们先去包厢里等我 我马上就来跟你们快活 两个大洋马扭着屁股先走了 山田组念走进厕所 对着小便池解开了哭腰带 一抛尿还没尿完呢 一把锋利的苦雾 悄悄从后方探到他的喉咙处 飞一块的划过 扑通一声啊 山田组念就栽倒在地 脑袋刚好卡在小便池里 鲜血鼓鼓的流淌到了小便池 又混合着尿液 很快的从管道躺了出去 无数山田组核心成员 都在这个夜晚失去了生命 神虎之上血跃当空啊 第二天早上 山田组所有基层干部都汇聚了于本部 召开紧急扩大会议 大礼堂里好像菜市场一样乱哄哄的 若是往常啊 早就有风济祖过来揪人了 可是风济祖组长昨天晚上失踪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风济祖也很慌张啊 听说了吗 昨天老爷子连同无法无天祖 跟死魔决斗全军覆没了 死魔就一个人吗 可不是吗 死魔就一个人 无法无天祖365人 再加上老爷子都打不过人家 别瞎说 无法无天祖还是回来了190多个 老爷子是真的没回来 我们老大昨天晚上被杀了 从18楼上让人扔下来 脑袋都摔了个大洞 我们老大也被杀了 跟枪手组主展他们打麻将 全都死在了麻将桌上 我们老大也被杀了 九头马队 噓 好像有哪里不对劲 如果说我们的老大都被杀了 连老爷子也死在了六角高山植物园 那么今天到底是谁 给我们主持会议 今天该不会是解散了吧 就在这时 主席台上大摇大摆地 走出来了一圈黑西服 为首的一人长了一双 芝麻绿豆芽 大大的阴沟鼻子 虽然个子不高 但却极有威势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 是他空荡荡的左臂绣管 他竟然是一个独臂的残疾人 台下的山田组基层干部们 更加闹唬了 这个残疾人是谁 没见过呀 诸位兄弟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风气组组长 从这群黑西服里面走了出来 他的职位不高 但是十分重要 而且直接对山田打野负责 山田组没人不认识他 也没人不害怕他 见他出来啊 顿时台下四五百人都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知道 山田打野大人和乌法乌天组 在昨天晚上和死魔大人 在六角山公园公平决斗 已经全军覆没了 风气组组长呢 适合出任所有的中小学校 教导处主任的严肃面向 这一刻呀 对安定局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昨天晚上发生了很多事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很多老大不见了 这就是我今天要公布的事 山田组 从现在开始 正是效忠于德川家 说到这里啊 风气组组长 侧过身 恭恭敬敬的 向独臂残疾人低头 下面 有请德川家的代表 我们山田组的新任组长 德川新有威门大人 训话 台下顿时就热闹起来 但是比起之前又冷了不少 许多有脑子的都已经听出了深意了 很多老大不见了 和山田组改为效忠德川家 明显有直接的联系啊 但黑帮里终究还是有不少没脑子的 什么都不知道 就瞎起哄 德川新有威门断了一臂 再当忍者已经不太合适了 但是啊 他还是有一身的本事 又是德川家的庞系子弟 代表德川家出任山田组组长 正好合适 就是因为被龙煽动了一下小翅膀 德川新有威门就从未来的日本七神人 华丽丽的转职成了一个黑帮老大 对他而言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诸位兄弟 德川新有威门刚一开口 就听到台下有个四肢发达头脑 简单的家伙 嚣张跋扈的站起来回首 一只手也想当老大 滚多子吧 德川新有威门脸色一沉 一抬手 那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就被爆了头了 嗖嗖嗖 一枚三角形的手里剑 打着拳的飞回了德川新有威门的手里 所有人都是情不自禁的倒吸一口冷气啊 他们都被德川新有威门这手给震住了 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心服口服 好多人都是心里暗想 我今天就是被活活打死 死在外边 从这挑下去 也不会认他当老大 从 现在开始 我就是族长 德川新有威门宁笑着目光 一扫全场 那么 在座的诸位 凡是死了老大的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老大 哗啦啦啦啦 掌声如潮 经久不息 德川新有威门出场的时候 倒退一个小时 曾经属于山田打野的豪华大办公室里 一鹤三人 摆地露丸 福布明日香 和德川新有威门 正在和贝龙 波多野兴离双方会晤 或者说 事情已经结束了 到了分蛋糕的时候 总之 这次 能够借助龙军的力量 拿下山田坐 真的是太感谢了 摆地露丸 福布明日香 和德川新有威门 跪坐在贝龙面前 同时用力低头 您的意思 我们已经转达给主家了 主家也统一了您的提议 从今天开始 山田族 就会纳入我们主家的旗下 实际 由主家派人 和一鹤 共同执掌 摆地露丸 毕恭毕敬了 给贝龙解说的 而黑鱼人 也将完全归属于山前人 一鹤人 会和山前人 签订二十年的同盟协议 二十年内 友好互主 不起刀柄 贝龙微微汗手 讲道理啊 山田族 可以说是贝龙一个人 打下来的 但远在日本的三万多人 庞大黑势力 贝龙根本没有能力接管 如果他强行要接管 还得和日本的老牌大家族 祖利家硬碰硬 他不怕和任何国外势力硬碰硬 可问题是没必要啊 他终究还是要回到华夏的 倒不如利益交换 让德川家和祖利家去硬碰硬好了 贝龙呢 只需要抓住自己能抓住的 波多野姓黎的忠诚 是可以相信的 让波多野姓黎以山前忍为基础控制 与黑忍 和两个流派的人力 物力 财力 一起发展 还有二十年的缓冲期 就看二十年之后 波多野姓黎能不能争气的成为 全日本的忍者女王了 对于贝龙而言呢 波多野姓黎和山前忍是他此行最大的收获 另外一个大收获就是搅乱了日本的局势 德川家控制不住欲望 吃下了山田祖这块大蛋糕 也就等于替贝龙背了锅呀 足利家自然是要报复德川家的 伊赫忍和山前忍合力消灭了黑鱼忍 也直接造成了日本忍戒的风云变换 当然这些其实都是附带的收获 现在最直接的就是贝龙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 至少短时间里不会再有人威胁到他家人的安全 这就不许此行了 见贝龙表示认可 摆地露丸 福布明日香和德川心药为门 都是悄悄松了空气 摆地露丸一脸真诚 龙爵 您将是我们伊赫永远的朋友 如果以后您有什么用得到伊赫的地方 务必让我们伊赫为您效劳 贝龙想了想 在离开日本之前 刚好还有一件事情 请你们帮忙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九十一集 东京电视台演播大厅里 各家粉丝已经陆续入场了 最多能容纳一千人的观众席 今天很奇怪 只在边边角角坐了人 中间大部分却是空着的 什么嘛 凭什么没有分配给我们中间的座位 我家爱豆可是大前辈 就是 就是 我家爱豆是现在日本最当红的阁级 为什么让我们坐在角落里 大概今天有元祖级的老前辈 或者国际级的大天王大天后吧 对了 听说今天华夏的粉红少女也会来 最讨厌他们了 一个个都是靠脸吃饭的妖艳见惑 我们团里好多人都没良心的攀变过去了 真是恶心呢 我也最讨厌他们了 我家爱豆还在综艺节目里 说李小是粉红少女里面的僵尸脸 好气好气哦 今天等他们出场 我一定要砸抽鸡蛋上去 我们联合吧 他们肯定是没有什么粉丝的 就算有粉丝 我们也可以要求不准亮应援灯 到时候 我们全场都把应援灯熄灭 让他们滚出日本 就这么决定了 全场都是黑的 看他们磕不磕 那些大叔也是粉丝吗 他们真的不是黑社会吗 各家粉丝们都是惊讶的 看向了入口处整整齐齐排着队 走进来的男人们 这些男人穿着各种奇异的服装 还染着花里胡哨的发色 手里提着的袋子大概装的是应援物 可是看起来呀 总给人感觉很违和 尤其是在日本追星的多数年轻人 但这些年人最年轻的也是二十多岁 甚至还有三四十岁的大叔 一个个杀气腾腾 那气是不像是来应援的 倒像是来砍人的 他们的眼神都超凶的 太可怕了 这到底是哪家的粉丝呀 为什么看起来没有一个好惹的 黑了 黑了 灯黑了 他们这一下就看不到我了吧 好怕被他们拖出去 啪啪啪 独立休息室里 完全没有曾经的欢声笑语 谭嫣然 潘妮 珍珠和伊文都很沉默 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贝龙现在的状况 二来呀 粉红少女缺少了朱颜 虽然剩下的四个人 也不是不能撑下来 可终究还是不完整的 要占领日本市场 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战 这么关键的时候 缺少了第一主唱 真的是很打击士气的事 当然了 他们也都能理解朱颜的心情 设身处地去想 那么大的事 贪在谁的身上 谁都受不了 但理解归理解 他们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就在这时候啊 忽然 休息室的门被推开了 有人走了进来 还反手关上了门 不是说了 谁都不准进来吗 让我们静一静吗 姐妹里最有大将风范的珍珠 第一个挑起眉毛瞪过去 但看清来人是谁时 不禁又惊又邪 二姐 其他三人慢了一盘 但惊喜程度 丝毫不亚于珍珠啊 小爷爷 二姐 你来了 站在门口的朱颜 脸色有些苍白 显然她的精神状态不太好 但她仍然努力 让自己笑得很灿烂 这是我们在日本的 最重要一战 我怎么会不来呢 太好了 我就说二姐一定会来的 一文第一个冲上去 抱住了朱颜 然后谭嫣然潘泥珍珠也一拥而上 把朱颜团团围在中间 轮流摸摸搭 被姐妹们簇拥着 朱颜苍白的脸色 终于恢复了点红韵 脑残粉的当众自杀 确实给她留下很大的心理阴影 甚至让她一度考虑要退出歌坛 可是啊 她终究还是舍不得这些 一起训练多年的姐妹啊 在粉红少女正式组队的时候 她们就曾经共同许下过承诺 五只粉红少女永远粉红少女 这之后 她们五个人一起努力 追逐共同的梦想 她们发烧四十度 为了众多粉丝的等待 还坚持上台唱歌 双腿打了封 背 还每天坚持练舞八个小时 为了演唱会排练 她们不分昼夜高强度的训练 甚至晕倒在舞台上 最艰难的时候 她们都是五个人手拉手一起度过 能够成为亚洲第一女子天团 绝对不是靠的侥幸 更不是靠的颜值 而是五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为了她的姐妹 为了她们共同的梦想 为了她们共同的承诺 她终于勇敢的从心里阴影里走了出来 在姐妹们最需要她的时候 出现在这里 朱颜伸出了一只苍白的小手 谭燕燃第一个把手搭在她的手背上 接着是珍珠潘妮伊文 五姐妹的手叠在一起 彼此对视一眼 默契地大喊一声 五只的粉红少女 永远的粉红少女 粉红少女 我与伦比 第一天团 天下无敌 喊完了 少女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忽然都笑了起来 只要姐妹们在一起 就什么都可以 那些坐在中间的大叔 到底是谁家的粉丝 为什么不管台上是谁 她们都没有动静啊 谁知道呢 后面就只剩下粉红少女 和压轴的元祖籍的老前辈了 一定是元祖籍老前辈的粉丝吧 看她们的年纪差不多 反正不可能是粉红少女的 看来也不需要和她们联络了 她们连应援灯都没亮过 肯定也不会为粉红少女们应援的 别说了 粉红少女出来了 大家都别忘了 赶紧把应援灯都关了 各家粉丝们一看到粉红少女出来 顿时都默契地关掉了应援灯 于是 朱岩她们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台下竟是一片漆黑 仿佛夜空下茫茫无际的黑色海洋 她们瞬间脸色苍白 其实她们早有预料 客场作战可能没有几个粉丝会到场应援 可现在呢 台下一片漆黑 就触及套了她们心里承受的底线呢 作为亚洲女子第一天团 她们走到哪里都是光芒万丈 却是在日本遭遇了黑色海洋 看到舞台上的粉红少女吴小枝 都是脸色苍白惊慌失措的样子 日本爱豆的各家粉丝 都是肆无忌惮的大声哄笑起来 这正是她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就在这时 让她们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在台下正中呼的亮起了 一大片的粉色海洋 那你 日本爱豆的各家粉丝 一个个惊得眼珠子都掉出来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朱颜 左手拉住了谭嫣然 右手拉住了珍珠 出现这样的状况 她很难过 但也很庆幸 难过的是 粉红少女在异国他乡 遭遇了粉丝暴力 庆幸的是 在粉红少女最艰难的时候 她们在一起 吴小枝下意识的 小手拉小手拉在一起 这么多年欢乐也好 悲伤也罢 她们都是这样一起手拉手 走过来的 她们已经做好了 在臭鸡蛋 烂番茄 满场黑暗和虚声中 唱完整首歌的准备 可是 背龙不允许 于是 在短暂的黑暗过后 他们的眼前就瞬间亮起了一大片的金色海洋 不 那不是粉色海洋 那是 那是一颗几乎覆盖全场的大大的粉红桃心 我的天哪 粉红少女们都惊呆了 朱颜猛然想起了什么 连忙在那颗大大的粉红桃心中寻找 果然呢 被他找到了站在粉红桃心正中间的那个男人 那是他的男人 朱颜来之前和背龙通过电话 在电话里 他只提了一句 在日本大哥可能会现场应援的粉丝很少 却没想到 背龙竟然为了他飘洋过海送温暖 这个傻瓜呀 朱颜大大的桃花眼中水汪汪的 然后他就看到了自己的男人 变成了他曾经最鄙视的样子 站起来 手里举着粉色的应援棒 一边喊 一边摇 唯爱朱颜 祸水红颜 朱颜玉润 颜知逆天 919个山田组干部加上背龙 总共920个920代表了就爱你的含义 他们全都无比羞耻的跟着背龙站起来 手里举着粉色应援棒 一边喊 一边摇 唯爱朱颜 祸水红颜 朱颜玉润 胭脂逆天 青衣色的标形大汉经过突击排练之后 喊出了同一个声音 竟然是喊出了山呼海啸的气势 声音震耳欲聋 甚至压倒了演播厅里正在播放的音乐 谭嫣然 潘妮珍珠一文也发现了背龙 背龙站在最中间 又是带头喊口号 想不发现都难呢 四个少女都是满满的羡慕嫉妒 没有恨 连续喊了三遍 表白朱颜之后 背龙才改为 粉红少女 乌与伦比 第一天团 天下无敌 山田组干部们 一个个都豁出去脸不要了 那喊的是歇斯底里啊 终于喊完了 背龙组织大家 集体坐下 但是呢 还得举着应援棒 跟着节奏继续摇 音乐不止 棒棒不停 这是我的男人 朱颜兴奋的伸手 向着背龙比了个心 堂而皇之的秀恩爱 是是是 你的男人 那四姐妹都是满嘴狗粮 而且好像啊 这狗粮还有点酸 幻觉 一定是幻觉 日本爱豆的各家粉丝们 都他妈惊呆了呀 啊 你们可都是 哦鸡丧啊 年纪一大把了 举着粉色应援棒 喊这么羞耻的口号 就没有一点心理负担吗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 我们的感受啊 有没有考虑过 粉色应援棒的感受啊 一开始 他们都准备好了 如果粉红少女的粉丝应援 他们就会恐吓威胁 不准应声 甚至有时候呢 需要武力镇压 可是这里有九百多个 呕鸡丧啊 怎么威胁 恐吓 怎么武力镇压呀 日本爱豆的各家粉丝 当时就迷了呀 一个大麻子女孩 也就是之前说 要砸臭鸡蛋那个粉丝 手里举着臭鸡蛋 实话呢 这时啊 坐在他身边的一个脸上 闻着蜘蛛网的山田祖干部 猛的回头 恶狠狠的盯着他 凶悍的眼神 盯一眼他 又盯一眼他手里的臭鸡蛋 又盯一眼他 又盯一眼臭鸡蛋 对 对不起 但 弯扰了 大麻子女孩含着眼泪 毫不犹豫的把臭鸡蛋塞进了嘴里 这酸爽 但没用 大麻子女孩嘴里含着臭鸡蛋 心里恨恨的想着 我今天就是被臭鸡蛋臭死 死在外边 从这儿跳下去 也不会喜欢粉红少女的 就在这时 舞台上猪颜标起了海豚音 他的海豚音 极具穿透力 瞬间就穿透了人的心灵 轻柔甜美的声音 更是仿佛轻柔的羽毛 在撩搏人的仰入 撩搏的人情不自禁的 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手指脚趾都蜷缩起来那种 猪颜的海豚音收尾时 风骚的拐了个弯 这才让听众们 身不由己的呼出了一口气 从精神高潮 最巅峰缓了下来 猪颜要是真这么 一直飙下去啊 他们都怀疑 自己会不会当场 就一泻如猪 大麻子女孩 更是激动的 情不自禁的挥起了 手里的应援棒 刚想喊一声 那臭鸡蛋就卡住了 本来日本爱豆的各家粉丝 都是在坐在身边的 偶鸡丧的目光逼势下 举起了应援棒子 可是听到这里啊 已经情不自禁的站起身来 跟着节奏摇摆了 甚至连那些山田组的干部 原本是被逼无奈来应援的 却不知不觉就听得住了谜 完全忘记了之前排练时 是有多么的羞耻 自发的在歌声间 间歇着喊起了口号 真没想到啊 原来炎炎的异能就是 魔音贯耳啊 被龙目光熠熠生辉 能够让对粉红少女 充满敌意的日本爱豆各家粉丝 都迷上她的歌声 就连山田组的干部们 也为之沉醉 这不仅仅因为粉红少女的 心歌很洗脑 还是因为朱炎 已经初步觉醒了 魔音贯耳的异能 在上一次末世之中 魔音贯耳的异能者并不多 但他们的精神攻击 真的不容小觑啊 当然 现在初步体现出 魔音贯耳异能的朱炎 还不具备同时吸引 这么多人的实力 可是不只是她呀 谭燕然 潘尼 珍珠 一文 都有魔音贯耳的前置 粉红少女齐心合力 演绎出的洗脑神曲 才有这样的舞台效果 但以贝隆的经验判断 朱炎是粉红少女里 唯一有可能走到 第三阶段神话的 至于其他的四个少女 能走到第二阶段强化 就是祖坟上冒情烟了 她不禁回想起了 上一次末世之中 走到神话这一步的歌神 歌神啊 就是华夏八大天王里 除了贝隆以外 另一个白手起家 纯粹依靠逆天 亦能占据一席之地的 绝世强者 那真是能一首情歌 唱得万人落泪 伤心欲绝 没想到重来一次 她的女朋友 竟然也有可能成长到 歌神的境界 粉红少女在日本的第一次打歌 就获得了一位 接下来在日本掀起了一场粉红风暴 在各种打歌节目中 拿第一位拿到手软 但打歌周期可不是一两天呢 贝隆自然是不可能陪着他们在日本 在第一次打歌结束之后 就回国了 他并不是一个人回国 还带了四名山前人的人者 这四名山前人的人者 将轮流上岗 成为贝扫火锅店的第三道防线 共同保卫贝扫火锅店的安全 至此 贝扫火锅店 已经有了两名兵亡营战士 一名剑豪 和四名忍者的三道防线保护 就算是贝隆那华夏首富的老岳父 也没有这待遇 贝隆在日本闹出了轩然大波的时候 其实国内也悄无声息的出了个大事 五毒教所在的五毒岭前 走来了一男一女 一老一少 男的是位五柳长须先锋盗谷的长袍老者 女的是个眉目如画身穿泥伤羽衣的风鱼少夫 这两人由内而外释放出来的气质 都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 更让人奇怪的是 按理说 以两人的年龄差距 风鱼少夫 那得是长袍老者的孙女辈分的 可现在呢 却是长袍老者恭恭敬敬的 站在风鱼少夫的身后 好像孙子班似的 如果五毒教教主和铁心 看到这个五六长须先锋盗谷的长袍老者 一定很吃惊 他正是当初跳下万丈悬崖后 凭空消失的百草阁阁主 猪回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九十二集 何铁心 后来出动了无数人手 在百草阁附近搜寻猪回春的人 或者尸体 但是啊 都是一无所获 白白的劳民伤财 后来啊 何铁心就放弃了 谁都没想到 当初五毒教 怎么找都找不到的猪回春 竟然在这一天 自己来到了五毒岭 猪回春向着那眉目如画的风鱼少妇 恭恭敬敬的功神禀报 师姑 这里就是夺走我们白草阁辛辛苦苦培育的千年灵芝的 五毒教所在的五毒岭 被称作师姑的风鱼少妇听了 不禁冷哼一声 哼 白草阁的一切天才地宝 皆归属我神农派所有 五毒教是什么东西 也配合我神农派相争 便在此时 恰好一个苗女经过 她脚下踩着一条巨大的骨蛇 这条骨蛇首尾已经将近两丈 在磨到膝盖的野草间 宛如乘风破浪般飞速前行 所过之处 花花草草都是一片干枯 尤其她身体两侧的地面 更是犹如被剃了光头般的光秃秃的 迎面来的进风 掀起她的白褶裙 露出了白花花的大腿 哪个在吹牛皮 苗女小脚一舵 那巨大的骨蛇便在诸回春和泥伤少女面前 来了个急刹车 身体两侧巨大的骨刺 竟是将大地离出了一排排小沟 苗女脚踏巨大骨蛇 趾高气昂的把小手一指封于少妇 就算你算 放肆 朱回春顿时勃然色变 刚刚才呵斥了一声 就将那风鱼少妇娇滴滴的撅起了朱唇 向着苗女 虚的轻轻吹了口气 朱回春的眼力竟然只能看到那瞬间 有一道淡淡的白色器件 飞射向了苗女 一眨眼 苗女的脑袋便扑的一声 爆成了一团血雾 朱回春把剩下的话 活活给咽回去了 而此时啊 那条巨大骨蛇 见主人被杀 顿时兽性大发 他那骷髅脑袋上的一对 黑洞洞的眼窝中 绿光狂闪 张开血盆大口 猛的向着风鱼少妇 喷出了一团又腥又臭的黑雾 风鱼少妇冷笑一声 不屑一顾的向着那巨大骨蛇 甩了下泥伤羽衣的大袖 瞬间呢 他那泥伤羽衣的大袖 就甩出了一道悬风 悬风呼的一下 便卷的那团黑雾倒飞回去 巨大的骨蛇 对他自己吐出的那团黑雾 是可以免疫的 但是他免疫不了 风鱼少妇甩出的两道悬风啊 悬风之中 肉眼可见的竟是隐藏着 无数口细细小小的青色锋刃 嗖嗖嗖的 把巨大骨蛇 好似刀削面一般 瞬间就切成了骨头架子 当真是名副其实的千刀万寡呀 朱回春暗暗心惊 慌忙心悦成福的 向着风鱼少妇 深深溢溢 师姑唯我 哼 雾独教 风鱼少妇冷笑着 当先向着五毒岭上而去 朱回春连忙跟在后面一路小跑 渐渐的从小跑 又变成了快跑 又从快跑变成了狂奔 这才勉强能够跟在风鱼少妇的身后 而风鱼少妇却是 湿湿然的向前走 就连泥伤雨衣的裙脚都没有飞起来 轻一连步不忍仙尘 宛如神仙中人 老弟啊 王守瑜佩服的揽住贝龙的尖头 竖起了大拇指 你可真敢干呢 是啊 卢明辉在旁边不冷不热 日本都向我国严重抗议了呢 抗议什么呀 贝龙笑眯眯的看着他 抗议我们现在比他们强大 王守瑜扬眉吐气的笑了 没错 正是因为我们强大 他们才会严重抗议 如果我们还是三百多年前的雷若 他们就早都打过来了呀 卢明辉哑口无言 只好双手抱着大茶杯 咕咚咕咚的大口大口喝茶 对于贝龙在日本的所作所为 在所的大佬们已经都知道了 虽然都在小声的议论 但连参谋长卢明辉都被怼了 自然也就没人公开说什么了 沉稳的脚步声冲 西南军区总司令 正指国将军走了进来 目光一扫 在贝龙身上稍微停顿了一下 心里暗暗的松了口气 这小子真是一员猛将 可这也太能惹是生非了 将来成了气候 谁还能管得住他呀 但正指国还不想操这个心 至少现在他说话在贝龙面前 还是有分量的 所以啊 正指国在会议前 并没有提起贝龙在日本的事 而是直接进入了政题 人到齐了 政治国坐在了国旗军旗下方 一脸严肃的做了开场白 咱们先来说一下 最近的工作情况 联合军训的效果很不错 很不错 军队 警队 学生队 全面开花 保守估计 等军训结束 我们将得到 一千名以上的计划者 而这 这是第一期的联合军训 以后联合军训 会持续搞下去 城市和农村的变异兽 已经全面有国家管控 但是啊 有大量的 逃一到野外的变异兽 和流浪变异兽 野生变异兽 共同形成了新的威胁 国家准备 当成联合军训任务 配合军队 一起完成 这个呀 咱们稍后再具体研究 今天呢 最主要的问题 是 美国 英国 法国 三大强国 共同提议的 为了促进交流 共同发展 要举办一场 好像奥运会一样 全球性质的 进化者大赛 总教官啊 你怎么看呢 在座的背龙骑士 军侠最低 但是在这件事情 参与性却是最高的 他是西南军区 总教官嘛 联合军训 也是他负责的范围 所以政治国 才会问他的意见 按照咱们华夏的传统 当然是 有鹏子远方来 背龙笑眯眯 虽远必捉 众人都无语 卢明辉腔的茶水 从鼻子里喷了出来 脸都顾不得抹一把 怒冲冲的喝了 什么虽远必捉啊 那就不亦乐乎 瞎胡闹 当然是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你该不会以为 美国老 英国老 法国老 这个提议 是为了跟咱们 不亦乐乎吧 啊 背龙冷笑一声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难道这场 全球进化者大赛 就只是为了 争一块金牌 你还真把这比赛 当做奥运会了 卢明辉脸色变了一遍 背上校 注意你的态度 你这是和领导说话 该有的态度吗 好了 政治国皱着眉头 我来说句公道话 老卢 这 就是你的不对了 啊 卢明辉惊呆了 他本你以为 政治国会帮他说话呢 虽然两人属于 不同的派系 但毕竟 政治国 自己也是领导 怎么能不维护 领导在下属面前的威严呢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政治国竟然 公开帮背龙打他的脸 宗教官 只是在就实论师 即便言辞激烈点 出发点 也是好的 都是为了工作嘛 再说了 宗教官说的对 在这种全球进化的 关键时候 美国 英国 法国老 搞出这么个什么 全球进化者大灾 难道 真的只是为了 挣一块金牌 不 他们 这是军演 一种变相的军演 说到这里是 政治国 面尘如水 两条粗重的眉毛 就像是 连成了大血的一 现在 进化者展现出来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了 一个强大进化者的破坏力 甚至可以媲美一枚大杀气 说到这里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下意识 偷偷瞟了眼背龙 可不吗 一个人就把整个日本搞得天下大乱 这破坏力 还真赶上大杀气了 我敢断言 这场军演 将直接改变国际局势 或许 发展到将来 会是哪个国家的进化者 更多更强 哪个国家 就掌握更大的话语权 卢明辉等在座的都是情不自禁的倒吸一口冷气 真的会这样吗 其实他们已经很高看进化者了 但身为上位者 仍然是习惯了居高临下的腐蚀 可是 政治国的话 让他们猛然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世界继续改变下去 那些原本只是普通人的进化者 将成为世界的主导 那他们这些上位者成什么了 那 有人小心翼翼的问道 我们 怎么管理这些 进化者 我们管理不了进化者 政治国看向了贝隆 只有进化者 才能管理进化者 这才是他重视贝隆的最根本的原因 全民进化以后 整个世界都改变了 普通人根本无法管理进化者 只有更强大的进化者 才能管理进化者 那 那我们呢 有人忍不住又问 他也问出了在场 未进化者的心声 还是我们 这个世界再变 也还是人类社会 不是吗 进化者 进化者拥有比普通人更强大的力量 可是 他们难道要自己种粮食 自己缝衣服 自己盖房子吗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早就已经证实了 我们华夏历史上的绝世强者 都是真实存在的 西楚霸王 力把山西弃盖师 赵子龙在八十三万大军之中抱着孩子 还能够杀个七进七出毫发无伤 李元把 在紫金山匹马双锤 将一百八十五万大军杀的只剩六十五万 彼得 李密 献上了玉席 十八路返王 地上响表 但是不知为什么 宋朝之后 华夏便如同施了大师 再也没有出现绝世强者 乃至于清朝之后 被嘲讽为东亚并服 一个打十个都算英雄好汉 即便是项羽 赵云 李元把他们存在的时候 也仍旧要生活在当时的人类社会中 进化者再强大 哪怕强大到像项羽一样 能拔出山来 也同样要生活在人类社会中 所以啊 我们还是我们 社会也还是社会 他们必定会成为新兴的一股强大势力 如何平衡我们和他们 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不是我们该考虑的 我们需要考虑的 是如何在一次变相的军演中 打出我们华夏的威风 就像总教官刚才说的那样 按照咱们华夏的传统 有鹏子远方来 虽远必诛 说到这里啊 政治国郑重其事的盯着背笼 总教官 这次全球进化者大赛 他们西南军区就请你来带队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养我国威 贝龙笑了 一定 其实啊 他在军方就只是挂名而已 大多数时间呢 都是自己玩 现在就是刚从日本浪了一圈回来 但像这种关乎国运的事情 他绝不会袖手旁观 会议结束之后 贝龙就让李雷开车 送他回背扫火锅店了 现在啊 李雷成了他的勤务兵 兼司机 军区给贝龙 专门配了一辆丰田霸道 贝龙也就省得 总舰用政治国这辆陆地巡洋舰了 太招摇过世 不符合贝爷的低调作风 贝龙刚一走进火锅店 就感觉气氛不太对啊 老爸贝友福正在和一个中年男人 面对面坐着吃火锅喝酒呢 按理说 这样的情况只会出现在贝友福那些老朋友来探望的时候 往往这种时候啊 贝友福都是喝得老脸通红 喳喳呼呼的 可是呢 此时此刻贝友福却闷着头 一声不吭地涮鸭肠 俗话说呀 毛肚七上八下 鸭肠提三百三 贝友福那根鸭肠涮得都硬帮帮了 还没有吃的意思 心不在焉的也不是在想什么 而坐他对面的中年男人呢 穿着西装隔离 大马金刀坐着 大背头整整齐齐的向后一丝不乱 一边和颜悦色 谈笑自如的跟贝友福说着什么 一边捞起涮好的毛肚 塞进嘴里大块朵衣 反倒像这个中年男人才是贝嫂火锅店的老板 这个中年男人呢 贝龙在末世之前曾在电视上看到过 也曾多次听老妈指名道姓骂过他 他就是把贝家害得这么惨的 山城首富刘长江 说起来呀 贝友福和刘长江确实算老朋友了 当年一起干汽修厂的时候 厂有来往 但是等后来开了摩托厂了 由于竞争关系 刘长江对贝友福使了阴招 害得贝友福被打断了腿 还被判了三年 从监狱出来 整个人都飞了 刘长江却成了山城首富 贝龙从末世归来 几乎就是马不停蹄的奔忙 要收拾的人很多 但得分轻重缓急 刘长江当然得排在山田组的后面 却没想到啊 贝龙刚刚收拾完了山田组 刘长江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哎呀哎呀 这就是小龙吧 刘长江看到贝龙走进来 笑呵呵的指着贝龙跟贝友福道 上次我看到他的时候啊 才这么大一点 没想到现在都长这么高了呀 说着刘长江还比划了一下桌子 表示贝龙那时候跟桌子差不多高 然后又伸手冲贝龙招的招 哎小龙啊 好久没见到你了 还记得刘叔叔吗 小时候啊 刘叔叔还抱过你呢 哎来来来来来 过来一起吃火锅啊 嘿嘿嘿 贝友福自从蹲过监狱之后 整个人都一起消沉 很多事情都是能忍责任 刘长江当年把他害得那么惨 现在在他面前没事人似的 他竟然还能克制着不掀桌子 如果张春丽在啊 八成是要骂劫的 但张春丽也不在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九十三集 小野大雄 兵亡营战士和山前忍者 都不知道贝友福和刘长江的真正关系 所以啊 刘长江此刻还能大模大样坐在这里 一边吹牛逼 一边吃火锅 好在 刘长江还没走 贝隆已经回来 贝隆当然也不可能掀桌子 这桌子可是自己家的 再说了 刘长江毕竟是贝友福的老朋友 还是得给留点面子 于是啊 贝隆很委婉的对刘长江说 滚 贝友福一愣 下意识的想要责备儿子 没礼貌 不懂规矩 却猛然想起来 贝隆现在已经是上校军官了 刘长江山城首富的身份地位 虽然也很高 但他得在人前给儿子留面子 一时之间 贝友福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刘长江一愣 他自从成了山城首富 还从来没人让他当面让他滚呢 脸色一沉 刘长江压抑着怒气 对贝友福说道 老贝呀 你这儿子挺叛逆呀 我让你滚 你没听见吗 我们这忙着呢 贝隆回头吆喝 大小 收拾桌子 刘长江一股子邪火冲到了天灵盖 冷冷的回头瞥了一眼 二黑二白四个牛高马大的外国保镖 这四个外国保镖是他找关系 重金聘请的雇佣兵 一来呀 确实是有些真本事 二来 刘长江也是为了撑场面 不过呀 就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由于语言交流问题 这二黑二白都不能及时的领会精神 要是换成华夏保镖 那早就上去揍背龙了 可是呢 这二黑二白还得他特意暗示一下 二黑二白四个牛高马大的保镖 立即气势汹汹的向着背龙逼来 然而这个时候 小野大雄答应一声 掀帘子出来 穿着沾满了油渍的白色厨师服 头顶踢得光光的 两鬓却是长发拢到了后脑勺 扎了个马尾的小野大雄一出来 顿时让二黑二白四个保镖 都是脸色大变 下意识的后退了两步 背龙在他们看来啊 就是普通人而已 可是这个秃顶墩子 却让他们如临大敌 小野大雄感知到了 来自于二黑二白的敌 他一边双手 直接端起了还沸腾着的火锅 一边皱着眉头 冷冷的瞥了那二黑二白一眼 就这一眼啊 瞬间就让二黑二白 仿佛兜头一盆冰水 从天灵盖一时凉到了一巴根啊 高手 绝对的高手 二黑二白当时就杀了 呆滞在原地一动都不敢动 滚 小野大雄瞪大了双眼 目光好似锋利的刀光 剖开了二黑二白的灵魂 二黑二白都是脸色大变 身不由己的便后退后退再后退 直到退出了被扫火锅店 喳喳 小野大雄收回目光 心中充满不屑 端起了火锅 就小跑着回后厨了 什么情况啊 刘长江莫名其妙的回头 瞪着二黑二白 这个月奖金不想要了 小龙啊 贝友福回过神来 想劝儿子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贝龙却先把手搭在父亲肩头上 轻轻捏了一下 笑眯眯的对刘长江的 他们都滚了 你还不滚呢 刘长江的脸色变了几遍 强行挤出一丝笑容 对贝友福竖起了大拇指 好 老贝啊 你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呀 该说呢 我都已经跟你说了 自己看着办 说吧 刘长江气呼呼的转身就走 到了外面 一身冷汗的二黑二白凑过来 想跟刘长江解释一下 刘长江直接摆摆手 表示自己不想听 上了车之后 刘长江沉默了许久 才终于把心态调整过来 说吧 刚才为什么 二黑二白彼此对视一眼 推选出一个 华下语说的最好的 大胡子白人 大胡子白人 结结巴巴的说道 刚才那个 没头话的 是狗头 我练狗头 刘长江愣了好一会儿 才反应过来 你的意思是 那个 秃顶的墩子 是 武林高手 大胡子 大胡子白人如是重负地用力点头 刘长江不禁 皱起了眉头 不可能 老贝家 也就是贝龙那小子进化了 抖了起来 怎么可能还有什么 武林高手啊 还是个秃顶的墩子 但是 这二黑二白 平时还是挺靠谱的 没必要在这事上忽悠自己啊 刘长江忽然想起来一个细节 烧得滚烫滚烫的火锅 那秃顶墩子竟然能徒手端起来就走 看来啊 大胡子白人说的没错 秃顶墩子还真是个武林高手呢 刘长江想明白了 果断掏出手机 从联系人里找到了亲爱的老婆大人 拨过去之后 刘长江把手机贴在耳边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呀 本来皱着眉头的他 立即变得眉开眼笑 声音不自觉的变得缠眉了起来 老婆 是我 二黑二白彼此交换了个恐惧的眼神 老板娘可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存在呀 没有人发现 在他们这辆劳斯莱斯的后面 一个灵活矫健的黑影 在道路两旁的房顶 住关 电线杆上 像是大跳蚤似的跳来跳去 在黑暗中无声无息的追来 爸 姓刘的找你什么事啊 贝龙坐下来揽着老爸的肩膀 虽然贝有福当时没什么表示 但是贝龙知道 老爸心里有多恨刘长江 小龙啊 你把他给骂跑了 不会影响到你的前程吧 放心吧 他再有钱 也管不到我们军区呀 贝龙笑着招呼着小野大雄 把刚才那锅火锅直接到了 再端一锅新的来 野脸啊 一起喝酒 也对 哎呀 小龙啊 这 刘长江 说是来找我叙叙旧 其实啊 是想要找你帮帮忙 把他儿子 加三进联合军训 他也不知道从哪打听到的 要加三进联合军训 必须你点头 找我帮忙 亏他想得出来呀 贝龙吃得一笑 要是贝家欠刘长江的 也就罢了 现在呢 是刘长江欠着贝家的 哎 这刘长江竟然还有脸找上门 不过呀 刘长江还真是找对人了 要进联合军训 只有两个人能拍板 一个是西南军区总司令 政治国 另一个呀 就是西南军区总教官 贝龙 就连任副总指挥的 山城总警署 署长张志刚 和冰王营的营长 王守瑜说话 那都不好使 很显然 刘长江的儿子 不知道有什么顾虑 一开始没有加入军训 现在看到联合军训有好处 又想加三进来 刘长江不可能走得通 政治国的门路 没办法呀 就走到贝龙这来了 可是贝龙怎么可能帮他呢 这是什么呀 贝龙脚下踢到了什么东西 低头往桌下一看 桌子脚 竟然有一个不大的黑色手提箱 拿起来打开一看 满满的都是软媚壁 贝龙保守估计了一下 这手提箱里啊 大约是二十万的现金 这是 刘长江说赔偿给我的 但是我没要他的赃钱 他怎么还把钱留下了 小龙啊 你快追出去 还给他 好 贝龙笑眯眯的 出门啊 就把手提箱丢给了 埋伏着的冰王营战士 刘长江怎么想的 他很清楚 不就是想诬陷他受贿吗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刘长江根本不知道 他在西南军区 是什么样的地位 别说二十万啊 就算二百万 两千万 两个亿 贝龙这官该怎么当 还是怎么当 这钱贝龙留这花 也没问题 但贝龙不缺这点钱 也看不上刘长江的赃钱 至于刘长江 贝龙已经派了忍者 去跟着他 打探清楚了就让刘长江 好好的还债 见贝龙转回来 手里没了手提箱 贝友福连忙问道 你把钱都还他了 还了 还的好 还的好啊 这钱呢咱不能要 他的钱 赃 试试试 爸 你给我说说 跟他的事吧 贝龙给贝友福倒上了酒 有什么好说的 贝友福苦笑着 看着自己 断了的双腿 还不都是你把我 太老实了呀 小野大雄捂着肚子 抓着手指 从后厨匆匆走了出来 现在 人嫂 我去之所 行啊 现在 反正也没客人 贝友福现在和小野大雄交流 完全无障碍 当然 小野大雄的滑下雨 还是一如既往的别角 提高了的是贝友福的听力 小野大雄打了个招呼 就往厕所跑 贝嫂火锅店里没有厕所 得到百米之外的公厕 眼瞅着 要到公厕门口了 忽然啊 一个西装革履 由头粉面的青年男子 拦住了他 慢着 朋友你看 这是什么 这个西装男子 脸上戴着居傲的微笑 双手小心翼翼的捧着一样东西 递到了小野大雄的眼前 唐家浦了解一下 小野大雄定睛一看 这西装男子双手捧的是个锦盒 锦盒里面摆放着一枚金钱镖 小野大雄是个日本人 他哪认识金钱镖啊 他就觉得跟忍者手里的剑 那个手里剑挺像的 虽然忍者之中也不乏能人一师 但小野大雄堂堂剑豪 根本就看不上忍者这个圈子 武者和忍者 是天然就存在着阶级差异的 再说了 小野大雄现在肚子里翻江倒海 哪有功夫看什么 金钱镖手里剑呢 里都没理这个西装男子 他横跨一步想绕过去 却没想到 西装男子竟然还步一步绕的野 横跨一步挡住了他 朋友 你该知道这代表了什么吧 不及待 滚 小野大雄不耐烦的一晃身子 晃过了西装男子 冲进了厕所 捧着金钱镖西装男子 惊呆了 说好的唐家谱在华夏武林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呢 不应该呀 老板生意做的这么大 不止一次得罪过武林中人 但只要一拿出这枚金钱镖来 就没人敢不给面子 这个武林高手 为什么不知道唐家谱啊 难道他没看清楚啊 西装男子觉得 自己有必要再试一下 毕竟啊 这厕所门口连个路灯都没有 黑灯瞎火的 看不清 也有很有可能 于是 西装男子也跟进了厕所 一只手托着金钱镖 另一只手拿着手机照亮 朋友 你看 西服男子觉得 这厕所的清洁卫生 真的糟透了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不想在这里和人交流 可是啊 他等了一晚上 才等到这个机会啊 他必须趁着小野大雄 不再被澡火锅店的时候 把事情搞定 否则没法交财 厕所里的灯坏了 小野大雄正蹲着使劲呢 冷不丁的黑暗中 一个人冒出来 一只手把金钱镖伸到他眼前 另一只手呢 还拿手机照亮 手机光照得那个人像鬼一样 那气得小野大雄 一把抢过金钱镖 往旁边坑里扔 看你没 不要啊 西服男子顿时风中凌乱了 这一刻他的心中充满了绝望啊 那可是唐家普留给老板镇厂子的宝贝 平时老板都是把这宝贝供起来的 就差初一十五给他上香了呀 这个混蛋他怎么敢扔进墩坑里呀 关键这他们还是这种老式的公厕 墩坑下边是连通着的 满满的全都是米田贡啊 有毛病 小野大雄终于是酣畅淋漓的解决了问题 提起了裤子站起来 鄙视的看了一眼 蹲在坑旁边 拿手机往下照找手里见的傻逼走了 小野大雄出去之后 几个把头发染得跟红绿灯似的流氓地痞 闹闹哄哄的走向了贝草火锅店 他们呢 一个个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酒气 肆无忌惮地大声说笑着 进门的时候啊 一个红毛还骂骂咧咧地一脚踹开了大门 骂了个屁的 你们不做生意了 关鸡毛们呐 那扇门咣当一下撞在墙壁上 撞得刷了白粉的墙 哗啦哗啦往下掉面子 贝有福唯口儿子发飙 连忙先按住了贝隆的手 对着红毛陪着笑脸 对不起啊 对不起兄弟 这不是今儿天冷吗 所以谁他妈是你兄弟啊 红毛脸色一沉 他旁边一个绿毛 一脚踹倒了一张桌子 天气冷 那就干脆逼他们做生意了 哥几个帮你关门 贝有福惊得手都在抖 贝隆反过来按住他的手 安抚性地在手背上拍了拍 就在此时啊 这群流氓地痞的身后 传来了威武的低吼 不许动 举起出来 谁他们 红毛绿毛他们不以为然地回头 当时就吓傻了 只见两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堵着门 半自动步枪黑洞洞枪口 指着他们 我们吃来吃果锅的 红毛大着胆子想解释一下 他砸个垫也犯不上枪毙呀 两名兵亡营战士立声喝道 少废话 敢袭击我们部队首长 敢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现在 2222年 袭击军人是重罪 哪怕军人毫发无损 那至少也是三年起步啊 袭击的军人 军衔越高 判得越重 像背龙是上校军衔 这几个流氓 得照着十年走 部队首长 接受调查 流氓地痞们如遭雷疾 他们 他们不是开火锅店的吗 此时啊 刘长江正在家里的沙发上 搂着老婆看电视呢 他老婆长得挺白净 大眼睛小嘴 一双 细长腿 这都非常符合川妹子的特征 但是啊 他却长了个水桶腰 由于年纪大了 这胸脯也下垂了 坐在沙发上 胸脯直接搭在了肚子上 刘长江按捺着恶心 一脸谄媚的 露着老婆 老婆呀 老贝家那个小子 估计 还得麻烦你请个 大舅子小舅子过来 解决一下 啊 我就知道你不是献殷器 非奸及盗 刘长江老婆得意洋洋的 瞪了他一眼 别看他现在就是个 富家太太的样子 其实啊 他还是唐家浦的 庞系子弟 就是因为他嫁给了 刘长江 刘长江才能稳坐 这个山城首富 老贝家那个小子 你堂堂山城首富 不能解决吗 别屁大点事 都麻烦我娘家人 人情总有幼丸的时候 老婆呀 你平时不关心这个 不知道 老贝家那小子 是个进化者 而且现在还当了上校呢 哈姆家火锅店里呀 还不知道从哪 又请了个武林高手 当墩子 我让我秘书小徐 拿着上次小舅子 留下的金钱标信物 过去了 估计那个武林高手 看到了就会离开 另外呀 我还安排了一群流氓 过去砸店 那个武林高手不在 就老贝家那小子的脾气 说不定当时就得干起来 只要他敢动手 就有人录下来给我 连同他受贿的视频 一起发网上 我花钱雇了一大波的水军 给他炒热了 到时候网络舆论 就能把他压得 引咎辞职 他要是不动手 那就更好了 我天天安排流氓去砸店 保证不带虫人的 让他们火锅店都开不下去 说到这里 刘长江叹了口气 我就是担心这小子铤而走险 咱们家跟那老贝家的仇结大了 以前老贝家混得稀烂 我也就懒得踩死他了 没想到这现在老贝家小子长本事了 不但成了进化者 还当了上校军官 今天呢 我去就是为了亲眼看一下 老贝果然还是个窝囊飞 他儿子可是恨死我了 咱们要不要先下手为强 说不定他儿子就得对咱们下手了呀 现在全世界计划者都闹得挺凶的 这些个普通人有了点本事 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万一他对咱们下手 咱家这些保镖也不保险呢 随我合去你请个大舅子小舅子来 你怕什么呀 刘长江的老婆拍了拍自己下垂的胸脯 有恃无恐 我可是唐家浦的女儿 你可是唐家浦的女婿 谁敢碰咱们事 谁 刘长江的老婆猛的站起了身子 大眼睛瞪得好似同龄 竟是已和他的水桶身材 完全不成比例的速度 一下子从沙发掠到了阳台上 抬手打出了一捧牛毛针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九十四集 虽然不知道打没打中 他却毫不犹豫地追了出去 唐门子弟在此 什么人 老婆 刘长江吓了一跳 慌忙追到阳台往上下张望 黑暗中什么都看不到 他赶紧把二黑二白四个外国保镖召集起来 再加上华夏保镖 拢过二十几个人 全部贴身保护他 在他老婆回来之前 他哪都不敢去啊 等了一会儿 老婆没回来 秘书小薛先打电话回来了 老板 不好了 刘长江本来就心慌意乱 听了更是冒鬼火啊 妈卖片 什么不好了 老板 您让我给那个 那个武林高手看的唐家宝信物 秘书小薛的声音都在颤抖 信物怎么了 刘长江怒气冲冲 难道 他敢不给唐家宝的面子吗 他把那信物 信物 信物让他扔毛坑里了 什么 这不可能 他怎么敢把唐家宝的信物扔到毛坑里 那可是唐家宝啊 我让你安排的那些流氓呢 不知道啊 没看到他们的人 打手机 都关机了 刘长江沉默了 他心中有种隐隐的不祥的感觉 他好像摊上大事了 贝隆跟着山前忍者 在夜色中一路狂奔 直到在刘长江家别墅附近的山坡上 看到了躺在草丛里的刘长江的老婆 中年发福的唐家大婶 走得很安详 贝隆皱着眉头 怎么死的 没死 命运了 守在刘长江老婆身边的山前忍者 连忙解释 属下 在监视他们的时候 不小心被他发现了 他大喊大叫的 追了出来 属下本想是甩开他的 没想到他的轻功还不错 没办法 属下只好 命运了他 刘长江老婆轻功还不错 连忍者都甩不开 背龙一愣 他印象里 刘长江老婆是个很难相处的阿姨 但是没想到 竟然还会武功 想想自己小时候还打过他的儿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得感谢人家的不杀之恩呢 他喊了什么 他喊的是 山前忍者 吃力的用华夏语模仿 他妹 质地 宅齿 神马银 什么鬼 背龙嘴角隐蔽的抽出了两下 所以说呀 多学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啊 他果断的拿出手机 给远在日本的波多野性里发了条微信 从现在开始 山前里和 雨黑里突击 华夏语陪去 下次派轮换人选过来时 至少要达到华夏语普通话三级夹等水平 好在啊 贝龙接触过不少操着蹩脚 花夏语的外国人 沉吟了几秒之后 终于破译了出来 唐门子弟 在此 什么人 唐门子弟在此 刘长江的老婆是唐门子弟 贝龙简直不敢相信啊 在他的身边 竟然还隐藏着一个武林中人 而且还是传说中的唐门 唐家宝在武林之中是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既是一个门派 也是一个世家 唐家宝凭借轻功 暗器 独 这唐门三绝 名震江湖 却又是最神秘的门派之一 门派子弟 在江湖上走动 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形势不按照常理出牌 一正一邪 武林正道 民族大义 对唐门中人毫无疑 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既不愿与明门正派结交 也不屑于邪魔外道为武 但许多江湖中人 畏惧唐门天下无双的暗器和毒药 又由于唐家宝四周机关重重 独重遍地 让人无法窥视其中的真面目 所以啊 基本都是对唐门敬而远之的 而唐门子弟也丝毫不计较世人的评价 从来都是独来独往 行走江湖 偏偏唐门三绝独步江湖 唐家宝已经存活了千年之久 宁欲言罗王 莫惹唐门狼 这是整个江湖的共识 虽然唐家宝不在华夏六大派里 却是公认的不好招惹 当然 刘长江老婆确实是菜了点 但唐家宝不可能把核心弟子 嫁给普通人 而刘长江老婆 大概也早就在灯红酒绿 声色犬马的生活中腐败 贝龙也不可能飘洋过海 带几只垃圾过来 还干不过一个中年的发福阔太太呢 对了 刘长江的老婆叫唐美凤 贝龙想起来了 山城 蜀州 姓唐的人不少 他还真没有把刘长江老婆 往蜀中唐门的方向联想 不过蜀中唐门的直系都是单名 庞系都是双名 唐美凤显然只是一个庞系子弟 在上一次末世之中 唐家宝大放异彩 甚至取代了峨眉派 成为华夏六大派之一 尤其是唐门姥姥 那位隐世多年的白发红颜 亦是华夏八大天王之一 说起来 唐门姥姥和贝龙 还是一对惺惺相惜的望年交 两人在末世之中经常并肩作战 唐门姥姥救过贝龙的命 贝龙也多次在他危难时援过手 唐门姥姥还真是一个极品队友呢 贝龙回想过去 不禁笑了 吩咐把唐美凤撂倒的山前忍者 你把他送过去吧 只调查刘长江就行了 嗨 大半夜的 也不知道老板又穷折腾啥 刘长江家大别墅的门卫老董 在院子里转悠了一小圈之后 小声嘟囔着回了自己那间 大门边的小屋 黑灯瞎火的 门卫老董往床铺上一躺 竟是不知道被什么东西顶到了 这东西还挺占地方 软乎乎热乎乎 老董拿手一摸 还肉乎乎的 是人 老董吓了一跳啊 联盟拉开灯一看 却见呢 床铺上不知什么时候 躺了一个只穿着睡衣的白净女人 虽然是肥了点 但对老董这种老光棍来说 还是挺诱惑的 刚刚升起了禽兽之心的老董 再往女人脸上一看 瞬间吓得浑身上下 除了一个地方之外 全都硬帮帮的 老板娘 就在这时啊 唐美凤晕晕乎乎的睁开眼 迷药的劲儿虽然过去了 他还是断片的 就是感觉 这身下的床怎么搁得慌啊 而且怎么还臭哄哄的枪鼻子啊 一秒钟之后 一声歇斯底里的七粒惨叫 响彻了整个刘家别墅啊 十分钟之后 刘长江站在阳台上 厌恶的瞅了一眼院子里 被吊起来用鞭子抽的门卫老董 转身走回到床边坐了下来 点了一只朝天门 猛头的抽了几口 老婆呀 你 有没有 正在床头上哭的唐美凤 一下把枕头砸在他头上 滚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刘长江被打的烟屁股 掉到了衣服里 烫了呲牙咧嘴 像只大马猴一样 连蹦带跳的扑打身上 唐美凤看他这个样子呀 终于是破体为肖 刘长江心里不爽 却只好案子陪着笑脸 那个 老婆呀 到底是哪路高人这么厉害 连你都不是对手啊 搞个屁 就是个案件伤人的小人 你们唐门子弟有什么立场 这么说人家呀 当然了 这话刘长江是不敢说的 刘长江皱着眉头 想了一会儿 老婆 你说会不会是老贝家那小子 你刚算计完他 咱家就出事了 不知道他还能谁呀 那咱们 刘长江刚想说 要不要找大舅子小舅子们帮忙 唐美凤已经气呼呼的 抢仙道 今天我就给大哥打电话 老娘饶不了他 好好好 刘长江顿时是喜行余色 他算是被今天晚上的事给吓到了 要知道啊 他老婆可不是个山茶 火力全开的时候 连那二白二黑四个保镖都扛不住啊 平时刘长江在外边 不管玩到多晚都要回家睡觉 无非就是伤天害理的事做多了 恐怕被人家打击报复 想他老婆做个贴身保镖 连他老婆都栽了 对手不管是不是被聋 那都太可怕了 不过呀 唐家宝来人 就又可以高枕无忧了 刘长江如是重负 走到阳台上 插着腰指着下面 打 我死里打 短短几日 唐继德已经是第二次来山城 上一次也是唐美凤和刘长江牵了线 来给田野牛的老板黄春生解决麻烦 可是呢 到了之后 黄春生又说 这麻烦已经解决了 虽然他该收的钱一分没少 还跟黄春生的女秘书玩了两天 但还是让唐继德觉得不爽 这次呀 又是因为唐美凤和刘长江 走出车站看到唐美凤和刘长江都来了 而且还出动了劳斯莱斯来接 唐继德觉得本儿有面子 结果呀 刘长江见面第一句话 就让他把脸拉了下来 大哥 刘长江陪着笑脸主动伸出双手球握握 上次老黄的事顺利吗 没人会想到 堂堂山城首富刘长江 竟然会在这么一个又黑又瘦又矮的山里男人面前这么低三下思 关键呢 这又黑又瘦又矮的山里男人还他妈敢给他脸色 正如山城民间传说的那样 刘长江是袍哥出身 年轻的时候 靠着一双拳头 从朝天门一直打到临江门 这从他的绰号 刘霸江就可见一般 他从刘霸江发展到现在的山城首富 这中间整个过程都隐藏着太多见不得光的东西 只不过呀 他有了钱之后 就成功洗白 变身杰出青年企业家了 要说他这个人眼光有 能力有 脑子也有 但走歪门邪道久了 也因为歪门邪道而发家 所以 遇到事情的时候 还是习惯于用歪门邪道的方法来解决 其实啊 之前都是小打小闹 刘长江是成为唐门女婿之后 才真正起飞了 唐家宝就坐落在碧山 属于地头蛇 又是一流门派 帮他解决了不少大麻烦 比如说 在山城几乎是家喻户晓的 御龙弯闹鬼事件 如果不是唐家派了人 来把假扮鬼魂的燕子门高手给解决了 这楼盘呢 根本都卖不出去 当然了 刘长江也会反哺唐家宝 唐家宝能这么有性格的 在深山老林里过着不差钱的生活 刘长江他们这些人形提款机的外戚 是立了大功的 见唐记得脸色变了变 唐美风瞪了刘长江一眼 你不知道我们唐门子弟 最忌计会别人过问自己的事吗 大哥 老刘啊 他就是关心一下 终究是自己的男人 唐美风连忙替刘长江解释 又转移话题 大哥 我大掰 娘娘的身体怎么样啊 都好 唐记得缓和了一点脸色 他对唐美风这个唐妹啊 还是挺照顾的 然后就干脆利落直奔主题了 到底出什么大事了 催得这么急 大哥 他们 他们太欺负人了 老刘把你上次给我们留下的金钱镖给他们看 他们竟然给丢进了毛坑里 昨天晚上 他们竟然还摸到了我们家 把我给迷晕了 放到门卫老董的床上 为玉团仙人斑斑 唐记得顿时大怒 是哪个 哪个敢把老子的金钱镖丢进了毛坑里 还敢把老子的妹妹迷晕了 放到 老子弄死他个鬼儿 都是自家人 唐记得也就不端着高手架子了 更何况此人触碰到了他的逆鳞呢 他的金钱镖是给刘长江当信物的 代表的不只是他个人 更是唐家宝的面子 把他的金钱镖丢进毛坑里 这岂不是打他的脸 岂不是打唐家宝的脸 至于唐美丰的事 反倒是还没有金钱镖严重 当然他还是很生气的 你们晓得是哪个仨 唐记得怒气冲冲 现在就带我去找他 老子倒是要看一看 到底是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的 敢招惹我们唐家宝 见唐记得反应如此激烈 刘长江和唐美丰都是心中一喜 连忙送他直奔被扫火锅店 到了被扫火锅店 唐记得在刘长江的陪同下走了进去 刘长江有唐记得撑腰 有恃无恐的 对正坐在柜台里 闷头抽烟的贝友福道 老贝 你家小子 贝友福闷头抽烟 出去了 刘长江一愣 去哪了 贝友福继续闷头抽烟 碧山 碧山 刘长江下意识的回头看向唐记得 唐家宝不就是在碧山吗 是啊 唐家宝不就是在碧山吗 唐记得也纳闷呢 这小子去碧山干什么 把老子金钱标扔毛坑里不解气 还要上门欺负老子呀 不过今天张春丽可在家了 听到有人说话从后厨出来一看 那顿时气得脸色大变呢 指着刘长江的鼻子骂 刘萌江 你他妈的还有脸到我们家来 刘长江刚想说什么 张春丽已经被触发了 泼腹属性 顺手就把手里端着的一盆水 泼上去了 那本来就是他擦桌子涮麻布的 刘长江急忙后退 却还是没能躲过去 哗啦一下 就被泼成了洛唐吉 刘长江心里暗暗清醒 还好不是一个人 一回头 却见唐记得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在门外了 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的 正拉开车门 抬屁股往里坐呢 不讲究啊 刘长江很悲愤 张春丽扑上了叫挠他的脸 吓得刘长江掉头就跑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九十五集 不是刘长江打不过的 主要是张春丽 这种四五十岁的大妈 在华夏基本属于无解 再说了 刘长江堂堂山城首富 身家百亿 在火锅店这种地方 跟个四五十岁大妈 打成一团 这事要是传出去 张春丽是不在乎 她要不要脸了 落荒而逃 到了车里 刘长江把车门关上 连声催促司机开车 司机一脚油门下去 车子刚启动 就听 砰的一下 湿淋淋的抹布 砸在了车窗上 不合复 刘长江双手 把自己乱了的大背头 往脑后一撸 自我解嘲的 跟唐继德 咱们 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 对了大哥 咱们 现在怎么办呢 我打电话问了 没有陌生人来 咱们 先等等再说 老辈该不会是偏我吧 刘长江想想又摇了摇头 不会 他根本不知道 唐家宝在壁上 不 他根本就不知道 唐家宝啊 而此时此刻 贝隆已经来到了 碧山后山 准备过唐家宝的 第一道防线 别的大门大派 都是欢迎别人来访的 比如说 少林寺 又迎客僧 专门负责接待武林中人 又比如说 武当派 有解剑持 这是给武林中人 立规矩 唯独唐家宝 压根就不想跟别人玩 不但没有山门迎客 反而还布下了重重防线 唐门三角 是轻功 暗器 毒物 唐家宝的第一道防线 就是那 弥漫在山脚下的灰色毒物 灰色毒物 只要靠近了 就会感觉不湿 头晕脑胀 眼酸流泪 呼吸不畅 这是为了给普通人 活命的机会 一旦误闯入的普通人 受不了 就会离开 如果一定要强行 闯进灰色毒物 就算是武侠 都未必能撑到 灰色毒物的尽头 贝龙此时此刻 就站在了灰色毒物前 如今已经是阳春三月 山城的白天气温 早就上升到了 零上十几度 他一路走来时 随处可见 草长应非生机勃勃 但是一走到 灰色毒物的边缘 就仿佛踏入了 另一个世界 这里就像是 生命的禁区 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有的只是 死一般的寂静 但是啊 这对于贝龙而言 都不算什么 他的火龙内力 百毒不侵 专制各种不服啊 这让大多数武林中人 望而却步的 灰色毒物 贝龙只是略以停顿 便大步走了进去 灰色毒物 对于外人而言 简直就像地狱 但对于练出 百毒不侵之躯的 唐门子弟而言 就不过是 普通的武器罢了 甚至啊 他们从小生活在这里 还喜欢在 灰色毒物里躲猫猫 此时此刻呀 就有两个 唐门子弟 在跟贝龙躲猫猫 这两个 唐门子弟 一男一女 男的叫唐银 女的叫唐琳琳 乃是一对青梅竹马的 小情侣 当然了 理论上所有唐门子弟 都是有血缘关系的 但整座唐家宝 嫡系 旁系的 加起来 有三千多人 虽然全都是姓唐 实际上啊 很多已经出了武服 只是唐家宝 千百年来 都不允许同性相恋 这对小情侣才 不得不偷偷地 跑到灰色迷雾里 来躲猫猫 正在亲亲我我之中 被他们发现了 贝龙的出现 哥哥 快看 唐琳琳传音 入密给唐银 外面来了一个小帅哥 唐门暗器 练的当然不止是暗器 配套的还有练眼之法 千姬眼 练耳之法 地听耳 练手之法 粉筋碎玉手 唐琳琳的千姬眼 已经有些火候 即便是在灰色雾气里 也能够看到贝龙 只不过 如同雾里看花 看不真去 小帅哥 唐银不禁有些吃醋 冷笑一声传音入密 他也就是在外面看看 进不来的 话音刚落呀 贝龙已经大步走了进来 而且让唐银和唐琳琳 惊异得是 竟是从贝龙体内 喷勃出淡淡的火光 就像是围着他 有一圈灿烂的金色苗边 哇 好厉害啊 唐琳琳夸赞 他纯粹是发自内心的赞赏 唐银本来刚说完 就被贝龙打脸 还挺不爽的 自己喜欢的女孩 又夸赞别的男孩 他就更不爽了 原来是仗着修炼的阳性内功 敢硬闯生死物 生死物 蔓延三百米 三百米之内都是生命进去 阳性内功虽然有些诸学弊异之能 但世人都知道 刚则不能持久 我倒要看看他能刚多久 咱 我们跟上去看看 唐琳琳拉着唐银的手 悄悄跟在贝龙后面 轻功也是唐门三角之一 他们就像是两只蝴蝶 在翩翩飞舞般 无声无息 有什么好看的 我敢保证 他绝对走不出一百米 唐银被唐琳琳拉着手 心里舒服多了 而且他也看出来了 唐琳琳只不过对陌生人好奇而已 吃醋的劲已经过去了 他现在就是单纯的 从上帝的视角 俯视外来人 唐琳琳眨了啥眼 可是 已经一百五十米了呀 你怎么知道 这块石头你不记得吗 刚好在生死物的中间呢 眼瞅着贝龙好似没事人似的 继续前行 唐琳脸色微变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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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走不出生死物 一分钟之后 他 就算是 过得了生死物 也绝对过不了 独龙坛 那可说不定 唐琳琳好奇的 透过生死物 看着金色苗边的高大男人背影 走出生死物 他能过得了生死物 说不定独龙坛 也拦不住他呢 你 你到底谁女朋友啊 唐琳心里躲了慌啊 我还不信 你可别忘了 独龙坛 不但有无数的独楼 还有 呀 唐琳琳顿时脸色大变 惋惜的 哎呀 我忘了 那他岂不是死定了 不作死就不会死 这都是他自找的 怪了咯谁呢 众所周知 唐门三爵士轻功 暗器毒 但实际上 在控制毒虫方面 唐门比五毒教 也只略寻一筹 唐家宝的第二道防线 就是他们劝养了 无数毒蛇的独龙坛 独龙坛 把唐家宝所在的整座山 都包围了起来 要想进入唐家宝 就必须从独龙坛闯过去 唐家宝所在的这座山上 随处可见放养的五毒 唐家宝的五毒 和五毒教的五毒有所不同 五毒教的五毒 指的是蝎子 蛇 蜘蛛 蜈蛛 蝉蝠 唐门的五毒 则是把蝉蝠换成了封 独龙坛呢 不仅是唐家宝的一道屏障 同时啊 也限制了山上的五毒 逃出去祸害人间 和五毒教一样 唐家宝的五毒 也全都是特殊培养的一种 真要是流落到了民间 那将是一场大的灾难 蝎子 蛇 蜘蛛 和蜈蚣 都过不去独龙坛 封则是被唐家宝人 人为的限制了繁殖和习性 只会固守着唐家宝 一些固定的风潮 起着卫兵的作用 唐银和唐琳琳都不相信 贝龙能过得了独龙坛 而贝龙已经走到了独龙坛前 嗖的一声 一道细细的蓝光 如同离弦之剑般的穿透了虚空 笔直的向着贝龙当头射来 蓝光虽然快如闪电 但和贝龙还有一段距离 贝龙完全有时间躲避 可是他不但没有躲避的意思 反而还若无其事的点燃了一支香烟 美美的深吸了一口 当蓝光飞射到贝龙面前时 贝龙肆无忌惮的 直接一口烟喷在了蓝光上 那道蓝光虽然来势汹汹 可是啊 却在距离贝龙面门 大约还有两寸的时候 来了个空中飘移 刚好是被喷了一身的尼古钉 兜了个圈子 又飞回去了 这不是贝龙抽的烟有多特殊啊 而是贝龙知道 他根本就出不了五毒坛 贝龙此时此刻 刚好就站在那毒龙坛边上 脚尖距离毒龙坛 不过一尺之遥 之所以这些毒蛇 都被限制在了毒龙坛里 就是因为毒龙坛的边缘地下 埋藏着唐家宝毒门秘制的 碧毒香 这碧毒香十分好奇 能够散发出淡淡的香味 人闻起来啊 只会以为是花香 但蛇却是极其惧怕这个香味 若是人的怀里 能揣指甲那么大的一粒 就算是在蛇窟里 也能安然无恙 上一次末世之中 唐家宝遭遇强敌入侵 贝龙作为唐家姥姥的望年教 自然是赶来唐家宝助权 强敌后来被贝龙和唐门姥姥 联手赶了出去 而唐家宝的防线 也被贝龙摸了个门清 唐门姥姥丝毫没有要防备贝龙的意思 反还把贝龙不知道的 也都告诉了他 他是怎么知道 毒龙出不来毒龙坛的 唐银不禁脸色微变 这可是唐门的小秘密啊 难道他以前来过毒龙坛 不可能啊 他年纪还没有我的 如果他来过还能瞒得过我 也是啊 唐琳琳点头认可 唐阴不但是嫡系子弟 还是唐门三十六房之一 百毒房总管之子 之所以唐门子弟在行走江湖时 好像有用不完的毒 就是因为有百毒房在源源不断的供应着 百毒房在唐门的地位可想而知 连唐银都不知道 这人应该是没有来过唐家宝 然而接下来 让他俩都意想不到的是啊 贝龙竟然拔剑在手 刷的一剑斩出 这一剑斩向了大地 顿时在地面上离出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贝龙拿赤销剑探下沟壑身处 轻轻一挑 便挑起来指甲大的一小块紫红色的晶体 这便是唐家宝秘制的壁毒箱了 贝龙把壁毒箱塞进口袋 跳下了毒龙潭 她 她是怎么知道壁毒箱的 唐银不禁脸色大变 这可是唐门的大秘密啊 对啊 连我都不知道 她怎么知道的 难道 她也是唐门嫡妻 这不可能啊 唐门嫡妻我会不认识吗 也是啊 唐铃铃点头认可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即便唐门是个大家族也不例外 唐门嫡妻就是一个小圈子 而作为百毒坊总管之子 唐银是其中的风云人物 她不是唐门嫡妻子弟 却知道我们唐门的大秘密 如果她想要对我们唐门不利 我们可就惨了 走 跟上去看看究竟 说吧呀 她便拉上了唐里内的小手 带着她风驰电掣的来到了独龙潭边 如果背龙是千人敌的宗师 那就可以在独龙潭踏步而行 然而并不是 好在呀 她还能施展八步赶缠 她脚尖在生满了独龙潭的颅尾上 轻轻一点 便轻飘飘的掠到了水面上 此时啊 那兜了个圈子的蓝光 再次向她飞射而来 但是 当她飞到背龙面前大约一米的时候 迟疑着减速了 她嗅到了碧毒香 背龙嘴角叼着烟卷 伸出了一根白皙修长 仿佛钢琴家般的食指 快如闪电的迎着那道蓝光 一指刺去 金针指刚好和蓝光来了个针锋相对 巴搭一下 蓝光便落入了背龙的手中 背龙抓着蓝光仔细打量 这蓝光啊 原来是一条纯蓝色的小蛇 身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细鳞 只有拇指粗细 让人惊讶的是 这条蓝色的小蛇背部竟然生有一双小小的翼 不是鸟类那样的鱼 而是骨骼上覆盖着薄薄的一层皮膜 就像是蝙蝠一样 这便是唐家宝秘密培养出来的毒龙 毒龙潭便是由此得命 漫山遍野的武毒之所以过不了毒龙潭 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毒龙的存在 被被龙抓在手里的那条纯蓝色的小蛇 发出了唧唧的尖声惊叫 生满了毒龙潭的芦苇之中 呼的探出了一个两个三个 百个千个万个舌头 数不清的纯蓝色的三角形舌头探出来 无数只阴毒的小眼睛 凶狠的盯着被龙 被龙不禁皱了皱眉头 一只蚂蚁不可怕 但千千万万只蚂蚁 甚至能吃掉大象啊 更别说这么多的毒龙了 数不清的纯蓝色小蛇 在水面上迅速的游动 融合成了让人心惊肉跳的蓝色大海 数不清的纯蓝色小蛇 在天空上盘旋飞舞 凝聚成了让人惊慌失措的蓝色云霞 蓝色的大海和蓝色的云霞 仿佛连接了天与地 这一刻整个世界都仿佛变成了 惊心动魄的蓝 数不清的纯蓝色小蛇 在水面上飞射向了被龙 仿佛蓝色大海中掀起的惊涛海浪 数不清的纯蓝色小蛇 在天空上俯冲向了被龙 仿佛蓝色云霞中下起了倾盆大雨 在这么气势灰红的大场面背景下 被龙默默地转过身 掏出手机打开自拍模式 眯着月亮笑脸 嘴里叼着烟卷 被龙笑眯眯地在那铺天盖地的蓝色背景中 比了个剪刀手 咔嚓 然而那让人心中充满绝望的蓝色 在吞噬了天地之后 却是在距离被龙一米左右时 就不约而同地绕开了被龙 使得被龙就像是激流中 异军凸起的一块礁石 被龙所站之处 便是这铺天盖地了蓝色之中 唯一的一小块空白 唐银看到被龙 竟然还浪里个浪的玩自拍 那真是欺不打一处来呀 你他妈 你他妈 你咋不吃不饿呢 古人曾经约过 莫装逼 装逼遭了一批 被龙的手机还没收起来呢 便忽然发觉 独龙潭之下 隐隐传来了令人心迹的雷鸣 便在这令人心迹的雷鸣隐传来之时 那铺天盖地的蓝色 忽然如同潮水般的褪去 就像是出现了什么无比恐怖的存在 把他们吓得仓皇逃窜 钻进了芦苇之中 那数以万计的独龙大军 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黑阳 第九十六集 贝龙身形急退 眨眼间便退到了潭边 刚刚手拉手赶到的唐颖和唐琳琳 就尴尬了 你是什么人 赶到我唐家宝放肆 唐颖连忙甩开唐琳琳的手 向前一步 挡在他的身前 双眼宛如毒蛇般 阴冷的盯着贝龙 当真不怕死吗 贝龙仿佛依旧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存在 只是眯着眼睛 定定的盯着独龙潭 唐颖很生气 贝龙不理他 他很生气 当这唐琳琳的面不理他 他就更生气了 就在这时候啊 呼听那独龙潭之中 传来轰隆一声巨响 仿佛天崩地裂 独龙潭中猛然掀起了小山般的滔天巨浪 要知道啊 这独龙潭本来就没多深 要掀起小山般的滔天巨浪 简直要把整个独龙潭都给翻过来了 那潭下就像是有什么洪荒猛兽 在翻江倒海 乌黑的潭水冲向了天空之后 落下来好似下了一场倾盆大雨 其中啊 更是夹杂着星星点点的蓝光 那是数不清的独龙 如同被龙卷风卷起来的鱼耳 在仓皇无助地挣扎翻滚 倾盆大雨之中 一颗好似墨盘的巨大头颅从独龙潭下探了出来 又粗又长的身躯就像是横在独龙潭中的一道堤坝 浑身上下都披着厚厚的银色鳞甲 每片鳞甲都有盾牌大小 一眼望距 宛如白银胶筑而成的巨无霸 鬼火般绿盈盈的一对大眼珠子 好似脸盆 又如同夜色下奥迪的车大灯 射出了两道宛如实质的幽光 幽光射出足足有杖把长 仿佛避逆天下的君王环顾左右 顿时啊 那数不清的独龙便都吓得浑身僵硬 不敢妄动 这是一条无比庞大的白蛇 让人第一时间就会联想到神话传说中的白娘子 龙王 唐银和唐玲玲不禁脸色大变 这一条无比庞大的白蛇 虽然他们也没有亲眼见过 但却是听着他的传说长大的 他是唐门专门培养出来的一种 就是为了镇压独龙潭里无数独龙 事已被称之为龙王 他自身无毒 却专门以毒蛇为食 唐门连续几代 对他做了许多训练和药物控制 使得他不但不会攻击唐门子弟 还会听命于一种特殊的口号 那是以内力吹出的口哨之法 即使不亚于一门武功 道理就好像是赶马车时 喊的嘚加鱼一样 耗费唐门几代人的心力 训练成了他的本能 这口哨无法文字记载 只能是口口相传 必须得依靠内力或真气 才能吹得出来 掌握了这套口哨之法的 整个唐家宝 就只有太上长老唐门姥姥 和宝主两个人 即便是唐银这种嫡系子弟 也不知道 所以当龙王那绿幽幽的巨岩 扫向他们的时候 唐银和唐灵灵当时就下跪了 他们从小便被老人教育过 独龙坛里的龙王 乃是唐家宝的守山神兽 发起风来能吞天石地 唐门子弟只要跪下不动 就不会被吃 要是敢轻举妄动 也难免葬身龙夫 然而他们不知道 贝龙却知道 当然贝龙知道的也不多 但是刚好够用 当初在末世之中 由于唐家宝遭遇强敌入侵 作为唐门姥姥的宝宝 龙王自然也要参战 为了避免贝龙被龙王误伤 唐门姥姥传了他简单的两声口哨 于是啊 贝龙便在唐银和唐灵灵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吹了一声尖锐的口哨 那无比庞大仿佛洪荒猛兽的白蛇 竟是屈尊的向贝龙低下了头 如同一座桥梁般的横跨黑龙盘 墨盘般大小的蛇头 刚好就垂在了贝龙的脚边 贝龙大咧咧的抬脚 站到了白蛇的头顶上 那白蛇再次高高的昂起头来 当白蛇把头昂起来时 顿时龙王的威势展现无遗 万龙俯首 谁语争风 唐银和唐灵灵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唐家堡中 有一面山壁上雕刻着唐门祖先中 唐门七圣 唐门七圣乃是唐门一千多年历史中 最杰出的七位大人物 他们并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甚至前后跨越了两个纪元 但不论哪一个都在其所在的时代 是夜空中最光明璀璀璨的那颗星 所有唐门子弟 在正式家族传宫之时 行拜师礼 都要在宗庙里祭祀唐门七圣 所以说呀 唐门七圣 就是唐门每一个子弟心中的圣贤 好比孔子之于文人 关公之于武者 鲁班之于工匠 那面山壁上的壁画内容 唐吟和唐琳琳从小就仿佛刻在脑子里一样 他们清清楚楚的记得唐门七圣的第五圣雕像 就是一个玉树临风的销兽身影 高高在上的站在龙王头顶上俯瞰众生 唐琳和唐吟都曾经在壁画前憧憬过 有一天自己也能脚踏龙王俯瞰众生 那一定是很威风啊 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自己的梦想会被别人给实现了 唐门七圣画壁上 那经典的情景恰恰于此时此刻震撼人心的一幕 完美的重合了起来 唐吟呼的双腿一软 身不由己的就跪在了地上 呆呆的望着那玉树临风的销兽身影 高高在上的站在龙王头顶上 乘风破浪横渡独龙潭 唐琳琳呢 却是本能的掏出手机 本能的打开相机 本能的拍摄视频 本能的发朋友圈 本能的发家族群 反应过来之后 唐琳琳又赶紧把发的朋友圈给删了 但至多不过一秒 她的家族群里就掀起了一场 兴风血雨 外门直视唐文川 唐琳琳 你这段视频哪来的 电脑合成的对不对 巡查坊总管唐坤 坤正 是谁在恶搞我们唐门七圣 这可是死罪 张老唐说 太放肆了 死贼现在何处 老夫要亲自去取他人头祭祖 包主唐言 兄之恶劣 格杀勿论 唐琳琳在黑龙潭边瑟瑟发抖 好在微信群里有直播功能 而龙王载着背龙 还没有渡完黑龙潭 他赶紧把家族群的直播功能打开 于是 这一刻整个唐门上上下下 都从直播视频里亲眼目睹了 那震撼人心的一幕 唐家宝家族群顿时陷入了沉默 但没有人说话 不代表没有人行动 包括宝主唐言在内的老家伙 全都出动了 纷纷赶往同一个目的地 独龙潭 黑龙潭并没有多宽 但要容纳龙王这等庞然大物 那自然也不可能是他小河沟了 而唐家宝虽然很大 京宫可是唐门立足江湖的金字招牌 对唐家宝的宝主唐言 长老唐朔 巡察房总管唐坤 他们这些高手而言 也不过是尽在咫尺 被龙脚踏龙王渡过了黑龙潭的时候 便见到了潭边 已经出现了不少唐门中人 不只是唐言唐朔 他们这些大佬 就在附近的内外门的弟子 也都赶了过来 并且还有其他大佬 和距离较远的弟子们 在陆续的赶来 瞻仰被龙 或者说呀 瞻仰五圣神迹 之前还在家族群里 大发雷霆的唐言 唐朔 唐坤他们这一刻 集体失声了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和唐银唐林里一样 那唐门七圣的壁画内容 也是从小就刻在了他们的脑子里 他们也曾无数次的 在壁画前憧憬着 有一天自己也能脚踏龙王俯瞰众生 可是啊 梦想风乳肥囤 现实 鼓授临寻 他们终究发现自己只是凡人 拥有不了唐门七圣的光辉 然而他们都实现不了的梦想 竟然被一个外人实现了 这让他们情何以堪呢 当然了 唐岩作为宝主 也是知道这套口哨秘诀的 可是他从来也没敢试过 祖训里说的明明白白 只有大敌当前之时 方可召唤龙王出现在人间 现在唐家宝稳如泰山 唐岩自然不可能没事把龙王拉出来溜一溜 不过贝龙并不知道这一点 毕竟在末世之中 龙王已经符合了出现的条件 所以唐岩才更为震惊 这他妈谁啊 我都不敢把我们家龙王拉出来溜溜 你敢 其他人就更震惊了 只有每一代的太上长老和宝主两个人才知道 召唤龙王的口哨秘诀 这外来人怎么知道呢 而且还重现了五圣神迹 深吸一口气 唐岩郑重其事的向着贝龙行礼 在下唐家宝唐岩 敢问少侠高兴达明 他行得里很有讲究 举起一只右手握拳 掌心向外 只伸出十指中指 二指并拢 贴于人中 这是古唐门遗留下来的规矩 最初啊 是要向对方表明自己并没有在手里藏暗器 但是 这手势做的多了 几百年下来 就渐渐成了唐门内部的礼仪 当然了 如果在外人看来 唐岩就好像是犯了鼻炎 揉了下鼻子而已 这自然是唐岩的试探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贝龙竟然也回了同样的毅力 但是贝龙的食指中指 不是贴在人中 而是贴在了太阳穴上 贝龙 宝贝的贝 神龙的龙 包括唐岩在内的所有人都情不自禁的 道歇了一口冷气呀 这食指中指贴在哪里可是有讲究的 按照辈分 身份区分为三等 最下等的是贴在下额 中等的是贴在人中 上等才是贴于太阳穴 现在的唐家有资格回上等里的 就只有太上长老唐门姥姥一个人而已 唐门姥姥相当于唐家的大家长 身份地位最高 只要他不死 唐岩就只能行中等里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小子凭什么能回上等里呀 不是啊 他是怎么知道唐门的上等里的 贝龙当然是从唐门姥姥那里知道的唐门上等里 他经常见到唐门姥姥跟唐门子弟这样还礼 便也学着唐门姥姥的样子 跟唐门子弟这样还礼 但他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末世之中强者为尊 他是华夏八大天王之一 又和唐门姥姥相较莫逆 自然是没人敢说什么 现在呢 他也是看唐岩给他行礼 就下意识的 如同记忆中的那样还了个礼 可是还礼之后 他就发现全场瞬间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是神情古怪的看着他 是我环礼的姿势不对吗 被龙仔细回忆了一下 那以前都是这么环礼的呀 没毛病啊 想到这里 被龙微微顿足 龙王便心领神会的弯下了长长的脖子 将墨盘大的舌头搭在了潭边 被龙一脚下了舌头 再次向着龙王吹出一声尖锐的口哨 那龙王先是警告性质的 绿幽幽的巨颜扫了一眼潭边的众人 那意思是 你们敢碰他一下试试 这才又昂起头来 向着被龙连连点了三下 缓缓的潜入了独龙潭中 你是哪头的呀到底呀 唐岩他们个个风中凌乱呢 我们才是自己人呐 唐岩他们几个大佬彼此对视了一眼 最后还是唐岩说话 但态度已经略带恭敬 这个 不知被少侠与我唐家宝有何渊源 我和你们姥姥是生死之交 但这话被龙肯定没法说呀 只能故弄玄虚 我和你们唐家宝确实颇有渊源 但实在是不方便对你们名言 唐岩一正 我可是唐家宝宝主 你连我都不方便名言 你跟谁方便呢 这让唐岩有点不爽 但他摸不透被龙的身前 只能又是略带恭敬地问 不知被少侠到我唐家宝有何贵干 我来拜访他们姥姥 你们逗我呀 唐岩唐说乃至所有人都是脸色古怪 你今年几岁了 拜访我们姥姥 如果被龙是个八九十岁的老爷子 唐岩唐说他们肯定觉得正常 可问题是 被龙的样子明显还不满二十 却来拜访一百多岁的唐门姥姥 长老唐说先忍不住 愣声道 抱歉了 我们姥姥正在闭关 不见外人 他话音未落呢 忽听一个宛如出谷黄梨的声音 远远传来 可是御龙之人要见我 众人连忙回身望去 只见在那绿意葱葱的山林之中 一抹红色魅影飘忽而来 那红色魅影说话不急不虚 说第一个可字的时候还在半山 说到最后一个字 我的时候便已经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这首轻功当真是堪称神鬼莫测 一见这红色魅影出现 包括唐岩在内所有唐门子弟都是慌忙败倒在地 毕恭毕敬的口中高呼 孙儿拜见姥姥 唐门姥姥啊是个尊称 类似于老祖宗的意思 实际上唐门姥姥也是唐家嫡系 所以包括唐岩在内的所有唐门子弟在他面前 都自称孙儿 唐门姥姥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九十七集 唐家宝不知道是血脉遗传还是修炼武功的原因 普遍个子都不高 男性啊 普遍身高在一米六五上下 女性普遍身高在一米五五上下 唐门姥姥虽然是唐家嫡系 却至少有一米七五 站在孙儿面前 颇有鹤立鸡群之感 他有着一头长脊脚踝的雪白绣发 宛如亮银 熠熠生辉 却有着一张千娇百昧 明艳动人的美丽容颜 看起来呀 至多不过四十岁 正是徐娘伴老 风韵犹存 那双有着淡淡于尾纹的美眸中 有着洞彻事情的沧桑和睿智 简而言之啊 发如雪 颜如玉 一袭古香古舍的红色霓裳 却遮掩不住他那成熟女人的风鱼 只是在他那五根鲜鲜玉指之间 跳跃着蓝色妖火 让人不敢有任何的禽兽想法 没错 就是他 虽然现在的他看起来 比末世之中要年轻一些 但真的是他 唐英久违了呀 贝龙看着唐门唠唐英的时候 恍如隔世 目光不由的有些迷离 游记得他重生之前 要和西欧第一强者雷神拖地决战 唐英再三劝他不要去 说强龙不压地头蛇 贝龙去了会吃亏 要去 也是他一起去给他压阵 但贝龙自信是猛龙过江 孤身前往西欧 与雷神拖地决战 这才有了他的人生重启 人生难得一知己呀 他们是战斗中鲜血凝聚成的友谊 真正的生死之交 如果不是顾念了这份情谊啊 以贝爷的脾气 早就送流长江两口子下地狱了 姥姥 唐英恭恭敬敬地给唐英介绍 这位贝龙贝少侠就是御龙之人 表面上说完之后 唐英又传音入密地 把他所知道的原原本本都告诉了唐英 不仅仅是贝龙用口哨驱龙王 和对他还上等礼的事 还有贝龙对毒龙 贝毒香的了解 这些是唐英那私信给他的 小丫头很有心眼啊 唐英的目光已经锁定了 在场唯一的陌生人 他秀眉微醋仔细打量贝龙 他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这个冷峻的少年 是他平生第一次见 但冷峻少年看他的目光却很深邃 似乎隐藏着三分的怀念 三分的唏嘘 三分的惆怅 以及一分久别重逢的激动 唐英相信他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少年狼 他自然也是在家族群里的 和唐颜他们一样看到了唐玲玲发的视频和直播 只不过呀 他闭关的地方距离这最远 所以才会落在后面杉杉来迟 对于贝龙的身份 在唐颜传递了足够信息给他之后 唐英反而更加无从判断了 少侠 请随我来 唐英美眸目光流转 小手一扬 一匹红链被飞到了贝龙面前 贝龙习惯性的伸手抓住了红链 唐英已然如同惊鸿仙子般的转身 向着山林深处飞去 贝龙只需要跟着他一起装杯 一起飞就是了 唐颜他们一个个眼睁睁的看着唐英带走了贝龙 一时间不是该说什么 半啥 唐颜才摆了摆手 好了 没事了 散了吧 都散了吧 宝主发了话 唐门子弟们自然也只能是各自离去 但这事啊 肯定是承包了今日头条啊 成了唐家宝上上下下最火热的话题 也因为贝龙复制了五圣神迹 和唐门姥姥出现带走了他 而让这个话题充满了传奇性 快啊 太快了 贝龙在末世之中的时候 还没觉得唐英有多快 毕竟那时候两人的实力相差无几 现在呢 却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唐英带着他简直像是在飞一样 转眼间便掠过了重重亭台楼阁 唐英带着他来到了闭关的地方 五花洞 五花洞里生活条件十分简陋 只在那紫色香菲竹构建的竹床之上 铺了一张雪白的北极熊皮 唐英便随意的坐在了那张北极熊皮上 却看到贝龙好似对这里非常熟悉的 走到了竹床对面石壁前 一块蘑菇式的石头上 那块蘑菇石坐着很舒服的 唐英平是来了兴趣啊 便会坐在蘑菇石上吹消 可是第一次进来五花洞的人 又怎么会直接就奔着那块蘑菇石去坐呢 就连经常来跟自己汇报唐家宝情况的唐妍都不知道 他是怎么知道的 唐英心中疑韵重重 忍不住轻起谭纯发问 不知少侠与我唐家宝有何渊源 我和你生死之交 但贝龙这话肯定没法说呀 只能是继续故弄玄虚 我和你们唐家宝确实颇有渊源 但实在是不方便对你们明言 既然不方便明言 不如我来猜 你只需回答是或否即可 就知道同样的话糊弄不了他 贝龙无奈点点头 我只回答三次 贝龙是不相信他能猜出来的 重生这种事没有经历过 谁能相信呢 不过呀 这样的问答方式有个好处 能让他自己脑补可以接受的理由 唐英那双已经有了淡淡于尾文 却依旧明亮动人的美眸 定定的盯着贝龙 你姓唐 否 唐英畏畏一正 他原本还猜测贝龙 是不是唐家宝散落在外的一只呢 没想到第一个问题就被否了 而且以他看来 贝龙目光清澈 绝非撒谎 不过没关系 否其实也是个很有用的答案 但既然说了 只有三次回答机会 唐英自然得好好斟酌呀 沉吟了片刻 唐英才又问道 我认识你 贝龙呆了一呆 正确答案当然应该说不认识 可是他被唐英的双眸直勾勾的盯着 不知为什么就是不想骗他 或者说呀 他从来没骗过他 不对 他骗过他一次 就是这一次 让他从二十年后的末世 重生到了二十年前的和谐社会 所以啊 他不想再骗他一次 于是贝龙垂下了眼瞼 微微汗手 是 唐英美眸中出现一丝得意 这可是个巨大的突破呀 但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了 他该怎么问 才能摸清贝龙的底细呢 这次呀 唐英沉吟了许久 才终于问出了一个 让贝龙都震惊不已的问题 前世 贝龙不禁脸色一变 他为什么会有如此 诡异清奇的脑回路呢 说起来 唐英认识的 确实算是 前世的他 他的重生 也算是两世为人了吧 之前贝龙的回答 就算是犹豫 也只不过是一瞬间 此时却真的是抽出不定了 当然了 至多也不过两秒而已 但聪慧如唐英 已经知道了他的答案 我认识你的前世 唐英一双美眸闪闪发光 原本到了他这个年纪 已经没有什么 能让他惊讶了 但贝龙今天 却一再的带给他震撼 前世的你是谁 前世的你我 又是什么关系 活了一百多岁了 唐英相信自己不会看错 贝龙的三次回答 都是真实可信的 好吧 贝龙第三次并没有直接回答 但唐英相信 自己不会判断失误 虽然前世这种事 确实很匪夷所思 但活得久了 那见的也就多了 唐英见过太多匪夷所思的事 何况他本来也是个封建迷信的女人 他这连珠炮似的问题 问得贝龙整个人都不好了 怎么回答呀 还等一下 我好像不用回答 贝龙一脸遗憾的摇了摇头 已经三次了 唐英很后悔 早知道跟贝龙先说好四次了 只要再多问一个问题 他几乎就能确定 贝龙却是又忍不住问了一句 为什么你没猜 是我的前世认识你的前世呢 唐英美好气的白了他一眼 难道我的前世也是他们姥姥 不 是他们姥爷 唐英扑斥一笑 竟是有着颠倒众生的绝代芳华 贝龙也笑了 他就爱跟唐英瞎扯淡 主要是唐英实在太寂寞了 和他同一个时代的人早都死光了 他都不记得有多少年 没人和他像普通朋友那样 聊聊天说说话了 所有人在他面前都是毕恭毕敬 诚惶诚恐 现任的唐家宝宝主唐延 只不过是他的孙子本 就连少林武当两派掌门人 在他面前都得值弟子里 好在呀 末世之中他有了贝龙这个朋友 贝龙这个人有时候是真的皮 有时候也是真的秀 即便跟唐英这位武林老前辈 也是没大没小嘻嘻哈哈 正因如此 两人才成了望年交 进而又在并肩作战中 成了生死之交 完全是因为唐英当时说话时的 语气神态 才勾起了贝龙习惯性的瞎舌弹 然后唐英笑着笑着就愣住了 他已经不记得上一次笑 是什么时候了 有时候啊 活得太久 也是一种悲哀呀 唐英悠悠的叹了口气 谁让自己练了那门神功呢 等一下 自己为什么没有生他的气呢 唐英微微一正 讲道理 贝龙说什么唐门老爷 是对自己的调侃吧 可是自己不但没生气 反而还笑了起来 是因为自己相信了 和他前世相识 还是因为他那种朋友 开玩笑之间的随意 自然 没有第一时间生气的唐英 觉得自己再生气就有点刻意了 他便舒展好弯 玉指轻轻把鬓角的发丝挽到了耳后 女人味十足的掩盖了慌张 既然你不肯说 那我也就不问了 唐英的一只小手习惯性的把玩着一口蓝汪汪的短臂 这短臂啊 在他的尖尖玉指间灵活的跳跃着 就好像是一团蓝色的火焰 这便是唐门姥姥传说中 天下无误不破的神奇蓝色妖火 把玩这蓝色妖火 唐英淡淡的看着贝龙 那你这次找我 作为何事啊 两件事 贝龙现在已经是破棺子破摔了 谁让碰上个老妖精呢 既然被唐英猜到了他的秘密 贝龙干脆啊 趁着这个机会帮他解决麻烦 第一件事 来看看你好不好 第二件事 如果你不好 我来帮你好 这人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唐英秀眉一条 好 那你看我好不好呢 不好 贝龙说 就冲着唐英还在闭关 贝龙就知道他现在很不好 如果贝龙现在不帮他 他还会更不好 不好到直接影响了他的后半生 是吗 那你说说看 我哪不好 你现在闭关 应该是为了突破五地吧 贝龙笑眯眯的看着他 手里拿着一支香烟 如同唐英把玩蓝色吆喝一样 在指尖旋转飞舞 他习惯了 嘴里不叼根烟 总觉得缺点什么 但他不会忘 唐英讨厌烟味 武者十人敌 武侠百人敌 宗师千人敌 传奇万人敌 传奇在往上 并非没有路 只不过呀 这条路在末世之前 是被堵死了的 万人敌的传奇之上 乃是一人可敌国的五地 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 早就已经证实了 华夏历史上的绝世强者 都是真实存在的 如关羽 赵云之流 便是万人敌的传奇 如立拔山西气概式的项羽 两臂有四项不过之力的李源霸 便是一人可敌国的五地 唐英的实力 现在是万人敌的传奇 在末世之前 除了他 也就只有少林武当两派掌门了 但在原有的历史轨迹上 唐英在末世降临后 发现有机会突破五地 便开始闭关 结果就是闭关失败 唐英受了很严重的内伤 从传奇巅峰 直接跌落到的宗师巅峰 如果不是龙王一变 二变 三变的成长到了逆天的程度 唐英只怕都排不进华夏八大天王 唐英在末世之中 被人称为龙神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贝龙和唐英是生死之交 既然他已经重生了 而且还被唐英猜到真相 自然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 在重蹈覆辙 再说了 现在世界已经被贝龙改变了 谁知道这次唐英会不会不止跌落境界 甚至还相消欲云呢 贝龙很了解唐英 知道唐英是个点滴之恩 涌泉相报的奇女子 所以啊 这个忙可以帮 你怎么看出来的 唐英惊讶的看着贝龙 就算他认识贝龙的前世 可是他闭关突破五帝 是最近的事啊 而且除了他自己以外 再也无人知晓 贝龙的修为看起来 只不过是百人蝶的武侠而已 难道他能为不先知 就是看出来了 而且我看得出来 你已经误入歧途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九十八集 可是我觉得我很好啊 唐英美眸目光流转 笑意盈盈 蓝色妖火在指尖闪烁不停 你知不知道 你有个很不好的习惯 你的心越乱 妖火跳得越快 唐英心头一颤 妖火也是一颤 他连这个都知道 他的前世 到底是我什么人 既然你觉得你很好 我也就放心了 贝龙站起身来 贝龙站起身来笑了笑 打扰了 告辞 正所谓啊 强扭的瓜不甜 他固然愿意帮唐英 但前提也得唐英愿意被他帮啊 说白了 这呀 就是个信任的问题 贝龙无法让唐英在这种人生抉择的大事上 相信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 他也很了解唐英这个人 唐英不愿意相信他 他说的再多 也是人并乱 当他走出了五花洞之后 远远的听到身后洞内传来唐英悠悠的声音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 我恨君生早 一朝人别去 情思百年绕 吟到了这里时 唐英的声音戛然而止 就像是天上的风筝断了线 不知飘去了哪里 贝龙轻轻叹了口气 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微小声音 为他续下了最后一句 春梦了无痕 花落知多少 呼得眼前一花 相风袭来 红色魅影依然飘忽在眼前 唐英那双美眸之中 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 痴痴的看着贝龙 你刚才说什么 能否再说一次 贝龙惊呆了 下意识的回头 看了一眼那座五花洞 从他此时此刻站着的地方 到五花洞 至少也五十米了 他刚才又是刻意 很小声的说话 不像唐英那样大声的背诗 这么远的距离 这么小的声音 唐英也能听见 这就是地听耳 贝龙猛然想起 真没想到这地听耳 竟然如此的厉害啊 不错 地听耳共有五层境界 以动 入微 寂静 天听 明灵 唐英的俏脸上浮起了 两朵红云 声音柔情似水 你猜 我现在到了哪一层了 贝龙沉默了 他当然不知道唐英 现在到了哪一层 否则也不会被唐英 抓了个现行啊 唐英刚才 引出的一首小诗 其实啊 出自于唐代 同观瑶瓷器 提诗日 二十一首 作者不详 原诗就只有前四句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 君恨我生迟 我恨君生早 至于后面的四句 大概是唐英自己续上去的 以前贝龙 就是这么以为的 末世之中 贝龙和唐英的嗜好 恰好相反 贝龙抽烟不喝酒 唐英喝酒不抽烟 两人在一起谈天说地 便是很诡异的 贝龙在不停的抽烟 唐英在不停的喝酒 贝龙以烟敬酒倒没什么 唐英往往喝到最后 都是烂醉如泥 不过呀 唐英的酒品很好 既不会酒后乱性 也不会借酒撒风 只会循环不停的背诗 而且唐英来来回回 只背这八句 每次情感还都特别的投入 背得泪流满面 满地打滚 贝龙听得多了呀 这自然也就记住了 再说了 这几句本来也都是通俗易懂的 至于这首小诗后续的四句的背景 贝龙并没有问过唐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唐英如果想说 自然会告诉他 不想说 他再问也没用 刚才他听到唐英又在背识 确实为了前六句 他一时感怀 就给去上了 却没想到啊 惹祸上身了呀 贝龙现在心里有点慌 总感觉唐英一下子就变了 对呀 你肯定是猜不出来 你走的时候 我才只是第一层 我走的时候 你才只是第一层 贝龙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妈到底是我重生了 还是你穿越了呀 等一下 贝龙猛然醒悟过来 唐英这是把我当成 另一个人了吧 而且看唐英这个意思 这首小诗并不是他续的 其实啊 是来自于那个人 那个人难道是他男人 但贝龙了解到 唐英是个一生未嫁的 百年圣女啊 你 你知道我 唐英抿了抿英唇 抬手把山峰吹乱的发丝 轻轻挽到了耳后 本来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如果我告诉你 我可能并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 我知道你是不会承认的 你从来都不会承认 唐英 眼寒春水 声若蜜唐 姑姑 姑姑 贝龙惊呆了 他好像知道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啊 如果唐英说这首小诗来自于他喜欢的男人 贝龙一点都不会奇怪 谁还不是个少女了 可问题是 姑姑 虽然这只短短的两个字 寻常的称呼 包含的信息量实在是有点大呀 深深的吸了口气 贝龙难得的一本正经严肃认真 对不起 你认错人了 唐英一副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样子 笑盈盈的便想来拉贝龙的手 是了是了 是我认错人了 贝龙瞬间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连忙后退一步 打扰了 告辞 等一下 见贝龙的神情反应 唐英背齿 咬着嘴唇 犹豫片刻 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转瞬间恢复了之前唐门姥姥的状态 对不起少侠 我想是我认错人了 实在是我对我过世的姑姑太过思念 还请你谅解 还有 你说的没错 我现在不好 我自并修炼我们唐门祖门祖传的神功 玉神功 在一个关卡已经卡住了整整八十年 最近好不容易感觉那个关卡已经松动了 却在冲关的时候 又误入歧途 还好少侠你及时出现 说到这里啊 唐英真诚的看着贝龙 我不知如何是好 能否请少侠帮忙 我又从姑姑变成少侠了 贝龙定睛一看唐英 见他似乎已经不是痴情的样子 其实整个过程啊 除了他被错认成了唐英的姑姑以外 貌似一切都还在他的掌握之中 再说呀 他这次来 本也是为了帮唐英渡过难关的 沉吟两秒之后 贝龙点点头 你如果信得过我 我当然可以帮你 唐英的嘴角勾起了一抹迷人的笑意 我信得过你 少侠 我们先回洞府吧 五花洞中 白熊皮上 唐英盘膝而坐 五心朝天 眼观鼻 鼻观口 口观心 心观自在 他毫不避讳的在贝龙面前 展露出了御神功的修行之法 虽然他身上穿着大红袍 但其实啊 这大红袍薄如蝉翼 而且真气具象化 贝龙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体内真气在运行的路线 如果贝龙是他的敌人 趁他运功紧要时下手太容易了 但唐英已经对贝龙是他姑姑 转世 转世 深信不疑 只有贝龙是他过世的姑姑 才可以完美解释 贝龙为什么知道碧毒香 为什么能驱使龙王 为什么能看出他突破五地 遇到了难以突破之障碍 最主要的是 贝龙知道那首小诗的最后一句 春梦了无痕 花落之多少 按唐英所知啊 在姑姑过世之后 这天上地下除了他 就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 所以贝龙既然也承认了他是转世的 那除了是他姑姑转世 还能是谁啊 这个世界上如果他连姑姑都信不过 他又能信得过谁呢 唐英对贝龙完全解除了戒备 而贝龙此时此刻等待着唐英行功 全身贯注的盯着唐英身上 青色真气的运行路线 他需要把握时机参与进来 闭关这段时间里 唐英已经不止尝试过了一两次 只是每一次都是未尽全功 初始他轻车熟路的 催动着青色的玉神真气出丹田 按照修炼路线自动循环 每走一遍循环 贝龙便能看到唐英身上的真气 粗壮了一圈 第一遍的时候啊 玉神真气还细如蛛丝 第二遍就已经粗如棉线了 贝龙眼瞅着唐英 彻底把他一百多年炉火纯青的玉神真气 调动起来 体内游走的玉神真气 竟然比他的胳膊还粗 简直让人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啊 即便是二十年后的龙神唐英 贝龙了解到他的玉神真气 也没有这般的雄厚 终于啊 唐英把所有的玉神真气完全调动起来 接着便开始冲关了 这玉神真气该如何冲关 唐英曾经亲口跟贝龙讲述过 他冲关遇到了哪些障碍 其实啊 唐英凭借着他的天才绝宴 当时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 只是由于真气不絮 而功亏一亏 他是当局者迷 就想靠自己蛮干 直到许多年后 自己能跳出来旁观者清了 才终于发现原来输在了哪里 所以啊 他特别遗憾 当时如果能找人帮忙就好了 只可惜 他境界跌落 想要再恢复到冲关前的真气储备 二十年还是远远不够的 尽管唐英早就给贝龙说过 他冲关的景象 贝龙见了还是叹为观止 只见他丹田冲盈到了极限时 真气开始转变形态 并开始了爆炸 这称为雷动 据贝龙所知啊 最低等级的舞者是锤炼肉身 从武侠才开始修炼内功 但武侠炼出来的是内力 到了宗师时 内力便会升级转化为真气 越过传旗到了武帝 真气才会二度升级 转换成更高存在的赵元 唐英撑过了雷动 真气转化为赵元 他才真正是突破到 一人可敌国的武帝 雷动十二正经时 唐英全都咬牙撑了过来 只是啊 已经香汉淋漓 湿透了衣裳 其实他修炼的玉神功 贝龙一直觉得 是不是有永保青春的功效 甚至会不会是修仙的功法 明明他已经是一百多岁的人了 但看身材相貌 就真的是风于少夫 此时那薄如蝉腻的大红袍 被香汉尸偷 顿时先好必先 如此活色生香的场面 贝龙连忙告诉自己 他已经一百多岁了 顿时啊 心如圣贤 做坏不乱 前面的关爱 唐英自己都能撑过去 但是啊 行百里者 半九十 最后一关拦住了他 驱骨 位于下腹部 前郑中县 持骨联合上缘终点处 中级 驱骨之下 旗下四寸 官员 中级之上 旗下三寸 汽海 官员之上 旗下一寸半 雷洞就是到了这 任脉的四个连续学位时 一条线的仿佛到了极限 难以为虚 贝龙眼见那雷洞散乱 断断续续 毫不犹豫的 便金针指 一直戳在他的驱骨上 火龙内力快如闪电的给续上了 他出手如风 手指不停 啪啪啪啪 一口气 从驱骨一指戳到了气海 随着他每一指戳下 便响起了一声雷动 四声雷动之后 继续一鼓作气 向上冲去 贝龙却是 累得向后仰天倒地 就是这连环四指 对他的内力消耗极大 毕竟他是在以内力去续真机 质量上的差别 就只能靠数量来弥补了 贝龙常常虚出一口气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意 他终于帮生死之交 弥补了一辈子的遗憾 虽然点穴的部位有点隐私 但是江湖儿女不拘小节 他和唐英又是生死之交 这个忙 他勉为其难的也就帮了 只不过呀 就是感觉身体又被掏空了 刚才点出的那连环四指 实在是太拼了 他放一次封回小剑 也就不过如此了 仰望着五花洞的石壁 贝龙正在想 这次是不是唐英就突破成功的时候 呼的感觉一阵相风袭来 一只雪白小手按在他肚子上 跟着呀 一股无比雄厚的赵元 便涌了进来 瞬间就让贝龙被掏空的身体 再次充实了起来 火龙内力是阳性内力 玉神赵元却是阴阳调和 又跨越了两个大境界 火龙内力现在又虚弱的 根本无法反抗 事已啊 贝龙的丹田便顺利的接受了馈赠 跟着湘峰离去 贝龙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听到外面远远的传来轰隆一声巨响 就仿佛是天崩地裂一般 贝龙心中一动 联盟一跃而起 冲出了五花洞一看 只见不远处一座高大山峰 竟是被削掉了封间 新的山顶平平整整的 简直就像是巨大的棋盘 山顶烟尘滚滚 弥漫了半边天 而在那座平顶山的上方白云间 一抹红色魅影 便如同天仙下凡般的飘在空中 这不是宗师级的凌空虚度 凌空虚度并不能悬空在天上 而是需要动起来才行 这就是飞扬 五帝级的玉空 贝龙不禁又惊又喜 自己终于改变了历史 唐英如今就是天下第一个五帝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王袍 演播 海洋 第九十九集 抵真了 快跑啊 唐门子弟全都从房子里冲了出来 就连漫山遍野的五毒物 也都是惊慌失措的乱窜 甚至独龙潭之中的龙王 也轰隆隆的昂起了上半身 墨盘大的头颅 仰望着那白云间的唐英 好似明白唐英突破了一样 欣喜的发出一声震耳欲龙的龙吟 活了几百年了 龙王早已通灵 他竟是前所未有的主动爬出了独龙潭 仿佛一辆火车般 轰隆隆的向着那座平顶山冲去 粗壮有力的身躯 将大地夯得实实的 但凡是挡了他路的 不管是参天大树 还是临寻怪石 都是执金碾碎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转眼间便冲到了平顶山下 庞大修长的身躯 呼呼呼的盘着平顶山 一圈圈向上 转眼就到了山顶 白云间仿佛天仙下凡的唐鹰 宛如羽毛般轻飘飘地 落在了龙王的头顶上 这一瞬呢 所有唐门子弟都惊呆了 银蛇盘山 白发红颜 天仙下凡 是姥姥 姥姥突破了 姥姥突破五地了 宝主唐鹰第一个反应过来 不禁激动的老泪纵横啊 多少年了 自从唐门七圣之后 多少年没出过五地了 唐鹰自己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 曾经年少七圣 他以为自己会成为唐门第八个五地 但是到了现在 他觉得能活着看到五地 就算是没白活了 没想到 没想到他有生之年真的看到了 唐门姥姥成为了唐门第八个五地 甚至有可能称为唐门第八圣 唐鹰泪流满面的荡仙败倒在地 唐门终于要崛起了 祖宗保佑 唐门为武 唐硕唐坤唐文川唐银唐林立 以及在场数以千计的唐门子弟 这可全都向着宛如天仙下凡的唐门姥姥下班 华夏武道已经几百年没有出过五地了 现在人早已忘记了五地的辉煌 甚至很多人说起五道等级的时候 只会从舞者说到传奇 传奇往上的等级仿佛失去了意义 但是现在五地重现江湖 虽然他们以前不知道五地有多厉害 可是看着那被削掉的山尖儿 以及天仙下凡般的白发红颜 还需要用言语形容吗 唐门终于要崛起了 唐英微微一笑很清诚 刚想在子孙后代前说两句什么 呼的呀 目光所处即处 看到被龙的异样 二话不说 一堕莲族便仿佛一团红烟飘去了五花洞 他突破了五地 御神功也大成 已经能和龙王心神相通 甚至不需要口哨秘诀 龙王可能感觉就这么回去 有点虎头蛇尾 不太爽 便又仰天长笑一声 震得那空中飞过的鸟雀 噼里啪啦往下掉 满山的五毒 全都匍匐在地上瑟瑟发抖 龙王这才心满意足的 轰隆隆原路返回 一头扎进了毒龙潭 祖宗报 唐言泪流满面的直起身来 刚想再喊一声又拜下去 三拜九寇之后 请唐英带领他们去七圣祠 祭祖 来拜谢唐家老祖宗的保佑 再商量一下是猥琐发育别太浪呢 还是大张旗鼓的公告天下 却没想到唐英竟然凭空消失了 他还被龙王的仰天长笑 给震得脑子里头嗡嗡的呀 眼瞅着龙王轰隆隆的回了毒龙潭 唐言呆滞了片刻 终于忍不住传疑入密 问跪在身后的长老唐硕 看到姥姥了吗 唐硕一愣 你也没看到吗 这个时候啊 不只是他们俩在偷偷交流 所有唐门子弟也都抬起来大眼瞪小眼 而此时此刻 唐英却是抛下了唐门所有人 第一时间飞到了贝龙的身边 却说贝龙正在为自己的生死之交 突破五地高兴 呼的感觉丹田内仗的难受 玉神赵源是阴阳调和的属性 即使啊 是好心好意的帮火龙内力恢复 可是火龙内力太过霸道了 侵略性也太强 才刚刚恢复了一点 又野心勃勃的想要吞并玉神赵源 把贝龙的丹田重新变成他的一家天下 但对他而言 玉神赵源就是个庞然大物 他吞并玉神赵源 就像是人心不足蛇吞香 哪怕玉神赵源被唐英留下的用意 就是为了补充贝龙的消耗 哪怕玉神赵源不但没有反抗 还十分积极的配合火龙内力吞噬 还是把火龙内力给撑着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 火龙内力好似胀大到了极限的气球 而赵源呢 就是气球里冲的满满的气 贝龙都能感觉到 自己的丹田下一秒就会被撑爆 还好唐英及时发现他的异样 第一时间飞回他的身边 也顾不得男女之别了 直接抱住他飞入洞里 把贝龙横放在了北极熊皮上 唐英便把两只柔仪贴在了他的丹田上方 唐英完全没想到 贝龙的火龙内力会是这样一个脾性 早知道就不给他输入玉神赵源 让他自己慢慢恢复去了 但现在他也只能尽力去帮助贝龙 消化玉神赵源 贝龙这时候已经被火龙内力 给仗得有点神志不清了 但他还是记得唐英是可以信任的人 于是啊 他便全身放松 把自己交给了唐英操作 迷迷糊糊不知不觉的就睡过去了 这一觉睡得是真舒服啊 贝龙醒过来的时候 便听到耳片传来了悠扬婉转的消声 躺在柔软舒适的北极熊皮上 贝龙缓缓睁开了双眼 安静的看着那坐在蘑菇石上吹消的唐英 在末世之中 贝龙也常常这样静静的听唐英吹消 他今天吹的是一曲语 桃花渡 落英林 桃花渡 木舟半侧 吹烟何处 侧卧不似碧水沽 消声悠悠 吹散 风云追逐 如果贝龙是个文化人 这时候一定会说 取掉优雅动听 富有诗意 优美婉转又带有淡淡忧伤 然而他不是 所以啊 他只能赞他一句 真好听 等一下 好像哪里不对啊 贝龙只觉得自己的丹田之内风云变幻 有一根细小的火线在风云之中钻进钻出 他愣了一下才猛然发现 原来那根细小的火线是一条小小的火龙 虽然是比蛛丝还细 但蚊子腿再瘦也是肉啊 比蛛丝还细的火龙就不是火龙了 对于他修炼的火龙真经来说 丹田之中风起云涌是内力翻滚 火龙就是火龙真气 而这一丝火龙真气就代表了 他已经在梦中不知不觉的突破了宗师之境 一觉睡醒 他已经是千人敌宗师了 这不科学啊 我是怎么做到呢 贝龙眨眨眼睛 猛然回想起来睡着之前的事 当时他的丹田里充满了御神赵源 火龙内力人心不足蛇吞香 然后 然后唐英就飞回来了 把他抱进了洞 推倒在了北极熊皮上 还摸着他的丹田 贝龙终于是理明白了 应该是唐英在他昏迷的时候 帮他消化了体内的御神赵源 由于御神赵源对于他实在是太补了 这才让他一举突破了宗师之境 贝龙当然是想要早点突破宗师之境的 末师虽然好似便秘一样 一点一点的来 但看这个趋势啊 早晚还是要变成真正的末师 所以他越强大越好 也越早强大越好 只不过他真的没想到 居然就这样成为了宗师 说起来啊 如果贝龙不是要帮唐英破关 也不会身体被掏空 如果贝龙身体不被掏空 唐英也不会给他补充御神赵源 如果唐英不给他补充御神赵源 火龙内力也不会撑爆 火龙内力不撑爆 唐英也不会帮他突破 一饮一酌莫非前定 蓝阴续果必有来阴啊 贝龙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 合拢双眼惬意的倾听唐英那 婉转悠扬的销声 你度我一时 我度你一时 唐英的手机忽然震动了两下 但他恍若未闻 依旧心如止水的 吹完了整首桃花肚 这才掏出手机来看了看 意外的飞快瞟了一眼贝龙 贝龙心有所感抬起眼 怎么了 没什么 唐英淡淡一笑 你再休息一会儿吧 我出去看看就来 说吧呀 唐英放下了手中的玉霄 仿佛化作一团红烟 飘渺消散在了虚空 太快了 贝龙不禁苦笑着摇了摇头 快得就连自己的动态势力 都无法捕捉 自己现在才刚刚突破到宗师 距离一人可敌国的五帝 还远着呢 想太多了 贝龙坐起身来 开始运转火龙真经 现在丹田里 只是刚刚生出一丝火龙真气 他还需要把所有的火龙内力 全部转化为火龙真气 这可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也没有人能替代 只能他自己一点一点的 铁棒磨成针 你敢保证 所言非虚吗 唐家宝刑防大唐正中的交椅上坐着的是唐家宝保主唐颜 而刑防总管唐基则是和外门直视唐文川分别坐在左右 唐前站着的是又黑又瘦的唐继德 又白又胖的唐美丰和又高又壮的刘长江 身为唐家庞系的唐继德和唐美丰 自不必说了 就连山城首富刘长江都是大气也不敢出啊 听得唐颜问话 刘长江连忙点头哈腰 是 是 绝不敢在您面前撒谎啊 刑防总管唐基翼悄悄传言给唐颜 包主吗 他们告状的那人跟姥姥是什么 闭嘴 唐颜冷冷盯了他一眼 传音入密的质问 姥姥是我什么人 唐基一愣 是您亲姑奶呀 是你什么人 是我太姑奶呀 我亲姑奶你太姑奶的事 你和我在这儿交舌根 唐颜很生气 姥姥把我们这些孙子都扔下了 跟他孤男寡女共处一栋 你说那人跟姥姥什么关系啊 他跟姥姥 这事是我们这些当孙子的能过问的吗 唐基很委屈 又不敢跟唐颜做对 只能是冷冷的盯了刘长江一眼 都他妈怪你 刘长江被盯得浑身一机灵啊 不是 我做错什么了 就在此时 刘长江眼前一花 忽然看到一团红烟飘渺的出现在了堂前 刘长江再定睛一看 却见原来是个身形高挑的红袍美女 一头长脊脚踝的雪白绣发灿烂如银 一张千娇百媚的美丽容颜 如花似玉 像她这样的三十岁左右的风鱼少妇 正是一个女人最迷人的时候啊 即便是一袭大红袍松松垮垮的披在身上 也遮掩不住她那凹凸有志曲线曼妙的美好动体啊 尤其是她身上散发出的成熟女人味 好似美酒的唇香 让人熏熏欲醉 刘长江看得都醉了呀 她身为山城首富 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呀 即便是国内一线明星 也曾被她用钱砸得一丝不挂 但即便是一丝不挂的一线明星 也远远没有此刻这白发红颜 让人神魂颠倒 然后她老婆就打醒了她 啪的一声啊 唐美丰气得浑身吐吐 吓得两腿打颤啊 混蛋 还不白见老了 还好 她早就知道自己老公是什么尿性 一见刘长江眼神迷离 赶紧一眼光瞅上去 这要是被在场其他人察觉到了 刘长江这双眼珠子就保不住了 姥姥 刘长江整个人都惊呆了 她两腿一软扑通的就跪下了 也不敢再看唐英了 把脑门顶着地砖 战战兢兢的喊道 宣孙女婿 刘长江 拜见老了 唐美丰这巴掌抽的太狠了 刘长江脑子里嗡嗡的呀 只觉得转不过这个弯啊 不是听说唐门姥姥是 宝主唐岩的亲姑奶奶吗 唐岩都已经七八十岁的人了 这唐门姥姥起码也得一百二三了吧 怎么会是个三十岁的风鱼少妇呢 主要是啊 唐岩看着太老了 即便是鹤发童颜 但跟人感觉也是个老神仙 刘长江先入为主呢 就觉得唐门姥姥 得是个满脸褶子 白发苍苍的干瓶老太太 哪里会想到 是这么千娇百媚 风乳肥臀的样子 这简直就是狐狸精啊 刘长江的诸葛样子呀 自然瞒不过唐英的眼睛 唐岩唐姥他们也都察觉到了 眼见唐岩脸色一沉 唐文川连忙闪身飞到刘长江面前 扑吃一下 就挖出了刘长江的一颗眼珠子 厉声呵斥道 再敢如此 娶你狗命 刘长江惨叫一声捂住了脸 鲜血犹如涌泉般 从指缝之间流淌出来 妈的 敢对我姑奶奶动银心 唐岩狠狠的瞪了刘长江一眼 又冷冷瞥了唐文川一眼 刘长江就是唐文川的女婿 如果不是唐文川抢先出手 唐岩出手啊 就是直接挖两颗眼珠子了 唐文姥姥何等身份 实际上的当今武林第一人 一人可敌国的武帝啊 宗师如龙 武帝如神 刘长江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在天神一般的武帝大人面前 如此放肆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一百集 现在刑防大唐正中的交椅商 又换了人 但唐英并没有坐下 只是亭亭玉立的站在那里 他没有坐下 唐岩和唐姬也就不敢坐下 连同抠眼珠子的唐文川 一起势力在两旁 而唐记得唐美凤和刘长江 则是跪在唐前 唐美凤心疼的给刘长江的眼伤 先上些药 这伤药啊 也就是起个止血消炎的作用 眼瞅着自己的男人变成毒眼龙 唐美凤却连一滴眼泪都不敢掉 这事啊 怪不得别人 只能怪刘长江不止死活 来之前唐美凤千叮宁万嘱咐 谁知道啊 刘长江敢对唐文姥姥 吹咸三尺啊 江湖上都传说 宁玉阎罗王 莫惹唐门狼 连唐门狼都不能招惹 你他妈招惹唐门姥姥 这便是狭义午饭劲了 连狭客都动辄杀人 何况是一正一邪的唐门中人呢 唐英淡淡的看了一眼唐岩 谁要告状 文川的女婿 刘长江 唐岩连忙小心翼翼的回禀 然后回头冷冷盯了唐文川一眼 唐文川浑身一哆嗦 就像是个六十多岁的孩子 委屈的还没说话 就先跪在了唐英面前 姥姥 闭嘴 唐英的声音中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情绪 却仍是吓得唐文川什么都不敢说 直接把额头顶在地上瑟瑟发抖 谁要告状 就谁来说 唐继德自然也是从家族群里 看到了那震撼人心的一幕 但先行一步回到唐家宝的他 不能也不敢告诉唐美丰 嫁出去的闺女 拖出去的水 唐美丰从嫁给了刘长江那天起 就被移出了家族群 另加入了一个外戚群 家族群里的事情 唐继德是绝对不能往外说的 而唐美丰和刘长江来了之后 就直奔刑房 等唐继德知道的时候 已经是刑房来人命他前去问话了 所以啊 他现在也和唐文川一样 什么都不敢说 把额头顶在地上瑟瑟发抖 刘长江疼得说不出话来 只能是唐美丰代表他说话了 姥姥 是我们夫妻要告状 山城有家备扫火锅店 当年我老公为咱们唐家打拼生意的时候 和店老板两口子有些过节 现在店老板儿子成了进化者 我老公本来想和他们话干戈为玉帛 却被他们蛮不讲理地赶了出来 不但如此 还狗胆包天地把大哥留给我们的唐文信物金钱标 丢在了毛坑里 甚至趁着夜黑风高摸到我们家 我发现了追上去 谁知他案件伤人 迷晕了我 还把我丢到了门卫老董 那个老光棍的床上 老老 他这是欺负咱们唐家保护人呢 唐鹰冷横一声 此人是谁 老老 就是这个人 唐美凤连忙拿出平板电脑 把贝龙的脸部放到了最大 唐颜唐鸡都不忍心看下去了 作死的花样见多了 真没见过这么清新脱俗的 唐鹰美眸 目光森冷 蓝色的腰火闪烁 原来你们要告的是唐门客卿长老 客卿长老 唐颜唐鸡他们不约而同的对视了一眼 果然呢 实锤了 唐门理论上最大的是保主 但实际上保主还要在太上长老的指导下展开工作 保主之下就是长老 客卿长老虽然加了客卿二字 但地位等同于长老 唐门历任的客卿长老 除了宗师的身份是硬性标准以外 还有个潜规则 得是唐门女婿 就算以前不是唐门女婿 成了客卿长老之后 也得娶个唐门女儿 唐颜唐鸡他们都看得出来 贝龙只是个武侠 那显然能让他当上唐门客卿长老的唯一原因 就是他唐门老爷的身份了吧 唐美丰整个人都惊呆了 这不可能 这 这不是真的 混账东西 跪在地上额头顶地的唐门川 慌忙弹声而起 一耳光抽的唐美丰满脸是血呀 姥姥的话你也能质疑 还不快向姥姥请罪 唐美丰被这耳光给抽醒了 慌忙啪啪啪的磕头啊 是玄孙女一时失言 姥姥赎罪 姥姥赎罪啊 像唐家宝这种家族式的传统门派 家法森严 唐英真的是可以一言定他生死的 但唐英没有和他计较 只是淡淡地向着空气说了一句 唐英何在 刷了一下 从刑房角落里忽然鬼魅般的 闪出来一个黑衣蒙面人来向着唐英 单膝下拜 影十三在此听唐唐吩咐 唐颜唐鸡他们都是脸色微变 这唐英乃是唐门内最神秘的存在 他们的编制不大 也就是从影一到影十三 这十三个人 经常啊还不满编 但个个都是最为忠诚的死士 直接受命于太上长老 就连保主都不能掉钱 至于他们的武功如何 说句不怕丢人的话 刚才唐颜都没感知到影十三的存在 他的告状你都听到了 唐英把玩着蓝色摇火 我要他们的黑材料 是 影十三重重点头 跟着刷的一下 便消失在了角落的阴影里 我们的黑材料 唐美凤惊呆了 姥姥您真的是一点都不掩饰一下的吗 我可是您的玄孙女啊 唐颜唐鸡他们都是怜悯的 披了唐美凤一眼 他可是姥姥的男人呢 分分钟 影十三去而复返 手里捧着厚厚一叠黑材料 双手奉上 唐英接过来随手翻了几页 美眸之中透着丝丝寒意 谁在负责唐江集团的监督啊 唐文川跪在地上额头顶地 瑟瑟发道 姥姥是我 啪的一下 那叠黑材料仿佛砖头般的拍在唐文川的脑袋上 拍着他头破血流 你自己看 唐文川也顾不得给自己止血啊 满脸是血的捡起了黑材料翻看几页 不禁吓得浑身抖落筛糠 一把将唐美凤扯了过来 瞪着眼珠子又惊又怒又怕的吼道 死举下哥 你不是说他常常给灾区捐钱还帮助失血儿童吗 捐出去的都是空投支票也就罢了 为什么连那些个失血儿童都被他给包养了 投水漏税谋财害命逼良为常 这样的男人你跟我说他靠得住吗 咱们唐门虽然不是什么名门正派 却也懂得什么叫做孝涕忠心李渔廉耻 他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你还替他遮掩 你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 我我不知道 唐美凤眼泪哗哗的 刘长江做的这些事 他当然不可能全都知道 比如说刘长江包养师学儿童什么的 但谋财害命逼良为常的事 他知道的可不少 偷税漏税更是亲力亲为鞠躬尽摧 可是他不敢承认 别看在外面 他是山城首富夫人 在唐家宝他就是最小的 贤人你 刘长江气得想要跟唐美凤撕打 唐英冷横一声 够了 刑防总管唐姬心中一颤 连忙扑上去 一把掐住了刘长江的脖子 灌在地上 唐美凤 刘长江夫妇 伤天害理 坏事作尽 败坏唐家门风 依家法 当入独龙瘫兽万蛇吞噬之行 唐既得 有包庇之罪 且诸咒为虐中饱私囊 以家法当废去武功 唐文川有失察之责 以家法当除去外门直视一直 便三百 孙儿等不敢善专 还请姥姥定夺 准 唐英大秀一挥 随之便化作了一团红烟 飘飘渺渺 耀然无踪 喽喽 喽喽 唐美凤 刘长江听得都吓疯了呀 唐美凤是知道 独龙瘫有多么可怕 刘长江 不知道 但是一听万蛇吞噬的字眼 也吓尿了 唐既得失魂落魄地跪在地上 身为一个武道中人 废去武功比杀了他还可怕 这不但等于毁了他的人生希望 他从此还得生活在阴影之中 唐文川额头顶地老泪纵横 失魂落魄地跪在地上 就算他也是个武侠 但终究六十多岁的人了 被鞭打三百 也就剩下半条命了 更难过的是 他失去了外门直视的职务 养老的女儿女婿也死了 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阿姬 保主唐言脸色阴沉地 对刑防总管唐姬道 彻查所有唐家名下的产业 但凡有坐下伤天害理之事的 不论嫡系 庞系还是外系 一律按照家法处置 姥姥如今已经是武帝了 唐文崛起就在今朝 绝不能有半分污点 是 唐姬肃然 也心潮澎湃啊 不错呀 姥姥如今已经是武帝了 我们唐文注定了 要在华夏六大派占一个席位 那就必须要注重自身形象了 请保主放心 我愿立下军令状 一个月之内 定然让唐文清清白白 好 拍了拍唐姬的尖头 唐言飘然而去 再也没有多看唐文川他们一眼 大功告成 贝龙常常虚出一口气 此时他的丹田之内 火龙内里已经完全转化为火龙真气 之前他丹田里风起云涌 如今 风云之中 一条微风凛凛的小小火龙 正在张牙舞爪吞云吐 这代表着 火龙真经 已经到了融会贯通的水平 但凡武功修炼的火候 都可分为 出窥门径 驾轻就熟 融会贯通 炉火纯青 登风造极 出神入化 这六个阶段 贝龙啊 现在也算是小有所成了 当他缓缓睁开双眼之时啊 看到的是一双充满了担忧 关切之色的碱水双眸 见贝龙神功小成 唐英也不禁暗暗松了口气 转眼便恢复了淡然之色 恭喜少侠 武功小成 唐英回到了唐门姥姥的角色 从袖中取出了一面小巧令牌 递给贝龙 既然少侠如今已经突破宗师之境 本作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唐门客卿长老之位控悬 少侠能否再助我一臂之力 贝龙微微一正 这一幕真的好熟悉啊 上一次末世之中 唐英便送给他一面客卿长老令牌 没想到时光倒转 历史重演了 敢不从命啊 贝龙笑着接了过来 此时此刻的回答一如彼时彼刻 唐英也笑了 暗想 姑姑 这一次 我一定会勇敢地抓住你 绝不再让你离开我了 都怪你 都怪你做了这么多上天海里的坏事啊 唐美凤劈头散发泪流满面地骂着刘长江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会被罚入毒龙潭 受挽舌吞噬之苦啊 你还有脸说呀 贱人 还不是你非要回来告状的吗 刘长江一只眼睛流泪 一只眼睛流血 好似地狱里的孤魂野鬼般的歇斯底里的骂头 告状 告状 告得咱们要入什么 什么坛 受万蛇吞噬之行 你这是告的他妈什么状啊 唐鸡懒得理会他们 只抱着膀子 东张西望 当看到贝龙的身形出现时 他顿时两眼放光精神抖擞 立即一手提了一个 飞到毒龙潭上口 高声喊道 唐美凤 刘长江夫妇 伤天害理 坏事作尽 败坏唐家门风 依家法 当入毒龙潭 受万蛇吞噬之行 喊完呢 唐鸡就把唐美凤和刘长江丢下了毒龙潭 飞回到潭边时啊 好像刚刚看到贝龙似的 连忙迎上去恭恭敬敬的请安 行方唐鸡见过贝长老 讲道理啊 三十六房总管只比长老矮一级 其实用不着这么恭恭敬敬的请安的 但是唐鸡考虑到贝龙唐门老爷的身份 必须把礼数做得足足的 唐总管辛苦了 贝龙笑眯眯的发给唐鸡一支烟 他把火龙内力完全炼化成火龙真机 耗去了整整一天一夜 唐鸡也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竟然亲自压着唐美凤和刘长江 在独龙潭边等了一天一夜 真的辛苦了 扑通扑通击连两声 唐美凤和刘长江同时落水 唐美凤有武功 但是被唐鸡封了丹田 和刘长江一样是普通人 落水之后 顿时原本平静的独龙潭上 翻涌出了无数纯蓝色的小蛇 仿佛蓝色的海洋 瞬间吞没了二人 救命 呼的呀 刘长江从蓝色的海洋中 冒头出来呼救 他才不过被淹没了一秒 他脸上的血肉 便被啃式的血肉模糊 甚至有的地方 还露出了森森白骨 便在此刻 他看到了潭边 他跪舔都够不着脚趾的 刑房总管唐鸡 正在恭恭敬敬的跟被龙请安 而被龙笑眯眯的 竟然还发给了唐鸡一只朝天门 这一刻 刘长江的心里充满了悔恨啊 早知今日 当初派人打断被有福的腿 还诬陷他入狱三年的时候 就他妈该顺手弄死他儿子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啊 满怀着冥顽不灵的恶毒怨念 刘长江被蓝色的浪潮给拍了下去 再也没有浮上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101集 山城南宾 南宾路上 最好的地段 最好的位置 新开了一家被扫火锅二店 新店开张 门外竖起了大红气柱 横架了大红拱门 一排金色礼炮叙事待发 喜庆热闹的锣鼓声中 两头狮子摇头摆尾 气氛被烘托得格外火爆 呀 欢迎 欢迎啊 黄春生笑呵呵的站在大门口 招呼着来捧场的朋友 老黄 他老婆在旁边 脸色跟便秘了似的 瞅个空子呀 把黄春生拉到旁边 你有没有搞错呀 黄春生第一任老婆出车祸死了 这是他新娶的第二任老婆 以前是山城挺出名的模特 现在也还不到三十岁 虽然肤白貌美大长腿 却有一双视力眼 他气羞羞的问道 咱们自己家的田野牛开的好好的 都在筹备上市了 为什么要跟人合伙开火锅店呢 哎呀 咱们是山城人 山城人开火锅店有什么不对吗 开火锅店没什么不对 可是你看看你长的什么呵护人呢 黄春生老婆拿大眼睛斜愣了一眼 同样在大门口满面穿风 招呼朋友的备友福夫夫 备友福夫夫已经穿上了 自认为最好的衣服 但是黄春生老婆眼里啊 他们还是吐的吊沙 至于备友福夫夫来捧场的朋友 在他眼里同样都是上不得台面的 哎呀 他们是我的最佳合伙人 老婆呀 你不懂不要乱说 啊 好了 这里还很忙的 要不你去逛逛商场吧 今天呢 随便你说 才不要呢 咱们家开心店 我是老板娘 怎么能走 他老婆娇哼了一声 但也看出黄春生不高兴了 没敢再说什么 撇着嘴找闺蜜去了 黄春生老婆的闺蜜啊 也是个女模特 还在广撒网阶段 没有调到金闺序呢 燕燕 发现白马王子没 黄春生老婆笑盈盈的 在闺蜜身边坐下 刚发现了一个 哎呀 太帅了 闺蜜燕燕兴的给她指了指 走到备友福夫妇身旁的背笼 黄春生老婆顿时眼中一亮 但是看到贝隆和贝友福夫妇的互动关系 她不禁又撇了撇嘴 是有点帅 不过我可告诉你 他们家可不是有钱人 你看看他们家来捧场的朋友 全都是些土鳖 连环卫工人都有 你接受得了吗 如果 其实 她这么帅的话 大不了 我包养她呀 燕燕大眼睛水溫溫的 你要不要脸呢你啊 黄春生老婆笑骂着打了她一下 就在这时啊 燕燕忽然激动了起来 哎 想想你快看 那不是唐江集团的副总裁 唐志远吗 黄春生老婆回头一看 真的 不对 她现在已经是正的了 听说原来的 呃 总裁刘长江两口子 去拉斯维加斯 赢了不少钱 结果出门 就被人给捅死了 还好唐志远有本事 稳住了局面 她一定是冲我老公来的 走 打招呼去 走 燕燕兴冲冲的挽着她的手 虽然唐志远已经结婚了 但不妨碍她交个朋友 多个朋友多条路 有路必有丰田车嘛 黄春生也以为唐志远是冲她来的 要知道了 唐江集团可是山城的龙头企业 就算刘长江两口子死在了拉斯维加斯 也不是她田野牛能比的 她连忙满脸堆笑迎上去 想跟唐志远握手 却没想到了 唐志远就好像没看到她一样 脚下生风的直接走到贝龙面前 先双手握住贝龙的手 用力摇了一摇 然后腾出一只手 好像揉鼻子一样 隐蔽的行了个下等礼 恭喜贝先生新店开张 唐家祝您生意兴隆 日尽斗金 贝龙笑眯眯的还了个上等礼 唐总有心了 客卿长老不是该还中等礼的吗 唐志远一愣 玄机明派过来 贝长老这是在以老爷的身份还礼呢 神态中不自觉的便带了一点卑微 唐志远微微恭身 应该的应该的 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爸妈 贝龙笑呵呵的把父母介绍给唐志远 唐志远慌忙恭恭敬敬的 拱着身子 双手握住贝有福的手 贝大叔 恭喜恭喜啊 这两位可是太老爷和太太老爷呀 贝有福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这么大的老板都给面子 自己儿子真是长了本事了 旁边的黄春生 那就很尴尬了呀 伸出去的手只能是半路拐弯去抹了八脸 还好啊 贝龙替他解了围 拉着唐志远介绍黄春生 黄总是我们的合伙人 恭喜恭喜恭喜啊 唐志远对黄春生就热情多了 笑呵呵的和黄春生握手 能和贝先生一起合伙做生意 黄总好眼光好运气 真是令人羡慕啊 唐志远以为黄春生是贝龙的自己人 才把话说得这么明 黄春生却是联想到了贝龙和政治国 朱世林的关系 顿时啊 一种背景上的优越感油然而生 至于之前被唐志远冷落的 一点不爽快 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不过呀 走过来的黄春生老婆惊怠了 唐志远竟然是冲着那家土逼来的 这不科学呀 不过黄春生老婆反应很快 马上笑嘻嘻的迎上去握手 唐总你好 我是黄总妻子 真香 咱们以前在刘总的生日宴上见过的 来您请这边坐 唐志远呢 本来是笑着的 听他一提刘长江 这笑容就有点僵了 再看看黄春生老婆真香 要给他带过去的那一桌 显然都是黄春生的朋友 而事实上 在真香来打招呼之前 张春丽已经招呼他去自家朋友那边坐了 啊 不用客气 唐志远摆了摆手 直接走到了被有福家捧场的朋友那边 这 真香惊呆了 他尴尬的瞅瞅自己的老公 黄春生狠狠瞪了他一眼 你不是说 要去逛商场吗 我这 不正往外走呢吗 真香委屈的别别嘴 拉着燕燕 向着外面走去 不是说你老公可疼你了吗 燕燕不留痕迹的撇了撇嘴 女人 哎呀 对不起啊 贝老哥 这个 我老婆 他年纪小的不懂事 黄春生赶紧给被有福赔礼道歉 他有点后悔了 找个模特当老婆 果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呀 哈哈 没事 没事 呃 他还是个孩子 被有福下意识的说道 说完感觉好像哪不对 可是 就真香那个年纪 对他们而言 确实还是个孩子吧 走了 真香气羞羞的拉着 两眼黏在被笼身上的燕燕走出大门 他们家呀 也就认识这么一个有钱人了 你还真把他当成金龟婿呀 走了走了 一边说着呀 真香一边回头 忧愿的瞥了眼唐志明 真不知道有钱人 都什么怪脾气 放着这边有头有脸的不搭力 飞去一帮土匹那凑热闹 哎 哎 行行 那 那该不会是华锡主首付 朱世林吧 燕燕忽然停了下来 两眼放光 真香定睛一看 果然呢 一个英俊潇洒的泄顶中年人 在几个黑西服簇拥下走了过来 对呀 就是朱世林呐 真香也是两眼放光 朱世林可是华夏七大富豪之一 电视上经常看到的大人物 哎呀 他上次来山城 我们一起吃过饭 他还特意单独敬了我老公一杯 燕燕 这才是真正的有钱人 华锡首付身家以千亿计算的 咱们山城首付在人家面前 啥都不是 真香一有所指的说 说完呢 还回头瞟了一眼唐志远 燕燕听的羡慕极度恨呢 但他一个单身狗 也没法跟真香拼男人 只能抢言欢笑 那 那他肯定是来给你老公捧场的 当然了 真香很得意 然而话音未落 就见朱世林直接走到了贝龙那边 哈哈哈哈 贝哥 贝嫂 恭喜恭喜啊 朱世林笑呵呵的跟贝友福两口子握手之后 又意味深长的看了一眼贝龙 身为华锡首付 他知道的东西很多 但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拍了拍贝龙的肩头 出门在外 以何为贵呀 小龙啊 学父您太高看我了 贝龙笑了笑 以何为贵 那是不可能的 一辈子都不可能的 黄春生厚着脸皮凑了过来 朱总 我 哈哈哈哈 谁太凉 朱世林哈哈大笑着伸出了一根手指 点了点黄春生 黄春生老脸一红 还好 朱世林看在贝龙的面子上 跟他握了下手 走进去找地方坐了 当然 坐在了贝有福的亲戚朋友那几桌 真没想到啊 燕燕眼中含着一丝戏谑的笑意 他们家连华锡首付都认识 谁家还没几个穷亲戚了 真相其实已经认怂了 但是呢 就见不得自己闺蜜眼中那一丝戏谑 依旧死鸭子嘴硬 就算他们认识两个有钱人又怎么样啊 还不是一家子土鳖 我老公已经把生意做到国外去了 那家子土鳖 怎么可能会认识 花锡首付朱世林这样的大人物啊 这不科学啊 忽然啊 燕燕又拉了真相一把 指了指迎面走来的几人 哎哎哎 想想 他们是外国人吧 对 东南亚的 出身名模 阅人无数的真相 堪称是火眼金睛 一眼就认出来了 有钱人 这几个东南亚的各个西装革履 虽然看起来霹雳脾气的 脖子上带着小纸粗的大金链子 但看起来呀 就跟一般人不一样 有种横行无际的气势 燕燕 你别小看了东南亚的 他那边穷人是真穷 但有钱人也是真有钱 真相又义有所指 我们家打算把店开到那边去 所以这半年呢 我跟我老公 去东南亚考察过几次市场 对东南亚算是比较了解 那边的有钱人 跟咱这边有钱人不一样 有钱又有势 连政府都把他们当大爷 不像咱们这边有钱人 哪怕滑西首富 都怕当官的 嗯 他们一定是冲你老公来的吧 燕燕羡慕的说 那几个东南亚的中间 有人捧着花篮 但看不清上面的字样 既然真相说的这么头头是道 明显对东南亚很了解的样子 燕燕觉得 肯定是来给黄春生送花篮的 那当然了 真相骄傲的说道 然后眼睁睁的 看着那几个东南亚的人 走向了背楼 老舅 舅满 王强亲热的搂住了贝友福 然后又抱了抱张春丽 恭喜 恭喜啊 哈哈哈哈 臭小子 有出息了啊 贝友福欣慰的看着人模狗样的王强 虽然亚麻色的爆炸头 配一身名贵西服 看着挺诡异 但终归比以前顺眼多了 哈哈 我们的合伙人 黄总 贝龙给黄春生和王强相互介绍 我大表哥 泰国唐人集团总裁 王总 我是小黄啊 黄春生不禁是又惊又喜 慌忙双手握住了王强的手 上个月我还过去考察过市场的 想要见你一面 可惜一直没机会啊 黄春生想在青麦开田野牛分店 便以青麦为主 逐步辐射整个泰国乃至东南亚 但要在青麦立足 肯定得拜唐人帮的码头 唐人帮现在可是青麦 乃至全泰国最大的华人帮派 王强混得风生水起的 那是他想见就能见的呀 你要是早跟我老舅家合伙做生意 不早就见着了吗 王强猥琐一笑 拍拍黄春生的尖头 是想把贝扫火锅店 开到青麦来吧 没问题 不 是天野牛啊 黄春生一呆 但是转念一想 要不就开贝扫火锅店分店 目瞪口呆的看着自己老公满脸 谄媚的去跟人家东南亚的握手 然后人家东南亚的还是走到了备有福的朋友桌上去坐着 真香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时啊 艳艳装模作样的溜达了一圈回来了 香香 他们是泰国唐人集团的 你听说过吗 什么 他们是泰国唐人集团的 真香不仅脸色一变 他当然听过 而且上个月在泰国 他是看着黄春生怎么求爷爷告奶奶都不得门而入的 那家子土鳖怎么可能会认识在泰国黑白通吃的有钱人呢 这不科学呀 艳艳啊 其实东南亚的有钱人都是些没见识的土豪 上上个月呀 我跟我老公去日本 在神户见到了山田商社的山田达野 山田达野你听说过吗 他不但是日本黑道教父 也是了不起的大商人 真香垂死挣扎着 他就是不想让那家土鳖压在自己家头上 至少在艳艳面前得睁个脸呢 山田祖吗 艳艳听得脸色一变 即便是他都听说过山田祖的名气 没想到 自己的闺蜜竟然连山田祖组长都见过 看来真的和自己不是一个层次了 有点失落的艳艳抬起眼 哎 那几个是日本人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102集 真香心里咯噔一下 连忙也看过去 果然有几个穿着黑西服的日本男人走了过来 要说虽然在白人的眼里很难分清华夏人日本人韩国人 但对于华夏人而言其实日本人和韩国人还是很容易认出来的 不过好在啊 没有山田达野 真香紧张的观察之后 悄悄松了口气 上上个月 黄春生确实带他去了日本 他也确实看到了山田达野 但只是混在人群里远远的看了一眼 他记得很清楚 山田达野是个长头发的老头 这几个日本人中为首的是个独臂中年人 肯定不是山田达野 不 肯定连山田祖都不是 再说了 这几个日本人就不能是冲着他老公来的吗 他老公也很有钱的好不好啊 真香感觉自己都有点卑躬蛇影了 贝隆家不过是在后保那个鸡脚嘎啦开火锅店的土鳖而已 就算能认识唐江集团总裁唐志远 能认识华西首富朱世林 能认识泰国唐人集团总裁王强 还能认识得了日本山田组组长山田达野 全世界的牛人他都认识 他是地球酋长啊 本来呀真香不想说话的 艳艳故意刺激他 哎 香香 你说 这几个日本人会不会也是来找我们的白马王子捧场的 不可能 真香咬着银牙 艰难的维护自己有钱人的自尊心 要还是冲他们家的 我就从这跳下去 他们肯定是我老公在日本的朋友 真香话还没说完呢 就见那几个日本人走到贝隆面前 整齐划衣的向着贝隆九十度鞠躬 龙君 我们山田上色 祝您生意兴冷 整整日上 他们的滑下雨虽然是憋角了点 但日本人向谁鞠躬 真香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一刻呀 真香的心里在滴血呀 妈妈 为什么我想要在闺蜜面前装个逼就这么难呢 真的是山田上色的呀 艳艳夸张的瞪大了眼睛 看着日本人又看着真香 虽然她是故意嘲讽闺蜜 但其实啊 她也真的被被龙展现出的人脉惊到了 山田上色怎么了 一群黑社会而已 真香捂着胸脯 有种扎心了的感觉 但她绝不能在闺蜜面前认输 别忘了 这里可是滑下 山田祖 在滑下 那也得老老实实的 在滑下 有钱有事没什么了不起的 最重要的是有权 哎哎哎 香香你快看 艳艳忽然激动的跳了起来 哎 那个帅大叔 是不是滑南首富彭祥啊 网上都叫他眼黄那个 他可是我的偶像 我的偶像啊 什么眼黄啊 真香有点失魂落魄的随口说 彭祥他当然知道 华夏七大顶级富豪之一的彭祥嘛 虽然朱世林和彭祥并列 但华夏七首富的韩金亮显然是不如滑南首富的 而让他精神崩溃的是 彭祥也走向了贝龙 演的意思是飞龙在天 唯我独尊 黄的意思就不用说了吧 艳艳两眼放光 小弥媚的样子 听说他本来是个退伍老兵 自己白手起家打拼事业 短短十几年就成了华南首富 真的是飞龙在天 为我独尊 太帅了 你的白马王子呢 真香忍不住嘲讽一句 艳艳一脸花吃到 有钱的男人最帅 真香撇撇嘴 女人 朱世林本来以为 自己会是贝家唯一撑场面的人 却没想到啊 在这里他遇到了唐江集团的唐志远 虽然唐志远还不够格和他平起平坐 但唐家宝却是连他都深深忌惮的 于是啊 朱世林就和唐志远坐在一起交流生意惊 说着说着 竟然泰国新崛起的唐人集团总裁王强来了 还是贝有福的外伤 唐志远不知道王强 朱世林却是已经听说了 比财富 唐人集团当然不能和他相提并论 但要在泰国做生意的话 不跟唐人集团打好关系可不行 朱世林本以为已经了解贝家了 却没想到 日本山田祖都专程过来捧场 这下连朱世林都感觉贝家高深莫测了 小小的一家火锅店竟然藏龙卧虎的 彭祥的出现更是刷新了朱世林的认知 小强啊 你们家还和彭祥有关系呢 啊 不 不知道啊 王强也是心里暗暗成奇 自己这个表弟太能折腾了呀 拐走了花西首富的女儿也就怕了 竟然连山田祖都化敌唯有赶来捧场 现在呢 华南首富也亲自到了 到底贝龙回来这段时间都发生什么了呀 彭祥这个人不简单啊 朱世林沉吟了一下 作为亲家 该提醒的还是得提醒 他跟王强小声说 你跟小龙说一下 彭祥是红顶商人 惹不起 惹不起 红顶商人 胡雪岩那种啊 王强不禁倒气一口冷气 表弟的路子太野了 彭祥的到来 把贝龙家的气势一下子推到了极致 导致后面 连宝岛陈家陈天佑 白草阁阁主朱回春他们的陆续赶到 都只能算上是锦上添花 但事实上啊 贝龙和彭祥也还是第一次见面 并且是王守渝现场做的介绍 王守渝也来了 不是以兵王营营长的身份 而是穿着便衣 混在了彭祥的贴身保镖里 老弟啊 王守渝把贝龙拉到一旁 彭总这次来是代表 和你谈一个生意 不过呢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将军托我给你带个话 他这么说的 生意成或不成 都不影响你的未来 只要我正直过还没死 你永远都是咱们西南军区总教官 贝龙笑了笑了 其实啊 他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 不过他没料到 政治国会这么护着他 虽然知道了这个世界上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政治国护着他 必然是因为他的实力 但老将军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真的不能再要求更多了 替我谢谢将军 你也替我给将军带个话 他在 我就在 我在 他就在 王守渝用力点点头 看了一眼彭祥又道 其实啊 也别想的那么严重 国家对你是很重视的 彭总是过来跟你商量商量 都是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嘛 我知道了 贝龙拍拍他的肩膀 坐到彭祥面前 彭祥一起去抽支烟呢 彭祥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身为华西首富的他并没有多么腐败 相反他的身上倒是体现出了老兵的精神 即便他穿的西服物 那脊梁也是挺得笔直如镖枪 尤其是一双眼睛 炯炯有神 透着精明强干 好啊 彭祥笑着和贝龙一起走 这时啊 他身后的几个贴身保镖想要跟上 彭祥头也不回的摆了摆手 那几个保镖便另行禁止的停下了脚步 这让贝龙对他又有了一层认识 军人另行禁止 无可厚非 但彭祥能把他的贴身保镖都调教的另行禁止 这足以说明了彭祥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二人走出贝扫火锅二殿 穿过南宾路 来到对面的长江边上 掏出朝天门发给彭祥一支 贝龙笑着指了指江对岸 那边就是朝天门 是吗 彭祥笑着接过香烟 看着朝天门再来一支朝天门 硬景啊 见他堂堂滑下首富 毫无压力的和自己 一起抽五块钱一包的朝天门 贝龙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 老王说你要和我谈个生意 想谈什么呀 进化的秘诀 彭祥没有兜圈子 单刀直入 我是做医药生意的 治药也卖药 听说有一天你去白草阁买了很多药 第二天早上你就能飞在天上了 我们都知道你手上肯定掌握了进化的秘诀 不过你别误会 我们并没有勉强你的意思 我们只是希望你能站在为国为民的角度上 把进化的秘诀发挥最大作用 让我们所有华夏人都能够走在全球进化的前列 贝龙笑了笑 把目光投向了滔滔的长江水 如果我不愿意呢 彭祥想都不想就说到 那我们希望进化的秘诀 永远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这是上面早就决定好的 只不过是借彭祥的嘴说出来而已 彭祥深吸了一口烟 也看向脚下的长江 我们很重视你 希望你能明白 既然我已经找过你了 你也已经拒绝了 这件事就过去了 之后 彭祥真的没有再谈这件事 随便闲聊几句 彭祥把燃烧到尽头的烟屁股 暗灭在了垃圾桶 拍了拍贝龙的肩 哎呀 江边挺冷的呀 走吧 进去吃火锅 暖暖身子 说起来啊 我吃遍全国 就山城的火锅 最正宗 等一下 贝龙掏出了烟盒 把里面的锡箔纸撕了出来 有笔吗 老弟 你决定了 彭祥眼中闪过一丝喜色 把胸前别着的钢笔递给他 虽然这个政治任务完不成也没什么 但是能完成当然再好不过了 贝龙刷刷刷的比走龙舌 把力拔山西汤的药方写在了锡箔纸上 药王谷的千年镇派之宝 力拔山西汤虽然吹得很神 但如果没有他的本命神火熬制 其实也就是对武者和武侠有作用 他现在已经是宗师了 普通方法熬制出来的力拔山西汤 对他已经没有效果 不如就捐献给国家 如果彭承要对他威逼利诱 甚至动用手段 贝龙宁愿带着一家人去泰国 去日本 去宝岛 天下之大 还怕没有他的容身之地吗 但彭承真的只像是王守瑜说的那样和他商量 那贝龙也不介意 把那力拔山西汤的药方拿出来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生在众花家 贝龙又何尝不希望我大华下人人如龙呢 接过了这价值连成的一张烟盒里的锡箔纸 彭承的心里无比激动 他们都知道这个药方的价值 这是一个能够改变华夏历史进程的药方啊 当然了 其实全世界都知道这个药方的价值 之所以贝龙还能这么逍遥自在 背地里 国家也为贝龙挡下了很多名枪案件 只不过 彭承并没有把这些说出来 当成谈判的砝码 保护自己的人民 本就是国家的职责所在 做了是本分 就算上面不交代 彭翔也不屑于把这个拿出来跟贝龙说事的 谢谢 彭翔把手按在了胸口 郑重骑士向贝龙微微恭深 他代表的不只是他自己 不信 贝龙摆摆手走向了贝扫火锅店 对他而言呢 这同样是本分 我们山城的火锅很辣的 你行不行啊 行 你不知道吗 男人不能说不行 贝龙将军 庄严肃穆的国旗军旗之下 郑治国亲手为贝龙带上了少将奸章 同时用只有他和贝龙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 感谢你为国家为人民所做的付出 不要有负担 也不要想太多 这是你应得的 认认真真的带好了奸章 郑治国后退一步 啪的向贝龙进了个标准的军力 一切为了国家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为了我华夏之未来 贝龙也庄重的回了他一个军力 顿时 所有在场的军人 都为贝龙送上最热烈的掌声 掌声如雷 震耳欲聋 即便是参谋长卢明辉这一刻的掌声 都包含了一些珍惜 这个年轻人才刚刚十九岁啊 就已经和自己平起平坐了 作为华夏乃至整个地球最年轻的少将 他的未来真的是不可限量 可惜啊 他和自己不是一个阵营的 树贤仪式结束之后 贝龙便和郑治国卢明辉 枉首于他们去了会议室 总教官 郑治国把一份章程递到了贝龙面前 全球进化挑战赛 了解一下 美英法三国提出来的那个吗 贝龙接过来大略看了一遍 果然如此 这全球进化挑战赛 就是把各国的进化者挑选精英 组织到一起比赛 而且已经不仅仅是提议 包括华夏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同意了 全球进化挑战赛 定在了三天后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冰原举行 每个国家限定最多十人参赛 夺得金牌的奖品震惊了世界 那是由美英法三大强国联合研制出来的化石代高科技产品 生命进化精华液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103集 生命进化精华液 贝隆看到这一玩意儿的时候 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么早就出现了吗 上一次末世之中啊 也出现了生命进化精华液 但是贝隆的记忆是在18、9年后才出现的 它并不是三大强国联合出品 而是美国佬的独家科研成果 当时 生命进化精华液的出现 让美国佬一下子 从末世五大国之一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老大 把原本稳坐首席十几年的华夏 都给挤了下去 贝隆记得特别清楚 当时啊 美国佬凭借生命进化精华液 造就出了大批的第二阶段强化者 只不过 不知出了什么岔子 相当大的一部分进化者 在用生命进化精华液强化的过程中 发生了不良反应 有的直接就死了 有的跑偏到了异化 大量出现难以控制的异化者 给刚刚稳定下了地球 又造成了很大的危机 就是那个时候 贝隆重生了 所以啊 在贝隆眼里 这生命进化精华液 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如果能改良成 无副作用的版本 保证不会异化 一定会让全世界都为之疯狂 政治国打了个手势 王守瑜就打开了大屏幕 给所有人观看机密图片资料 大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 看起来就高端大气 上档次的小蓝瓶 拇指那么粗 中指那么长 但小蓝瓶里的药水啊 其实也就只有 十几毫克的样子 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败家老娘们 花钱买的奢侈品 钱呢 基本上都花在包装上了 这就是生命进化精华液 蓝瓶的 简称蓝精 王守瑜充当了解说研的角色 给大家介绍着 我们的特工统治 貌似潜入美国加州科研基地 拍到了宝贵图片 据说呀 这一小瓶蓝精 就能让一个普通人完成进化 这就很厉害了 岂不是说 所有人都能进化了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将军激动了 眼瞅着别人进化 他也很着急呀 有了蓝精 就连他也有机会了 其他与会者都是议论纷纷 贝龙则是默默的点燃了一支烟 没参与到他们的议论 一来呀 是这些将军们 其实还并没有真正的 把贝龙当成和他们平起平坐的存在 就好像他们是多年老戏骨 而贝龙是火爆小鲜肉 大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 二来呢 他对这个蓝精了解的 比这里所有人加起来都多 还有什么好讨论呢 只不过呀 他无法说出来而已 而且贝龙觉得 这很可能不是同一种产品 虽然看起来 都是好似蓝水晶般璀璨 但贝他这只小蝴蝶 煽动了翅膀 时间线提前了这么多年 谁知道相差了多少啊 再说了 十八九年后的蓝精作用 可不是让普通人完成进化 那时候 全球所有人都是进化了的 蓝精的作用 是让进化者继续进化 乃至发展到强化 大家安静一下 王首宇敲了敲了敲大屏幕 根据我们得到的珍贵情报 蓝精可以重复服用 也就是说 不但能让普通人进化 还能让进化者继续不断进化 什么 卢明辉刚端起茶杯又放下了 这岂不是说美国可以批量生产超级战士了 现在普通人进化了都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还能继续不断进化 那还了得呀 理论上来说 是这样 但是谁知道美国佬是怎么想的 王首宇摊开双手 他们竟然愿意把这么珍贵的研究成果 拿出来 当做全球进化挑战赛的金牌奖励 美国佬不会做没有利益的事情 别忘记了 他们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 郑治国掐了掐自己的眉心 不管怎么说 这场全球进化挑战赛 咱们的目标都是金牌 一位养我国威 二位拿到兰京 宗教官啊 你的担子很重啊 贝隆点点头 这其实根本不用郑治国说 他既然要去 肯定就是冲着金牌去的 对于他这样的反应 态度 在座的其实都有为此 这是啊 没人敢当面说罢了 郑治国把他当亲生的一样宠着 他又在训练基地主席台上留下了 那样震撼人心的意见 最主要的是 所有人都知道了 贝隆在泰国 在日本所做的一切 那真的是贝隆一怒 横尸千里啊 像他这么无法无天的存在 只能是哄着 真要是怼他两句 他一箭砍过来谁受得了啊 不要说他们这些将军啊 就算是参谋上卢明辉 也不敢给贝隆正面硬刚啊 对了 宗教官呢 白发苍苍的老将军 忽然很热切地问贝隆 你的进化秘诀和兰京是一回事吗 他是副总司令鸾爱民 年纪差不多到线了 又赶上了强势的政治国士正直 所以啊 存在感很弱 但没有人敢小看了他 能坐在这里的都是人生赢家 鸾爱民的话 顿时让所有人目光都变得火热 贝隆的成长是有目共睹的 贝隆在泰国和青迈大龙头巴宋 对决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强大呢 虽然贝隆当时反杀巴宋 也震惊泰国黑白两道 但他靠的是脑子 而不是实力 等到贝隆去日本大杀四方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不怎么用脑子了 并不是他变得有勇无谋 而是他已经有了可以碾压 黑田家和山田组的实力 就好比人会为了猎杀猛兽 做计划 挖陷阱 造武器 但对付蚂蚁 只需要用手指碾死 如果哪个人为了杀一只蚂蚁 还要做计划 挖陷阱 造武器 那真是智障无双啊 没有哪个进化者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变得这么强 而贝隆能够变得这么强 在国家掌握到的情报里 就是因为 他先去白草阁买了许多中草药 如果贝隆提供的进化秘诀 和蓝经差不多 岂不是他们就不用 巴望美国的蓝经了 并不是 贝隆摇头 我的进化秘诀 只对无者有用 普通人承受不了药力 可惜了 乱爱民摇头不已 再做其他没进化的 也都只能再次寄望蓝经 贝隆摇摇头 把烟屁股暗灭在了烟灰缸里 只是放出一个消息 就把人们搞得心都乱了 美国佬真的好算计啊 不过话说回来 上一次末世的时候 美国佬的蓝经 都是内部消化了 为什么这次拿出做奖品呢 难道美国佬良心发现 想要造福全人类 三天之后 贝隆出现在了 俄罗斯远东第三大城市 布拉戈为申斯克什 这里又叫海兰炮 曾经是华夏的领土 他将在这里 和华夏其他队友会合 将军 一名东北军区的军官 向贝隆立正敬礼 少校李波 向您报道 贝隆点点头 仔细打零了他 这个李波是典型的东北大汉 又高又壮 声若红中 他也是华夏 参加全球进化挑战赛的 十个选手之一 全球进化挑战赛 简称为全进赛 每个国家最多可以有十人参加 十人之中 最多只能有五位能力者 其他的则是进化者 能力者包括了 华夏的武者 日本的人者 泰国的将头师 蒙古的萨满 印度的高僧 英国的吸血鬼 法国的骑士等等 而进化者指的是进化了的普通人 李波就是作为进化者参赛的 而作为军方代表之一 他出任了副领队 领队当然就是贝隆了 第一次参赛什么事啊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和国内的联络 和大赛组委会的沟通 和参赛选手的协调管理 等他所知 必然会让领队忙得焦头烂额 不过呀 贝隆并没有打算让自己活得那么累 尤其在见到了 看起来很靠谱的李波之后 贝隆毫不犹豫的就决定 把领队该做的事情 都交给李波来做 诸位选手 李波转过身 对这间大休息室里的选手们介绍 这位 就是我们西南军区的贝隆将军 他将作为领队 带领我们远征西伯利亚 大家欢迎 除了贝隆和李波以外的 八个参赛选手里 有四个人送上了热烈掌声 另外三个人的掌声是这样的 啪 啪 啪 还有一个人 没有掌声 甚至啊 在不屑一顾的嗑着瓜子 贝隆笑眯眯的扫了眼 这八个选手 热烈掌声啪啪啪啪的四个人 一个长得又高又大 又黑又胖 活脱脱 鲁至身在世 一个两眼变成了淘心型的女学生 一个穿着景服 一身正气的男青年 一个穿民族服饰的美丽苗女 啪啪啪 这三个人 一个是白白胖胖 穿僧衣袈裟的大和尚 一个呢 是拄着一根拐杖 衣衫褴褚灰头土脸 散发恶臭的乞丐 一个是又黑又瘦浑身肌肉的原村男子 还有完全没有掌声 嗑瓜子的那位 一身青色道袍 长了一张马脸 这八个人里 贝龙认出三个 三个都是在末世之中 有头有脸的人物 白白胖胖的大和尚 是少林派十八罗汉之一的原同大师 主着拐杖的臭乞丐 是丐帮的后护法 石宝和 还有啊 那嗑瓜子的马脸道人 就是被贝龙顶替了兵王营武术教练的前任 清城派清城八郡之一杨志云 见杨志云没有给贝龙掌声 其他人错愕 惊讶 愤怒 疑惑 讥讽 幸灾乐祸 种种神情皆有之 玄机啊 所有人都把目光齐刷刷的看向了贝龙 讲道理 贝龙作为军方代表 少将军衔之称 杨志云这就是公然给贝龙下马威 这才是大家第一次见面 如果贝龙就这么算了的话 以后的队也就没法带了 可问题是 杨志云在江湖上大名鼎鼎 也是队伍里的能力者 贝龙能把他怎么样呢 见杨志云这么不给面子 礼拨脸色一沉 杨道长 这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杨志云冷笑着吐出了瓜子壳 阴阳怪气的问道 那个 不鼓掌 犯法吗 将军代表了我国军方 李波力声喝的 我要尽力 立即向将军道歉 李少校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们做事情 要讲究方式 要顾全大局 怎么能让杨道长道歉呢 贝龙很严肃的批评了李波 让他 直接滚毒的 听到前面的话 李波感觉很委屈 但是啊 他也能理解 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顾全大局 也是逼不得已的选择 很多时候也是军人唯一的选择 热烈鼓掌的人们 都是感觉很失望 在他们的心里 军方还是很有威严的 尤其是一位将军 怎么被人如此的挑衅呢 可贝龙的话 却明显是要认怂啊 袁通石宝和他们 都是摇头不语 对这个被千金 买马股的幸运儿 更为鄙视 杨志云呢 则是洋洋得意 他已经都想好了 趁着这次全竞赛 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都不需要什么阴谋诡计 他可以堂堂正正 凭本事 教贝龙做人 可是啊 让他想不到的是 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贝龙最后一句 肆无忌惮的 撕破了脸皮 让我滚犊子 杨志云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顿时把马脸拉到老长 贝龙 我是领了国家颁布的赵贤令 经过筛选之后 留下来的选手 你凭什么让我滚肚子 就因为你进来了 我没股掌 这就是你 讲究的方式吗 这就是你 股权的大局吗 所有人都惊讶的看着贝龙 是啊 这就是你讲究的方式 这就是你顾全的大局 贝龙看都没看他一眼 只对李伯交代 不爱国的人 凭什么代表国家参赛 让他滚犊子之后 你给上级打个报告 就说我们中 出了一个叛徒 谁不爱国了 谁是叛徒了 杨志云一听就急了 这黑锅他可背不起啊 你别血口喷人 贝龙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鼻挺的将孝尼 胸前挂着国家颁发的英雄勋章 在这里我就代表国家 你爱我了吗 作为国家少将 贝龙身穿军装 头顶国徽 肩扛960万平方公里 大好山河 出国在外 他就代表了国家 这话呀 没毛病 就好比袁通 石宝和他们 再不把贝龙放在眼里 那也得给他几分薄面呢 贝龙这么一说呀 所有人都觉得 嗯 入情入理 可不吗 国境县外 作为军方少将 贝龙代表的可是国家呀 你杨志云 是在挑衅贝龙 还是在挑衅国家呀 杨志云顿时老脸通红 他很想反驳两句 可却不知道怎么反驳才好 他是想给贝龙一个下马威 却没想到 被贝龙一句话给怼到了墙角里 一咬牙一瞪眼 杨志云正气凛然的说出了自己早就想说的话 我不是不爱国 我随时愿意为国眷屈 我就是不服你 你有什么本事 领导我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104集 贝龙漫条丝里的点燃了一支香烟 刚想说什么 没想到李波先报了 因为自己的偶像被侮辱 李波感到格外的愤怒 他压抑着情绪 缠声道 你 问贝龙将军 有什么本事领导我们 好 我就告诉你 贝龙将军 有什么本事 李波一指 贝龙左胸前 第一枚银色雄鹰展翅 勋章 一个多月前 山城孝子市监狱 发生特大越狱案件 121名重刑犯 在进化者带领下集体越狱 在孝子时 农贸市场挟持了335名 无辜人质 与警方对峙 他们每隔10分钟就会杀一个人质 以此逼迫警方接受他们的无理条件 因为有进化者的存在 警方多次营救都失败了 如此危机形势下 是贝龙将军一人一箭杀入农贸市场 当场斩杀59名套犯 只有跪下的才能活下来 335名无辜人质 一个没死 一个没伤 国家特地授予这枚人民卫士勋章 表彰贝龙将军的功绩 说吧呀 礼部又一指贝龙左兄 第二枚金色虎头咆哮兄章 半个多月前 齐名印度邪僧 驱赶了数以千计的丧尸 越过喜马拉雅山 造成我藏州边境万人伤亡 也是贝龙将军 率领兵亡营前例奔袭 把上千师朝 歼灭在了国境线上 贝龙将军 亲手斩杀了黑暗地墓神教的七名邪僧 这才保住了藏州大地安宁 国家特地授予这枚 华夏虎奔勋章 表彰贝龙将军的功绩 其实啊 还有第三枚血色梅花绽放勋章 这是贝龙捐献 力拔山西汤药方得到的 只是这件事并没有在军内公布 所以李波并不知道 但前两枚勋章已经很够分量了 李波额头 青筋抱起 怒目远征地瞪着杨志云 声音铿锵有力 质地有声 这就是贝龙将军能领导我们的本事 现在你来告诉我 你有什么本事 我们青城派是江湖一流门派 我是青城派青城八郡之一 我 我没有本事 杨志云很想说自己是有本事的 可是啊 就连他自己都觉得 他的这些本事说出来 在贝龙的光芒璀璨的军功章面前 显得是那么的苍白 那么的无力 啪啪啪啪哗啦啦啦啦 掌声再次响起来 只是这次呀 不再有啪啪啪和啪啪啪之分 除了贝龙 李波和杨志云以外 所有人都送上了最热烈的掌声 虽然他们并没有亲眼所见 但只是听李波的讲述 便可以想象得到贝龙一人一箭连斩五十九旱匪是怎样的霸气策露 也可以想象得到贝龙率领兵王营千里奔袭喜马拉雅山 将千百师朝拒之国门之外 又是怎样的万丈豪情 贝龙当得起这掌声 辖之大者 为国为民 袁通大师鼓掌之后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善哉 善哉 景福青年 鲁志申 女学生 更是恨不能把巴掌都给拍碎了 尤其是那个女学生激动的眼含热泪香汉淋漓 就差喊一声我要给你生猴子了 其实啊 这下倒是搞得贝龙不好意思了 他为国家做的其实 还有很多 但还是要低调啊 贝龙才不会把提供第一手丧尸情报 逼死未来卖国贼 剑神风不平 在粉红少女演唱会杀丧尸等等不够格拿军功杖的小事 告诉他们 这都不是贝爷的风格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 满头冷汗的杨志云 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从心 无量天尊 是贫道唐突了 杨志云单掌力在胸前向着贝龙攻身 贫道见将军年纪轻轻 不知将军有如此功绩 所以口出狂言 还望将军谅解 无量天尊 信了你 我就是无量天真了 贝龙眨眨眼睛 笑眯眯的说道 没什么 道长也是为了国家嘛 我期待着道长在这次挑战赛里 为国争光 如果不是了解杨志云的为人 贝龙说不定就真相信他了 他是见识过在末世之中 杨志云身后的雷雷白骨 贝龙才不会相信他 随时愿意为国捐躯 总之啊 现在当着这么多人 杨志云认怂了 贝龙肯定得照顾到军心 暂时留着杨志云 让他出点力也好 等在西伯利亚兵源稍有不对 就拿他血迹宣源 李波狠狠瞪了杨志云一眼 要知道啊 贝龙在军中可是有了很高的威望 少壮派军官大都是以贝龙为偶像 贝龙又是一位立下了封功伟绩的将军 杨志云侮辱贝龙 比侮辱他还让他愤怒 但他也知道 是时候顾全大局了 于是啊 李波缓和气氛说道 将军 今天人都到齐了 不如让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啊 杨志云刚好借坡下驴的做了第一个自我介绍 不量天尊 贫道 清成杨志云 中人进化之后突然拥有了超出常人力量的进化者而言 他们现在正是最膨胀的时候 就算是那个铁拐杖也唬不住他们 一身正气的警服青年觉得自己不能弱了气势 他站起身来 立正敬礼 大声说 魔独刑警大队 徐子豪 贝龙的小迷妹女学生站起来 大眼睛水汪汪的望着贝龙 燕京六十六中 周贤 将军 您好帅啊 我特别特别崇拜您 您能不能跟我合个影啊 看着他那明显带有婴儿肥的小圆脸 贝龙嘴角隐蔽的超出两下 还好啊 有李波察言观色 连忙板着脸 周贤同学 请坐下 下一位 又高又大又黑又胖 如同鲁智深在世的那位 亮出了自己背上那口 比磨盘还大的巨大杀猪刀 杀猪刀上 竟然还刻着四个歪歪斜斜的大字 民族英雄 这口杀猪刀明显是高仿了经典老篇 国产007里 兴爷的那口 只不过呀 比兴爷的那口大了许多 鲁智深 嗡声嗡气的道 红星屠宰场 赵志强 老实人哪 所有人这一刻 都对他有了深深的认识 本来女学生周贤的自我介绍 就挺破坏气氛了 红星屠宰场的赵志强一句话 彻底让李波苦苦维持的会议 秩序崩盘了 虽然大家都强行克制住了 没有笑出猪声 但是后面还没有自我介绍的人 气势上已经跌到了谷底 那又黑又瘦 浑身肌肉的原寸男子呀 本来故意拖到后边想压周的 之前啪啪啪三人组里就他一个 结果呢 被周贤和赵志强搞的 他也没什么心情压周了 只好泱泱的自我介绍 恶洲国光 散打俱乐部 向西 虽然他跟少林圆通 盖帮石宝盒之前组成了 啪啪啪三人组 但贝龙并没有把它放在眼里 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最后一个苗女身上 这个苗女大约十七八岁的样子 头上戴着华丽丽的银饰 黑色短上衣露出了雪白的肚皮 腰间竖着五彩香边 下面则是五寸长的白褶裙 露出一双白花花的大腿 如此熟悉的风格 不得不让贝龙联想到了五毒教 可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苗女只是自我介绍为 蜀洲苗女 腾珍珍 难道她不是五毒教的 贝龙有点好奇 明明她衣服里藏了好多蚩猪蝎子 蜈蚣的 但现在也不是问苗女腾珍珍的时候 贝龙便如同当初政治国对她做的那样 站起身来 向着在座的所有人 严肃庄重的敬了个军礼 一切为了国家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为了我华夏之未来 请诸位尽力而为 李波和魔都刑警大队的徐子豪 当先站起来 力政敬礼 热血沸腾 心潮澎湃 身为军人和刑警的他们 能够感受到贝龙这句话中 所蕴含的精神和力量 阿弥陀佛 贫僧当尽力而为 袁通大师也站起身来 双手和时表态 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 谁也不会拎不清轻重 何况连少林袁通大师 都站起来了 石宝和 杨志云 向西 周贤 滕珍珍 也都纷纷表示 会拼命了 于是啊 华夏代表队的第一次全员碰面会 就在这么和谐有爱 万中一心的气氛中结束了 大赛组委会给选手们提供的 都是豪华担家 同一个国家的客房 都是相邻的 由于还要等其他国家的选手 全部到齐之后 才会一起前往西伯利亚赛场 贝隆他们先到的选手 需要先在海蓝炮的酒店里 暂住一个晚上 夜幕降临 贝隆躺靠在大床上 用手机跟朱延视频 燕燕 还在日本 是啊 还在打歌呢 不过 我们已经连拿了五个衣卫了 朱延兴奋的 跟贝隆比划着一只白白嫩嫩的小巴掌 我们五个姐妹 刚好一人一个 小龙 你别急 我们这就回国了 到时候我去店里 给叔叔阿姨帮忙 贝隆笑了 可是我也出国了 朱延怀里抱着晴天 嘟起了小嘴 又去哪了 我到俄罗斯执行任务 过两天 你就能在电视里看到我了 说不定啊 到时候我的人气比你还高呢 贝隆故意跟他卖了个关子 就在这时 他忽然耳朵微微动了一下 然后苦着脸道 哎呀 糟了 我肚子好疼 回头再聊 说完呢 贝隆切断了视频 走到窗子前 哗啦一下拉开了窗帘 笑眯眯的看着 正在窗根下 冰天雪地里蹲着的藤真真 挑了挑眉毛 弄啥嘞 这可就尴尬了呀 藤真真小脸皱皱巴巴的 从雪地里抓出了一只 火红色的蝎子 给贝隆看 如果我说 我在你床根下 抓蝎子你会相信吗 贝隆打开窗子 顿时啊 窗外的冷空气涌了进来 贝隆瞅瞅藤真真 那红扑扑的小脸蛋 和起了一层 鸡皮疙瘩的大白腿 进来吧 挺冷的 不不是 我不冷 藤真真解释着 钻了进来 我其实是 是 是紧张 你紧张什么呀 贝隆笑眯眯地看着 他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贝隆也知道他不冷 以贝隆现在的宗师修为 已经能够感知 他是个武侠了 我 我怕你误会 藤真真可怜兮兮地 晃了晃手里的火红蝎子 我真是来 拽蝎子咧 那么问题来了 贝隆关上窗子 指了指外面 这 冰天雪地的 哪来的蝎子呀 藤真真吸了些小鼻子 我 贝隆瞇着的眼缝中 闪烁着寒芒 那把蝎子 带到西伯利亚的你 又是什么人呢 我是 藤真真小手 无意识地抓紧了火红蝎子 我 我是藤真真三 武毒教 藤真真 不 不是 藤真真搭了着小脑袋 垂头丧气 已经 已经没得武毒教了 没有武毒教了 什么意思 贝隆微微皱眉 他听明白了藤真真的话 只是他难以想象这个事实 武毒教好歹也是二流门派 教主和铁心 虽然比不了他这个华夏八大天王 却也是凭借一条便衣大蛇 雄霸一方 没有了 怎么可能啊 就是 就是遭别人连过端了三 我也不晓得为啥子了 先两年 我去了十万大山里 抓我里风车车 难晓得 回来就看到武毒岭 都烧成了灰了 说到这里啊 他才想起来 自己手里抓着的火红蝎子 一看火红蝎子 都被他掐得嘴里冒泡泡了 吓得藤真真 连忙松开了雪白小手 哪知啊 那只火红蝎子 瞬间就活蹦乱跳了 嗖的一下 化作一道火线 射向了窗子 呀 风车车 藤真真顿时急了 这只火红蝎子 他还没有完全收服呢 刚才被火红蝎子逃了 他好不容易才抓回来的 没想到啊 小蝎子又装死骗了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被龙竟然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火红蝎子 飞射的方向 探手一抓 便把那火红蝎子 抓在手里 藤真真脸色大变 慌忙叫道 小心 有毒 这火红蝎子 乃是他从十万大山里耗费了几年时光 才找到了天生一种 不但来去如风 而且毒性极大 进化之后 毒真更是锋利异常 甚至能遮死一头大象 要是把被龙给遮死了 那他真的就只有亡命天涯了 本集中的《本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105集 然而让滕珍珍意想不到的是 被龙张开的手掌上竟然出现了一条 蜈蟹大小的金色火龙 小小火龙在她的掌心上方 围绕着她的风车车来回盘旋张牙舞爪 那只本来桀骜不驭的火红蝎子 被小小火龙吓得瑟瑟发抖 Мос Klient model 滕珍珍大眼睛瞪得大大的 就像一只受惊了的小兔子 总是 待至了片刻 滕珍珍慌忙给被龙跪下了 真真无意冒犯 还望宗师恕罪 宗师如龙 每一位宗师 都如同翱翔九天的神龙 已经和武侠 武者不是同等存在了 虽然他很心疼 他的火红蝎子 但火红蝎子没了 可以去十万大山再找 小命没了 去哪里找啊 别慌啊 来 说说 武毒岭怎么就烧成灰了 我也不晓得 前几天我从十万大山回来 就看到武毒岭 被烧得干干净净了 藤真真跪在地上可怜兮兮 我走了几年了 傻子都不晓得 抬起头来 藤真真乖乖地抬起头 精致的小脸皱皱巴巴的 憋着的小嘴 哆嗦着仿佛随时会哭出来 楚楚可怜的大眼睛 蒙着淡淡的水雾 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小瘦气包啊 被龙不禁吃得一笑 你在武毒教 什么身份呢 我是 藤真真眨巴眨巴 水淋淋的大眼睛 我是个 内门弟子 内门弟子 被龙一指藤真真的领子 自己解 还是我帮你解 啊 藤真真交去一颤 瞪大了眼睛捂住胸口 你 你要干啥子 被龙收了掌心的小小火龙 把玩着已经吓傻的火红蝎子 鉴别真身 藤真真只好垂头丧气地 搭了这小脑袋 小手 磨磨蹭蹭地解开了领子 被龙很严肃 拔开点 看不到 藤真真小脸羞得通红啊 心里诅咒着被龙 但还是扒开领子 露出了沟壑和刺青 龙虾 被龙看着他雪白的胸口 微微一睁 不是应该五毒的刺青吗 蝎子 是蝎子 藤真真气得都快哭了 刺青的时候 人家还没发育呢吗 被龙嘴角隐蔽地超出两下 很严肃地说道 所以说 你是天蝎圣女 对头 藤真真破罐子破摔地 把领口狠狠一扯 露出了胸前大片白花花的尸房 我就是天蝎圣女 来嘛来嘛 看嘛看嘛 你看够了没的嘛 被龙也不说话 直接把火红蝎子一掐 火红蝎子顿时嘴里冒了血泡泡 我错了 我错了 藤真真果断从心 这火红蝎子呀 是他在十万大山里找了好几年才找到的 没有这火红蝎子 他只能一辈子是个候补圣女 虽然现在五毒教已经没了 但这火红蝎子 就是他以后安身立命的屏障了 错了 哪错了 他也不知道是闲得哼哼啊 还是藤真真太给人一种想要欺负他的欲望啊 反正啊 藤真真那楚楚可怜的样子 就是让人觉得不欺负欺负他 都对不起他 我不该骗你 不是 其实我没有骗你啊 我最多算是个候补圣女 收服了这只火线天蝎 教主才会承认我是天蝎圣女 我没有收服火线天蝎之前 我真的只是个内门弟子 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参赛选手里 北龙并没有继续较真 他相信藤真真这次没有撒谎 再说了 五毒教已经不在了 他这辈子都成不了天蝎圣女了 五毒教没了 我不晓得是哪个做的 也不晓得能去哪里 藤真真又进入了卖惨模式 刚好我看到国家发布了招显令 就想来混口饭吃 行吧 不管你是为什么来的 好好干 我保证你 藤真真满怀期待的睁大眼睛 啥子 有肉吃 藤真真瞬间小嘴都督上天了 锤子呀 背龙把火红蝎子随手塞给了他 转身走向大床 头也不回的挥了挥手 啥意思 藤真真眨巴眨巴水淋淋的大眼睛 下意识的捂住了敞开的领子 躺在大床上的背龙拿起手机 想跟朱妍继续视频 一看藤真真还跪在那里 你有事啊 藤真真大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慌乱 没 没的 没事 还不赶紧回去睡觉 背龙不耐烦的挥了挥手 别影响我跟我老婆视频呢 有的 藤真真赶紧站起来 向背龙撅了一躬 刺溜一下 钻出了房门 从外面啊 给背龙关好了门 藤真真一边系着领子 一边鬼鬼祟祟的回身 刚好就看到了 站在走廊里的袁通大师 四目相对两人都惊呆了 袁通大师瞅瞅 藤真真解开的领口 又瞅瞅他发红的膝盖 再瞅瞅房门上的号码 老那好像知道了什么 了不得的事啊 阿弥陀佛 袁通大师双手合十 攻身一一 与施主请自重啊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呀 藤真真顿时小脸红的 好像熟吐了圣女果 佛月 色字头上一把刀 袁通大师试图拯救一下 这个士族少女 但藤真真 已经磁溜一下就跑了 像只小仓鼠一样 钻进了她的房间 阿弥陀佛 袁通大师无可奈何的 摇摇大光头 转身走向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上 贝隆神清气爽的 走出了房门 刚好迎面遇上了袁通大师 大师 早啊 贝隆笑眯眯的和他 打了个招呼 袁通大师身为少林派 十八罗汉之一 实力不俗 而且末世之中 贝隆和他接触过 人品不错 阿弥陀佛 袁通大师双手合十 攻身一一 施主 贫僧有一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啊 大师有何见交啊 佛曰 色字头上 一把刀 袁通大师觉得自己 有义务拯救这位 误入歧途的年轻将军 粉红骷髅 白骨皮肉 诸法空想 即是虚妄 嘘 难道他知道我昨天 跟炎炎试那个贫了 贝隆嘴角隐蔽的 超出两下 就在这时啊 忽然一个百灵鸟般的 东北口音传来 哎妈呀 你咋个这嘎的呢 贝隆一回头 正看到一群牛高马大的 白种人走了过来 由于这里的白种人有点多 贝隆也分不出这些白种人 是哪个国家的 反正 在他眼里 白种人长得都差不多 不过呀 他倒是一眼就认出了 正中间的那个美女 那个美女有着一头 大波浪的金色卷发 哪怕只是穿着一身 宽松肥大的 陆军特训服 也掩盖不住 他那能让任何男人 都浴火焚身的性感魅力 是你 贝隆本来是不想理他的 美女啊 他见的多了 正牌女友朱颜 生死之交唐英 百变女仆 波多也姓黎 哪个不是顶尖的美女啊 尤其是波多也姓黎 只要自己喜欢 想让他变那扎变那扎 想让他变肉疤变肉疤呀 只不过 贝爷的心思 一直没在这上面 如果不是为了 摆脱袁通大师 他也不会回应的 虽然这个美女 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但是当时的目标是林英俊 这个美女 只不过是随手救下而已 之后啊 就把他抛之脑后 根本就没想到 还会再遇上 阿弗罗拉激动的冲了上来 热情似火的张开双臂 用很大的力气 抱了一下贝龙 哎呀妈呀 见到你真太高兴了 上次在八仙海岸 抱歉呢 没能绑上你 看到阿弗罗拉 这个前途后翘的外国美女 拥抱了贝龙 圆通大师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啊 第二个呢 昨天晚上才跟自己对的苗女 翻云覆雨 今天早上就跟别人对的辣妹 搂搂抱抱 对你这种荒淫无度的好色之徒 贫增只想说一句 为什么不是我呢 阿弥陀佛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圆通大师转身就走 眼不见为惊啊 八仙海岸 你当时也在啊 可不咋的嘛 阿弗罗拉激动的点头 他一直在很努力的学习华夏语 可惜啊 他的老师都是东北人 有时候不注意 就会带出一股大茶子味 幸会 幸会 北龙笑眯眯的和他握了握手 回头一瞅 圆通大师已经消失了 便对阿弗罗拉客气的点点头 我先走了 有事打电话 欧了 阿弗罗拉答应着 目送他离开 猛然想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他电话多少啊 阿弗罗拉一脸懵逼啊 他不是一个人 和他同行的俄罗斯大汉们组团 一脸懵逼 俄罗斯代表队 当然不是只有他这一个女选手 但模特出身的阿弗罗拉 无疑是最美丽最性感的一个 这些精力旺盛 好像发情的牲口一般的俄罗斯大汉们 都把阿弗罗拉当成了狩猎目标 然而 阿弗罗拉对他们都不屑一顾 这反而让他们把他当成了高高在上的女神 没想到 今天遇到了一个平平无奇的华夏人 高高在上的女神就从神坛走了下来 俄罗斯大汉们很生气啊 你敢看上我们的女神 老子拉死你 好逗了俄罗斯大汉们 顿时都把贝隆当成了假想敌 本来呀 他们还想冲上去跟贝隆正面硬刚的 让阿弗罗拉看看 俄罗斯大汉才是真正的男人 贝隆却根本没给他们这个机会 很随意很潦草的应付了阿弗罗拉两句 就走了 哪怕这些满脑袋肌肉的俄罗斯大汉们 都看得出来 贝隆的敷衍和阿弗罗拉的失落 于是啊 俄罗斯大汉们更生气了 你敢看不上我们的女神 老子拉死你 袁通大师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劝说贝隆迷途知返 阿弗罗拉也一直觉得自己应该在走廊里守住带兔 他们这么觉得也就这么做了 所以整整一天 贝隆都躲在了李伯的房间下午子齐 并成功的混到了第二天全体集合 第二天早上 所有参赛国家的选手已经全部到齐 并被召集到了胜利广场 一百四十多米的胜利女神纪念碑之下 聚集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能力者和进化者 一千多人黑压压的站在还没有来得及清理的雪地里 大赛委员会 摄像组正在卖力地工作着 这可是全球同步直播的大场面 官方主持人用最饱满的情绪 最激动的心情 为大家隆重介绍了挑战赛内容 所有参赛选手请注意 你们将要接受的挑战 是北极圈极限生存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 你们除了一根集成了高清摄像头 救援警报器 生命信号检测等多种功能的大赛 专用科技头戴以外 任何物品都不能携带 你们将会被随机送到大赛安保限定范围内的任何地点 这一个月里 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 前提是你们能够活下去 北极圈极限生存一个月 被龙不以为然地点燃了一只香烟 不要说对他这个宗师啊 就算是对武侠而言 这都不是事啊 西伯利亚的寒冷天气 或许进化者还需要靠厚厚的羽绒服来预寒 但是看看藤真真白花花的大腿 圆通大石亮晶晶的光头 石宝盒黑乎乎的赤脚 谁在乎啊 但主持人的话却是惊呆了进化者们 有人忍不住大声喊道 没有吃的吗 我再重复一遍 主持人笑得很猥琐 除了一根头戴 任何物品都不能携带 任何物品 顿时许多选手都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了一声 整整齐齐的骂娘声 Oh fuck Buck Buck 骂骂皮 哪怕明明知道是在全球同步直播 选手们还是情不自禁的表达了自己的心情 当然了 骂娘的都是进化者 对于绝大多数能力者而言 这只不过是基本操作 与此同时 在美国加州科研基地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 正坐在沙发上 意态悠闲地看直播 他端起了一杯咖啡 喝了一口之后 露出了非常满意的心情 博士 这是你要的资料 旁边一个白大褂 配黑丝袜的美女 拿着文件递给他 中年男人却是抓住了他的手腕 把他一把拉入自己的怀里 白大褂美女 英宁一声 欲聚还迎 中年男人搂着他吟笑 哦宝贝 喜欢这个吗 说着呀 中年男人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个高端大气 上档子的小蓝瓶 在他眼前晃了晃 蓝精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106集 白大褂美女 是又惊又喜的 捂住了小嘴 你要把他送给我吗 说喜欢 博士笑得很像 两百多年前的 好莱坞巨星 阿汤哥 甚至长得 都和阿汤哥 十分的相似 再加上 蓝精的诱惑呀 白大褂美女 像是着了魔一样的说 我喜欢 他是你的了 哦 我的天呐 白大褂美女 丝毫没介意 博士的闲出手 他激动的都快哭了呀 双手把蓝精捧在手里 迷醉的欣赏着 好似蓝色水晶一般 璀璨的液体 喝了它 你就可以进化了 博士在他的耳边 蛊惑人心 毛茸茸的大手 在白大褂美女 套着黑丝袜的大腿上 抚摸着 越来越往上 越来越深入 不需要害怕 也不需要担心 哦 你知道的 蓝精已经试验成功了 你也知道的 这个基地里 我说了算 它现在属于你了 你可以 如愿以偿了 哦 是的 白大褂美女 终于没能克制住 自己的欲望 她也知道 蓝精确实已经 试验成功了 于是毫不犹豫地 解锁了密封 把只有十几毫升 却价值千斤的 蓝精一口喝下 然后闭上了双眼 激动地等待着 进化降临 虽然她才刚刚 为博士工作了几天 但也亲眼见过了 几个志愿者 在服用蓝精之后 会陷入迷幻状态 就好像吸食了毒品一样 而且还伴有低烧症状 这样的状态 大概会持续几分钟 到几个小时不等 在这个过程中 会失去自主意识 只会被动地 服从别人任何指令 状态结束后 就完成了生命的进化 她并不排斥 在这样的状态下 和博士发生点什么 现在美国有这样一种 狂热的思想 进化就可以为所欲为 为了进化 她宁愿被博士为所欲为 果然呢 很快白大褂美女 就陷入了迷幻状态 她在博士的引导下 搂住了她的脖子 吸吮着她的舌头 就好像是发情的母兽 在博士身上不安分地扭动 博士反倒是不慌不忙起来 在白大褂美女 如此惹火的诱惑下 她竟然还能一边 和白大褂美女亲吻 一边从沙发靠垫下 拿出了个橡皮圈 给白大褂美女带上 然后粗暴地推开了美女 站起来像牵着狗 一样牵着她走 白大褂美女 一脸痴笑地被她牵着 在豪华大办公室里面爬动 呼的呀 美女狂躁地躺倒在了地上 滚来滚去 博士的脸色渐渐严肃起来 那美女爆发出一声 凄厉的惨叫 就好像正在经历着 无比痛苦的事情 跟着 她的体毛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浓密漆黑 她的双臂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粗壮修长 衣袖被硬生生地撑爆了 露出了她 皮开肉绽 鲜血淋漓的手臂 如果忽略这点的话 她看起来 很像是长臂猿 Oh fuck 博士忍不住 爆了粗口 然后把长臂猿 一样的白大褂美女 背对着自己 按在了桌子上 一只手按住她 另一只手熟练地借裤腰带 贝隆被一辆雪地摩托 送到了西伯利亚冰原的深处 一直伸到了北极圈沿海地带 甚至贝隆下车的地方 已经可以肉眼看到远方的海岸线 俄罗斯士兵 坏笑着其雪地摩托离开了 在这冰天雪地的世界里 只剩下贝隆一个人 换成一般人 这时候内心应该是崩溃的 贝隆却是习惯性地先去摸烟 结果摸了个空 在出发之前 他们所有人都已经被缴获了一切私人物品 贝隆便向着寒线的方向走 现在他所说的一切 所做的一切 都会被头上带的摄像头 忠实地记录下来 但贝隆觉得没什么可说的 也没什么可做的 反正就走呗 这个全球同步直播呀 只是在出发前 到了这个时候 那就是录像了 每天录像都会定时 自动传送到大赛委员会 大赛委员会 再把每天的录像 剪辑制作成一集节目 全球播放 所以贝友福和张春丽看到的时候 其实早就已经过去了 但这并不妨碍张春丽 为自己儿子打抱不平 哎呀 太过分了吧 啊 就把人扔这就不管了呀 哎呀 真是的 连贝友福这个老实人都看不下去了 这要走到什么时候啊 朱颜担心地紧紧抱着晴天 美眸弥漫着一层淡淡的雾水 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哎 不是说 他们都在大赛的安保限定范围内吗 张春丽安慰着自己的未来儿媳妇 肯定没危险 就算有危险 也可以按球员警报器 可是 朱颜欲言又止 作为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大明星 他太了解导播给贝隆这么长的镜头 意味着什么 这就好比他们粉红少女去参加综艺节目 主持和嘉宾可能多达几十人 时间就那么多 镜头怎么分配啊 当然是谁表现更出彩 谁镜头就更多了 在这种极限挑战的节目里 贝隆有这么长的镜头 很明显 他将遇到同时间段里最为惊险的刺激的挑战 老贝你看 张春丽指着电视屏幕上惊讶的叫道 那座冰山会动啊 贝有福仔细一看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啥老娘们 那他们是北极熊 啊 这么大的北极熊啊 张春丽惊呆了 连客人喊老板娘都听不见了 不会的 小龙一定不会出事的 电视局也不会允许播出十八进血腥镜头的 朱颜在心里不停的安慰自己 小手却把晴天撸得直冒火星子 只是一变阶段的北极熊而已 贝隆仰望着眼前这头站立起来 足足十多米高的北极熊心想 上一次末世之中 他斩杀过的三变北极熊 直立起来将近百米 卧在那里真的就像是一座冰山啊 而且还像刺猬一样浑身披满了雪白的刺骨 一掌拍下去 连万吨巨轮都挡不住啊 至于这头十米多高的一变北极熊 也就是张开血盆大口 那刺出唇边长长的剑齿虎般的獠牙看起来比较唬人 一米多长的獠牙宛如利剑锋利无比 北极熊献红的小眼睛好像红色的灯笼一般闪烁 磨盘般的大手掌向着贝隆就当头拍下 贝隆会的武功很多很杂 这都是因为他刚起步的时候只是个普通人 末世里为了救人于水火之中 少林武当这两大门派主动献出了少林七十二亿和武当三十六宫 凡是我划下血脉 黄色的脸黑色的盐 就可以随意修炼 贝隆刚开始就像是干燥的海绵 好不容易掉进了水里 如饥似渴地修炼所有能学到的武功 由于没有人知道 他走了很多万路 尤其学的武功太多太杂 甚至为了能快速地形成战斗力 他还学了一段时间的唐门暗器 所以现在被摄像机录制的情况下 贝隆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来对付这头北极熊 比如说他曾经多次公开使用过的金蝉纸 闪战法太乙浮沉金针纸 又比如说这次少林武当华山无偿捐献给国家的十三种武功 北极熊磨盘一样的巨大熊掌当头拍下 嗡的一下进风呼啸 暴怒的卷起一阵的雪白冰尘 被龙剑眉飞扬 不但毫不退缩 反而迎着那雷霆万军的巨大熊掌 一掌拍去 由下而上 逆袭啊 这一瞬间 贝友福张春丽朱颜 乃至所有电视期前的观众们 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 让人郁闷的是啊 电视上忽然定格画面 然后打出了危险动作 请勿模仿的大字幕 瞬间 全球不知多少亿人都在同步骂娘 好在啊 定格只有一秒 很快画面恢复正常 然后所有人都是情不自禁的倒吸一口冷气 只见画面上 被龙由下而上逆袭的内掌 竟然被耀眼的金色火光团团包围 金色火光凝聚成了一头威风凛凛的火焰猛虎 咆哮着一头撞上了熊掌 轰隆一声巨响 在画面的剧烈抖动中 那巨大熊掌猛的变小 连同整个北极熊 都在变小 不 不是北极熊变小了 而是他被被龙这势不可挡的一掌 直接轰飞了出去 十多米高的北极熊 已经相当于三层楼的高度了 这么庞大的一头北极熊被轰飞出去 带来的视觉效果实在是太震撼了 这么庞大的一头北极熊 重重衰落在冰层上的视觉效果就更为震撼了 海边厚厚的冰层竟是轰隆隆的震碎出一大片的军列 而小山般的北极熊也随之坠落到了北冰洋里 这特效做得好啊 全球不知多少亿人都在同步感叹 哪怕如今进化者已经多如牛毛了 但大多数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甚至在他们看来啊 北极熊缩小了还更有可能 然而那北极熊砸裂了方圆至少三十米的大片冰层 和北极熊落水时激起的滔天巨浪都证明了他真的是个三层楼高的庞然大物 我的天哪 这么神奇吗 张春丽震惊惊地回头看贝有福 这真是我生的 对 你生的 贝有福激动的眼眶湿润了 军功章有你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啊 这是我男朋友 朱颜已经被泪水打湿了脸颊 他终于是长长的虚出一口气 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啊 他怀里的晴天也是长长的虚了一口气 老子的麻娃 美国加州科研基地 貌似阿汤哥的博士 正在和一位肩头上扛着四颗星星的美国上将 坐在沙发上面对面的交谈着 这位四星上将啊 赫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托马斯 在美国军方 是位有着极高威望的鹰派将领 隐蔽的瞥了一眼 被用皮项圈拴在了桌子腿上 像狗一样趴着用舌头巴搭巴搭舔盘子里的牛奶的白大褂美女 托马斯将军完美地掩饰了心中的厌恶 微笑着对博士指着电视屏幕里的贝隆说 他就是贝隆 据说是华夏第一位进化者 在学习了舞蹈之后 他表现出的战斗力十分惊人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怀疑 华夏是否也已经秘密研制出了另外一种蓝精 哦不 博士斩钉截铁 哦这不可能 全世界就只有我这一种蓝精 史密斯博士 托马斯将军依旧保持着微笑 我们只是在设想是否有这样的一种可能 华夏秘密研制出了一种功效和蓝精有些紧似的药剂 毕竟华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 他们的中医常常会创造出我们不能理解的奇迹 托马斯将军 史密斯博士盯着托马斯将军的眼睛 用手指的指甲轻轻敲进了两下玻璃茶几 加重了语气 一字一顿道 不是每一种药剂都叫蓝精 托马斯将军微微沉默 目光却似是在与史密斯博士进行着激烈的交锋 片刻之后 托马斯将军败下阵来 美国有四十多个四星上将 但只有一个史密斯 不 全世界都只有一个史密斯 见托马斯将军退缩了 史密斯博士眼中闪过了一丝肆无忌惮的得意 看向电视屏幕爆打北极熊的贝龙 或许是因为华夏的武道 这个世界上有着很多能够激发人体潜能的东西 武术 佛法 道术 降头术 阴阳道 等等 华夏的武道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但我会用科学的蓝精一一打败他们 好吧 希望如此 托马斯将军看向了电视屏幕 瞳孔陡然缩小为一点 只见呢 电视屏幕上 站在海边冰层上的贝龙脚下 陡然轰隆一声巨响 一座白色冰山 从厚厚的冰层下方猛的顶了上来 被撞碎的冰层 仿佛一块块巨大的滚石 从半空中坠落 白色冰山裹鞋巨浪滔天 势不可挡的 冲起来十几米高之后 张开了血盆大口 向着半空中的贝龙一口吞去 Oh my lady Gaga 托马斯将军不禁倒写了一口冷气啊 虽然他已经进化了 拥有了远超常人的力量 也被这山崩地裂般的突变 震惊了和不拢嘴啊 然而更加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贝龙竟然人在半空 还来了一个骚气逼人的空发 不但避开了那张血盆大口 还一脚如同旋风般的狠狠扫向了北极熊的大脑袋 屏幕中 贝龙这一脚 竟是化作了微风凛凛的火焰猛虎 轰得火光炸碎 北极熊仿佛山倒了一般 轰然砸进了飘满碎冰的海面上 激起了滔天举浪 这不科学 托马斯将军猛地站了起来 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107集 哦 或许他有隐藏的强大生命基因呢 史密斯博士向下虚按了两下手 表示托马斯将军坐下说话 你知道的 我亲爱的托马斯 地球存在过多种文明 人类发展也经历了无数磨难 太多太多曾经存在过的 都被胜利者埋藏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以华夏延续了五千年来举例 春秋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 才俊备出 各种思想 交相回应 这是华夏历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刻 但是随着秦国的大统一 秦始皇焚书坑儒 不但毁灭了知识 也毁灭了历史 鼎盛时期的汉朝人口高达六千万 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三十 是当时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但到公元二六五年 未属三国人口总计才七百六十七万 公元一一二二年的南宋人口九千三百四十七万 到一二七四年的元朝初期 人口仅剩八百八十七万 蒙元在华夏境内实施的种族灭绝 作为世界记录 已经载入了吉尼斯世界记录大权 从李自成起义 到吴三桂灭亡的明末清初 华夏人口从一亿 锐减到了清世祖时的一千四百万人 历史在屠杀之后 总是会被重新书写 我们怎么知道那些神话传说 没有真实存在过呢 中世纪的欧洲三百年里 处死了十万名女巫 猎杀吸血鬼狼人的传说 从来没有停止过 而现在 女巫在全民进化之后再度出现 乃至辉煌 吸血鬼和狼人 遗留在人类中的隐藏血脉 也在进化中重现人间 而且更加的强大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人是不是有射掉九颗太阳 那个后裔的血统 又或者是一头撞倒 布州山的水神贡公的后人 全民进化 把被埋藏在历史尘埃里的 存在全都翻了出来 看起来不科学 但其实这也是一种科学 哦 你知道的太多了 托马斯将军听得目瞪口呆 为了证明这很科学 史密斯博士也是蛮拼的 不过托马斯将军现在 确实也觉得 或许这就是真相 曾经吸血鬼狼人 都已经在现代都市绝迹了 如果不是进化 让很多普通人 觉醒了体内沉睡的 吸血鬼狼人基因 或许 吸血鬼狼人到现在 也还只是传说呢 哼 谢谢 史密斯博士露出了 阿汤哥社的自信笑容 但是 要隐藏强大生命基因的人 终究是少数 大多数人还是普通人 他们 需要我们的蓝青 最重要的是 不管这个人是武道的能力者 还是强大基因的继承者 蓝青都能让他变得更强 说着呀 史密斯博士再次用使者的指甲 轻轻敲下了两下玻璃茶几 忽听咔的一声轻响 托马斯将军下意识地看去 只见呢 那张玻璃茶几 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碎裂成了珠网 而中心点就是史密斯博士的指甲 这可是防弹玻璃啊 托马斯将军不仅脸色大变 不愧是我们美国的进化之父啊 尝尝来自华夏的茶 史密斯博士微笑着 这可是我特地从 华夏蜀州带回来的名贵茶叶 一百万美金一斤 它的名字叫老阴茶 老阴茶 托马斯一愣 我只知道黄山卯峰 西湖龙井 武夷山大红袍 这老阴茶是什么茶 竟然要一百万美元一斤 没听说过呀 两人一起伸手端起了茶杯 与此同时啊 玻璃茶几哗啦碎了一滴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在干什么 便衣北极熊 晕晕乎乎的 睁开了星红的小眼睛 他可怜的脑子里 嗡嗡的 好像钻进了一大群的蜜蜂啊 想起来了 我让一个人打了 北极熊的脑海中 终于恢复了昏迷前 最后的记忆 当时 他从冰面之下破冰而出 偷袭那个人 却被那个人 一大脚踢晕了过去 那个人浑身燃烧着 熊熊的火焰 太可怕了 等一下 谁在我的头上 北极熊的小眼睛下意识的往上看 又一直跟到了鼻子尖 变成了对眼 他终于看清了 站在自己鼻子上的家伙是谁了 黑买 北极熊吓得浑身一哆嗦呀 别打我 别打我 我什么都听你的 所以说 可以沟通就是好 背龙笑眯眯的 葛大爷瘫的姿势 瘫在北极熊头顶上 那 茂盛 松软的雪白长毛里 动物在变异之后啊 都会有程度高低 不同的通灵 北极熊啊 显然没有晴天那么懂事 但能明白简单指令就够了 十多米高的北极熊 则是充当了他的坐机 缓缓的沿着海岸线 一路向西 不要怕 丐帮护法石宝和 撸了一把自己油腻腻的皮肩发 胸又成竹的说道 极限生存 我有经验 说着呀 石宝和拄着拐杖蹲下来 抓了一把雪 揉进了嘴里 咱们往海边走 登到了海边 就算是抓不到北极熊啊 企鹅啊什么的呀 咱们也可以捕鱼吧 阿弥陀佛 袁通大师双手合十 出家人扫地恐伤楼以命 爱惜飞蛾杀赵灯 土驴 石宝和怒了 铁拐用力一顿 到这时候了 你还要劝我们不杀生吗 不是 贫僧的意思是说 袁通大师很委屈 贫僧不杀生 只吃肉 无量天尊 杨志云很不爽地瞅了一眼石宝和的铁拐 太他妈不公平了 凭什么把老道的剑给没收了 这个臭要犯的却能带个铁拐呀 兄弟 所言及时 杨志云甩来甩大秀 我们往海边走 还怕会饿死吗 然后啊 杨志云环顾所有几方成员 他和袁通大师石宝和之所以能够碰面 都得益于江湖上约定俗成的暗号标志 杨志云在兵面上刻下了暗号标志 被袁通大师和石宝和看到之后找了过来 他们很快就聚首了 而且啊 袁通大师和石宝和在路上还分别找到了周贤和徐子豪 这滕珍珍自然是自己看着暗号标志找来的 武林前辈都不觉得这是作弊 暗号标志不能算作弊 江湖人的事那能叫作弊吗 杨志云又象征性的问了大家一下 没人有意见的话 咱们这就走吧 我又一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贝龙的小迷妹周贤怯生生的举起了小手 讲 杨志云板着脸 有机会该立下规矩了 这些个进化者都没大没小的 那个 那个我想说 周贤怯生生的瞅瞅他 又瞅瞅石宝和 我想说 那个 启蛾 是南极的 阿弗洛拉 你真的不迟一点吗 俄罗斯大汉之中最高大强壮的彼得诺维奇 手里拎着一条北极湖 后腿 鲜血淋漓的大口咀嚼着 好似直立行走的大狗熊一样 这里是俄罗斯境内 俄罗斯大汉们自然得到了私下的照顾 他们很快就凑到了一起 短短一天的时间 彼得诺维奇就凭借着高人一等的实力 树立了他的王者地位 其他人都敢怒不敢言的 退出了对阿弗洛拉的竞争 不 谢谢 阿弗洛拉头也不回的 继续向着海岸线的方向走着 战斗种族对如毛饮血 很容易就接受了 但阿弗洛拉无法勉强自己吃生肉 所以他想着到海边捉鱼吃 虽然也是生的 但至少这正常人也吃生鱼片 或许阿弗洛拉想吃北极醒肉呢 佩特罗娃一个标准的女汉子 在旁边阴阳怪气的说 作为队伍里唯二的女选手 佩特罗娃分到了一条前腿 但佩特罗娃并不满意 凭什么阿弗洛拉就要被所有人捧着 谁还不是个宝宝了 那我就猎一头北极熊给阿弗洛拉 彼得诺维奇哲哲哲的弯曲了下 比一般人大腿还粗的手臂 又大又硬的弓二头鸡就像是个小石滚子 哇 大家都听到了 佩特罗娃起哄的拍了拍手 彼得诺维奇说要给阿弗洛拉列一头北极形 他的话顿时引起了其他人的掌声口哨声 彼得诺维奇回身向大家挥了回手臂 幼稚 阿弗洛拉摇了摇头 他的脑海中不禁回想起了那个 手握火焰长刀一刀屠龙的高大身影 其实啊 被龙重生回来时是184公分 进化之后又长了几公分 大约是1米87或者1米88 在华夏人里面呢 应该是算是高大的 可是和2米2的彼得诺维奇相比 那显然还是很娇小的呀 但是在阿弗洛拉的心里 贝龙就是比彼得诺维奇还要高大 和贝龙比起来 彼得诺维奇简直就像是个2米多的侏儒 只会在女人的面前成英雄 马上就到海边了 牛高马大的彼得诺维奇指着前方兴奋道 大家快走 其他人闻声都是精神一振 这一天他们就抓到只北极湖 九个战斗种族吃一只北极湖 还被彼得诺维奇一个人就分走了三条腿 可想而知啊 他们都饿成什么样了 光秃秃的骨头棒子都舍不得扔 走两步 左两口 但是当他们眼瞅着还有几十米就到海边的时候 呼的一座冰山洞了 哎 妈呀 俄罗斯大汉们都是情不自禁的倒吸了一口冷气啊 这啥玩意呢 只见那座冰山从沃子改成了站子 那赫然是一头直立起来足足有十多米高的北极熊 北极熊嗅到了晚餐的味道 他一双星红的小眼睛恶狠狠的瞪着俄罗斯大汉们 血盆大口里腥臭的咸液滴的 两根一米多成的獠牙闪烁着寒光 别怕 我们有狼王 彼得诺维奇 佩特鲁娃毫不犹豫地把彼得诺维奇给架到了火上烤 彼得诺维奇不是说要给阿弗洛拉猎一头北极熊吗 对啊 我们有狼王 彼得诺维奇 俄罗斯大汉们齐声附和 狼王是彼得诺维奇为自己争到了名号 彼得诺维奇对此感到很骄傲 老子也他妈没说这么大个的呀 彼得诺维奇都快哭了呀 但身为战斗种族最强大的男人 彼得诺维奇怎么可能在同伴们的起哄中退缩呢 更何况 他剑术的身体里流淌着的可是狼的血液呀 阿弗洛拉 彼得诺维奇大吼一声 我一定会亲手把北极熊献给你的 太浪漫了 这一刻呀 佩特罗娃被彼得诺维奇感动得热泪盈眶 差点就替阿弗洛拉答应了 白痴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阿弗洛拉脸色苍白 快跑啊 彼得诺维奇张开双臂向着北极熊爆发出愤怒的嘶吼 只见了他的大脑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着狼过渡 尖尖的耳朵 长长的嘴巴还有那绿悠悠的狼童 与此同时 他本来就很高大的身躯也在迅速的长大 浑身的肌肉就像吹气般的膨胀起来 体毛也在不断的变长变粗变黑 砰的一下 他身上的衣物炸成了粉碎 他竟然从一个身高两米二的高大壮汉 变成了一个身高三米左右 浑身肌肉好似岩石 还长满浓密黑毛的怪物 这怪物啊 已经不怎么像人了 反倒像是一匹直立行走的巨狼 绿盈盈的狼童 恶狠狠的瞪着北极熊 彼得诺贝奇呼吱呼吱的喘息着 从血盆大口中 滴出腥臭的嫌疑 变身成狼人之后 即便是在看似不可战胜的北极熊面前 无比愤怒的他 斗志也是如同燎原之火 熊熊燃烧 北极熊也很愤怒 在北极圈的陆地上 他就是至高无上的霸主 怎能容忍如此挑衅呢 墨盘般巨大的熊掌 带着嗡的一声进风 呼啸着 向着彼得诺维奇当头拍下 变身狼人之后的彼得诺维奇 已经失去了理智 再说 狼人的字典里也没有后退 这个词啊 他疯狂咆哮着冲上去 和北极熊正面硬刚 一如背笼 后期电视 再次画面定格了 打出了危险动作 请勿模仿的大字幕 故事的开头 好像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呀 在画面恢复正常之后 彼得诺维奇 被轰的一熊掌 拍进了厚厚的冰层里 连同他身下的尖兵 被一起打入了海里 当北极熊抬起了他 墨盘般的大熊掌时 厚厚冰层上 只留下了一个 人形的大洞 阿弗罗拉 佩特罗娃他们 全都是不约而同的 倒吸了一口冷气 哎妈呀 这北极熊嗷狠 怎么办呢 俄罗斯大汉们 一个个大眼瞪小眼 狼人的字典里没有后退 可问题是 他们不还没有变身的吗 再说了 连狼王都让人给灭了 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北极熊低下了他的大脑袋 星红的小眼睛 在俄罗斯大汉们中间 凶狠的巡视着 就好像在挑肥减兽 责任而失 俄罗斯大汉们 本来都已经决定拼命了 忽然有一个清新脱俗的 呼噜声隐隐约约的 从北极熊的头顶上传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海洋 第108节 什么鬼啊 阿弗罗拉 佩特罗娃 以及所有俄罗斯大汉们 都是脸色一变 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这好像是人在打呼噜 可问题是 这北极熊的头顶上 怎么可能有人呢 俄罗斯人已经全都在这了 佩特罗娃鼓起勇气 用英语喊道 谁在那 呼噜依旧 他们这群人里 会外语的不多 在他们陆续尝试过 英语 西班牙语 德语之后 终于啊 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了 会东北划下语的 阿弗罗拉身上 阿弗罗拉双手拢成了喇叭 向着北极熊的头顶上 高声大喊 大哥 干啥呢 睡觉呢 好傻 北极熊的头顶上 懒洋洋的坐起一个人 睡眼惺忪的 拉了个大大的懒腰 是你 阿弗罗拉看到这个人 不禁是又惊又喜 贝将军啊 我是阿弗罗拉呀 阿弗罗拉后来跑到 大赛组委会 去查了选手名单 已经知道了贝龙的身份 阿弗罗拉是谁呀 贝龙揉了揉干涩的眼睛 坐在北极熊头顶上 往下一看 How old are you 阿弗罗拉显然不明白 怎么老实你这个梗 愣了一下 老老实实的回答 我 我是阿弗罗拉 我今年十六岁 贝将军 你跟北极头顶脑袋顶上干啥呢 哎呀 这是睡觉舒服啊 贝龙笑眯眯的拍了拍 北极熊头顶上 长长的白色软毛 除了阿弗罗拉以外 就只有佩特罗娃 学过一点花下雨 但是呢 也仅局限在能听不能说的层面 饶是如此呀 佩特罗爱情呆了 你就不怕被北极熊吃了吗 就在这时 忽然从冰冷的海水中 轰隆的炸起了一个巨浪 一个浑身湿漉漉的黑色身影 冲了出来 疯了一般 嗷嗷叫着 抛向了老老实实站着的北极熊 然后 由于贝龙和阿弗罗拉说话 而表现的人畜无害的北极熊 又是一掌拍下 哄 浑身湿漉漉的黑色身影再次消失了 厚厚的冰层上 再次出现了一个人形大洞 憋的呀 阿弗罗拉急忙喊了一声 却还是晚了 彼得诺维奇又悲剧了 哎呀 贝将军哪 刚才那个是我同伴 他变身之后 就失去理智了 求求你了 你别让北极熊再打他了 阿弗罗拉赶紧先替彼得诺维奇 向贝龙求情 虽然彼得诺维奇又被打到冰层下的海水里去了 但有了第一次之后 阿弗罗拉 佩特罗娃他们就相信 这种程度啊 彼得诺维奇还死不了 毕竟狼人理论上来说 也是有着不死之身的 但只是理论上 他们也不知道彼得诺维奇 还能受得了几巴掌啊 万一下一掌 就被北极熊给拍死了呢 还会变身呢 贝龙笑眯眯的看着他 让他再变回来不就结了吗 哎呀 这也不是他想变就能变的 阿弗罗拉无奈的解释 得过去那股劲 关我屁事 贝龙摸摸北极熊大脑袋 我不让大白拍他 他挠我大白怎么办呢 阿弗罗拉无语 轰的一声 彼得诺维奇不屈不挠的 再次从海水里冲上了岸 嗷嗷叫着扑向了北极熊 轰又下去了 由于画面太过血腥暴力 尽管很精彩 导播还是含着眼泪 把画面切给了别人 阿弗罗拉 佩特罗娃他们 则是眼睁睁的看着 彼得诺维奇 被北极熊拍下去又跳上来 终于在第五次的时候 彼得诺维奇是爬上岸的 他已经恢复了人形 浑身鲜血淋漓 俄罗斯大汉们七手八脚的 把彼得诺维奇 给抬到了北极熊面前 北极熊习惯性的 又抬起了大熊掌 吓得俄罗斯大汉们 赶紧把他抬得远远的 贝将军 咱们能不能做个团啊 阿弗罗拉鼓起勇气 这样更容易胜存 不能 阿弗罗拉无语 贝龙已经懒得 在和他们说什么了 伸了个懒腰 再次向后舒舒服服的 倒在了北极熊的毛里 就在这时啊 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阵阵 滑下雨喊救命的声音 贝龙又坐了起来 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一望 贝龙脸色不禁一遍 一拍北极熊的大脑袋 北极熊立即改成了四脚着地 呼吱呼吱的向着那个方向奔去 怎么了呀 阿弗罗拉也下意识的看向那边 远远的 他便看到了一座座一栋的小山 那竟是一条条庞大无比的虎精 阿弗罗拉相信自己绝对没有看错 他曾经在海洋动物园里 看到过被人饲养的虎精 拍照发朋友圈啊 那都是基本操作 可是虎精怎么变成了这样啊 这些至少三四十米的 庞大体型 已经全面超越了地球上已知的 最大动物蓝精 他们浑身表皮变得皱皱巴巴 好似恐龙 脊背上生出了一根根粗大的骨刺 更惊人的是 他们的腹骑 全都演化成了 好似海狮海豹一样的骑足 而且 他们比海狮海豹灵活多了 在北极冰原上 跑得比飞得还快呀 不是说精体重太大 在水里时靠水的福利支撑 上岸之后没有水的福利 他们承受不了自己的体重 会把自己压死吗 为什么他们不但上了岸 还那么长的腿 跑得比在水里游得还快呢 这到底是什么科学道理呀 佩特罗瓦他们也都惊呆了 这些长出奇足的庞然大物 竟然会像企鹅一样 在冰雪上滑行 当他们开始滑行的时候 顿时就缩短了和猎物的距离 而他们的猎物 就是前方几个正在拼命奔跑的小黑点 在几头变异虎精的面前 小得简直像芝麻一样 佩特罗瓦毫不犹豫的大喊一声 跑 他第一个掉头就跑 俄罗斯大汉们也都实实物着 违郡急的跟着他落荒而逃 去他妈的 狼人的字连里没有后退吧 老子是在向前奔跑 现场并没有人知道 在海水下方有一艘潜艇 潜艇正在播放着特殊的声波 这声波对人类和一般鱼类都没什么影响 但是却刺激了虎精又慌又暴躁 刺激了他们提前冲上了未知的陆地 冲向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动物 学生们都已经发现海边更容易获得食物 所以他们现在都来到了海边 托马斯将军得意的笑着 和史密斯博士碰撞了下茶杯 游戏开始了 阿弥陀佛 你们快跑 袁通大师回头一看顿时脸色大变 在他的身后 虎精那张血盆大口 简直就像是一座黑洞洞的城门 城门之中幽深恶抽 随着他庞大的身躯向前滑行 以席卷天下之势向着袁通大师他们吞来 袁通大师几乎都不想就决定 效仿佛祖一身四婴 大喝一声 贫僧短厚 无量天尊 贫道来陪你 杨志云豪气甘云的大笑着 随手把手里提着的徐子豪抛给了石宝和 石兄弟 你快带他们走 贫道和袁通石兄来拦住这些孽猪 石宝和呀 本来就是一只手提着背龙的小弥媚周贤 在奔跑的 否则呀 周贤和徐子豪早就被变异的虎精给吞吃了 他虽然取了一条腿 但拄着拐杖 那跑的比谁都不慢 冷不防的 杨志云把徐子豪给扔了过来 石宝和下意识的放开铁拐去接徐子豪 老教花子心里是又惊又喜呀 太棒了 有死徒驴和牛鼻子老道俩傻逼断后 老子这次一定活下来了 而且老子救了两条人命 谁也说不出我的不是 结果呢 接住了徐子豪之后 石宝和猛然反应过来 不对呀 老子右手提着周贤 左手接住了徐子豪 那么问题来了 他妈两只手都站了 老子怎么加拐呀 当郎一声 他的铁拐落在了地上 石宝和的心里满满的都是卧槽啊 直到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意识到 他将要永远失去他 从不离身的宝贝铁拐了 这时他的身后传来了杨智云豪气甘云的大笑 哈哈哈哈 多谢石兄弟赠拐 如此贫道也多了几分胜算 石兄弟 你不用管我们 带他们走得越远越好 老子的拐呀 石宝和这一刻呀 眼眶都湿润了 老子这拐杖可是 冰铁打造的神兵利器呀 谁都没有赠你了呀 但石宝和不敢回头 来回来的折腾 只怕呀 就让虎精把他给追上了 再说了 杨智云是个清城剑侠 手里没有剑 这确实战斗力大打折扣 如果杨智云手里有铁拐当剑 再加上和袁通大师联手 也能为他跑路多拖延些时间呢 拿去就拿去吧 石宝和一咬牙一瞪眼 左手提着徐子豪 右手提着周贤 一只健康的右腿 狠狠踏在兵面上 轰的炸出了一片军烈 借力 石宝和一下子跳出去老远 然后又是这只健康的右脚落地 就这么一跳一跳的奔命去了 其实啊 当时滕珍珍就跟在石宝和的身后 他身为武侠自然是不用别人带的 眼见石宝和的铁拐掉落 滕珍珍本能的想要接住 却陡然感觉 好似被毒蛇盯住的一般浑身汗毛 都树立了起来 他下意识的回头看去 正迎上了杨志云阴冷的目光 滕珍珍心头一颤 便从石宝和的铁拐旁边掠了过去 捡起石宝和的铁拐 杨志云看着石宝和 一手一个一跳一跳的麒麟背影 冷笑道 傻逼 刚开始逃跑的时候 杨志云破于大衣 不得不带着一个 但是谁知道虎精他妈会花冰啊 如果只有他自己的话 杨志云相信凭自己的轻功 一定能够逃出生殿 可是带着一个雷坠 那就说不定了 再说了 自己手里没有剑 就算是逃了 那也不安全了 现在好了 雷坠甩给了石宝和 自己手里呢 也有了剑 杨志云颠了颠石宝和的铁拐 虽然重是重了点 长是长了点 但是啊 这个就不错了 还要啥自行车呀 捏出 看剑 一剑在手 杨志云便心地有了底气 回身一拐 刺向在自己身后 紧紧追赶的庞然大物 这一拐呀 他使出了清澄派绝绝 风云十三间 不偏不倚的 刺中了那变异虎精的一颗 一人高的大牙上 当的一下 杨志云真的整条胳膊都麻了 铁拐上传来了一股 让人绝望的浑厚的怪力 如果不是杨志云抓得紧呢 只怕铁拐都不知道飞哪去了 更让杨志云绝望的是 便一虎精的一颗一人高的大牙上 这是咔嚓 掉了块拳头大的渣 这还大个毛啊 杨志云都他妈快哭了呀 自己全力一击呀 还不如人家个牙医啊 人家牙医拔牙 还是一颗一颗的拔呢 要是能投降的话 现在啊 杨志云早他妈跪下叫爸爸了 问题是 便一虎精肯定不吃这套啊 所以杨志云在拼了这下之后 毫不犹豫的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远通大师 我把这几头妖孽引开 你不用管我 快去追使兄弟他们吧 说吧呀 杨志云转身 便朝着另外的方向发足狂奔 反正我是隐了 哎 他们不跟过来 那可别怪我 便一虎精猛然爆发出一声 惊天动地的嘶吼 杨志云没有看到的是啊 被他打掉 拳头大一块 碎扎的那颗大牙上 迅速爬满了军猎 然后 在他转身逃跑的时候 一下子就土崩瓦解了 掉了一颗大牙的虎精 痛得大嘴一抽 老子弄是你 他两只尾骑 变成了骑足 在兵面上一甩 疯狂的飘移 朝着杨志云就追了上去 虎精啊 是一种 高度社会化的动物 他们的家族是动物界中最稳定的家族 他们甚至可以用声音交流捕猎技巧 而变异之后 这种特性并没有失去 其他的变异虎精也都是咆哮连连 跟着那头虎精一起疯狂甩尾 追逐杨志云 弄他 弄他 眼见杨志云带着这群变异的虎精越跑越远 袁通大师眼含热泪 双手合十 杨道长 人意呀 石宝和一手提着一个人 一只脚啪啪啪蹦得正欢呢 忽然见到一头巨大的北极熊 轰隆隆迎面冲了过来 顿时呢 心里凉了半截啊 前有北极熊拦路 后有虎精追兵 我失去了铁拐 手里贴着两个人 这是天妖王我呀 等一下 那北极熊的头顶上好像有人 石宝和仰头望去 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一样 是他 是他 他怎么上去的 霸道啊 藤真真大眼中闪烁着流光一彩 少女怀春般的仰望着那庞大的北极熊头顶 一个玉树临风的少年高高在上 西伯利亚的兵风迎面扑来 让他那穿着华夏军装的高大身姿更显挺拔 仿佛整个人都在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什么情况 贝龙远远的看到石宝和一手提着一个人 一跳一跳的冲了过来 再加上他的职业关系 蓬头垢面 衣服破破烂烂的 活脱脱一个刚出土的老僵尸啊 藤真真呢 则是猥琐发育 紧紧跟在石宝和的身后 既不超过他 也不为甩开 再往远处看 一群变异的虎精排山倒海般的呼啸而去 袁通大师呢 正在朝着他们的背影 双手合十 上来 北龙向着石宝和和藤真真招呼了一声 石宝和和藤真真都是喜出望外的跳上了北极熊 石宝和把周贤和徐子豪往北极熊那宽阔的后背上一扔 终于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呀 之前逃命的时候 他还不觉得 现在呀 已经摆脱了危险 往右软右厚的熊毛里一钻 那浑身上下都舒坦了 石宝和顿时觉得那条健康的右腿一个劲的秃秃啊 藤真真呢 则是跟小仓鼠似的 刺溜一下 爬到背笼旁边坐了下来 抱着自己两条白生生的小腿 小脸上带着花痴的笑 仰望贝龙的萨爽英姿 怎么回事啊 贝龙眼见袁通大师已经脱离了险情 便坐下来问藤真真 还不都是那个瓜娃子啊 喊着要到海边吃鱼拜拜 藤真真没好气的回头白了石宝和一眼 这回好了哒 鱼拜拜没吃到 差点让鱼拜拜吃了 石宝和老脸通红 却又摆口莫边 只好钻在又软又厚的熊毛里装聋作牙 这时啊 北极熊已经轰隆隆的杀到了袁通大师的身边 贝龙招呼道 袁通大师 请上座 阿弥陀佛 贝将军不愧是国家栋梁 佩服 佩服 袁通大师跳上熊背 先拍贝龙个马屁 这才交集道 贝将军 我们快去救杨道长吧 杨志云 在哪儿啊 就是 刚才杨道长舍生忘死的引开了那些便衣虎精 贫僧才得以脱身 袁通大师指向了便衣虎精呼啸而去的方向 将军你看 杨道长就在那里 我读书少 你可别骗我呀 贝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杨志云把虎精给引走的 正是 袁通大师菩萨心肠的忍不住又催促道 将军 我们快去救人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杨 第109集 依着贝龙啊 肯定是不想救杨志云的 可现在的情况 他要是不救 那也说不过去 反正也是要救 贝龙干脆立即命令大白 向着虎精的方向追去 北极熊奔跑的速度 比靠骑足爬行的变异虎精快太多了 却又比不上变异虎精华兵 但好在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兵源 而变异虎精的身形又太过于庞大 即便他们一时半会追不上 也不至于把变异虎精给追丢了 而杨志云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 他想不通啊 为什么你们不追那个土驴呀 我到底哪好啊 然而变异虎精不会跟他解释 一个个庞然大物 以排山倒海之势 对他穷追不舍 之前他不但没剑 还得带人 他觉得自己老惨了 现在呢 他不用带人 手里还有了剑 反而比之前更惨了 杨志云觉得这个世界 对他充满了深深的恶意呀 于是杨志云跑啊跑 跑啊跑 虽然没能摆脱变异虎精的追杀 但是遇到了另外一群人 这群人占了小半个地球 正是美国队和他们的好基友 英国队 法国队 以色列队 加拿大队 日本队 韩国队 澳大利亚队 新加坡队等等 哥 不会出什么事吧 韩国队长金圣基 缩头缩脑地靠近美国队长 加西亚 小声地道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就好像 哦放心吧 跟着我们走 保你们安全 美国队长加西亚 雄有成竹的样子 拍了拍 金圣基 先瘦的肩膀 手滑下来的时候啊 还隐蔽的在他的屁股上掐了一把 金圣基陪着笑脸 没敢吱声 现在这里一百多人 可以说呀 都是跟着加西亚混的 利用美国的先进设备 美国队早早的就把拉拢好的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带着他们远离了美国潜艇 也远离了变异虎精 至于其他选手的死活 就和美国无关了 金圣基的小白脸虽然精致的有点假 但对加西亚对他很感兴趣 见金圣基没有反抗 更是得寸进尺的干脆搂着他的肩膀 小鸡呀 有女朋友了吗 还没有 金圣基下意识地缩起了肩膀 他不敢反抗强势的加西亚 没有就没有 你抖什么抖 加西亚吟笑着 嘿嘿嘿 我又不会吃了你 难道不是跟你在抖吗 金圣基愣了一下 而这个时候啊 两个人都在身不由己地抖 不仅他们俩 这里所有人都在身不由己地抖 或者说呀 抖的不是他们 而是大帝 加西亚和金圣基他们 全都脸色僵硬地缓缓转头 然后就看到了呼啸而来的变异虎精 Oh my lady 嘎嘎 加西亚情不自禁地倒洗一口冷气 他们怎么来了 他们在追那个人 金圣基惊声尖叫 因为他实在是太恐惧 还破了音了 这可所有人都已经看到了 那是一群平均体型 都在三十米以上的庞大虎精 让他们震撼的是 那群虎精竟然在背鳍上 还生出了一根根粗大的骨刺 而且呢 还能像企鹅一样 在北极兵云上风驰电掣的滑行 在那群虎精的前方 一个穿着奇异服装的华夏人 手里提着根拐杖 竟然跑得比虎精还快 幻觉 一定是幻觉 金圣基醉唇哆哆嗦嗦地说 亲热地搂着他肩膀的美国队长 加西亚却已经悄悄放给了他 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去 哥 金圣基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加西亚叹了口气 然后大吼一声 跟着呀 以加西亚为首的美国人 全部都发足狂奔 其次是同样说英语的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等代表队 以色列队 韩国队 日本队他们 落在最后 他们仿佛全都变成了短跑运动员 疯狂地向着前方冲刺 他们都知道 自己肯定是跑不赢变异虎精的 但他们也不需要跑赢变异虎精 只要能跑赢别人就好 加西亚跑在最前面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那个拿着拐杖 奇装异服的华夏人 风一般地从他的身旁掠过 当时加西亚就惊呆了 你他妈不是个厥子吗 背龙他们赶到时 看到的便是一群变异虎精 正在很开心地聚餐 还是吃得自助 想吃美国人 吃美国人 想吃日本人 吃日本人 简直美滋滋呀 对于变异虎精而言 确实是美滋滋 但对于人类而言 这不利于人间地狱呀 在庞大的变异虎精面前 他们不管是能力者 还是进化者 都只是一坨小鲜肉 美国队长加西亚 爆发出雷鸣般的咆哮 他的身体竟然在以肉眼 可见的速度膨胀起来 在膨胀的同时 他的表皮变得 咯里咯搭的 就好像是被拔光了毛的火机 随着他身上的美国军装 被撑爆 露出了他一身 岩石般的肌肉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他从标准体型 变成了人形坦克的 高大巨憾 虎精张开血盆大口 把他直接吞了下去 变大了 那也不够塞亚风的呀 美国队长 足 戴着尖顶帽子 披着黑色斗篷 拿着一把大扫帚的 英国女巫 飞快的捏着肉鱼 与此同时啊 开始围绕着 他的身体冒出了 团团的黑烟 黑烟诡异的围绕着他盘旋 一条虎精张开嘴 直接把他吸了进去 英国女巫 毒 行こ行こ 戴着黑色高帽 穿着 宽袍大袖的 手衣的日本阴阳诗 一边舞动着日月君扇 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随着他的召唤 在他的头顶上方烟雾缭绕的出现了一只乌鸦天狗 有着乌鸦的鸟嘴和漆黑的羽翼 身着山服装束 手拿双肩 一口 日本阴阳诗 足 一百多个各国比赛选手 被美国人聚集到了一起 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给变异虎精送外卖 变异虎精对他们完全是一面倒的屠杀呀 制作坚持了不到半分钟 人类就崩溃了 哭嘀喊娘人羊麻烦 丢亏气甲 落荒而逃 然而他们连逃都逃不掉 变异虎精近的就吞 远的就吸 再远的呀 他们一出力就追上了 在这一望无际的北极兵原上 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没有啊 其实啊 他们早就已经按下了求援报警期 但俄罗斯的军队 那要开过来也没那么快呀 当然了 就算俄罗斯军队开过来 多半也干不过这群变异的虎精 就在各国选手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时候 一头北极熊 轰隆隆的冲了过来 虽然变异北极熊的体型 比变异虎精小很多 但加上冲锋的力量还是挺猛的 只听轰的一声 仿佛山崩地裂一般 就连冰封的大地都在距离颤抖 一头体型较小的变异虎精 竟是被变异北极熊 给撞得翻了个身 饱受摧残的各国选手 都被这突发的一幕惊呆了 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 北极熊的背上 跳下来的三个华夏人 一个军官 一个和尚 还有个瘸子 军官和尚和瘸子 就像是一阵旋风般的冲向了他们 不由分说抓起来 就往北极熊的身上扔 各国选手们感觉就像 腾云驾雾般的 嗖嗖嗖地飞出去 就好像下饺子一样啪啪啪地落下来 陷入了蓬松柔软的熊毛里 各国选手惊恐交加的 紧紧抓着熊毛 探头出去 看着那三个华夏人 以迅雷不羁掩耳盗铃之势 把十几个幸存者 全部给扔到了北极熊的身上 而变异虎精呢 却是都被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光线 吸引了注意力 那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光线 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 快如闪电的 在变异虎精的眼前晃来晃去 晃得他们头晕眼花的 北极熊就趁着这个机会 轰隆隆地从他们的包围之中 冲了出去 而直到这个时候 被北极熊撞翻的那头变异虎精 才终于翻过身来 他张开血盆大口 向着北极熊冲出去的方向 猛然爆发出一声 识破惊天的大吼 被五颜六色的光线 给晃得晕晕乎乎的 变异虎精们 终于恢复了情形 眼瞅着盗嘴的鸭子飞了 变异虎精们眼珠子都红了 一个个疯狂咆哮地追了上去 藤真真就像是跳舞一样 在北极熊的头顶上 摇响了全身上下的小铃铛 他本就生得粉嫩嫩的娇小可爱 穿着神秘华丽的民族服饰 还露出来雪白肚皮和大腿 跳起舞来叮咛咛的银铃 煞是好看 在银铃声中 那原本在空中飞舞的 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光线 便嗖嗖嗖地全都飞了回来 那一道道五颜六色的光线 落到藤真真身上的时候 所有人才看清楚 原来是一只之日五颜六色的鞋子 自溜一下 全都钻进了藤真真的衣服里 所有人不约而同的倒吸口冷气 看藤真真的神色 都变得充满了敬畏 由于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藤真真得意洋洋地 扬起了小下巴 一回头 恰好迎上贝龙的月亮笑颜 贝龙笑眯眯地向他伸出一根食指 晃了晃 藤真真顿时就像双大的茄子一样 搭了着小脑袋 碗咯 碗咯 暴咯咯 还真是小看他了 贝龙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本以为藤真真就只有那只火线天蝎呢 而且还没能完全收服 没想到啊 藤真真竟然还有黑白黄青四色天蝎 不出意外的话 加上火线天蝎就代表了五行了 不过呀 藤真真也不是完全说的假话 他当时确实没能完全收服火线天蝎 却竟然在昨天晚上 借着被他震慑了火线天蝎的机会 把火线天蝎彻底收服了 人才呀 就在这时候啊 忽然有人指着后面惊声尖叫起来 贝龙连忙向后看去 只见了刚刚那群变异的虎精 已经嗡嗡嗡的好似滑翔机俯冲一般冲了过来 几只三四十米的庞然大物疯狂咆哮的追赶 充满了极大的视觉震撼和精神压迫 北极熊背上那些劫后余生还惊魂未定的幸存者们 一个个吓得就跟受了惊的鞍蠢似的 主要是北极熊对比这群变异的虎精也给不了他们多少安全感 至于把他们从死神的怀抱里拉出来几个华夏人 他们实在无法把活下来的希望寄托在这几个华夏人的身上 在那些仿佛能吞天实地的变异虎精面前 人类自身的力量显得那么的渺小 这个时候啊 已经在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了 晚了 韩国队长金圣基小脸苍白 他趴在熊屁股上 双手紧紧的抓着白色的熊毛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却咬紧牙关 始终没有哭出来 暴骑驴姿势趴在熊屁股上的他 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一张张城门般巨大的血盆大口 黑洞洞的仿佛通往地狱 甚至连那血盆大口中喷出的腥臭口气 都能喷打在他的脸上 似乎下一秒 他就会葬身于血盆大口之中 如果我死了 我的饭一定都会悲痛欲绝的 那些网络上的黑子喷子们 该高兴地跳起来了吧 永别了 阿摩尼 等一下 那是什么 泪水朦朧中 金圣基依稀看到有个人影 从自己的头顶上掠空过去 他慌忙使劲揉了下眼睛 再仔细看了 原来是那个高大英俊的华夏军官 哥 你不要命了 金圣基紧张的一颗心 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由于他脸朝着北极熊的屁股方向 从他的视角看去 华夏军官就好像是飞蛾扑火 或许像你这样的自我解脱 才是脱离苦难的最好选择吧 金圣基的心中生出了强烈的共鸣 甚至冲动的也想跳下北极熊背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那个华夏军官在半空中竟然呼的一下 浑身燃烧起了熊熊的火焰 就仿佛是一颗光辉夺目的小太阳 降落在了北极冰原 浑身燃烧着熊熊火焰的华夏军官 面向着几头呲牙咧嘴冲过来的变异虎径 落下的同时 借着下冲之势 把一只手掌猛的拍在了千年不化的冰层上 轰的一下 就仿佛是天崩地裂一般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 金圣基的耳朵里嗡嗡作响 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只看到那光辉夺目的火光陡然冲天而起 以那华夏军官为中心 方圆十几米范围内的厚厚冰层 竟然瞬间就碎力塌陷 大块大块的磨盘般的碎兵飞起 无数细小的冰屑漫天弥漫 仿佛雾气 一道火光从其中快如闪电的穿透过来 转眼间就从金圣基的头顶上方掠过 金圣基刚想回头去看 却先看到在漫天兵雾之中 一个个庞然大雾凭空消失了 漫天兵雾渐渐散去 露出了北极冰原上一个巨大的冰窟窿 那些变异虎精 显然都已经从这个冰窟窿掉了下去 还把冰窟窿给扩大到了方圆百米 金圣基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强大到这种程度呢 进化之后的他也很膨胀 甚至在来参加全竞赛之前 还有想拿金牌的心思 但此时此刻呀 他已经彻底断绝了念想 花下人 催果 将军 年纪轻轻 便晋升宗师 更难得的是 您大慈大悲 舍己救人 袁通大师 双手合十着 向着飞回来的贝隆 躬身一一 由衷地感叹道 善哉 善哉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北极熊背上的幸存者们 全都不约而同的爆发出了死里逃生的欢呼 甚至连藤真真 周贤 许子豪他们也不例外 刚才呀 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死定了 石宝和趴在北极熊上 撇了撇嘴 有什么稀奇的 老子也是宗师 要不是丢了铁拐 对了 老子的铁拐 石宝和猛然想了起来 杨志云那个狗日到哪儿去了 就在这时 呼的呀 在他们面前前进方向 轰隆一声巨响 就好像天塌了一般 众人慌忙看去 却见了 从那厚厚的冰层下方 竟是猛的刺出了一座巨大的冰山 不 那不是冰山 那是庞大的变异虎精 四十米长的庞然大物 宛如一座摩天大厦 拔地而起 又仿佛一口蔑视圣剑 要刺破苍穹 变异虎精那庞大的身形 竟是遮蔽住了光明 乌云压顶般的向着冲过来的北极熊 轰然砸去 这颗呀 北极熊背上集体师生了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绝望 袁通大师双掌一措 陡然身上金光乍起 他仿佛化作了一个金身罗汉 只在那变异虎精砸下来的时候 便要以血肉之躯撑住 哪怕他在变异虎精面前 是如此的渺小 然而贝龙已经化作一道火流星 抢先一步 飞射向了那套变异虎精 这个世界上大概除了贝龙以外 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变异虎精的罩门在哪里了 那就是变异虎精的肚脐眼 虽然虎精长得像鱼 又生活在大海里 但其实是胎生哺乳动物 它也是有肚脐眼的 变异虎精全身上下 皮肤都坚硬如铁 唯有肚脐眼却是胶嫩如雏菊 但平时变异虎精一般都是贴底滑行 根本就让人攻击不到他的肚脐眼 难得此时此刻 这头变异虎精恼羞成怒了 冲动的想用自己最恐怖的体重 来碾压对手 也暴露出了他胶嫩的肚脐眼 岂不是贝爷装逼的机会到了呀 随着贝龙的升级 武功也随之升级了 好比少林七十二亿之一的金蝉纸 其实就是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的 大理金刚纸的基础片 贝龙还是武者 武侠的时候只能使出金蝉纸 因为啊 少林七十二亿绝技的威力 都是需要依靠真气才能发挥出来的 就好比同为少林七十二绝技的拈花纸 是要模拟出如来佛祖那样 左手捏金色菠萝花 右手轻轻弹曲花瓣上的露珠 这几下是隔空虚弹的 有真气才能发挥出威力来 没有真气的话呀 隔空虚弹那岂不是笑话呀 如今呢 他修成了宗师之境 内力转化为了真气 此时便使出了大力金刚手 狠狠的轰向了虎精的肚脐尔 在所有人眼中 他的手赫然化作了一只城门般的巨大火焰手掌 拍在了变异虎精的肚子上 拍着变异虎精的小山般压上来的庞然身躯 顿时猛的向上一挺 发出震耳欲聋的哀鸣 所有人都是情不自禁的爆发出一声欢笑 被龙竟然做到了 让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的奇迹 然而就在这时只听轰轰轰的一连串巨响 在所有人眼中 远方一道道璀璨的火光 穿透虚空 以雷霆万钧之势飞射而来 一股脑的全都轰在了变异虎精 那庞大的身躯之上 随之而来的 就是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烟雾弥漫 火光冲天 所有人这一刻都情不自禁的张大了嘴 震耳欲聋的爆炸 让他们这一刻仿佛失去了听觉 脑子里嗡嗡的响个不停 眼睛更是由于被强光爆炸的刺激 暂时失明 随着北极熊被爆炸的气浪卷了倒飞出去 他们也都一个个摔落在了坚硬冰冷的冰面上 好似离开水的鱼儿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到底发生了啥字啊 藤真真晕乎乎地趴在地上 喉咙一舔 一口鲜血喷出 圆通大师颤抖了双手想要合十 却半赏都合不拢 站在北极熊头顶上想要躺避挡车的他 修为最高 受伤却是最重的 嘴角溢出了一口老血 圆通大师却在担心着背龙 背龙可是距离变异虎经最近的 凭着一口气勉强支撑着 圆通大师撑起了脑袋 望向了变异虎经的方向 只见那头小山般的庞然大雾 竟然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 连同方圆百米之内的厚厚的冰层 都被炸得塌陷下去 好似北极冰原上的一个小湖泊 被鲜血染红的湖水上面 漂浮着一块一块的浮冰和碎肉 像极了传说中的血池地狱 传说呀 不孝敬父母者 心术不正者 死后将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之日 血池地狱 佛经有云 是佛者入血池地狱 可是背龙将军他做错了什么呢 圆通大师这一刻不仅老泪纵横啊 虽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但是连变异虎经都被炸碎了 背龙还有生还的希望吗 圆通大师艰难的挣扎着 把自己的身体攻了起来 向着那血池地狱 拜了下去 这辈子呀 圆通大师拜过佛祖 拜过菩萨 拜过罗汉 也拜过他的师尊师祖 这还是他第一次拜一个凡人 他的心理却是无比的虔诚 仿佛背龙已经成佛了 圆通大师的行为带动了其他人 周贤 徐子豪他们也都跟着拜倒在了寒冰上 英国人 美国人 法国人 以色列人 加拿大人 日本人 韩国人 澳大利亚人 新加坡人 这可呀 他们无一例外的 也全都为一个华夏人跪下了 北将军 我扶你 极傲不逊的石宝和 也一条腿跪了下来 扶手下拜 不 这不是真了 唐真真目光呆滞的 看着那血池地狱 泪水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模糊了他的双眼 然而 背龙真的没有再出现 只有一辆射击指挥车 和几辆火箭发射车 几辆运输 装弹车 轰隆隆开来 一对对鹤枪 石弹的俄罗斯军人 也随着潮水般的涌现 射击指挥车里 一名少校无比震惊地 看着夺过自己操作台的光头上校 光头上校意味深长地向他挑了条眉 收回了手 做了一个请开始你的操作的手势 少校小心翼翼地问道 团长 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是你在指挥操作台 光头上校一脸古怪地耸了耸肩 可是我 少校下意识地想替自己辩解 但是在光头上校冰冷的目光下 他选择了闭嘴 光头上校冷笑着摇了摇头 难道我会把将军的密令也说给你听吗 少校还是太年轻啊 光头上校拍了拍少校的肩膀 走吧 我们出去慰问一下受惊的选手 是 少校本能地立生 但跟在光头上校的身后 还是心里闷得喘不过气 光头上校下车之前 还嘴角带着得意的笑容 车门一打开 他就一脸紧张担忧 医疗队在哪里 光头上校一边奔跑 一边愤怒地质问周围的俄罗斯士兵 这里有这么多伤员 为什么医疗队还没有过来 给我通知医疗队 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 就说是我克里诺夫司机上校说的 快立刻马上 咆哮完了之后 光头克里诺夫司机上校 粗暴地推开了挡在元通大师身前的士兵 一下子跪倒在元通大师面前 颤抖的双手扶起了元通大师 很抱歉 我们来晚了 这位选手 你感觉怎么样 哪里受伤了 少校目光呆滞地看着克里诺夫司机 这真是浑身上下 连举花里都是夕阳 一辆队来了 一辆队来了 这时又士兵大声喊道 见到克里诺夫司机 那标志性的大光头 立即有两个白大褂 医护兵 先冲到了元通大师的身边 两个医护兵打开急救箱 却被元通大师固执地推开了 在克里诺夫司机 少校 医护兵们诡异的目光下 从怀里取出了一颗药丸子 塞进了嘴里 啥玩意 克里诺夫司机 一脸懵逼地看向两个医护兵 那俩医护兵啊 也是两脸的懵逼啊 小混蛋 你们不懂 元通大师脸色恢复了些红润 抹了一把嘴边的血迹 这才终于是有力气 抓着克里诺夫司机质问 是谁让你们打火箭炮的 克里诺夫司机 毫不犹豫地回头看向了少校 少校整个人都惊呆了 可我干什么 对了 操作台 前面坐的是我 命令发射火箭炮的 是我 元通大师都忍不住 爆了粗口啊 他冲上去 一把薅住少校的脖领子 狠狠地一记头锤 撞在了少校的脸上 顿时少校就被撞得满脸开花啊 我的鼻子啊 少校痛着捂着脸惨叫起来 一群俄罗斯士兵 毫不犹豫地冲上来 把元通大师和少校分隔开来 少校满脸试血地 后退到了安全距离 刚想说什么呀 少校忽然脸色一变 身体一下子就僵硬得 好似岩石一般 少校 你必须对这件事情 做出解释 克里诺夫斯基横眉立目地 向少校立声鹤头 但是 在没有别人看到的角度 却在使劲地冲他打眼色 解释啊 你倒是解释啊 着急救人 没看清楚 手滑什么的 你倒是好歹说一句呀 少校一直没有开口 但他本来白人的皮肤 却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像黑人一样 一只指甲盖大小的白蝎子 在冰天雪地之中 是天然的保护色 神不知鬼不觉地 从少校的裤腿里钻了出来 然后磁溜一下 窜回到了藤真真的身边 哦 哦 不 库达库鲁 骂了克里诺夫斯基少校 克里诺夫斯基 发出了一声歇斯底里的咆哮 一发现内心中深深的恐惧 如果不是他把锅甩给了少校 那现在变成黑人的妥妥就是他了 问题是啊 都不知道这少校是怎么死的 几个白大蝎围着少校忙活了好一会儿 然后无可奈何地向克里诺夫斯基摇头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为什么 克里诺夫斯基一把薅住白大蝎 他到底是为什么会死 嗯 说出来 明可能不信 白大蝎坚难地解释着 根据科学检测 少校是被毒虫咬死的 这冰天雪地的哪来的毒虫 这不科学 白大蝎都快哭了呀 我他妈也知道这不科学 可是他们科学检测就这结果呀 袁通大师深深地看了一眼 若无其事的唐珍珍 出家人不得狂语 但贫僧什么都没说 其实啊 袁通大师又何尝不想一把掌拍死那个什么司机少校啊 但一来他是出家人 二来啊 刚才俄罗斯军队拿火箭炮轰炸变异虎惊 这终究是有正当理由的 至少是可以解释的 但他如果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一巴掌拍死那个什么司机少校 就直接上升到了外交层面了 甚至可能引发一场战争 等一下 袁通大师清醒过来之后 猛然想起了关于宗师的传说 宗师之谷物千年不符 修炼到了宗师境界 宗师的骨头就像钢铁一般 当然不仅仅是骨头 宗师的所有身体素质都远远超过普通人 否则 哪里敢说宗师如龙呢 也许贝将军还没有死 只不过是落入了海水中 袁通大师想到这里毫不犹豫的纵身一跃 跳下了那血池地狱 希望能够找到贝龙的人或者师 滕珍珍被袁通大师的扑通一声给提醒了 他下意识的也想跟着跳下去 一只鬼爪子式的脏手拦住了他 滕珍珍秀眉微醋 看向了鬼爪子的主人石宝和 男人还没死绝呢 石宝和理开嘴露出满口的大黄牙 轮不到你们女人出头 说吧呀 石宝和瘸着一条腿猛的跳起了老高 然后在半空中身体掉了个个儿 头下脚上扑通一下 砸进了血池地里 而他的话也让在场的男人们面红耳吃 魔都刑警徐子豪犹豫了一下 还是跟着跳了下去 金圣机大喊一声为自己鼓气 然后助跑两步也跳下了冰冷的海水 见到连小白脸金圣机都跳下去了 之前在北极熊背上的幸存者们也都坐不住了 全都一个接一个爬起来排队往那冰冷的海水里跳 看到旁边俄罗斯士兵都是一愣一愣的 虽然战斗种族都不怕冷 可是现在什么时代啊 大海里的鱼都变异了 你们跳下去就不怕被鱼吃了 果不其然呢 片刻之后 刚跳下去的人就又一个个的被轰轰轰的扔了出来 有能力自己爬上来的也爬上来了 金圣机那小白脸苍白的像纸一样 几条没死的虎精还在水下盘旋呢 要不是袁通大师和石宝和在下面 他们就死定了 冲动是魔鬼呀 所有人都上来了 除了袁通大师和石宝和 他们两人一高人胆大的在海水中和虎精周旋 同时竭力在周围寻找被龙 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就算是当时没死 大概啊 也已经葬身于虎精之父了吧 浑身湿淋淋的袁通大师和石宝和无可奈何的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悲哀和惋惜 哦 Fuck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托马斯将军忍不住抱了个粗口 他现在得到的都是那艘隐藏在北冰洋的潜艇传来的情报 俄罗斯人竟然敢炸死他 不过 如果换作是我 有机会也一定会炸死他 他实在是太恐怖了 我想 有个叫鲁迅的曾经说过 塞翁是马 愚翁得利 现在他是我们的了 说着啊 托马斯将军播出了视频电话 很快在他面前的屏幕上出现了史密斯博士的脸 博士 托马斯将军兴奋到 俄罗斯人用火箭炮炸了他 现在他已经被我们的人收进了潜艇里 我已经命令潜艇结束任务 直接带他回来了 哦 太棒了 史密斯博士比托马斯将军还要高兴 哦 哦 这个礼物实在是太珍贵了 从屏幕的一角看到长臂员一样的白大褂美女 正趴在桌子上 却着屁股等着 托马斯将军偷皮一麻 赶紧把目光转移到史密斯博士的脸上 哦 更棒的听说 他还是活的 希望到时候博士 你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哦 当然 哦 惊喜 惊喜一定会有的 史密斯博士兴奋的切断了视频通话 转过身来 走到白大褂美女身后 啪的在她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Come on baby 给你惊喜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111集 美国人的潜艇就像是幽灵般悄悄撤离了案发现场 在他们的船舱里 一张桌子上 烫着浑身水淋淋的贝隆 贝隆两眼紧闭 仿佛昏迷之中都很痛苦 一个美国士兵絮絮叨叨的拿着注射器 来到贝隆的身旁 吼 真是见了鬼了 我说过了 我没有行医指账 而且 我们家开的是兽医诊所 我也只是给狗打过针而已 吼 好吧好吧 我的兄弟 现在整艘船里 只有你一个人会打针 不是你来 还能是谁呀 另一个美国士兵笑呵呵的拍拍他的肩头 放心吧 有我呢 说着呀 他抱着绊子的步枪 打开保险 把枪口顶住了贝隆的脑袋 对拿注射器的美国士兵 轻挑的挑了挑眉 吼 兄弟 别跟他客气 一针送他到美国 撇了撇嘴 拿着注射器的美国士兵 抓住了贝隆的手腕 仔细寻找了血管 当他中指上的中充血 无意中触碰到贝隆手掌上的劳工血时 呼的感觉到了一股热气 从对方的掌心传来 瞬间他感觉浑身都要着火了一般 他想动也不能动 想喊也不能喊 好似变成了雕塑 保持着之前的姿势 你该佩服眼镜了 兄弟 抱着枪的美国士兵等了片刻 见同伴迟迟没有下针 忍不住打去 但是画廊的同伴并没有回应 这让他感觉情况不太对 他连忙看了看打针的美国士兵 暴露在外的皮肤 无论脸也好 手也好 全都是火红火红的 好像煮熟的螃蟹 惊得他下意识的 伸手去试探同伴的额头温度 手背上的中主穴 恰好就贴到了 同伴眉毛上的鱼腰血 顿时啊 一股滚烫滚烫的热流 便从他同伴的体内 涌入到了他的体内 抱着枪的美国士兵浑身一僵 只觉身体里火烧火燎的 仿佛五脏六腑都在被炙烤 一秒之后 贝龙缓缓的睁开双眼 推开了两个美国士兵 翻身下床 两个原本保持着微妙平衡的 美国士兵 也在这一刻身子一软 双双倒在了地上 他们的肤色 渐渐恢复到了正常 但是两眼空洞气息全无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以火龙真气 震断了这两个美国士兵的心脉 贝龙便走出房间 去了指挥师 停长马丁忠孝 一边喝着红酒 一边看大片 简直是美滋滋呀 这次可真是立了大功了 马丁忠孝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还有机会 抓捕到活着的贝龙 要说呀 这还得感谢俄罗斯人 要不是俄罗斯人那轮火箭炮 便一虎精也不会被炸死 便一虎精不被炸死 也就不会把贝龙阵云坠入海里 他们潜艇在海里 简直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 捡了个大便宜 等把那个华夏人带回美国 就能稳稳的升到上校了呀 马丁是越想越开心 现在潜艇已经在返航了 要不了多久 就能到阿拉斯加 他全身心都放松了下来 耳塞里传了令人愉悦的 Come on baby 马丁情不自禁地 把手放到了自己的裤裆上 没办法 漫长的海洋旅行 实在是太枯燥了 对于正处于壮年的马丁来说 如果不早点返航的话 他迟早啊 得死在自己的手里 由于他实在是太专注了 所以直到一个男人 出现在了他的办公桌旁 甚至啊 还用手指 关节敲了敲桌面时 马丁这才猛然地反应过来 激情被打断 以及隐私被发现的双重愤怒 让马丁怒气冲冲地 一把扯掉耳塞 站起身来 死 他的脖子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扼住了 骂声好似被咔嚓 一剪子剪断的绳子 马丁是又惊又惊地 看着眼前的男人 Oh my lady Gaga 为什么会这样 告诉我 被龙用标准的旧金山口音对他说 谁让你们来的 你们来干什么 说着 被龙松开了手 马丁终于又能呼吸新鲜空气了 但他丝毫没有反抗的心思 被龙和变异虎精之间的战斗 他可是全程观战 甚至暗地里参与的 被龙有什么样的实力 他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 马丁老老实实地 把自己知道的全部交代了 是托马斯将军 他是我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 是他派我们来的 我们的任务就是 驱赶变异虎精 上岸攻击其他国家的比赛选手 以及四级抓捕血脉传承者 而在抓捕到你之后 托马斯将军将命令我 立即把你带回去 大概是要交给什么人研究 更高级的秘密 我也不知道 很好 被龙点点头 现在你可以把你私藏的 好吃的好喝的都拿出来了 马丁一愣 您的意思是 被龙笑眯眯地整理了下他的领子 把他推倒在了转椅上 和你去美国 马丁整个人都惊呆了 哪怕被龙让他立即掉头开往俄罗斯 他都会觉得再正常不过了 可是呢 被龙竟然让他开往美国 这个华夏人到底要干什么呀 其实 从俄罗斯到美国真的很近 甚至是俄罗斯最东边的 杰日尼奥夫脚和美国最西边的 威尔斯王子脚就隔着一条白令海峡 彼此相距不过82公里 但即便只是这么短的距离 由于托马斯将军对被龙的重视 也已经派了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 等在了秘密港口 接收被龙之后 就会立即运送到加州科研基地 只不过是接收一个秘密犯人而已 一个黑人排长翻着大白眼珠子 也与焦虑的一口接一口抽烟的海军陆战队连长 布雷迪 哦 放松点 伙计 虽然他只是个排长 但却是个老兵 入伍时间呢 甚至超过了连长布雷迪 黑手 你不懂 布雷迪眉头紧锁地摇摇头 黑手并不是对黑人排长的歧视 绰号的意义在于 黑人排长对敌人下手特别黑 但他们这个连呢 从上到下都很喜欢黑手 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排长 黑手的饶舌水平非常高 那个秘密犯人非常的危险 我们必须让自己保持警惕 哦 我们这里每个人都非常危险 黑手耸了耸肩 左顾右盼地冲兄弟们起门弄言 兄弟们呢都是嘻嘻哈哈的回应 哦 没错 我们都是危险人物 布雷迪微微摇头 烂得回应什么 能让托马斯将军都非常重视的 岂会是泛泛之辈啊 夜色下 一艘潜艇缓缓地从海水下面浮现 就像是黑暗笼罩下的一条鲸鱼 布雷迪眼睛一亮 冲黑手他们打了个手势 别闹了 伙计们 准备干活了 好的 伙计 黑手比划了一个大拇指 小声说 我倒要看看它有多危险 潜艇的舱门打开了 第一个走出来的是已经有些发福的亭长 马丁忠孝 布雷迪向马丁随便进了个不太标准的军领 毫不客气地直接问 人在哪里 马丁看着布雷迪笑得十分苦涩 一只白皙有力的大手抓着马丁的后脖梗子 把他像提着小鸡崽子似的提到了一边 然后就出现了站在他身后的一个华夏少年 华夏少年大大咧咧的一只手掐着马丁的脖子 嘴里懒痒痒地叼着一根烟卷 月亮笑眼在月色下亮晶晶地看着布雷迪 你找我 Fuck 布雷迪脸色不禁大变了 想都不想便提起了手里的M16突击步枪 稀里哗啦的一转眼功夫 所有在场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打开保险 瞄准华夏少年 面对着一百多个瞄准自己的黑洞洞的枪口 华夏少年的嘴角 勾起了一抹轻蔑的笑意 如果我是你 布雷迪很专业地对他进行了心理攻势 就会马上放开他 没有人敢在美国的领土上 用一名美国军官威胁美国海军陆战队 没有人 嘎啪一声 华夏少年白皙修长的手指 直接掐断了马丁的脖子 随手扔在地上 嘴角带着机翘的冷笑 啰嗦 布雷迪和他的兄弟们都是脸色大变了 他们本以为这个华夏少年掐着马丁的脖子 是要用马丁来做人质威胁他们 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惊慌 毕竟每个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都会这么做 但他们总能成功的救出人质 杀死歹徒 或者成功的救出人质 或者成功的杀死歹徒 可是呢 这个华夏少年根本不按常理出牌呀 这一上来就先把人质给杀了 他是不是傻 他难道不知道这样会让海军陆战队肆无忌惮吗 他难道不知道这样会让海军陆战队同仇敌开吗 布雷迪深心了一口气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布雷迪的枪口喷出了长长的火舌 与此同时所有人都怒火中烧地开枪了 漆黑的夜空下宁静的巷口旁 陡然出现了一朵朵耀眼火花 全都给予一点 枪声来得快 去得也快 这多不过一秒 震耳欲聋的枪声就停了下来 海军陆战队队员们面面相觑 人呢 潜艇潜呢 就只剩下了马丁的尸体 那个华夏少年却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无影无踪 这怎么可能啊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 一个大活人就这么的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不烦 布雷迪的声音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慌忙转头看去 却见了 华夏少年竟然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布雷迪的身前 用布雷迪最心爱的那把卡巴军刀刺穿了布雷迪的喉咙 而在他们眼中几乎无所不能的硬汉布雷迪 此时脸色惨白的想用手捂住伤口涌出的鲜血 却怎么捂都捂不住 所有人都是情不自禁的倒吸一口冷气 多年枪林弹雨生涯中形成了条件反射 让他们毫不犹豫的立即向了华夏少年开火 甚至没有顾及他们的连长布雷迪也在火力攻击范围内 然而华夏少年再次匪夷所思的凭空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中 雨点般的子弹瞬间就把布雷迪打成了筛子 接下来就是一场血腥的屠杀 华夏少年在夜色之中就仿佛死神般在海军陆战队队员中间呼引呼现 那把海军陆战队最钟爱的卡巴军刀好似死神手里的镰刀 疯狂收割着一条条活蹦乱跳的生命 每一次有人倒下都如同敲响了一次丧钟啊 接连死了二十几个人之后 这群海军陆战队队员终于是崩溃了 他们不是怕 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 他们甚至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倒下 可是像华夏少年这种根本不科学的存在 就实在是太挑战人的精神承受极限了 他们开始没有瞄准 甚至是漫无目的的开枪 因为他们知道瞄准也是没有用的 甚至他们都不知道目标在哪 或许啊挥霍子弹 还能够瞎猫碰上死耗子 Oh fuck fuck 黑手很快打光了弹夹 他手忙脚乱的换弹夹 明明已经做了无数次 仿佛都形成本能的动作 此时却变得磕磕绊绊 好不容易把弹夹换好 黑手在重新端起枪来的时候 却发现枪声已经停止了 无法 黑手声音颤抖的瞪大眼珠子 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自己面前的华夏少年 因为他特别黑 所以显得特别白的大眼珠子 左右咕噜噜转了两圈 他无比恐惧的发现 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发什么呀 贝龙笑眯眯的看着他 鲜血淋漓的卡巴军刀 在黑手肥厚的下巴上刮来刮去 发 喂 发屠浪 黑手结结巴巴的竟然还唱出来了 果然每一个黑人都有一颗逗逼的心哪 贝龙完全无视了黑手 哆哆嗦嗦抱着的M16突击步枪 问他 谁派你来的 托马斯将军 黑手结结巴巴 他在心里很没有节操的说服了自己 黑手 这只不过是一个战术 活下去才能为兄弟们报仇 贝龙笑了笑 带我去见他 什么 黑手瞪大了白生生的眼珠子 您的意思是 我带你去见托马斯将军 贝龙手里的卡巴军刀 停在了黑手的咽喉上 或者我自己去找他 不不不不不 黑手毫无解操又一本正经的说 请务必让我为你效劳 而这个时候 全球进化挑战赛已经暂时终止 华夏和俄罗斯的关系一夜之间就跌落到了冰点 国际局势十分的严峻 所有人都在关注着两个大国 关于俄罗斯军方 在北极冰原上炮轰贝龙将军的大事件 两国目前正在为此事连夜进行谈判 还未出来的谈判结果已经牵动了全世界的心 贝友福和张春丽不在乎什么国际局势 他们只知道他们失去了唯一的儿子 贝嫂火锅店虽然开着门 但外面已经挂上了停止营业的牌子 贝友福抱着拐杖 就坐在门槛上 闷着头一口接一口的抽烟 张春丽在店里哭得嗓子都哑了 就好像疯了一般砸东西 第一个被砸的就是那台悬挂的电视 一辆黑色奥迪A8缓缓停在了 贝嫂火锅店的门前 车门打开 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的谢顶大叔 是田野牛的老板黄春生 黄春生一脸悲气之色 走到贝友福的面前 蹲下来问道 小龙真的没了 贝友福两眼空洞 好似只剩躯壳的行尸走肉一样 缓缓摇摇头 没了 哎呀 没想到小龙他这样天上神龙版的人物 说美就没了 事事无常啊 贝老哥呀 急哀顺变 黄春生叹着气 拍拍贝友福的肩膀 然后回手接过了秘书递过来的文件 既然 小龙真的没了 那麻烦 贝老哥 你把这个签了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末世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阳 第112集 贝嫂火锅店 已经开了好几家分店了 黄春生投资了一大笔钱进去 如果贝龙还活着 黄春生一定不会有多余的想法 这钱呢 就当是花钱买平安了 但是 贝龙死了 华夏有句老话叫 人走茶凉 人走了 茶都会凉 更何况人死了呢 虽然在贝嫂火锅二店开张的时候 黄春生见识到了贝龙惊人的关系 可是啊 他知道 那都是建立在贝龙一个人身上的 贝龙一死 这些关系自然也就断了 一己夺人 黄春生相信 如果自己死了 那些曾经跟自己好的跟一个妈生的似的 亲戚朋友 合作伙伴 一定都会像恶狼一样 扑上来抢肉吃 说句难听的呀 他现在全心全意 栽培的亲生儿子 都未必会为他掉一滴眼泪 甚至可能还会骂黄春生 为什么都要死了 还娶个老婆来跟儿子争家产 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在伤害之中 打滚了半辈子的黄春生见得多了 所以啊 他才敢胸有成竹的过来 把不平等条约级别的股权转让协议 摆在贝友福的面前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俄罗斯用火箭炮炸死了贝龙 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呀 你这是趁火打劫 贝友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猛的抬起眼来瞪着黄春生 这才发现呢 黄春生虽然是在叹气 却连眼角眉梢都是得意 不不不 我这是在教你做人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得 啊 你舍得了这些股权 就能得到全家平安 要是舍不得嘛 黄春生没有说下去 但是他话里话外的威胁之意啊 连傻子都能听出来了 黄春生 张春丽这时候从店里冲了出来 眼睛是哭得又红又肘啊 你不是人 黄春生一个冷不防 就让张春丽挠了一脸花 还好他的秘书和司机 联手按住了张春丽 黄春生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啊 顿时恼羞成怒的骂道 你他妈才不是人呢 你他妈是不是忘了当初逼着我 去跳长江大脚的人是谁了 要不是因为你儿子 我的田野牛都要上市了 没事闲得来跟你们合作破火锅店 一边破口大骂 黄春生一边抡起了胳膊 想要抽张春丽耳光 贝友福当然想上去保护妻子 可是断了的腿 他坐在地上想要挣扎起来 哪那么容易啊 但是黄春生的胳膊才刚刚抬起来 冷冰冰的枪口就顶在了他的脑袋上 不去动 黄春生顿时脸色大变了 浑身僵硬的一动不敢动 这时啊 那冷冰冰的枪口 从旁边转到了他的正前方 他这才看到 拿枪指着他的 是一名鹤枪实弹的士兵 报告营长 攻击首长家属的嫌犯 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 请指示 一名冰王营的战士 对着耳脉汇报 还有几名冰王营战士 过去把按照张春丽的 黄春生秘书和司机 也给俘虏了 知道贝隆出事之后 冰王营营长王守仪 第一时间就把秘密守卫 被扫火锅店的兵力 调整到了以班为单位 随时保证有一个班的兵力 在执行警戒 同志 别开枪啊 黄春生慌忙举起了双手 心里不禁暗暗叫苦呀 是啊 贝隆是个少将不假 可以不用在他们火锅店 埋伏一个班的兵力吧 贝友福和张春丽都惊呆了 他们都不知道自家火锅店 还埋伏了这么多军人 终究是见过大厂面的 黄春生强自镇定的解释 那个 别误会啊 我是来跟他们谈生意的 我和他们是合作伙伴 刚才你们应该也看到了 那是他先挠我的 你看我这脸上还有血呢 我只不过是正当防卫而已 这可不犯法吧 谈生意 谈什么生意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男人声音 在他身后响起 黄春生一愣 这个声音真熟啊 可他竟然一时想不起来 男人已经转到他的身前 黄春生定睛一看 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啊 彭祥 来的正是红顶商人 华南首富彭祥 对于黄春生而言 彭祥可谓是顶级大佬了 黄春生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情绪 抢颜欢笑中 透着谄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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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彭祥 哎呀 您今天怎么也过来了 哎呀 哎呀 真是巧了 我呀 我过来呀 哎 跟贝老哥谈点事 行了 别废话 彭祥一把抢过黄春生手里的 股权转让协议 随手翻看了两下 然后 把股权转让协议 当着黄春生的面一撕 看到了吗 自拉一下 彭祥把碎纸 砸在了黄春生的脸上 没了 不是这几叶纸 是你 没了 你 你 你不能这样啊 黄春生急得眼泪都出来了 彭祥这话显然指的是 他在被扫火锅店的股权 可能还包括了他的田野牛 甚至是他的命 或许别人未必能做到 但彭祥一定能做到 你能这样 我为什么不能这样 彭祥冷冷盯了他一眼 再也懒得和他多说一句 走过去双手搀扶起了 挣扎着起不来的备有福 怀着沉痛的心情 低声说道 北大叔 北大婶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他的年纪啊 其实呢 比备有福夫妇也小不了几岁 但和贝隆平辈论交 也就尊称了这两位 贝有福和张春丽并不知道 彭祥是代表了什么人而来 但即便彭祥只是代表了他自己 能来已经让老两口很感激了 张春丽抹着眼泪 不吧 不吧 北大叔啊 北大婶 彭祥郑重其事的把一个文件袋 塞到了张春丽的手里 其实 有一个事啊 小龙可能 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们 我是做医药生意的 治药 也卖药 小龙之前跟我合作 他提供了一个特别珍贵的药方 我负责 生产和销售 现在 我把股权书带过来了 到时候分红 会按时打到集团 给他开的银行卡里 然 小龙已经不在了 但是他的东西 我必须送过来 你二老 请节哀呀 啊 贝友福两口子都惊呆了 他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一码事 但是想来啊 彭祥应该也不会骗他们 毕竟他们的儿子已经死了 只是这人心真的难测呀 前脚有跟他们已经混得特别熟的黄春生 过来索取股权 后脚就跟他们只有一面之缘的彭祥 过来送股权 果然只有到了天黑到没有一丝光线的时候 才能看得清站在你面前的是人是鬼 叔叔阿姨 就在这时 一个少女沙哑的声音 跑过来扑入张春丽的怀里 张春丽一看朱颜这小丫头水汪汪的桃眼 肿得像桃子似的就心疼了 更让她心疼的是 朱颜那本来百灵鸟般的声音 现在沙哑的都说不出话了 闺女啊 你也别太伤心了 张春丽本来是想劝朱颜的 结果呢 才劝了一句就忍不住哭了 而且哭得比朱颜还要更大声 老哥呀 朱世林和一个女人从车上下来 那女人是她的妻子 之前和贝友福两口子见过一面 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村女人 是朱世林崛起于威莫时的糟糠之妻 沉默寡言的也不太会说话 就只在旁边陪着哭 朱世林拍了拍贝友福的肩膀 神色黯然 对贝隆的事他也很难过 毕竟那是他乡中的成龙快虚 年纪轻轻就没了 他想劝贝友福两句 但是嗓子里耿住了什么都说不出来 只能跟在一旁的彭祥点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 至于贝隆没了 他女儿怎么办 以后的事啊 以后再说吧 以他的为人 现在只有为贝隆惋惜伤痛 后处理 小野大雄手里提着一把菜刀 和一个身形高挑的红袍美女对质 红袍美女一头长脊脚踝的雪白绣发 灿烂如银 一张千娇百昧的美丽容颜如花似玉 然而 这么美丽性感到了极致的女人 却让小野大雄心里毛毛的 她如临大敌的瞪着红袍美女 色力内染的立身鹤头 你抵什么人 一个日本剑客 藏在华夏的路边火锅店里 伪装成厨子 唐英那双已经没有了淡淡于尾文的美眸 依旧有着洞彻势情的沧桑和睿智 真是有意思呀 这个 与你 误管 小野大雄在他的面前 竟然握刀的手都在身不由己的颤抖 请你 马上 离开 否则 我就要 对你 不客气了 哼 就凭你 和这几个藏头漏尾的鼠杯 说着呀 唐英随手一甩大秀 只听砰砰砰的从后厨角落里滚出了几个人 这几个自然都是山前人的人者 他们原本隐藏在不同的位置 但却是全部都被同时打中了穴位 瘫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只有眼珠子激里咕噜的转 小野大雄不禁脸色大便了 杭家一出手就知道没有 于是 他咬着牙 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小的马的 我不是 你的 对手 对吗 话下有位 鲁迅先生 曾经说过 一眼击除 司马难追 我的主人 已经洗了 如果 还不够的话 我的命赔你 希望 您扩意 放过主任的 爸爸 妈妈 比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 更艰难的是 用华夏宇说完了这段话 小野大雄毅然决然地 扯开了自己的厨师服务 露出了结实的腹肌 又把手中的菜刀 吊转过来 刀锋 按在了肚子上 双眼定定地 盯着面前的爵士高手 说来奇怪呀 之前他握着菜刀的手 一直在抖 反到现在 坚定如同磐石 小野大雄说这段话呀 已经心存死至了 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阻止 这个强大的敌人 可是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在他说完之后 那个爵士高手 红袍美女竟然什么都没说 只是用古怪的目光 上下打量他 然后 他两眼一花 这个红袍美女 竟然凭空消失了 就连他这个日本剑豪 都没有看清楚 是怎么消失的 如果不是空气中 还残留着一缕香气 和一声叹息 小野大雄 几乎都以为是幻觉了 哎妈 几个山前忍者 终于能动弹了 说也奇怪呀 红袍美女在的时候 他们浑身僵硬 红袍美女这么一走 他们就都恢复了身体的自由 小野俊 山前忍者中 为首的一个 呲牙咧嘴的问道 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主人的朋友吧 小野大雄 和他们用日语交流 就不艰难了 那论会死 那个山前忍者 点了点头 然后又小心翼翼地问道 小野俊 主人 已经成佛了 我们 还要守在这家火锅店吗 八个 一眼祭出 四马难追 小野大雄 冷冷盯了他一眼 你们要离开 请便 我和主人有十年之远 十年之内 无论如何 我是不会离开的 我看他 日本忍者 彼此对视了一眼 首领交代我们之前 我们就还留在这里吧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他们的首领 却是正处于无比艰难的处境之下 远在日本九州的山前里 山前忍者 正在和原本的盟友 一鹤人 进行了殊死搏斗 一鹤三人之首的摆地鹿丸 为了确保 十拿九稳 正在亲自攻打 被山前里支配的黑鱼力 德川新右卫门 废了一只手之后 已经退出了一鹤人 改任山田组组长 所以在山前里 带队进攻的正是 一鹤三人里的福不明日香 福不明日香 德意洋洋的 故意一边进攻 一边用言语攻尸 来让波多野性离分心 你的主人已经死了 你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你还是赶紧跪下投降吧 长得这么漂亮 却死得这么年轻 你难道不遗憾吗 我的主人不会死的 波多野性离 像只发怒的小狮子 一样咆哮着 他的眼圈红红的 明显哭过 但此时此刻 小小的他 却表现得无比的坚韧 虽然一鹤人 兵分两路 但面对山前人 仍然有着优势 眼见山前人 被杀得节节败退 波多野性离 终于做出了一个 艰难的决定 听我命令 全体撤退 打架的本事啊 山前人 在日本忍者十二大流派 之中几乎是垫底的 但逃命的本事 山前人绝对第一 随着波多野性离 一声令下 山前忍者们 顿时扑扑扑的 都凭空消失了 一时间呢 整个山前里的空中 都是纷纷扬扬 飘洒下来 片片翠绿的树叶 巴嘎 福不明日香 气了脸都绿了 你们竟然舍得 抛弃山前里的根基 哼 我就不信了 没有那个小子的支持 天下至大 你们还能去哪儿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海洋 第113集 就在这时啊 福不明日香的特殊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他气羞羞的掏出手机一看 居然是以前的好机友 现在的山田走组长 德川新有魏门打过来的 虽然德川新有魏门 现在已经不是伊赫人了 但作为伊赫人的主家 德川家的代表 福不明日香 对他不敢有半点的怠慢 反正战斗已经结束了 他便接通了电话 娇笑着道 新有魏门 我正在山前里替你报仇呢 明日香 德川新有魏门 很严肃的吏声喝道 我现在以德川家的名义 命令你们马上停止攻打 山前里 那你 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了 福不明日香 还是很惊诧地反问 为什么 死魔已经死了 这是家主的命令 陆娃已经撤退了 你难道 要违抗命令吗 不敢 我只是 不太明白 请你一定不要误会 我们这就停止攻打山千里 哈 福不明日香 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咽喉处 鲜血仿佛 泉涌般地喷布而出 福不明日香以为 波多也姓黎真的逃走了 这其实可以说是人者的职业病 只要形势不妙 必定是以保命为主 很少见到有像波多也姓黎这样拼命的 波多也姓黎之前也不会这样拼命 直到他跟了一个被称为死魔的主人 伸手从福不明日香的手里接过了手机 波多也姓黎随手推倒了福不明日香的尸体 把手机打开了攻方 当着周围又惊又怒的伊赫忍者 很平静地对焦急询问的德川新幼卫门说道 德川家的好意 贝家已经收到了 德川新幼卫门那边沉默了片刻 大概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 半上才缓缓说道 伊赫忍对山前忍发动进攻的事 德川家并不知情 对死魔大人的事 德川家身表悲痛 既然福不明日香已经 希望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波多也姓黎敏的小嘴 也沉默了片刻才说道 那就到此为止吧 挂断电话 伊赫忍者们收拾了属于他们的尸体 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山前忍 波多也姓黎的小小银牙不知何时 已经咬破了鹰唇 嘴角尽是阴红的血迹 清迈 俄罗斯黑手党名下的酒吧里 斯佩兰斯基正在包厢里 搂着两个泰国本地土特产亲亲我我 忽然包厢的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了 两个泰国本地土特产的女孩 惊声尖叫地缩成了一团 斯佩兰斯基本来想要站起来掏枪的 硬是被这两个女孩一左一右地压住了双臂 我怎么 斯佩兰斯基只好稳坐钓鱼台的样子 坐在沙发上 看着闯进来的滑下帮 为首的一个烫着亚麻色的爆炸头 蚂蚱眼八字眉 塌鼻梁 香肠嘴 再加上大饼脸是要多猥琐有多猥琐 但搭配上身上的血和手里的刀 却是杀气腾腾啊 强哥 斯佩兰斯基操着半生不熟的滑下雨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没有仇恨 得怪你们这些老毛子 王小强红着眼睛把刀指向他 砍死他 为贝爷报仇 唐人帮的兄弟们一拥而上 掀开两个泰国女孩 罩着斯佩兰斯基一通乱砍 深夜 被扫火锅店外面的老街上 一胖一兽两个黑影提着个口袋 鬼鬼祟祟的来了 别往前走了 胖虎 店里还亮着灯呢 咱们就在路口吧 知道了 九哥 胖虎就在路口蹲了下来 把拎着的口袋打开 都是些纸钱 九哥点了三支烟 恭恭敬敬的插在了旁边砖缝里 被烟 不成敬意 然后胖虎就在路口把纸钱点燃了 一边烧 一边嘴里不知道在嘀咕什么 九哥则是点了一支烟 打开一瓶酒 喝了一大口之后 把剩下的都倒在了地上 看着纸钱都化成了灰 胖虎揉了揉眼睛 跟九哥说 九哥啊 被言人意啊 心意到了就行了 走吧 胖虎便站起身 和九哥一起往回去了 路走 走出一段 又回头看了一眼说 北言人意啊 被扫火锅店里 外人已经都离开了 只剩下了贝友福和朱世林 烧着火锅喝酒 火锅里 肉都煮烂了 两人却是光顾着喝酒了 喝得嘴眼外邪的 张春丽搂着朱颜一边哭 一边给他讲 被拢小时候的事 朱颜妈妈在旁边 陪着抹泪 就在这时候啊 门外响起了 刹车的声音 很快 一个国字连 浓眉大眼的军官 走了进来 对不起 我们今天不 张春丽一愣 连忙抹了把脸 站了起来 王营长 您怎么来了 被他说 被他说 王守瑜啊 本来岁数 跟贝友福两口子 差不多了 但他跟贝龙是同袍 而且贝龙 已经成了他的上级 他也只能是 矮一辈说话 他刚要说什么 但看到朱世林一家子 犹豫了一下 又把嘴闭上了 见状 朱世林哪会 不知道什么意思呀 连忙站起身 招呼老婆孩子 时间不早了 咱们先走吧 等明天呢 咱们再过来 我不走 我不跟你们回去 你们走吧 我要陪着阿姨 朱颜眼睛肿的 就生一条疯了 张春丽这回看明白了 他连忙抱着了朱颜 对王守瑜说 没事 都是自家人 朱世林听了 不禁心里一暖 老辈一家人 是真不错呀 只可惜呀 没有缘分做亲家的 兵王营营长 王守瑜 跟贝龙关系很熟 自然也知道 朱颜和贝龙的关系 既然张春丽这么说了 他便直接开口 贝将军 已经和我们联系上了 咕咚一下 贝友福本来是 又惊又喜的小站起来 结果呢 站得极了 反摔成了落地葫芦 朱世林 朱颜他们 连忙七手八脚的 把他扶起来 张春丽抓着王守瑜 激动的说道 你说什么 贝将军 已经和我们联系上了 他没事 请你们别担心 只不过 他现在不方便露面 所以还请你们能够保守秘密 绝不能暴露出知情的样子 王守瑜连忙一口气说完 他并不担心泄露秘密 整个兵王营都在门外请接他 史密斯博士 托马斯正经微坐 仿佛没有看到 在史密斯博士的豪华大办公室里 来来回回穿梭的猎奇像美女们 不得不说 他们人外娘的样子呀 其实还是挺诱惑的 但托马斯还是保持住了将军的威严 他一本正经的 对史密斯博士说 所以 你更为看重 贝隆体内的强大基因吗 哦 没错 史密斯博士 手指在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滑动着 找出了贝隆在北极冰原和北极熊 虎精战斗的画面 给托马斯将军做参照 很明显 贝隆既是修炼了华夏武道的修炼者 也是觉醒了强大基因的继承者 现在他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一是力量 二是速度 三是火焰 我们并不知道 这三种战斗力 哪种来源于修炼 哪种来源于基因 又或者是其中的两种来源于基因 甚至是三种拳斗来源于基因 那就是太完美了 修炼华夏武道需要漫长的时间 而且和其他修炼者并没有太大分别 最具性价比的还是基因 当我提取了他体内的强大基因 我们就可以研制出新的产品 想想吧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再极端一点 是一个每天窝在家里 打游戏体重超过了200斤以上的肥宅 床以外的地方就是远方 手够不到的地方都是他想 我连锻炼都不想 就更不要说突破人体极限的修炼了 但是 我现在不需要锻炼 更不需要修炼 我只需要往我的体内注射基因药水 史密斯博士歪着脖子 比划了一个向着静动脉注射的动作 就像这样 然后我就只需要像吸了毒一样爽爽的等几分钟 或者几个小时 我就会变成强者 说着呀 史密斯博士拍了拍电脑屏幕 眉飞色舞的对托马斯将军说道 就像他这样高大英俊的能打得过北极熊的强者 想想看这是多么美妙啊 等等 还能变得高大英俊 托马斯将军瞪大了眼睛 皮靴里的脚趾头隐蔽的抠了两下增高鞋垫 身为一位美国四星上将 身高不足一米六 是他心中永远的头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贝隆的进化前后对比照片 史密斯博士手指在电脑屏幕上灵活的滑动着 这是他17岁时的班级合影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他虽然也是个帅哥 但也只是在班里处理拔催而已 再看看他现在 相貌身材 气质都已经达到了万人迷的程度 甚至还在我智商 史密斯博士是在拿他酷似阿汤哥的脸做比较 虽然这话让托马斯听起来不太舒服 但好在他阐述的也是一个事实 史密斯博士继续说道 根据我们得到的数据 贝隆在高中时最后一次提检的身高 是裸足182公分 到进化之前可能有所增长 但差别不会太大 但是他参加全竞赛提检的身高 是裸足188公分 而且他是标准的黄金比例 太棒了呀 托马斯将军感觉自己的心脏都漏跳了一盘 他甚至已经开始展望美好的未来 吸血鬼 狼人 精灵 德鲁伊 三眼族 他们的基因都很不错 但同样也都存在着极大的弊端 最大的弊端莫过于不能活得像个正常人 所以截止到目前只有贝隆的基因 才是我们需要的完美基因 等天亮吧 史密斯不是怀着激动的心情走到窗前 感应窗帘已经自动拉开了 露出了外面的满天星斗 那是地面以上的风景 而不是地下建筑 加州科研基地的地面以上部分 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美国乡村别墅 有一对新婚燕耳的年轻夫妻住在这里 他们是自由职业者 男主人是个网络作家 女主人也是个网络作家 两口子每天都守在电脑旁 啪啪啪 所以啊 他们的家里通常是通宵达旦的亮着灯 据说是因为晚上马自 思路会更清晰 今天的深夜也是如此 男主人已经憨然入睡 女主人则是在一边 一边追剧 一边骂姿 oh fuck 为什么还不弄死这个beach 女主人气得拍打着电脑桌 抄起手边的啤酒喝了一大口 就在这时候啊 她戴着的腕表忽然剧烈震动起来 女主人浑身一个机灵 慌忙三步并坐两步地冲出了房间 连睡衣都顾不得换 直接在外面披了一件大衣 塌了着拖席 跑到外面打开别墅大门 嘿宝贝 黑手端着M16突击步枪 顶着被笼 冲女主人挤眉弄眼 我又来了 她挤左眼是低 挤右眼是搭 两只眼睛啊 就能发送摩斯密码 黑手觉得自己简直太他妈机智了 最主要的是 大家都是军人 他应该能破译吧 请出示您的证件 女主人冷冷地瞥了一眼 几眉弄眼的黑手一眼 臭流氓 请跟我来 检查完证件 女主人懒得再理这个不着调的家伙 头也不回地走了 被笼笑眯眯地回头看了一眼 黑手顿时变成了正气凛然的样子 大眼珠子瞪得白白的 大鼻孔子撑得圆圆的 拿枪口顶了下被笼的后背 走 懒得和这个斗鼻计较 被笼跟在女主人的身后走进了这桶乡村别墅 登堂入室的一直走到了他们的卧室里 男主人已经起了床在卧室里等着 对自己老婆深更半夜带两个大男人回来 还是不同肤色的 男主人呢 早就习以为常了 他和女主人交换了个眼色 打开了占据整面墙壁的大衣柜 柜门之后是一部电梯 男主人和女主人同时扫描指纹和红膜解锁 又扫描了黑手的海军陆战队证件和指纹红膜 电梯才终于被内部操控打开了门 放被笼和黑手进去 二人进去之后 电梯门就合拢了 不需要手动输入楼层 自动下降 黑手又顾忌重施的 对摄像头用大眼珠子发送摩斯密码 被笼笑眯眯的转过身看着他 黑手顿时又变成了正气里人的样子 大眼珠子蹬的白白的 大鼻孔子撑的圆圆的 拿枪口顶了下被笼的胸口 老实点 你可以的 被笼嘴角隐蔽抽出两下 这时啊 钉的一声 电梯停了下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 订阅 转发 评论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科幻搞笑小说 说好的漠视呢 作者 王袍 演播 嗨扬 第114集 随着电梯门缓缓打开 被笼和黑手看到了 等在电梯门口的一个白大褂美女 这真是一个美女 以被笼和黑手的双重标准下 都至少平得上大学校花的水平 尤其是她穿着白大褂的制服诱惑 白大褂下露出的竟是修长的丝袜眉腿 唯一不和谐的是 她那双明显比大腿还粗还长的大胳膊 几乎要把袖子称爆了 我是史密斯博士的新助理 艾玛 白大褂美女不苟言笑 看都不看 用大眼珠子发送摩斯密码的黑手一眼 转身向着前方走去 跟我来 贝龙瞟了一眼 他扣着扣子的袖口处 隐约露出的又黑又粗又长的大黑毛 史密斯博士口味挺重啊 周围的环境没什么好观察的 头上是合金天花板 两边是合金墙壁 脚下是合金地板 给人的感觉啊 就像是走在密封的集装箱里 走到哪里 哪里的灯就会自动亮起 前方黑暗的尽头 也不知道通往什么地方 但他们并没有走到黑暗的尽头 走着走着 白大褂美女忽然停了下来 她转身 面向着合金墙壁 等待了大约一秒 随着吃的一声 言思合缝的合金墙壁 裂开了一条缝 竟然是隐藏着 一道科技感很强的 X星闻 白大褂美女昂首 阔步地走了进去 贝龙和黑手 自然也跟着鱼冠而入 房间里没有开灯 等到X星门关闭之后 就彻底变成了 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美女拍了拍手 瞬间呢 房间里亮起了 白的刺眼的灯光 仿佛在烈日之下 还好 贝龙习惯性地眯着眼睛 黑手却是捂着眼睛 痛苦道 Oh fuck 很快就适应了这种强度的强光 贝龙眯着眼睛环顾四周 除了合金门以外 其他三面全都是透明的玻璃墙 而在玻璃墙的外面出现两个男人 一个是矮个子的美国四星上将 另一个是穿着白大褂的英俊中年人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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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大褂中年人眼里透着贪婪 拍着手大步走来 就像是在欣赏一丝不挂的唯密名模一样 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打量贝龙 贝龙 地球上最完美的基因继承者 我终于见到你了 美国上将个子很矮 气势却很足 背着手不够言笑道 少尉 你做得很好 很抱歉 托马斯将军 我必须看好他 无法向你敬礼 黑手正气凛然地瞪着大眼珠子 大眼珠子瞪得白白的 大鼻孔子撑得圆圆的 拿枪口顶着贝龙 好吧 但是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托马斯将军若无其事地摆了摆手 你们现在头顶上和小底下 都是高强度的合金 玻璃墙是最新科技金刚玻璃 就算是用火箭跑都别想哄开 他是不可能从这里逃出去的 是 黑手怂了口气 捶下了手里的M16 然后感觉 好像哪里不太对啊 将军 那我怎么出去 少尉 感谢你为国家做的贡献 我会亲手为你盖上国旗的 托马斯将军冷冷地说道 What the fuck 黑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 他摊开双手 瞪大了眼珠子 走到托马斯将军面前愤怒地破口大骂 哦 老Bitch 你这是谋杀 少尉 你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史密斯博士戏谑地看着气急败坏的黑手 向着他打了个手势 顿时啊 之前那个白大褂美女一把抓住了黑手 黑手疯狂扣动了扳机 子弹全都打入白大褂美女的体内 但那美女不但有一双比大腿还长还粗的大胳膊 还有这一双比菩萨还大的大手 他两只大手熟练地抱着黑手的脑袋一拧 嘎巴一下的 黑手就倒了 杀了人又中了枪的白大褂美女 不但没死 反而更加疯狂 他猛地装开双臂 碰碰碰地在丰满的胸脯上垂打几下 吃啦吃啦呀 两声 他原本就绷得紧紧的袖子抱开 露出了他那双仿佛长臂圆一般的大粗胳膊 白大褂美女转过身 向着观察他的背笼 发出了一声野兽般的好叫 他那张美丽的脸扭曲得丑陋可怖 本来很迷人的蓝眼睛里 充满了暴虐气息 异化者 背龙微微变色 人类进化的第一阶段 强化是没有风险的 也就是说 要么进化 要么不进化 没有第三种可能 但到了第二阶段强化的时候 强化失败的方向是异化 白大褂美女的样子 很明显就是异化者 那么问题来了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华夏还没有强化 美国凭什么 就有异化者了呢 白大褂美女 咆哮着冲了上来 那已经变得好像 长臂圆的猴爪子似的大手 向着背龙脸上抓来 又黑又粗又长的 黑指甲锋利的 好像小刀子一样 玻璃墙外的托马斯将军 和史密斯博士 都是兴奋的屏住了呼吸 等着看龙斗 然而让他们震惊的是 背龙只是抬起了一只手 隔空向白大褂美女 轻轻一推 哼的一下 一只城门般巨大的火焰手掌 斜着排山倒海之势 狠狠的把白大褂美女 拍在了玻璃墙上 那仿佛能燃烧一切的炙烈火焰 瞬间让整面玻璃墙 都变成了一片火海 经得托马斯将军和史密斯博士 都是情不自禁登登登连退了几步 当金色的火焰撞在玻璃墙上 炸碎成万点火星时 重新显露出身形的白大褂美女 已然是浑身焦黑的趴在玻璃墙上 就好像贴在墙上的一幅探笔画 缓缓的滑落到了地上 却在玻璃墙上流下了鲜血 喷溅出来的人形 玻璃墙上出现了大片的 头发丝斑细微的裂痕 同时啊 响起了警报声 托马斯将军和史密斯博士 不约而同的倒吸一口冷气 真是太美妙了 非常完美 史密斯博士激动的双手 按在了玻璃墙上 看着贝隆两眼放光 他刚才那随便的一声 托马斯将军比他还激动的比划着 完全失去了将军威严的 对史密斯博士惊呼道 竟然可以媲美火箭炮的威力 虽然还比不上火箭炮的威力 但也相差不远了 史密斯博士也是发出由衷的感叹 精灵的美貌 狼人的力量 三眼足的超能力 如果这些全都是来源于他强大的基因 再加上蓝金的持续强化 那将会创造出怎样一副完美的躯壳呀 贝隆笑眯眯的看着正在对自己品头论足 手舞足蹈了两个美国狼 缓缓的收回手掌 然后运转火龙真气 再次向着那面玻璃墙轻轻的一推 轰的一下 少林七十二绝技之大力金刚手 他那只燃烧着熊熊火焰的手 再次推出了一只城门般巨大的火焰手掌 火焰大手气势磅礴霆 万军的轰击在了那面被鲜血染红的玻璃墙上 即便已经经历过一次了 托马斯将军和史密斯博士 还是情不自禁的又后退两步 选击呀 两个美国佬相对开怀大笑起来 托马斯将军得意洋洋的 对贝隆竖起了一根手指摇了摇 哈哈哈哈 不不不 没用的 孩子 这是我们美国军方最新科技的金刚玻璃 你是不可能打破这面玻璃墙的 就算是火箭炮也不行 贝隆皱着眉头看下的那面玻璃墙 明明墙上出现了更多的头发丝般细微的裂痕 看起来就像棉絮似的一丝一丝的 但这玻璃墙却真的没有碎裂的意思 仔细看去啊 那棉絮般的裂痕就只浮于表面 换句话说呀 这金刚玻璃墙并不只有一层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受到初次攻击时响起的警报声 就能渐渐就弱了 大概是判断出了这种程度的攻击 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系统很智能的降低了报警等级 哼 乖乖 现在好好睡一觉吧 史密斯博士也是很得意的掏出遥控器 按了一下 贝龙头顶上的天花板和脚底下的合金地板 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个比针孔大一点的小孔 从这些小孔中 源源不断地喷出浓浓的绿色雾气 用不着吸一口 贝龙也知道 这肯定是有毒气体 听史密斯博士的意思 是要把他迷晕呢 贝龙瞪大眼睛看着那道玻璃墙 史密斯博士和托马斯将军 本以为贝龙是在看他们 可是啊 面对着贝龙就只隔着一道透明玻璃墙的他们 很快就发现 贝龙看的不是他们 而是玻璃墙 而且在贝龙漆黑眼瞳中 竟然还燃烧着两点针尖般大小的小火苗 火苗虽小 却仿佛能够驱散无尽的黑暗呢 不是 托马斯忍不住问道 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眼睛里有小火苗 看来火焰能力就是因为他的基因传承 史密斯博士兴奋的 话说 眼睛里有小火苗是怎样的能力 他会不会从眼睛里喷出两道火焰来 贝龙并不会从眼睛里喷出火焰 至少啊 现在不会 他只不过是看穿了这面号称火箭炮 都炸不穿的玻璃墙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 虽然这面金刚玻璃墙看起来仍旧是牢不可破 但事实上啊 其中的几个点已经是不堪一击了 于是 在托马斯将军和史密斯博士的眼中 如同龙中之鸟的贝龙眼中燃烧着小火苗走到了玻璃墙前 隔着玻璃墙几乎和他们大约只有一尺的距离 怎么还没死心吗 托马斯将军故意把脸贴到了玻璃墙上 鼻子顶着玻璃墙都有点变形了 他得意洋洋的对贝龙挑着上眉毛 嘿嘿嘿嘿 来呀 打我呀 隔着透明的玻璃墙 托马斯将军看到贝龙抬起了一根食指 那根食指白皙修长 仿佛钢琴家般完美无瑕 呼的金色火焰把这根食指团团包裹 然后他看到贝龙那双凳的大大的丹缝眼眯了起来 弯弯的好像月亮 燃烧着金色火焰的那根食指 呼的快如闪电的隔着玻璃刺向了托马斯将军 武当神功一旋旨 托马斯将军下意识的就想往后缩脑袋 但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贝龙是不可能一根手指就刺穿了金刚玻璃墙的 这已经连续两次的证明了 他往后缩脑袋的样子一定很像乌龟 实在是太有损他四星上将的威严了 于是啊 托马斯将军强迫自己没有本能的向后躲闪 心里为此呢 还有点沾沾自喜 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啊 只听吃的一声 那根燃烧着金色火焰的食指竟然穿透了金刚玻璃墙 深深的刺住了他故意瞪大的眼睛里 在托马斯将军眼中就只有一片火焰 跟着难以承受的剧痛就让他发出一声惨叫 托马斯将军慌忙想要后退 然而那屯火焰就仿佛是一颗小太阳 在他的脑子里爆炸了 砰的一声 托马斯将军的脑袋真的爆炸了 史密斯博士只觉眼前爆开一片火光 再开始托马斯将军已经只剩下了无头尸体 像个木头桩子般的直挺挺的倒下 My my god 史密斯博士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啊 还有这种操作呀 他眼睁睁的看着贝隆那根白心修长的手指 还刺穿在金刚玻璃墙上 之前托马斯将军曾经跟他炫耀过 说这是美国最新的科技突破 只有一厘米厚的金刚玻璃墙 就能够承受得了火箭炮的轰炸 他不知道托马斯将军临死前会不会后悔 没有要求科研人员把金刚玻璃墙做得厚一点 如果有十厘米的话 或许现在托马斯将军的脑袋就不会炸得粉碎了 然而没有如果 史密斯博士看到贝隆缓缓缓地拔出了手指 嘴角勾起一抹邪气凛然的冷笑 太可惜了 史密斯博士失望地摇了摇头 毫不犹豫地果断转身离开 当哗啦啦的玻璃破碎声从身后传来 史密斯博士已经反手关上了门 是时候说再见了 贝隆从打碎的金刚玻璃墙后走了出来 捡起了托马斯将军掉落的狗牌 这是他杀死的第一位将军 把托马斯将军的狗牌随手塞进了裤兜里 贝隆走到史密斯博士逃出去的那扇门前 随手一拳便轰爆了那扇门 但看清了门后的一切时 他不仅脸色大变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关注订阅转发评论